江应玉连忙劝说 叶峰 你就再考虑考虑吧 龙牙可是最好的特战大队啊 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你要慎重啊 不用考虑了 我先走了 叶峰站起身来 朝着咖啡馆门口走去 心说 我现在要待在孙姐身边 西叔领起 当奶门子大头兵啊 谁爱去谁去 老子才不稀罕呢 楚宇为身形一晃 将叶峰拦住 气一呼呼地说 叶峰 这就是你的态度吗 你难道根本不把龙牙放在眼里吗 你若加入龙牙 可以获得很多修炼资源 会有很多爵士高手亲自指导你 修为可以一日千里 我只是龙牙一名普通的队员 但是都有上校的军行 市长见了我都要毕恭毕敬的 楚宇为对龙牙认同感很强 见叶峰丝毫不把龙牙放在心上 不免心中有气 男儿当杀人 你当个医生能有什么出息 岭南军区处司令是我的爷爷 我这次是代表他亲自过来和你谈 我三番五次的劝你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叶峰眸光一闪 翻唇相继 这就是你的态度吗 是你在求我加入 我可没想着加入你呢 既然你求我 就应该摆正你的姿态 你 怎么 如果我不加入 你还想杀了我不成 你倒是可以试试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叶峰身躯一阵 一股磅礴的气息鼓荡而出 瞬间将楚宇为震得后退了三四步 脸色沙白 楚宇为被叶峰的气息压制 竟然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你算个什么角色 竟敢对我如此不敬 你想让我加入 让楚司令亲自过来和我谈吧 叶峰冷冷地丢下了一句话 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叶峰身后 楚宇为脸色时而铁青 时而傻白 时而仗得通红不可置信 他根本没想到 叶峰竟然这么不给面子 他是上校军衔 正师级干的 又是楚司令的孙女 平日里能和市长平起平坐 什么时候受过此等侮辱 楚宇为气得浑身色色发抖 双眸全是杀气弥漫 狂妄 太狂妄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他并不知道 叶峰此时也有点生气 正是因为他那句 男儿当杀人 当个医生 能有什么出息 触怒了叶峰 叶峰从小就热爱医学 把治病救人当成毕生的追求 岂容别人亵渎他的理想 救人一命盛造 七级浮屠 你们杀敌卫国有出息 我治病救人就没出息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原本就未加入 你还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 言语威胁 简直不可理喻 叶峰轻轻摇头 一脸的鄙夷 不过他也很快平息了怒火 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接下来的两天 叶峰买了辅助药材 请假在家 一门不出 二门不卖 专心炼制洗骨伐随丹药 由于没有炼丹炉 炼制过程就复杂了许多 还好沧松先尊炼制丹药的水平太高了 倒也没耗费太多功夫 三天后 洗骨伐随丹 终于炼制成功了 这种极品丹药 要是让一般的炼丹高人来炼制的话 恐怕要三四个月 甚至一年半载 叶峰将丹药放在掌心 仔细关脚 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哎呀 这九曲黄金果然不俗啊 灵气的确很充沛啊 三枚玉白色的丹丸 精盈剔透 好似上好的杨之美玉雕刻而成一般 散发着寝人心脾的忧香 更奇怪的是 丹药之中还有云露状态的灵气在滚动 瞬息万变流光溢彩 这么好的丹药 应该一枚就能助我突破一次吧 叶峰神情激动 深吸了一口气 吞下了一枚丹药 哄 丹药落入腹中的瞬间 好像一团火焰将叶峰包裹似的 他感觉五脏六腑四肢百害 都被放在上万度的高温中灼烧一般 息骨瓦髓 是将夜风体内的杂质和污浊 全部当地排出 让身体无尘无垢 一旦成功 不仅对今后的修炼大有弊意 而且变得身轻如雨 可以开启一门叫浮光掠影的身法 缩地成寸 横跨虚枯 好处当然不小 但夜风所要承受的痛苦 同样不小 修针如溺水行舟 又如同攀登高峰 极其痛苦 是对修炼者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考验 事想 短短时间内 将体内的杂质与细胞血液包裏 那是何其艰难的历程 此时 道道灵情疯狂撕扯着他的五脏六腑 全部位移 并且出现了道道裂痕 心血浸重 好痛啊 坚持 坚持 夜风眉头紧皱 峻脸痙磷 双全捏得嘎嘣嘎嘣直响 指甲似要将掌膝给刺破 他的身躯 先是变得一片血红 痛苦地颤抖着 一道道血管如同紫色的秋眼一般高高隆起 然后一滴滴黑色的凝稠液液 从毛孔中欠出 淋漓而下 疼死我了 夜风此时的感觉太痛苦了 忍不住仰天报好 可依旧紧握双全地坚持着 夜风 你怎么了 你开门呢 在隔壁休息的孙静怡听见夜风的惨叫 快步冲了过来 疯狂地扭动着门把手 夜风为了避免被孙静怡打扰 反锁了房门 但此刻他正在突破的关键时刻 怎么能去起身开门呢 夜风 夜风开门呢 孙静怡听到里面没有声音了 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眼中晶莹的泪珠滚滚而下 孙静怡到门外找了一柄消防服 一把将夜风的房门劈出一个大洞 足够将门给扭开了 可眼前的情景 却把孙静怡吓得一声惊呼 险些哭出 夜风 你这是怎么了 只见夜风头发根根炸起 双眸赤红如血 浑身上下都蒙着一层 蒸腾如云的浓郁的血气 他的周围一片狼藉 床单上到处是血迹和腥臭扑鼻的黑色 粘稠液体看上去就像是油污一般 轰的一声 夜风只觉得全身骨骼 齐齐一阵剧烈的抖动 这一瞬间 他的痛楚达到了一个风值 就好像成千上万道钢针一般 在火水之中穿梭一样 但紧接着 极度的痛楚 如同潮水般 退了出去 突破了 夜风的意识 恢复了一丝清明 嘴角牵涉出一抹欣慰的微笑 颤声说道 孙姐 我没事 我只是在修炼 可惜 在下一口 夜风忽然又感觉一股强烈的燥热 几乎要爆掉一般 哎呀 完蛋了 九阳菊脉又发作了 可此刻感觉 又置身于一个超大的火炉一般 热得肌肉发红 烧得血气弥漫 浑身直嘟瑟 遥遥欲坠 见夜风朝着床下一头扎了过去 孙静怡连忙上前抱起夜风 眼中含泪 惊慌无措地问道 夜风 你没事吧 我 我该怎么办 他从梦中惊醒 只穿了一件红色的针丝睡衣 两条血腻修长的眉腿 也是若隐若现 夜风身躯死沉 他生怕夜风摔在床下 一双玉壁将夜风倒得紧紧的 胶躯就好像暗夜里的白莲花一般 散发出芬芳清凉的味道 夜风只感觉体内真元和热血 以原来十倍的速度奔用 似乎要将血管经脉全部冲泡一般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最原始的欲念却越来越强领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 只看到一道由两抹白皙糊度组成的幽深肌肤 还能闻到那浓郁的清凉悬阴气息 这更让他欲潮涌动 孙姐 你在吗 我需要你 夜风 你不要怕 姐姐在你身边 我该怎么做 你告诉我 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 孙姐 我要你 夜风再也忍不住了 忽然如同一头恶狼般扑过去 将孙姐 一压在了身下 孙姐 没想到夜风忽然这么激烈地索取 他一只玉手紧紧地抓着床单 只留下一道道如同水波般美丽的褶皱 另外一只手 刮推着夜风的胸口 夜风只感觉一阵似乎温热 又似乎清凉的气息 将他紧紧地包裹起来 美得欲死欲心 但随着他吸收了玉壶悬音气息 他的意识也渐渐恢复了清明 我去 这就推倒了 哎呀 刚才我似乎太粗野了一点 不知道把孙姐给腾成什么样啊 此时 夜风吸收了玉壶悬音气息 顿时感觉神台一片清明 体内阴阳调和 舒畅无比 他搂着孙景仪那汗津津的芬芳娇躯 拉过被单帮他盖上 心里却有点内疚 自己刚刚好像太粗野了 根本没征求他的同意 甚至还有点半强迫的味道 孙景仪 孙景仪双眸紧闭 秀眉微醋 在慵懒疲惫之中带着一丝满足 鼻息沉沉 谈口微张地喘息着 终于 他长长的睫毛一颤 睁开了眼睛 水汪汪的双眸似乎还有几分迷离 瞧夜风低头看着自己 他顿时脸羞得通红 不堪羞躁地将头埋在夜风的胸脱上 臭小子 你肯定不是第一次 夜风愣出来 原本以为孙景肯定得又哭又闹 没想到他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个 夜风心中松了口气 我夜风对灯发誓 绝对是第一次 清白身子 我也是 你要对我负责 以后 不准招惹别的女孩 你放心吧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要是三心二意 出门被车撞 夜风一脸严肃地说 他先说 出门被车撞也撞不死我呀 呸呸呸 别乱说 多不吉利啊 孙景仪大为紧张 玉手伸出 捂住夜风的嘴巴 夜风哭笑不得 原来孙副院长也这么迷信呢 但他能感觉到美女院长发自内心的担心 于是轻轻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快起来吧 你瞧你把床单脏成什么样了 先去洗个澡 去主卧睡觉吧 夜风也觉得睡在这儿不舒服 于是站起身来 看着床单上的斑斑血迹 有点舍不得 本来还想留下当个纪念呢 夜风洗了个澡 躺在主卧里散发着孙姐体香的舒适大床上 片刻后 孙景仪也洗了澡 钻进了被窝 感受到他那丝滑如绸缎的肌肤 夜风心中又是一阵火热 突然搂住了孙景仪 亲了上去 臭小子 你属驴的吧 又要来 我那儿都疼死了 都肿了 真的 来来来 我看看 你看什么看 别看了 紧接着夜风一声惊呼 哎呀 真肿了 来来来 孙姐 我给你治一治吧 自从这一张窗户纸捅破 夜风和孙景仪的感情瞬间飙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娇似气 就如同秘力调游一般 这让夜风颇有征服感和成就感 原来的孙景仪 如高高在上的女神一般 渴望而不可及 而现在 就如同一个小媳妇般体贴温柔 乖顺无比 每天晚上 孙副院长更是卸去白天的端庄与优雅 柔情似水 热情如火 趋意逢迎 婉转求欢 让夜风乐不思数 夜风也就大肆吸收他的玉壶悬阴气息 体内的气息越来越浑厚不说 还达到了阴阳调和 刚柔并济的境界 这天 夜风处理了几个病号 正在做班 忽然 冯墨存登门造访 夜神医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那个病号吧 我已经和那边联系好了 咱们现在就过去 夜风注意到 冯墨存背后还站着一位老者 正对他点头微笑 冯墨存介绍说 这是家父冯昆天 原来阳城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 现在开了医馆 叫同济堂 对冯老 夜风还是保持着应有的尊重 站起身来 冯沈医 没想到你也来了 幸会幸会 冯昆天连忙上前一步 恭身抱拳 恭敬地说 夜神医 在您跟前 老朽可不敢自称神医 犬子的不孕不育症 老朽束手无策 但经过夜神医 伏析酒针和中药条理 我儿媳妇已经怀孕了 说起来 您是我全家的恩人啊 他见识过夜风 用逆天十八针中 神乎奇迹的生死人 给蓝凤皇调命 儿子又被夜风治愈 对夜风是敬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次那位军区药人重病 惊动整个岭南军区 整个医疗界都清朝出动 让夜风出手一事 还是冯昆天的主意 疯了 您客气了 晚辈出道不久 还希望您多多指点 夜风一向是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冯昆天 此前是阳城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 享誉阳城的内科专家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他这么抬举自己 肯定自己也要给他面子 夜神医 您客气了 指点我可不敢当 彼此印证 共同提高 一番见礼完毕 冯沫存找到魏明远和孙静怡 给夜风请假 说有重要医疗任务 二人自然不会阻拦 孙静怡和魏明远 送夜风他们出门的时候 夜风偷偷凑到孙静怡耳边说道 孙姐 不要太想我啊 你先休息一点 养精蓄锐 孙静怡这几天十岁之位 每天都是索取无度 有时候甚至会折腾到下半夜 听了夜风这话 孙副院长羞得翘脸 红得好像滴出血来 饱满的胸脯一阵荡漾 更是夺人心魄 眸光如水地横了夜风一眼 偷偷掐了他一把 谁想你这个流氓 坐上冯沫存的奥迪 四季发动车子上了高速公路 向阳城的方向急驰而去 一路相谈甚欢 但从头到尾 冯沫存都没有透露 夜风到底给谁肯定 他不说 夜风也懒得问 他并不在乎患者的身份 总之是疑难杂症 他就想试一试自己的手段 车子在高速上走了一个小时 下了高速又走省道 最终在阳城郊区的群山之间的 一处疗养院门前停下来 疗养院并没有挂牌子 夜风下得车来 目光淡淡的一扫 却发现周遭布满了少家 几十个鹤枪实弹的职业军人守护 周遭监控摄像头 更是不计其数 慢说是个大活人 就是一只苍蝇 都别想不被人察觉地飞进去 门口还放着巨马路障 两条牛犊子一般的大狼狗 被两名职业军人牵着 虎视眈眈地盯着夜风 吐出星红的舌头 不过 让夜风意外的是 朱雀 楚雨薇也站在门口 这丫头穿着一身迷彩背心 迷彩长裤 胸脯饱满 身材高挑 充满了女军人特有的健美与活力 一把锋利的短刀 在她指尖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转得又快又炫 旋转出一片寒光 冯莫存走上前去 拿出工作证件 对警卫笑道 在下是东海市卫生局长冯莫存 携带两位神医前来参加会证 还请放行 警卫仔细检查了一番他的工作证件 又开始搜身 冯昆天父子很配合地举起了双手 轮到叶峰的时候 警卫取下了他的氧气壶 请示楚雨薇 楚雨薇瞪了叶峰一眼 沉声说道 这些闲杂物品不能带进去 我先扣牙在这里 你出来再拿走 本来被搜身 叶峰就很不爽了 先说好歹你弄个小美女来摸我呀 弄个大汗摸来摸去 多恶心呢 此刻又见要扣牙氧气壶 叶峰更不爽了 皱着眉头说道 我是来看病的 又不是来搞破坏的 不让我随身携带小葫芦 那我就只能走了 那就请自便吧 今天来了不少神医 也不缺你一个 楚雨薇不懈的撇了撇嘴 毫不客气 叶峰拿过氧气壶 转身就要走 冯昆天大急 连忙抓住叶峰 劝说道 叶峰 你别着急 我和他们求求情 此时冯莫存 已经来到楚雨薇跟前笑道 楚小姐 您就通融通融 一个小葫芦 能怎么样呢 老冯 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军事禁区 别的专家 闲杂物品都留下了 叶峰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 凭什么搞特殊啊 冯莫存脸色为难 叶峰却不屑地说道 楚雨薇 我看你们戒备森严的 怎么这么胆小如鼠啊 就是我拿把刀进去 想搞破坏 你们就没信心制服我吗 你算什么军人 放肆 龙牙之威 你岂能亵渡 楚雨薇被触到了痛觉 勃然大怒 指着叶峰立声呵斥道 我们不欢迎你 滚蛋 一道中气十足 满是惊喜的声音传了过来 请问 这位是来自于东海的叶峰夜神医吗 赶紧进来吧 叶峰看到一位气势不凡 约门六十多岁的将官 满脸堆欢地走到了门口 楚司令 楚雨薇以及警卫们 见了来人目光一领 连忙身躯站的笔直 双腿啪的手里 进了一个标准的军力 楚司令腰杆笔直 双肩平端 如同一杆雕枪一般 而且步履稳重 呼呼声杯 一张骨子脸虽然在笑着 但因为久居高位 却让他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他笑呵呵地走到门外 热情地握住一封的手 笑道 叶水义 我是岭南军区司令员楚镇南 听说你治好了李老的废热 了不起呀 欢迎你这次来参加会诊 快请进吧 楚司令 幸会 叶峰冲着楚雨薇得意洋洋的一笑 一步三摇地走进了疗养院 险些把楚雨薇给气炸了 原来李老就是被这小子治好的 难道这小子真是一道高手不成 楚雨薇瞧着叶峰的背影 眼中浮现出沉思之死 但随即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 古武修炼何其艰难 我十几年刻苦修炼 两耳不闻窗外时 连雪都没上过 都才堪堪达到内进巅峰 叶峰现在已经是画境宗师 说明他比我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修炼上 哪还有余力学习医术 估计他治好李老 也不过是瞎懵吧 想到这儿 楚雨薇轻轻摇了摇头 脸色不屑地喃喃说道 这小子就是狂妄自大 但这次会诊 连请的都是岭南各地的国手神医 权威专家 你即使有点医术 又怎么能和他们比呀 叶峰打量着周围 只见疗养院很有些年头 一栋栋小别墅基本都是苏式建筑 线条硬朗 简单实用 墙壁上爬满了爬山虎之类的藤蔓植物 五步一岗 十步一少 很多身穿黑色西装 带着黑潮墨镜空气耳脉的标形大汉 腰间都塞着手枪 叶峰甚至发现 他们很多人都拥有古武修为 基本上都是今生中期之上 气势雄浑 目光犀利如点 不过 叶峰也没把这些守卫放在心上 倒是对这位患者的身份 很是好奇 连处司令都来了 还有龙牙众多高手护卫 这患者架子够大 身份肯定不简单 很快 叶峰三人被处司令和工作人员 引进了一间大会议室之中 现场有十几个人 基本上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年纪 看样子都是一方医学泰斗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众人围着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坐着 还没开始会诊 正在聊天 桌子上放着矿泉水和水果 还有一些病例资料 叶峰刚坐下 一道微潮的声音传来 叶峰 你竟然也敢来参加会诊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就凭你那点医术 也敢在众位国手神医跟前丢人现眼吗 叶峰看了一眼出言不逊的李洛水 然后目光落在了他身前的老者身上 这位老者约莫七十多岁的年纪 一部疏疏朗朗朗的花白胡子 花白的头发梳得晶莹剔透 带着一副古董金矿戴帽老花镜 不用提 依旧是大热天一见长衫 倒是有几分高人风范 此老者面容轻取 有些肿眼泡 双眼微垂 神光内敛 左手攥着一串翡翠的帝王绿手串 价值恐怕得上千万 右手却一直绣在长袍的绣口里 始终不曾露出来过 叶峰心中思存 这老者就应该是东海第一神医李诗本啊 但是 即使李诗本在长 叶峰也没任何客气 冷笑着说道 是啊 不管我该不该来 但至少我有资格坐在这里 而你呢 你 李洛水气得脸色羞红 虽然他是华夏十大青年中医 但是依旧没有资格参加会 所以他一直站在李诗本身后 说白了 他这次过来 就是给他爷爷李诗本拎包的 李诗本阴沉着脸庞 双眸闪过一丝寒弓 缓缓开口说道 年轻人 你可不要太梦浪啊 听说你三番五次对我要网管不敬 你可知道 我们要网管是李时珍的传人 你竟敢诬蔑李时珍的传承 熟典望祖之辈 你配当中医吗 我又不姓李 李时珍可不是我的祖宗 我看熟典望祖的是你吧 要是李时珍真是你的仙人 你名字里又怎么会有一个十字呢 怎么就不知道避讳仙人 难道你是李时珍的兄弟吗 你这才是对你仙人的大不敬吧 你 这是我爹妈起的 我哪里知道 李诗本被刺激得满脸通红 但又无言反驳 其实李时珍的医术倒是货真假实 不说登堂入室 但也冠绝东海 无处其有者 不过是不是李时珍的后人 那就难说了 他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 其实是想拉近和李时珍的关系 往脸上贴金 哪知道反而犯了忌讳 在场的老中医都很在乎资历 对叶峰的态度颇为不满 很多人急言立色 满脸怒气地指着叶峰喝麻起来 这个叶峰是哪里来的 怎么能对李神医如此不敬 听说他只是人民医院的一位实习医生而已 嗨 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也敢对李神医不敬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放肆把他轰出去 叶峰淡淡地说道 一道之上能者为师 我可不认为多吃几年饭就值得我尊重 若论吃饭的能力 饭馆门口的饭桶 可能更值得诸位尊重啊 你书子太猖狂 你竟敢骂我是饭头 李师本气得好学没背过气去 大家顿时更加愤怒 气得废馆子都要爆炸 指着叶峰纷纷喝吃起来 这小子也太狂傲了 以为有三分颜色就能开染房了 简直可笑不自量啊 母无尊长 连李神医都不放在眼里 轰出去 把他轰出去 这简直是我们医学界的百类耻辱啊 李老是谁 那是东海中医协会主席 东海乃至岭南都大名鼎鼎的神医 徒子徒孙遍布整个岭南 影响力很大 1999年 林州爆发疟疾 本地医生束手无策 林州市政府值得请李老出山 李老过去配出了一个汤药配方 三天后 数败病人痊愈 2003年 佛山爆发SARS病毒 李老带领弟子深入疫区 采用骨法针灸治愈了患者 将疫情扑灭了 2014年 李老发出口提疫消灭令 带领弟子和医学骨干 走遍全岭南 将领南口提疫全部消灭 李时本 可谓是一个传奇一般的人物 不管他是不是李时珍的后人 但是他的医术和医德 那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医疗界的同仁无不敬佩 但现在 这小子竟然口出狂言 目无尊长 辱骂李时本 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楚司令含笑看着夜风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背后站着的那位 代号为玄武的高大青年 皱了皱没说到 楚司令 您看 楚语微气呼呼地说 还看什么看 楚司令 我把这个狂傲的家伙给扔出去 李洛水也煽风点火地说 是啊 楚司令 您也看到了 这小子一树低裂 还目中无人 一来这儿就抬杠 这分明是在搅局 楚司令摆了摆手 笑着低声说道 别慌 你们应该听说过一句话 要一高人胆大 咱们带的兵 那些神枪手 格斗高手 但凡有点本事的 哪个不是刺头啊 你放心 叶峰既然敢说出这番话 说明他在医术上 有信心压住了一身意 我看这个叶峰 虽然颇有傲骨 但绝对不是鲁莽之人 玄武和楚语微点了点头 脸色狐疑 叶峰这么年轻 难道医术真比李诗本还强 要知道中医 可是讲究经验的呀 叶峰细血的一笑 然后杀人诛心的说 李朗 您别着急 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我只是说 你的医术 连我一根手指头都不如 我比你强十倍百倍 众人齐齐倒吸了一口冷气 没想到叶峰竟然这么狂傲 直斥李诗本医术不如自己 楚语微气呼呼地说 你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 不知天高地厚 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李神医 他看过的病人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李洛水火冒三丈 狠声说道 你竟然对我爷爷如此不敬 你知道吗 你要在外面说这句话 恐怕已经被我爷爷的徒子徒孙 还有那些疯狂的信徒给撕碎了 叶峰这句话 再次反了众命 众人顿时一针恶斥和嘲讽 方不得把叶峰的嘴巴给撕落了 就连冯昆天父子都急了 拉着叶峰的袖子 让他不要乱说话激怒众人 叶峰少说两句吧 无论如何 李老是前辈 李诗本气得浑身都哆嗦了 咬着牙气呼呼地说 好 好 好 叶峰 你曾三番五次对我药王管理语刺不尽 你曾说我们家的太义神针是山寨火 你还曾说我根本没资格和你闭试 说我学艺不精 根本不配成为中医 也好 今日恰逢七回 大家都在 可以做个见证 我就不自量力一回 和这位叶小友比拼一番医术 看看到底谁更技高一筹 今日 咱们都给这位患者治病 谁要明显见效 给出的治疗方案合理 谁就赢了 叶峰 你怕了吧 李洛水原本以为叶峰不敢接招 熟了叶峰只是淡淡的一笑 好啊 比较比 你要是输了呢 我爷爷医术比你强一万倍 怎么可能会输 李洛水脸色赤红 简直被叶峰给气得原地爆炸 李时本摆了摆手 制止了孙子 我若输了 我药王馆还有旗下几家药厂 全部归你所有 但你若输了 那就终生不得再行医 彻底退出医疗界 大家脸色震撼 议论纷纷 这可是豪赌啊 药王馆资产好几个亿 一把都压上去了啊 是啊 看来李老这次是动了真怒了 哎 要是你 你不生气吗 被这么一个无名小族这般羞辱 简直让人吐血三生啊 也有人自以为是的说 李老看似压上了惊天赌注 但也只不过是魔术师手里的飞刀 看似扔出去 其实还是在自己手里的 叶峰小小一个实习医生 垃圾一般的玩意儿 怎么可能比得过李老啊 嗨 皮肤汉大叔 可笑不自量啊 此时 疗养院的院长看了一下手机 说道 诸位 省政府保健委员会的主任黄老来了 咱们要不要去迎接一下 哎哟 黄老来了 走走走 快去迎接 众人进阶动辱 纷纷站起身来出门迎接 连处司令李师本都不敢托打 黄老 名叫黄阳浩 此前是华夏保健委员会成员 名副其时的御医行走 后来他年龄大了 有思念故土 就请上级调任 岭南省政府保健委员会工作 岭南的保健委员会 也被业内称为御医堂 其中人才济济 国手如云 黄阳浩能坐到主任的位置 统帅一众国手 可见他医术之高潮 事实上 在业内 黄阳浩的医术和名气 都要力压李师本一筹 甚至还经常指点于他 李师本又怎能不静呢 叶峰本来不想动的 但也被冯昆天父子给拽过去了 叶峰 走吧 这可是黄老啊 咱们岭南中医界的第一人 叶峰刚出门 就看到 在众人的簇拥下 一位身穿棉麻糖装的老者 走了进 此老者六十来岁的年纪 脚踩软底不斜 身体微胖 脸色红润 面带笑容 一团的和气 黄阳浩的目光 立刻就落在了叶峰的身上 拱手抱拳道 这位就是叶峰医码的身上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没想到你如此年轻 黄老 幸会 听说你要和李老弟比拼医术 老夫斗胆做一个裁判 如何 虽然不知道你医术如何 够不够资格当我的评判 但是我的效果太明显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也无所谓 这话一出 众人再次出离愤怒 臭小子 你真是有眼无珠 这可是黄老 就是 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众人纷纷指着叶峰怒斥起来 叶峰自然是有资格说这话 苍僧先尊的传承 可谓另辟蹊径 自成体系 通天彻地 独步与内 要是别人胆敢评判他的医术 叶峰肯定一句话 不客气地怼过去 你有什么资格 但见黄阳浩一团和气 笑眯眯的 叶峰也就伸手不打笑脸人 已经相当客气了 不过众人不知道叶峰的厉害 还是被彻底激怒了 指着叶峰 又是一阵夹枪带棒的嘲讽 数字无礼 你能让黄老点评你的医术 那是你天大的福气 还敢对黄老不敬 在岭南当中一竟然不知道 到黄老的大名和水平 简直是无知之悲啊 黄老连忙摆了摆手笑道 大家都别说了 我不想石本老弟那般名声在外 这位小哥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李石本顿时惶恐不安地坐一抱拳 黄老 您这么说就是折杀小弟了 我的医术比您那可是天壤之别 无法相提并论啊 一番招呼后 众人纷纷落座 黄老自然位于守卫 楚司令和李石本左右陪伴着 黄老说道 楚司令 我看你现在就把病例和相关的检查资料拿出来了 把病人也推出来 楚司令犀利的目光扫视全场 脸色前所未有的肃染 我需要提醒周围名医一点 今天的治疗过程被列为岭南军区的绝密当机 大家都需要签订保密协议 今天的治疗不得有泄露丝毫 一旦泄露 那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大家如果有异议 现在就可以离开 众人都表示没有异议 但心底更加好奇了 这什么人治病啊 这么大阵仗 还高度保密 楚司令点了点头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 请签订保密协议 楚宇威立刻将一碟保密协议 发给在座的所有医生 所有人都签了字 按了手印 他检查无误之后 才开始分发病例和检查的资料 过了一会儿 玄武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男人推进了会议室 一见这位患者 众人顿时心中一惊 一颗心好玄梅跳出嗓子眼 轮椅上的这位巨汉 一头狂野的披肩长发 身材特别高大粗壮 肌肉结实 长手长脚 坐下来脑袋都浓到正常人的胸脱 给人带来巨大的压迫感 站起来恐怕的有两米多 只是奇怪的是 病人竟然戴着一副黑色的面罩 捂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粗眉大眼 但就那一双眸光犀利的双目 仍旧让人感觉如同闪电一般 很多医生都有一种瞎跪的冲动 大家很是诧异 中医讲究望闻问气 肯定是要看气色的 怎么这人还戴着面罩 看到大家脸色疑惑 楚司令韩笑解释道 这位病人身份特殊 暂时不能暴露出容貌 请大家多多包涵 片刻后 大家都看完了病例等资料 楚司令沉声说道 不知道诸位神医有什么意见 众人都是沉默不语 其中一位据说是一位来自燕京的神经科专家 福禄福金丝眼镜 开口说道 通过片子可以看出病人底下关节和脊柱浮桌点出现炎症 四肢大关节以及椎间盘纤维环及其附近节地组织出现纤维化和骨化 病人已经出现肺炎症 病人已经出现关节强直的症状 并已经造成炎 肺 肌肉骨骼病变 我判断这是典型的强直性脊柱炎 哦 说下去 楚司令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这位神经科医生原本就是想拔得头筹 横压在场的医生 这样就名震领男了 见楚司令的鼓励的眼神 他更以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自信的一笑 我认为用物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比较合适 这个理疗一般可用热疗 如热水浴 水盆浴 或者是淋浴 矿泉温泉浴等 以增加局部血液循环 使肌肉放松 减轻疼痛 有利于关节活动 保持正常功能 防止畸形 这个药物治疗嘛 可以用非灾体类抗炎药 贾安蝶灵等药物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楚司令失望地摇了摇头 很遗憾 这些手段我们都用过 可惜 没用啊 楚宇威气呼呼地说 如果你给不出建设性的意见 就请出去 不要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 这些都没办法的话 只能用保守治疗的方法了 什么是保守治疗 这位长官发病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及时治疗 并且坚持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所以病情现在已经很恶化了 现在病人的脊椎已经出现了炎症 并且双腿肌肉病变萎缩 不能行走 所谓保守治疗 就应该用药物 遏制并发症进一步恶化 必要的时候就得 这个这个 截肢了 此语一出 全场接近 并不是这位神经科医生 给出的治疗方案令人震惊 而是会议室内一瞬间 充斥着一股可怕的杀气 仿佛气温骤降 一瞬间从盛夏酷暑 来到了熟久寒天的冰天雪地之中一般 让人周身发寒 忍不住想打哆嗦 大家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了那位 坐在轮椅的男人身上 可怕的杀气就是从他身上发出的 此时众人赫然发现 他的双眸已经呈现出可怕的赤红色 眼角肌肉不停地颤抖着 诸位 我要杀人 那患者瞪着一双同龄大眼 额头上青筋直跳 浑身颤抖着 杀气腾腾地说了一句 一股可怕的杀气 鼓荡而出 众人仿佛被无形的重锤砸在胸口上 呼吸都困难了 身躯摇摇欲坠 赫然发现桌子上的茶杯 竟然被震得寸凑开裂 轰的一声 玻璃窗被可怕的杀气袭击的瞬间崩碎 一块块玻璃碎片 如同蝴蝶一般翩翩飞 这情景把玄武吓了一跳 他临忙去扶住了患者 沉声说道 教官 您放心 你一定会好的 什么结局 他一定会站起来的 楚雨薇早已经闪身 切剑到神经科医生的身侧 锋利的短刀 逼在他的脖颈上 怒斥道 永逸 你乱说什么 再乱说 我杀了你 是 是我胡说 一定会治好的 一定会治好的 是我水平太差了 滚出去 楚雨薇抓着他的脖子 就如同老鹰抓小精一般 将他低了起来 伸手一扔 那医生就跌出了门板 走开 那患者暴怒的喝了一声 抬手向推开 扶住他身躯的玄武 但是胳膊无力至极 举起的动作都不顺畅 更别说推开了 我连你都推不动了吗 滚开 那患者悲愤的嘶吼了一声 似乎一颗要爆炸的火 要捅一般 但是他却根本爆炸不了 原因就是他这身怪病 将他彻底压制 让威震山林的猛虎 变成了一只病猫 玄武退后几步战力 豆打的泪珠滚滚而下 小怪 您别难过 您一定会好的 眼前的男人 他的恩师 是他走上古武修炼之路的 引路人 他天赋惊人 堪称百年武道奇才 眼前的男人 曾经是华夏军中战神 一人屠灭欧洲三大高手 震撼全球 在他的心目中 犹如至高无上的神灵一般 曾经玄武对他高山扬指 只能仰望 可现在 他孱弱的像个孩子 悲伤的像一个无主的婴儿 英雄驰木 犹如美人白发 这实在太惨烈 太让人痛心了 那患者忽然盯着处司令 虎木含泪地产生到 杀了我们 一枪给我一个断轨 我不愿意生不如死 小夜 自杀是懦夫的行径 你如此表现 我很失望 属莫我军人之风 军人 应该马隔过世 以死报过 我不愿意这样苟且投生 如果你不杀我 我总有办法刺杀的 罗夫 处司令一拍桌子 站起身来 怒喝道 你可知道 你现在的对手就是病魔 击败病魔就是你的战争 这场战斗 你一定要赢 没用的 全军全省 乃至全国的专家都看过了 没用的 这场战争 我认输了 楚雨薇 满脸 痛惜之色地说道 叶教官 你不要放弃 这次我们请来很多神医 还是有希望的 希望 让我截肢吗 我要为国杀敌 让我截肢 让我变成一个残废 这和杀了我有什么不敌 这位长官 老夫是东海第一神医 李诗本 不妨 让我来试一试 李诗本一聊长袍的前摆 站起身来 显得自信满满 楚司令好像抓到了一颗 救命稻草一般 满脸稀奇地问他 李老 你有信心吗 强执性己助言 那又有何难 在下席的一门绝技 叫做太义神针 神通无限 再服以汤药沐浴 更增神效啊 不瞒你说 这种病症 我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了 好好 李神医 您治病需要什么 我们现在立刻准备 一副担架床 让他趴在床上 然后再准备一个木桶 最好是桑木的 此外烧开水 我现在开药 几名警卫下去准备 李老开完药 花的一抖长衫再次坐了下来 二郎腿一翘 整了整长衫 身后一名弟子 立刻有人动作 鲜熟的地上 一个精美的 宜兴紫沙壶 他一手盘着手串 单手持着茶壶 慢悠悠的 吸溜吸溜 喝着茶水 显得胜券在握 成竹在巨 单凭这番姿态 就让人不敢小觑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脸色不屑地说 叶老弟 到见真正的时候了 你可得看清楚咯 李洛水得意洋洋地说 就是 叶峰 你好好学着吧 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太乙神针 众位专家除了冯家父子外 大多都看叶峰不顺眼 纷纷大肆嘲讽起来 就是啊 叶峰 你哪有资格和李老较量啊 不如趁现在认输算了 是啊 你就不要嘴硬了 你的医术 怎么可能及李老万分之一啊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等会你输给了李老 那可是要退出医疗界的 大好前程也就毁了呀 叶峰摇了摇头说道 哼 李诗本的医术很高超吗 哼 在我看来不过是垃圾 他治不好的 见叶教官神色又是一阵激动 楚宇薇气呼呼地说 叶峰 你闭嘴 你也想被扔出去吗 哟 你有那个本事吗 你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你以为你治好李老就了不起了 去去一个实习医生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楚宇薇气得简直要吐血 叶峰说的没错 他的修为远远远高过自己 打也打不过呀 此时黄阳浩无奈地开口说道 哎呀 咱们都是齐皇门下 理应团结一心 说是较量 但最终还是为治病 都少说两句吧 在座的 旧属黄阳浩 医术最高 地位最高 名头最低 他一开口 众人都不言远 片刻后 担架准备好了 几名医护人员合力将患者 抬到了担架床上 挤背朝上 揭开了衣衫 此时 李诗本才将茶壶递给弟子 眼皮一溜 眸光中赫然有道道金光在闪烁 哗啦一声 李诗本将那串帝王玻璃中 翡翠手串 套在了左手腕上 一露袖子 浑浑伸出了右手臂 一众国手级的老中医 一见李诗本这只手 脸色都是为之一变 他那长袍 右边的袖子很长 右手从头至尾 始终吞在袖口里 此时 众人都看了出来 他的右手和左手有着明显的区别 那中年吞在袖口中的右手 白皙丰润 细腻如玉 晶莹剔透 那手一伸出来 众人竟觉得被晃得眼前一花 再加上 再加上修长的手指 修剪得一掌肘齐的指甲 哪像是七十老翁的手 倒像是二八家人的红苏手 而李洛水更是狐假虎威地站在爷爷身侧 得意洋洋地说道 叶峰 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爷爷这只右手 从八岁接触一道开始 除了枕麦真酒 就轻易不再碰别的东西 并且每日用牛奶浸泡一个小时 保持手掌柔软 激发生机 拥有最微妙的触感 东海岭南的名医们 送了我爷爷一个雅号 叫做神仙手 吓死你了吧 众人嘖嘖称奇 神色震撼 而叶峰却是不屑一笑 伸出自己的右手 一脸自豪地说 你那算什么呀 我这只手叫大力金刚掌 别名叫五指姑娘 从五岁开始就给地主家放牛 七岁做铜工 八岁就开始给人家换煤气罐 十岁开始给矿里背煤 十六岁用它每日一炉 是以力大无穷 气息磅礴 出针文准狠 可不是你爷爷那种养尊处优的手 能比得了的 李洛水简直被叶峰给气吐血了 你你你你 垃圾 胡扯一通 楚雨薇也鄙视地看着叶峰气呼呼地说 流氓 不嫌恶心 你再胡闹就滚出去 众人都是哭笑不得 唯有黄阳浩皱了皱眉 深深地看了叶峰一眼 这小子看似胡说八道 但其实颇有深意啊 针灸的确需要文准狠 触感反而在其次了 李师本气呼呼地说 叶峰你休要猖狂 一周之内老夫就能让这位军官站起来 你能吗 这是你无法想象的艺术 叶峰淡然说道 第一 你做不到 第二 我三个小时之内就能让他站起来 哼 你别吹牛了 叶峰 你不要希望依靠故作奇谈就能博出位 医术容不得掺甲 李洛水 楚雨薇 以及一位老中医都怒了 从来没见过叶峰这等厚颜无耻之辈 不知天高地厚 我看这小子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搅局啊 楚司令 我建议把这小子给赶出去 面对千富所指 叶峰依旧不为所路 稳坐钓鱼台 起脸皮之后让人叹为观止 把人给气得不轻 黄阳号劝说道 各位稍安勿躁 叶峰的医术是不是吹嘘 等一下就要见真章了 诸位何必急于一时呢 黄阳号地位最高 此语一出 大家都是默默不语 只是依旧鄙夷的看着叶峰 认定叶峰在吹牛 此时病人已经躺好了 李诗本也懒得理会叶峰 强压怒火 打开针包 取出一根银针 就朝着病人后背的集中学刺去 好奇怪啊 李诗本银针扎下的一瞬间 就是眉头猛然一照 心中浮现出一丝不妙的预感 病人的脊背不像人类的皮肤一般 如牛皮革一样坚韧 锋利的银针竟然扎不进去 他变化了手法 慢点旋转 可是依旧无法扎进去丝毫 反而银针都弯曲如弓一般 这一幕也看得众人嘖嘖称奇 心中狐疑 怎么回事啊 难道病人的肌肤是铜胶铁柱的吗 一分钟过去了 三分钟过去了 五分钟都过去了 依旧扎不进去 李诗本冷汗都下来了 想了想 他又换了一根更加坚硬和锋利的三棱针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成功扎了进去 一番思维之后 他觉得火好到了 下一步打算针扎寻殊血 可是右手刚刚离开三棱针的一瞬间 只听嗖的一声 一股气浪将三棱针给弹得飞射而出 正中他的梅棱 鲜血顿时就下来了 哎呀 一切猝不及防 李诗本京剧交加之下 竟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梅棱已被三棱针给扎破了 一众中医全部站了起来 脸上浮现出狐疑之色 好像是见到了最不可思议之事 怎么会这样啊 病人肌肤硬如皮革 甚至能将银针弹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李洛水也傻眼了 愣了片库才上前将李诗本给搀扶起来 爷爷 爷爷 您没事吧 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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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老夫梦浪了 这位长官并不是一般的强执性脊柱炎 这病情十分邪门啊 请恕老夫 以恕低劣 无能为力啊 惭愧 惭愧啊 主司令 主司令 脸上浮现了一丝淡淡的失望之色 哎呀 李神医啊 不要自责 请坐下歇息一会儿 至于李诗本提出的汤药沐浴 也不用验证了 李诗本完全低估了病人病情的严重性 汤药沐浴根本没用 在场的众人都妄想了在场医术最强的黄阳浩 连李诗本也满脸稀奇的看着他 要不黄老试试 输了 黄阳浩只是苦笑着摇头说 诸位啊 你们实在是高看了老朽啊 不瞒你们说 我早就看过这位军官的情况 遗憾的是 我根本束手无策呀 哎呀 黄老 您都没办法 那我们更不行了 是啊 在场的就属您医术最高啊 黄阳浩看向叶峰笑道 这可未必 这位叶峰小友 不还一直没有出手吗 一众老中医都是满脸鄙夷的看着叶峰 哎 连黄老和李神医都没办法的病号 他就别提了吧 他还想试试 他有那个胆子试吗 就是 这病多邪门啊 大家也都看到了 实在是匪夷所思 非人力之所能及呀 李洛水更是撇嘴摇头 哼 他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药王馆可是李时珍的传人 叶峰却是渐眉一宣 站起身来 淡淡的说道 李洛水 就你们还想号称药王 我比你们更懂中医中药 今天 我倒要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真正的丹药和针灸 说着 他手一抖 掌心中已经多出了一杯丹药 此丹药一出 整个偌大的会议室内 药香四溢 沁人心癖 所有人都感觉精神一振 神清气爽 身体容羽毛一般轻盈 犹如步入了仙境一般 这 这是 黄阳号的脸色巨变 他好像条件反射一般 砰的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然后不顾身份的飞奔到叶峰身侧 眼睛动得溜远的仔细观察 只见叶峰掌心的那枚丹药 呈现玉白色 晶莹剔头 好似上好的杨之美玉雕壳而长 更奇异的是 丹药之中还有云雾状态的灵气在滚动 如龙似凤 瞬息万变 流光溢彩 大家也纷纷凑了上来 这是什么 好浓烈的香味啊 黄阳号攻神抱拳 激动的嗓音都颤抖了 叶神医可以让老朽 拿起来观看吗 当然 黄阳号先是在衣巾上擦了擦手 想了想又觉得不妥 最终从疗养院院长那 要了一副手术用的橡胶手套戴上 这才激动的双手颤抖的从叶峰手中接过了丹药 黄阳号翻过来倒过去的看了半天 口中喃喃自语 最终彻底目瞪口呆 默然不语 李诗本见他脸色古怪 轻声问道 黄老 这药丸子有什么奇怪吗 李洛水嘴硬的说 无非是药香浓郁一点 有什么稀奇的 事实上 他靠近这块丹药之后 就觉得很是奇怪 神清气爽 精神抖擞 这丹药应该不是凡物 闻听此言 黄老才反应过来 先是指着李洛水骂了一声 数字无理 竟敢对叶大师不敬 他 他算奶门子大师 李洛水被骂得满脸通红 弱弱的反击了一句 但是绝对不敢大声 叶神医 请收好 黄老也不理他 将丹药还给叶峰激动的热泪盈眶 剁脚赞叹道 天哪 这是一枚真正的灵丹妙药啊 老夫有生之年 能够见到此等玄妙的神丹 当真是不枉此生啊 众人全部大惊失色 眼珠子瞪得溜远 啊 这丹药这么厉害吗 竟然能让黄老头如此激动 哎呀 你们懂什么 炼丹属于道门寻衣的崛起 非我等普通中医所能想象啊 咱们中医的老总统之一 葛洪葛县人就精通此道 但现在已经近乎失传了 当代只有前任御医堂 梁白石等为数不多的庶人 略通此道 丹药之道 当观其形 察其色 闻其味 哎 这丹药 堪称丹药之王 连梁白石梁国手 恐怕都没这种水平啊 啊 什么 这么厉害 梁白石 曾经是黄阳号的老领导 红强御医之手 医术炉火纯青 冠绝华夏 但叶峰手中这枚丹药 连梁白石都炼制不出 可见这丹药的珍贵和神奇啊 黄老毕恭毕敬地对叶峰抱拳问道 叶小友 不 叶前辈 这丹药 可是你亲手炼制 他怎么可能会炼制 又吹牛了 肯定是买的 李洛水强压着心中的震撼 不屑地说道 黄老顿时指着李洛水的鼻子呵斥道 买的 胡说八道 你可知道 这丹药有起死回生之效 价值上亿甚至几个亿 叶峰人民医院一个普通的医生 又不像你那般身后有祖宗阴币可以花钱如流水 怎么可能买得起呢 我正在和夜神医探讨丹药之大道 岂容你个浑蛋小子插嘴 黄老 我 我知错了 李洛水连忙闪笑着低头 李师本更是瞪了他一眼 你闭嘴 不要乱说 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叶峰身上 满脸震撼不可置信 他竟然会炼制丹药 叶峰却是脸色淡然一笑 黄老 您猜的没错 这丹药的确是我炼制的 哎呦 大师啊 夜神医真是堪称大师 胡话石般的大师啊 黄老肃然起敬 激动得热泪滚滚 竟是扑通一声给叶峰跪了下来 请叶大师传授晚生炼丹之道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彻底作辣了 李洛水嘴巴张得老大 满脸的惊恶之色 李师本心中猛然一沉 眉头紧皱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厨与威威娇区 威威一阵 黄阳昊是何等人 医术冠绝岭南的存在 为前红墙御医行走 现为省府保健委员会主任 医术何其高潮 地位何其尊贵 但此刻竟然对叶峰行弟子礼 顶礼膜拜 那叶峰的医术得有多高多神奇啊 叶峰爱他对一道的赤诚之心 连忙将他搀扶起来 黄老请起 如果你真有天赋 我不介意传授给你 好好好 彼此感谢叶大师 黄老站起身来 束手站在叶峰身后 满脸笑容 好像剪刀宝一般 而楚镇南则嘴角浮现 一抹欣慰的微笑 满是西纪 看到了治愈患者的希望 叶峰医 还请您赶紧给患者治疗啊 哎呀 这丹药 可是值钱的很啊 叶峰一声轻叹 有点为难 这枚丹药 其实是洗骨伐髓丹 他吞服了一颗 还剩下两颗 这玩意儿可非常值钱 而且九曲黄金 何其罕见 他就是有炼丹之能 但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没了九曲黄金 以后没准就再也炼制不出来了 叶峰 你什么意思 难道不舍得了吗 楚与威脸上浮现一丝鄙夷之色 然后满是威胁意味地说道 你可知道 军队在紧急情况下 是可以强制征用私人财产的 楚司令 要是你们这个态度 那可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我这个人向来不受道德绑架 难道你们以为真能强逼我不成 住去 你住嘴 没我命令 你再敢废话一句 我扒掉你这些军府 楚镇难可知道叶峰的脾气 傲气冲天 当初苏明月惹了他 他连李老都不知 逼得苏明月下跪求饶 楚与威被骂得俏脸通红 气呼呼地急速喘息 饱满的胸脯起伏荡漾 却是再也不敢废话一句了 楚司令转过身来 对叶峰一副笑模样 和蔼可亲地说 叶沈亿 不要和这小屁孩一般见识 我也知道这丹药恨是珍贵 您要是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一定满足 叶峰忽然冷冷一笑 抬手一只楚与威说道 我要他冲我下跪道歉 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让我对你下跪道歉 找死 主去 你三番五次对叶大师不敬 叶大师这么惩罚于你并不过分 也好好摸摸你娇狂的性子 你和叶大师是同龄人不假 但是叶峰一到今天 可称师长 连黄老都冲得下跪 你跪一跪又有何妨 处司令急了 自己这个孙女脾气太臭了 先说 刚才我不是不准你乱说话吗 你竟然又骂过去了 他先是声色俱厉的呵斥了两声 然后满脸素人的说道 再说了 你是为了救人一命而下跪 你虽然跪下了 但是你在我们心中 却一直是站着的 你的人格更加高大了 叶峰险些没乐出声来 这位处司令 思想工作的水平真不是盖的 愣是能讲出这番 堂而皇之的大道理 楚雨薇凶堂被怒惑和屈辱充斥 把叶峰在心中骂了个一百遍 恨不得把叶峰给打成猪头 但是 听闻楚司令最后一句话 他却冷静了下来 是啊 相较于叶教官的生命 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尊严 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儿 他压抑着喷泊而出的怒火 吟牙碍咬 走到了叶峰跟前 垂首说道 好 叶神医 是我三番五次得罪了你 是我不对 我现在给你下跪 希望您能务必治好他 说着 他双膝一弯就要跪倒在地 叶峰只想消消这丫头的面子而已 哪能让他真下跪 叶峰一把捉住了他的双臂 笑道 真跪去啊 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哪用你下跪 说着叶峰不再理会他 让患者推向那枚丹药 随后手一抖 哗啦一声 打开牛皮针袋 叶峰 粘起一根银针 屈指一弹 银针正打在了患者几倍的灵台穴之上 瞬间没住五公分左右 哎呦 扎进去了 众人齐齐一惊 不可置信 刚才李诗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扎进去啊 没想到叶峰竟然这么轻松 叶峰屈指连弹 只见一根根银针沿着不同的轨迹 如同天女散花一般 射入了患者背上各处药学 黄老一声惊呼 眼珠子瞪得溜远 哎呀 叶大师的手段是 是以气欲针 此时银针不走直线 轨迹各异的上下翻飞 如天女散花一般 且由一道道青色气息 与叶峰的指尖相连 这不是以气欲针 又是什么呢 众人纷纷惊呼 满脸的赞叹和震惊之色 以气欲针 天下真有这等本事 叶神一小小年纪 竟有如此通天彻底之能啊 以气欲针 哎呀天哪 今天真是长见识了 李洛水的傲气 彻底的叶峰神乎奇迹的针酒树 给击溃了 满脸震惊 眼角的肌肉剧烈跳动 爷爷 他这就是以气欲针吗 你瞧那银针 那气息 这 这还是人吗 是人 而且是神人 以气欲针 传说中的以气欲针 见此绝技 死也值了呀 李时本虽然被震惊得浑身僵硬 但脸上却浮现出微笑 而且那笑容越来越大 虽然无声 但却不见心中之痛爽 他从未像这般痛快地笑过 李时本虽然性格傲慢 自视甚高 但是对中医的感情却是非常深厚 沉迷其中如痴如醉 他早年曾经在几位前辈高手那里 偶然听说过 华夏中医中 还有一门以气欲针的绝技 所谓虽不能致 心向往致 李时本一直想见识这门绝技 但寻遍华夏名医国手 都没人能施展 而今终于得见 怎能不痛快不欣喜若狂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之下 叶峰左手背负身后 右手手指蔓延出一道道 犹如食指的青涩真气 就好像一只只触脚一弯 连接着根根银针 随着叶峰手指灵活弹动 那银针也是在极腹韵律的 不停地旋转颤动 轻刺重提 导入道道真远 他早就看出来 这位军官并不是普通的强制性脊柱员 而是洗骨伐髓随失败导致的后遗症 他几乎洗骨伐髓随成功了 骨髓内的杂质被抽离 几乎要排除体外了 但却受到了外力的干扰 突然中止 是以这些杂质残留在血管 肌肉脏腑经脉血巧之中 导致了他肌肉脏气坏死僵硬 形同不变 犹如废人 而今 叶峰用洗骨伐髓随丹和针灸之术 激活他躯体的活性 重启洗骨伐髓随的过程 将那些杂质彻底排出 一切迎刃而解 果然 随着丹药效果发挥 病人的机体变得一片赤红 甚至呈现变透明状 隐喻能够看到其中的脏腑和骨骼 天哪 这是何等神术啊 简直叹为观止啊 这等神奇的效果 在场的众位医生早就看傻了 惊叹连连 恨不得跪下身来 对叶峰顶礼膜拜 黄老的脸上浮现出狂热的崇拜 未然长叹 摇了摇头 带动花白的头发一起飘动 他的针法 云含太乙神针 福西九针 还有早就失传的逆天十八针 简直包罗万象 极之大成啊 我辈 绝对不如啊 他手中的气息 竟然还能一股分出两股 两股变成四股 简直 哎 此时李诗本已经不知该用什么语言 才能表达自己对叶峰的崇拜和认同 一切语言都失色了 是的 此时叶峰手上的针元分成了二十几道 如同那灵活的触手般 分别控制扎在那患者背上的几十根银针 叶峰运用针元 如手指般灵活操控 隔空与针 犹如神灵 犹如食指的气息出手 弯曲扭动 银针以不同的手法律动和旋转 或身次或慢提 瞬息万变 令人引花缭乱 目不暇接 这种神奇 已经不是人力之所能及 近乎神灵啊 黄老赞叹连连不口置信 是啊 福西九珍的烧山火 通天河 逆天十八珍的写千里 还有很多 我都看不明白 李洛水已经目瞪口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叶峰这神奇的医术 连黄老连爷爷都赞叹 他又怎么能比啊 此时众人看到 患者半透明的身体之内 一道道黑色的液体 浑浑汇集 朝着陆针的地方涌去 转眼间 一道道黑色的液体 浸出体表 好像云游一般粘稠 腥臭难闻 侧鼻之气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叶峰号费了太多真元 脸色沙白 浸出了细腻的汗水 群身上下都蒸腾出 道道白雾 楚司令皱了皱眉 冲着楚雨薇说道 雨薇 去给叶神医擦汗 是 司令 楚雨薇此时对叶峰 可是心服口服 拿出一张湿巾 站在叶峰身侧 他见叶峰没有阻拦 这才小心翼翼地 擦拭掉叶峰梅棱上的热汗 动作温柔地 像是挚爱叶峰的恋人一般 此时 患者体内的杂质 越来越少 最终丝毫不见 驱赶的骨骼脏气 如玉石般晶莹体头 而体表已经被黑色黏液覆盖了 起 叶峰心头一声低喝 手指就好像弹钢琴一般 连连弹动 几十根银针全部飞入了手中 一股疲惫袭来 叶峰跌跌撞撞地后退 楚与威连忙扶住他的肩膀 将他搀扶到沙发之上坐下 楚司令关切地看了那患者一眼 又皱眉看向了叶峰 满脸的紧张之色 叶神医 治疗结束了吗 病人情况 他现在不仅彻底痊愈 而且息骨伐随成功 步入真正的神境了 那巨汗呼呼地站起来 一双虎目金光宝射 一股雄魂磅磅无匹的气息 鼓荡而出 似个直冲云霄一般 我一剑可破天 这久病的苍龙终于苏醒 一声龙啸 翱翔九天 横压诸情 龙啸一声惊天下 横刀立马 我为雄 除了叶峰还在淡定微笑 所有人都被他惊人的气势给震住了 甚至忘记感叹一封神奇的医术 吃了一声 他又被直直地伸出 一把架在暗机之上的宝剑 距离震动 脱壳飞入他的手中 下一刻 他转过身去 朝着墙壁直直地撞了过去 似乎那堵墙根本不存在一般 轰隆一声响 厚度超过十五公分的墙壁 硬生生地被他撞出一个大口子 他已经冲出了会议室 众人齐齐惊呼着朝着窗外望去 还以为他从三层楼跌落 非要摔一个重伤不可 熟料在众人震惊的目光注视下 那巨汉竟然凌空虚浮 然后一步踏出 咚的一声 他脚下的空气一阵剧烈震产 荡漾起一圈圈涟漪 他竟然凭空而起 仿佛空中有无形的台阶一般 他一步一步踏上去 每一步都是升上几米的高空 最终在这栋小楼的楼顶 十多米处悬浮着 啊 原来他是武者 嗯 简直如同仙人一般啊 很多人忽然想明白了这一点 怪不得黄老和李诗本制不好他 剑起 那大汉如同惊雷般爆喝出声 城镜高高举起 然后如匹链一般 重重劈下 哗啦一声 一道长度超过十几米的璀璨剑气 破空而出 结结实实地站在了院中一处假山上 那高度超过十米 完全是结实的太湖石打造的假山 轰然破碎 顿时一阵必动山摇 乱石穿空 尘土飞扬 处司令满脸的惊喜之色 府长赞叹 天佑我华夏 他不仅好了 而且突破了 真正的神境啊 我岭南军区 我岭南军区再次笑傲整个华夏军方了呀 那大汉身形一晃 便是穿越破洞 来到了会议室之中 扯开面罩 露出了一张粗壕的面孔 看上去 有四十出头的年纪 他将宝剑扔在地上 快步走到了夜风跟前 二话不说 那头便败 雄魂粗壕的声音 如同惊雷般响彻全场 在下岭南军区夜剑雄 感谢夜神医救命之恩 夜剑雄 听得这个名字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甚至包括黄老 也震惊得面无人色 原来是他 竟然是他 夜剑雄 华夏军中的战神 岭南军区副司令员 当时舞蹈神经高手 龙牙队长 总教官夜剑雄 夜风连忙伸出双手搀扶 夜教官 请起来吧 他对夜剑雄颇有敬意 此人一心马隔果尸 以死报国 颇有血性 可谓民族的脊梁 好 我这人不善言谈 我就不客气了 夜剑雄站起身来 挽着夜风的手 满脸蹊跡之似的奔道 小兄弟 我和你甚为投缘 咱们俩又是同性 五百年前应该是一家 如果你不嫌弃 咱们就结拜兄弟如何 夜风也是痛快之人 立刻答应下来 好啊 我也很喜欢夜大哥的好手大气 那以后 我叫你老弟 我叫你大哥 久来 夜剑雄一伸手 玄武就递出一个扁扁的银色薄锈钢酒壶 两个同样质地的酒杯 夜剑雄倒了两杯酒 一杯递给了夜风 双手举杯 来 兄弟 咱们俩满饮此杯 干了 夜风一眼而近 夜剑雄也是跟着喝光 两人都是豪爽之人 也不用来三口酒拜 煞血为盟那些老套路 喝完一杯酒 就是一世好兄弟 兄弟 大哥 两人双手紧握得相视大笑 声音传出数百米远 说不出的痛快淋漓 豪情万丈 气冲云霄 楚司令也浮现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嗯 好好好 恭喜你啊 小叶 病好了 突破了 也多了个兄弟 他和夜剑雄早就知道夜风 在微经公主号上拔得头筹 鼓舞修为足以媲美夜剑雄 但除以微之前去请夜风 却吃了个闭门羹 此时夜风却和夜剑雄 结拜为兄弟 那以后想拉拢夜风加入 就简单了 夜风忽然扫尸了众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诸位认为 我夜风的医术 到底怎么样啊 夜神医的医术 实在是神妙无比 我们甘拜夏丰 心服口服 哎呀 齐皇门下 夜神一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实在是令人震撼 一众专家国手 进阶对夜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满心钦佩 都有跪下了顶礼膜拜的冲动 李诗本更是身躯一阵 脸色一片灰白 原来挺直的腰杆也勾搂起来 仿佛一下子 仓老了十岁一般 现在 他才真正意识到夜风的医术神奇玄妙 夜风的医术 可谓神鬼莫测 通天彻地 无论是炼丹之术 还是太义神针 福西九针 逆天十八针 都让人叹为观止 尤其是那以气玉针的神术 恐怕能冠绝华夏 已经与华夏御医堂的国手看齐了 自己无论是丹药方济 还是针灸之术 根本不如夜风之万亿 甚至没有相比的资格 夜风副手而礼 居高临下地看着李诗本 冷声质问 李诗本 我问你 我今日治愈患者将你比下来 砸你招牌 坏你名声 你服不服 我服 我服 此前我三番五次地说你李诗本 学艺不经 对你评价很低 你服不服 服 我服 李诗本不停地磕头作医 服服帖帖地说 叶神医医术惊天动地 冠绝当事 叶神医那一番批评 切中要害 一语中地 弟子一定铭记于心 日日念诵 永不肯 永不敢忘 我要执行赌约 收了你们药王馆的资产 你服不服 我服 我服 弟子愿读服输 绝对履行赌约 好 暂且挂在你名下 等我有空 我就去收了 叶峰淡漠一笑 再也不看 李诗本一眼 黄阳浩带着一众 老中医 向叶峰 道贺 也不再理会 李诗本了 恭喜叶神医 贺喜叶神医 李诗本 浑身贪软 站都站不起来 李洛水 只能上前 将他搀扶起来 他更是脸色 煞白后悔的肠子都绿了 他没想到叶峰医术 如此逆天 竟然连爷爷 连黄氧号 都给压制了 早知道 自己何必在爷爷 跟前煽风点火 引发这场 医术较量啊 这下好了 要王馆几十年的基业 毁于一旦了 中午 疗养院举行 打写午宴 黄氧号 和几名中医留下来 但是 李诗本爷孙俩 却是没脸留下来 灰溜溜的离开了 叶峰居于首席 叶剑雄和楚司令 亲自作陪 楚宇薇彻底化身为 一个端茶倒酒的小丫鬟 对叶峰 公签的不行 经过楚司令的介绍 叶峰才知道 楚宇薇是他的孙女 也是龙牙的一个小队长 叶峰心说 怪不得楚宇薇这般傲气 也怪不得楚司令 毫不客气地命令 他对叶峰下跪认错 叶剑雄和楚司令的酒风 都颇为不错 但叶峰却不能多饮 只能以茶代酒 但谁也不会说什么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叶剑雄才讲起 他得病的缘由 他的确是在息骨伐随 并且到了最险要的关口 但是忽然有敌人入侵 打伤护法的几位高手 打断了他的突破 引起了真气反噬 这才落下了病根 也正因为担心叶剑雄的修为 永远无法恢复 楚司令和叶剑雄 这才命令玄武和朱雀等人 四处寻找叶剑雄的继任者 楚司令笑道 叶峰 此前朱雀也去拜访过你 希望你加入龙牙 但你却婉言拒绝 如果是因为小女对你不敬 今日我自发三杯 带她向您道歉 希望您重新考虑此事 楚司令当即痛快地喝了三杯酒 一斤酒都下肚了 这面子给的太大了 叶峰也不能不给面子 叶峰看了一眼满脸羞愧的楚雨薇 笑道 楚司令 我拒绝加入龙牙并不是因为我对雨薇有什么不满 实在是我这个人胸无大志 嘴心一道 以治病救人为毕生追求 战场厮杀 兵法韬律 现代战争 我是不喜欢也不擅长的 哎呀 那就可惜了 叶神医 一身惊天地 弃鬼神的玄妙舞蹈啊 见叶峰说得真诚 楚司令也很无奈 闷闷地喝了一大口酒 满脸遗憾地摇头叹息 叶剑雄皱眉说道 楚司令 您不妨布局一阁将人才 叶峰修为很强 并不用日日参加训练 也不用来军区报道 平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需在有紧急任务的时候 请他出手即可 哦 剑雄 你这个剑意很可行啊 不知叶神医 意下如何 叶峰还在迟疑 叶剑雄重重地 一拍叶峰的肩膀笑道 叶峰 你难道不想和哥哥并肩作战 一起痛快淋漓地杀敌吗 实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那是何等快意的人生啊 见叶剑雄一片赤诚 条件又给得很优厚 叶峰值得答应下来 好 我听大哥的 哈哈哈哈 好兄弟 楚司令大喜过棒 一拍桌子 豪爽地笑道 叶峰 我饭后就向军方中枢和总参报告 以后你就是龙牙总教官 起步就是少将军衔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剑雄 咱们一起敬叶峰一杯 楚雨薇满脸崇拜和羡慕地看着叶峰心中一声畏叹 原来我真是小瞧了他呀 当年叶剑雄坐到龙牙总教官的时候 已经三十多岁了 而今叶峰的起点却比他还要高啊 不过也难怪 叶峰在武道的天赋上能与叶教官平分求色 但一道上却更胜一筹啊 饭后 黄阳号拉住叶峰满脸期盼地说 叶神医 您什么时候教我炼丹的学问呢 黄老 说实话 炼丹需要有武道修为的 不然很困难 武道 您教我行不行啊 我愿意丛陵学起 哎呀 这个 您年龄有点大了 不过 算了 叶峰笑了笑 就教了他一套打坐氧气的口诀 这门口诀是太乙宫的基础功法 修炼之后 短时间内能够强身健体 百病不轻 如果黄老真有天赋 时间久了 没准还真能练出一点真气来 黄阳号知道这口诀的珍贵 双手抱拳 一功到底 完全是直弟子里了 好好好 我一定努力修炼 感谢一神一指点 哎呦呦呦呦呦 您这是折杀我了 快快快 请起 叶峰对黄阳号印象不错 哪儿好意思 真受他的礼啊 黄阳号接着说 叶神一 老朽 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说 我想请叶神一 加入我们岭南政府保健委员会 你只要愿意来 一切好说 待遇什么的 我全按照最好的来 黄老 感谢您抬爱 可是 我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我不能离开现在的单位 哎呀 叶神一 您再考虑考虑 您什么条件 我都能答应 那 那好 我 我再考虑考虑 咱们回头再谈 叶神一 您真的打算 履行赌约 收了药王馆的全部资产吗 嗨 没有 我对经营企业没兴趣 多累啊 我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他 哦 叶神一 您可真是一个妙人呐 叶峰的行尸性格 真是行云流水般任意所致 又如羚羊挂脚 无济可寻 真是太潇洒 太痛快了 当天下午 各路神医分别离开了疗养院 而叶峰又在疗养院 盘缓了几日 这几天 叶峰白天以针灸和汤药沐浴 帮叶剑雄调理经脉 瘟养身体 晚上便与叶剑雄抵足而眠 谈天说地 切磋舞蹈 彼此印证 叶剑雄在舞蹈上的悟性很惊人 战斗经验更是丰富 为人豪爽大气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有时候甚至能指点叶峰几分 几天下来 叶峰便和叶剑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是亲兄弟 却胜死兄弟 临别之际 叶剑雄紧紧握住叶峰的手 沉声说道 峰弟 虽然你不说 但我知道你用的那枚丹药 是洗骨伐随丹 这枚丹药价值几个亿还就罢了 关键是恐怕你也需要这枚丹药 但你为了救我 却让我服下来 我这个人不善言谈 但我知道 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以后 只要你有需要 兄弟甘愿干脑涂地 以死相报 虽然叶剑雄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但叶峰还是能感受到 他虎目深处那深深的感动之色 谢谢你大哥 不过你放心 在东海 暂且现在还没人能欺负得了我 哈哈哈哈 我知道 你是江北教父 这倒是我多虑了 不过 哥哥还想多嘴一句 无论如何 社团不是正道 太多杀戮了 其残酷性不亚于战场杀敌 你要多多小心 能抽身就抽身吧 其实我对社团没兴趣 我之所以在微精公主号镇压全场 主要是因为 叶峰笑着把他和孙静怡和孙清风等人的关系 说了一遍 哦 原来如此 风帝 你真是冲冠一怒魏红颜 颇有古代侠士的风范 冲冠一怒魏红颜的典故 好像说的是吴三桂吧 他可是大大的汉奸 可不是什么侠士 哦 对对对 是兄弟口 哎呀 咱们大好男儿 理应保家卫国 至死不渝 汉奸 那可当不得 叶剑雄仰天大笑一声 斜着叶峰的手 将他送到门口 上了楚雨薇的汉马越野车 车子发动 叶峰看到 叶剑雄一直站在疗养院门口 挥手 直到车子过了山道拐弯处 他那高大威猛的背影 才消失不见 叶峰回到东海 每日除了修炼 给病人看病 就是与孙静怡打情骂俏 共享雨水之欢 这小日子平静 而又逍遥自在 和孙静怡的感情 当真如蜜蜜条油一般 让叶峰很是享受 这天正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却有一位不俗之客 登门造访 叶大师 在下道医 还记得老朽吗 来人赫然是风水学术大师 李道一 他卑躬屈膝 满脸讨好之色 哦 你呀 有什么事 叶峰的目光 落在他身后那名女子身上 这名女子 打扮时尚而滑贵 一身奢华而又低调的名牌 定制职业讨裙 比张雨路 林韵等人更有品味 他踩着水晶香钻高跟鞋 更显得身材高挑 前途后翘 且眉目如画 很是漂亮 但却趾高气扬 盛气凌人 二人身后 更是跟着几名黑衣保镖 一个个气质彪悍 眸光炯炯有神 叶峰甚至发现 还有一位是今身前妻的舞者 那名女子排众而出 居高临下地看着叶峰 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家有人生病 请陪我走一趟 对不起 我现在在坐班 没时间出人 下一位 一位脸色有黑 打扮寒酸的农夫 拉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孩 在办公桌前坐下 说道 叶神医 我家孩子得了扁桃体盐 扁桃体三度肥大 医生说要手术切除 可是我们又付不起手术费 您看能治疗吗 小家伙 粘开嘴巴给叔叔看看 叶峰摸了摸了孩子的头顶 孩子长得很瘦弱 面黄肌手 眼神胃气 羞涩地粘开嘴 啊了一声 一风砍了 笑道 大姐 您别担心 这病好治 扁桃体盐 在中医叫小儿乳 针酒之后 再吃点汤药 半个月之后就能痊愈 不用手术的 哎呀 谢谢 您真是神医呀 看病好得快 还省钱 比西医强多了 孩子妈听了 感恩戴德 敬佩得不行 叶峰淡然一笑 拿出了一枚三棱针 在男孩拇指少商学的位置 点刺放血 几滴黑色的血流了出来 小孩疼得呲牙咧嘴 忍着啊 等会叔叔有奖励 叶峰和蔼一笑 捏着他的手指向外挤了挤 直到血色变成了鲜红 才用酒精棉按住了针孔 结束了治疗 孩子妈问道 宝宝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嗓子好多了 没那么疼了 好神奇呀 孩子满脸崇拜地看着叶峰 已然把他当成偶像了 真的呀 哎呀 叶神医 谢谢您 谢谢您了 孩子妈一脸惊喜 不停地给叶峰鞠躬作意 叶峰拎起一个患者送的果篮 递给孩子妈笑道 这个是小朋友的奖励 小朋友 你刚刚很勇敢呢 孩子羞涩地笑了笑 孩子妈则受宠若惊 大为惶恐 连连白手拒绝 哎呀 叶神医 这怎么能行啊 都是患者给神医送礼 哪有患者收礼的道理呀 少给孩子吃油炸快餐 碳酸饮料 多吃水果对他康复有好处 你就收下吧 搁在我这儿我也不吃 也是烂掉了 叶神医 您真是医术高超 医德高尚啊 谢谢您 孩子妈感动得热泪盈眶 值得接过了水果 千恩万谢地走了 那时尚女郎 看叶峰诊治完一个患者 刚想上前 熟料 叶峰又是朝着门诊门口一招手 说道 下一位 那时尚女郎 等得已经很不耐烦了 见叶峰又是对他视而不见 不由怒火中烧 气质说道 叶医生 您什么意思 我说过 请你出诊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在上班 眼前就有病人 不能出诊 想看病 去后面排队 叶峰皱了皱眉头 继续专心的给病人砍病去了 谢依林终于怒了 啪的一排桌子 俏莲冷若寒霜 指着叶峰的鼻子怒吃道 你可知道我是谁 竟敢对我不敬 我是港岛四大家族之一的谢家子弟谢依林 我家家产上千亿美元 这次作为贵宾被东海市政府邀请过来考察投资环境 我本人是谢氏集团旗下顶辉地产执行总裁 占控资产几百亿 连市委书记市长见了我都要礼让三分 我请你出诊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胆敢在我跟前摆架子 李道一嘴巴震震发苦 连忙上前劝说 谢小姐 夜人一事高人一事 您不可得罪呀 李道一在港岛风水界很有名气 和谢家关系很好 谢家谢老重病 咨询他岭南明一 他才推荐了叶峰 来之前 李道一三番五次地提醒他 要对叶峰保持尊重 但没想到 谢依林还是没控制住他的暴脾气 彻底发飙了 李道一又对叶峰打工做一 陪小道 叶大师 您老大人不计小人过 多多担待 多多担待 一个小毛孩子 算什么高人一事 道一大师 你不用给他面子 谢依林不屑的一笑 险些没把李道一急地晕了过去 谢小姐 万万不可呀 叶峰皱了皱眉 实在不愿意搭理这神经病女人了 既然你怀疑我的医术 那就请你们出去 现在坐在叶峰跟前的患者 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 叶神医 既然您要出诊 我就等一等吧 他是一名退休的人民教师 因为长期站立讲台 双腿境外取章 叶峰此前已经帮他调理过一次 这次是过来复查 这老者宅心仁厚 见谢依林很着急的样子 也就先让这谢依林先看病 没事 老爷子 不用管他 您把裤腿撩起来 我先帮您看看 老爷子这些年来 资助了不少贫困学生 甚至还曾经把房子卖掉 东海媒体都报道过 这年头 这种人可不多了 因此 叶峰对这老爷子很尊重 熟了 谢依林却被叶峰触怒了 一把将老头嗓倒在地 手舞足蹈地怒喝倒 他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老穷酸你都给他看病 我是请你给我爷爷看病 他可是港岛排名前四的大亨 能与李超人并列 作为谢老最宠爱的孙女 谢依林长得漂亮 毕业于美国长青藤著名商学院 回港之后 负责谢家支柱顶辉地产在内地的业务 工程掠地 在华夏建了很多商场物业 颇有一些建树 他在香港是颇有名气的名媛归秀 处处有人逢迎高高在上 哪受得了叶峰的轻慢 老者惊叫一声 顿时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 哎哟 老爷子 您没事吧 叶峰赶紧将他扶起来 神识探查他的全身 我没事 叶神医 谢依林 你想找死不成 叶峰将老者扶到椅子上坐下 不禁恼怒 脸庞一沉 转身朝着谢依林逼近过去 这个谢依林太猖狂了 人年纪大了 心脑血管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 一旦倒地 很可能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引发中风脑溢血等病 再也站不起来了 可谢依林丝毫不惧夜风 哼 怎么样 你不去 我就打你的患者 你能把我怎么样 东海的领导 对港商一向很友好的 他说的没错 谢家 那可是港岛的顶尖家族 顶盛时期 曾经位列全球华人十大家族之一 资产遍布全球达到上千亿美金 在重视港商投资的九十年代 谢老师直接可以与华夏中枢要员对话的 即使现在 谢家的掌控者要是来到岭南 也得省长书记亲自接待 这种历史达到几十年的超级大家族 实力可是相当恐怖的 东海郑九轩 林州孙清风与他相比 就好像土鸡见了凤凰 不能同日而语 叶峰缓步逼近过去 沉生说道 谢依林 在你眼里众人如蝼蚁 但你又岂能知 在我眼里 你们谢家 也犹如一窝蝼蚁 你们谢家 以走私赌博黑道起家 双手沾满鲜血 说实话 在我看来 谢家卑贱如草狗 比这位人民教师一根头发都不如 小子 你好猖狂 谢依林气得粉脸通红 满脸鄙夷的抬手一指 把这小子给我打一顿 带走 抓起来 谢小姐 万万不可呀 李道一着急的好玄梅疯了 苦口婆心的劝说 但几名宝宝 已经朝着叶峰逼近过去 这几名保镖都是退役特种兵 身手一流 尤其是那位精神修为的武者 更是可以徒手撕裂一头熊瞎子 谢依林满脸嘲讽地看着叶峰冷哼道 叶峰 今天我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他话音刚落 几名保镖立刻就动了 四面八方齐齐向叶峰发动攻击 对着叶峰拳打脚踢 叶峰冷哼一声 一连七八脚踢了过去 根本不带变招的 但是几名保镖全部惨叫着飞出了门外 横起竖八地叠压在一起 惨叫痛呼 全部失去了战斗力 谢依林没想到叶峰身手这么好 吓得脸色傻白后退了一步 你 你怎么能打人 没打你就不错了 这是医院 我不愿意下坏患者 滚蛋吧 这里不欢迎你 你 你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的 谢依林羞怒交加 踩着高跟鞋快步出门 气呼呼地指着那帮保镖骂道 废物 还不起来 给我丢人现眼 李道一再三冲叶峰鞠躬作一 满脸惭愧之色地说道 叶大谢 今天多有冒犯 我一定好好劝说谢小姐 让他向您道歉 算了 我不想见他 你们也不要再来了 叶峰看也不看他一眼 回到座位上 继续给老教师看病 李道一连忙出门 追上了谢依林 陪笑道 谢小姐 叶峰的医术很高潮的 您得罪他实在是不明智啊 哼 他算个什么玩意儿 我父亲那边 已经请了岭南小御医堂 名医黄养号 还有仁济堂的冯昆天 东海第一神医 药王馆的理学本 前去会诊治疗 没他 还治不好我家老爷子的病了 哼 这个叶峰 竟敢得罪我 我让他在东海混不下去 李诗本是东海医学协会主席 冯昆天的儿子 好像还是什么卫生局长 他们的权利还是不小的 我让他们开除叶峰 哎呀 不行不行的 叶峰医术很高明 此前治好了东海望族李家的老爷子 他和李家交好 你肯定动不了他 再说了 当务之急是治好老爷子 你又何必横生枝节呢 哼 这臭小子 谢依林眉头紧锁 双眸闪烁着寒光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沈会阳城 岭南饭店贵宾楼 一个总统包厢 已经被改造成临时的特户病房 各种体征监控社区 一应拒绝 黄阳浩 李诗本 冯昆天等岭南一流的医学专家 中西医都有 围着一位气息奄奄的老者诊断 窃窃私语地讨论着病情 只不过看他们的脸色 却是凝重无比 忧心重重 可以看得出来老者的情况不太好 咱们出去讨论吧 黄阳浩扫视了众人一眼 所有的医护人员 还有病人家属 都来到了外面的会客厅 谢谢大家 在百忙之中波荣立临 不知道我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开口的是一位气得不烦 充满上位者气场的中年人 此人五十多岁的年纪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西装衬衣一丝不苟 显得很是严谨谦合 他是谢家现在的掌舵人 谢震廷 他已经带谢老掌控 整个谢氏集团数千亿资产 是港岛中华总商会主席 在港岛一言九鼎 称李超人为史书 能与一省的省长书记平起平坐 黄阳昊摇了摇头 一脸沉重地说 老实说 谢老的情况很不妙 令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症 纯属粘食已高 体内生机越来越弱 这种情况是最难对付的 医学界有个说法 医生能治病 但是不能治命 按照老话说 谢老的大县已经到了 李诗本也一筹莫展地叹气道 现在老爷子的意识已经模糊 出现了局部的脑死亡 我等恐怕是无力回天哪 冯昆天也轻轻摇头 谢先生 情恕老朽 潜履即穷 束手无策 爱莫能助啊 谢震廷的脸色瞬间变得傻白无比 强自镇定地说道 各位 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救救我父亲啊 虽然谢老现在谢家 已经只作为精神领袖存在 但是 谢家若失去了他 那在港岛的地位就一落千丈 甚至会受到其他家族的攻击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江海涛 扫视了众人一眼 柴一声道 各位 谢老是咱们岭南潮州老乡 并且是港岛潮山商帮的领袖 几十年来 谢老心念故土 多次来岭南投资 捐资助学 为岭南经济腾飞 社会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谢老这次回来 也是为了考察岭南各省市的投资环境 投资兴业 振兴岭南经济的 省委省政府各位领导 对谢老的病情很关心 多次做出重要批试 我代表省委省政府 拜托诸位神医 一定要想出一个章程来 江海涛当真是有点头大 谢老带着港岛投资考察团 几十名富豪来岭南考察 投资环境 这次的考察团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许 书记和主管经济的副省长 还有各个厅局领导全程陪同 一番接洽后 谢老对岭南的投资环境 很是满意 考察团初步意向是在阳城 临州 东海等地投资2000亿 这将成为振兴岭南地方经济的 重要投资 也将成为岭南官方最亮眼的政绩 但是谁也没想到 谢老前天下午忽然在考察途中昏迷发病 住进了特护病房 如果谢老死在岭南 那这次投资肯定就黄了 这还不说 甚至会影响谢家后续十几年在岭南投资 因为港岛商人都很迷信风水命运 岭南会被他们当成不祥之地 众人都是沉默不语 一阵摇头叹息 谢老根本属于体质自然衰竭 这谁能救得了啊 忽然 黄阳浩一拍大腿笑着说 江秘书长 我想起一个高人来 他来了 准刑 李诗本也是府长赞叹 对对对 请夜深一过来 一准能够治好谢老 他的医术老朽败福啊 谢震廷顿时看到了一丝希望 满脸兴奋之色地问道 黄神医 这高人是谁 我们去请啊 正在此时 谢依林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 一屁股坐在谢震廷身边 气呼呼地说 爸爸 今天我去东海请道一大师推荐的 那个叫叶峰的家伙 他好凶啊 竟然打了我的保镖 你得帮我收拾他 谢震廷知道女儿的脾气 皱眉呵斥道 一定是你又耀武扬威了是不是 胡闹 自己这个女儿什么都好 但就是性格狂傲 大小姐脾气十足 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谢依林也不把爸爸的呵斥放在心上 指着冯昆天 皱眉命令他 冯老 听说你儿子是东海的卫生局局长是吧 帮我个忙 把那个叫叶峰的医生开除了 他在东海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什么 冯昆天一听这话 顿时作辣了 你 你 你把叶峰怎么样了 黄雅豪以满脸关起和紧张地问道 谢小姐 你到底干什么了 他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吗 你们那么紧张干嘛 我请他过来会诊 他脾气好大 竟然不愿意出诊 哼 我就让我的保镖打他 没想到他还挺有能耐的 竟然把我保镖都打趴下了 哎呀 坏了 黄雅豪急得好学没跳起来 谢先生 江秘书长 我们要请的那位神医 就是这位叶峰啊 什么 不会这么巧吧 谢伊林不信 撇撇嘴说道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那小子就是一个实习医生 好年轻的 我是听道医大师说 他有点本事才过去看一眼 谁知道根本就是个小屁孩啊 哪有什么医术 黄雅豪都有点生气了 气呼呼地说 什么小屁孩 那位叶神医是个奇人 刚刚毕业一年 但是医术通天彻底 我等与之相比 那是天壤之别 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啊 不瞒你们说 老朽想拜这位少年神医为师 贪老人家都看不上我呀 他真的很厉害 李石本也探服着说 谢小姐 你真小看他了 前几日我和他比拼医术 是败得心服口服啊 我的药王管都输给他了 冯坤天也探到 这位叶神医 医术惊天 恐怕全岭男无处其有者 而且叶神医颇有傲骨 最痛恨别人轻满医者 当年逼得东海李飞宇书记的爱人 对他下跪 谢小姐竟然如此对他 哎 恐怕这次真的是麻烦了 难道我 我真的搞错了 我要害死我爷爷吗 谢依林彻底慌了 没想到叶峰这么逆天 江海涛一片头 脸色凝肿的低声问道 黄老 是不是那位 治好了叶教官的叶神医 是啊 我不是和您提过吗 请他加入 岭南省府保健委员会 我让闲都可以啊 哎呀 这事搞得 怎么那么凑巧呢 你说说 江海涛的脸色 顿徐变得很难考 眉头紧锁 叹了口气 哎 叶峰现在是龙牙到看中的人 地位超然 你根本没办法拿强权来压 那样只会势夺其反 谢震廷目光几乎能杀人 冷冷地看着谢依林 肃然说道 叶峰 你到底是怎么得罪叶神医的 说清楚 一个细节都不要遗漏 你要明白 这件事关乎你爷爷的性命 我 我在道医大师的陪同下去请他 他说有患者在就诊 不愿意出来 我就 谢依林虽然知道自己很可能哀训 但毕竟事关重大 也不敢隐瞒 战战兢兢地将全部过程说了出 混账 咱们谢家的家风都被你摆回尽了 谢震廷气得浑身直哆嗦 指着谢依林骂道 老爷子多少次训斥过你 要你待人谦和一点 不要耍什么大小姐的脾气 你难道都当成耳旁风了吗 如果老爷子有什么不测 你就是我们谢家的罪人 你也别想在谢家待着了 给我滚回美国陪你妈妈去 叶峰从头到尾 有礼有节 并没有任何过分 而且显示出人道主义精神 和高尚的医德 矛盾爆发的根源 完全是谢依林 补知天高地厚 仗势欺人步步紧逼 最终惹了高人 谢依林被谢震廷 劈头盖脸的一阵货马 脸都绿了 郊区微微颤抖 眼睛血然欲气 爸爸 我知道错了 谢震廷这种超级富豪 都是三妻四妾 儿女众多 并且彼此竞争 谢震廷把她赶回美国 等于是把她打入了冷宫 谢震廷接着说 你陪我去拜访夜神医 如果你不能让她原谅你 你知道后果 爸爸 我知道了 下班后 叶峰回到紫园小区 修炼了一阵子 就准备休息了 忽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你们找谁 叶峰拉开门 就看到谢依林陪同一位中年男人助力在那里 身后还跟着黄阳浩 李时本和冯昆天等几位 谢震廷显得很是谦和 对叶峰一抱拳 脸色恭敬地说 在下赶倒谢震廷 叶神医 家父重病 只能请您救了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给家父看一看 对不起 我不会去的 请回吧 在下赶倒谢震廷 叶神医 家父重病 只能请您救了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给家父看一看 对不起 我不会去的 请回吧 黄阳浩连忙上前劝说 叶神医 您就别和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一般见识了 去看看吧 黄老 既然您知道我的脾气 那就不应该说这句话让我为难了 这 黄老被叶峰一句话给毒死了 只好长叹一口气 余下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谢依林这个名满香江的豪门千金 竟然急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叶峰 是我有眼无珠 小看了你 求求你给我爷爷看病 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他扬起发白的小脸 美眸渲然欲气地仰视着叶峰 颤声说道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一直跪在这里 你跪着可以 但是你不要跪在我门口 我嫌恶心 叶峰看也不看他一眼 砰的一声关上 谢依林娇躯一颤 垂下脑袋 悔恨的泪水滚滚而下 这怎么办呢 冯昆天皱眉苦思片口 建议道 叶峰的女朋友是孙静怡 据说她父亲是孙清风 谢先生 你可以试试找她 应该可以 李诗本也建议道 叶峰和东海李家过从甚密 或许找李家二爷也可以的 黄杨昊摇了摇头 没用 孙清风李家也压不住叶峰啊 现在叶峰可是连龙牙都看不住的人 孙清风李家当然压不住叶峰 谢震廷皱眉沉吟了片口 摆了摆手 黄老说得对 找人脱关系 就是变相施压了 只能适得其反 咱们任何人都不能惊动 爸爸 那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你就在楼下跪着 让一神医看到你认错的诚意 直到一神医原谅你为之 叶峰在楼上修炼了一会儿 忽然 窗外一阵电闪雷鸣 竟是下起了瓢泊大雨 孙清一拉开窗帘 只见暴风骤雨之中 谢依林直挺挺地跪在那儿 转眼间就被淋成了裸汤机 心说这丫头可真受苦了 她心中不忍 连忙拿了雨伞冲到楼下 帮谢依林遮风挡雨 只见谢依林浑身湿透 如同落汤机一般 那光洁如玉肌肤细嫩的膝盖 早已被坚硬的地砖 磨出了鲜血 谢依林被冷雨浇得 郊躯瑟发抖 翘脸苍白如指 姐姐 你别帮我撑伞 如果夜神医看到 会不高兴的 孙清一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直到上楼揉声问道 叶峰 你真让她一直跪着呀 哼 见不得这号仗是欺人的贱人 就给她点苦头吃吧 叶峰笑了一下 搂着孙清一进了卧室 根本不看谢依林一眼 此日一早 天气依旧阴沉沉的 大雨如瓢泡 孙清一醒来之后 第一时间想到了谢依林 来到窗前一看 只见谢依林还在楼下跪着 她赶紧推醒了叶峰 叶峰 你赶紧起来 你看看 那谢小姐还在跪着呢 孙清一我还没睡够呢 让她跪着呗 起来 别睡了 人家都跪了一夜了 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 孙清一颇感不安 揪着叶峰的耳朵 将她扯了起来 片刻后 叶峰被孙清一拖到了楼下 只见大雨之中 谢依林脸色煞白如指 发丝纷乱 衣服早就湿透了 冷得瑟瑟发抖 每年回家祭祖 都不愿意下跪的谢依林 已经足足跪了一夜 此时疲惫不堪 遥遥欲坠 膝盖更是疼到了麻木 但是 她却不敢有丝毫的怨气和不满 因为她知道 她爷爷的命 谢家太上皇的生命 拿捏在眼前 这个看似清秀和普通的少年手里 见叶峰终于出来了 谢震廷 黄阳浩 李时本 冯昆天等一众人 都是从旁边一辆奔驰商务车里钻出来 撑伞立在雨中 满脸紧张和期待地看着叶峰 但是 谁都不敢大气出一声 虽然谢依林很凄惨 但叶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有厌烦 孙静秀终就是心软 柔声劝道 叶峰 算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他已经知错了 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呢 再说 谢老终究是个好人呢 咱们医院都接受过他的捐赠 唉 你呀 就是同情心太重 这种娇狂的家伙 不调教一样怎么行 叶峰无奈地捏了捏孙静秀 那因为爱情滋润 而越发显得滋润 妩媚的小脸 叹了口气 这才冷冷地看向谢依林淡漠地说道 好吧 谢依林 你起来吧 看在你真心认错的份上 我答应给谢老看病 谢谢你 叶神医 可怜兮兮的谢依林如萌大赦 喘息着道了声谢 郊区贪乱在路边 两名女助理连忙将他搀扶起来 嫁进去另外一辆商务车 关上车门 给他换衣服 擦身子 吹头发 喝姜汤 在暴雨中跪了一夜 他已经重感冒了 谢真廷快步上进 不顾尊贵的身份 毕恭毕敬地给叶峰九十度深深鞠躬 用平生最宫前的语气说道 叶神医 感谢您仗义出手 谢家永世不忘叶神医大恩 只要叶神医能治好我家老爷子 整个港岛谢家都供叶神医屈许 绝无二话 甭废话了 走吧 治好了病人 我还有事呢 叶峰懒得废话 眼皮也不抬一下 他行许干脆利落 绝不拖泥带水 谢真廷也很着急 亲自给叶峰撑伞 帮他打开车门 好好好 叶神医请上车 咱们这就去扬城 上车之后 豪华车队立刻向扬城市区 叶峰坐的是一辆奔驰商务车 前后都是几辆奥迪A6护卫 十几名保镖和随总 这车队也算豪华了 尤其是那些精干的保镖 都是退役军人 还有鼓舞高手组成 气度森严 训练有色 比孙清风的手下都要高不止一个档次 看得出来 谢家百年的底蕴不是白给的 即使谢震廷身份不服务 事态紧急 但来往东海却没惊动东海官方 更没有搞出警车开道之类的阵仗 十几辆车规规矩矩分开几拨散开 没超速没阻路战道刻意耍威风 像谢家这等老牌家族数十年沉淀 大多底蕴深厚 熏陶出来的小一辈绝非直动惹是生非的高粮弟子 开宝马恨不得撞死各把人彰显自己牛叉 上高速玩命狂飙 这类人很少出自辉煌三四代的大宅门 一路顺利抵达阳城 叶峰直接被请监泄老的病房 没有任何客套 叶峰直接去看病 这位是夜神医吗 那位省委常委秘书长江海涛上前和叶峰握手 叶峰都将他晾在一边直接呼脸 江海涛尴尬地收回手 皱了皱眉 心说这小子如此傲慢无礼 到底是一高人胆大 还是年轻起盛不知天高地厚呢 叶峰开启惠夜神童扫视了一番 情况和路上黄老等人说的丝毫不差 老人家的确是生机衰败大陷将至 见叶峰神色忧虑 谢真廷满脸慌张之色地问道 叶神医 我家老爷子还有他救吗 你可知道 要救你家老爷子 已经不是治病 而是逆天改命了 难得很啊 什么 你没本事治好 还让我下跪 谢依林心事一愣 然后一脸愤怒地看着叶峰 叶峰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让你下跪那是我开的条件 至好是另外一回事 你 谢依林刚想反驳 谢震廷却声声把他喝断 叶峰 不可对叶神医不敬 否则 你现在就给我去美国 他对叶峰毕恭毕敬的一报群 满脸期待地说 叶神医医术有通天彻地之能 您一定有办法的是不是 办法当然是有 叶峰手一晃 就凭空多出一个白色的瓷瓶 我这里有一百枚精气丸 能够催发人体生机 严年一寿 一枚丹药 能让他多活一个月 一百枚 他能增加差不多十年寿缘 我卖一个亿给你 怎么样 好 只要能让老爷子活下来 一切好说 一亿 对一般人来说 一辈子能挣到都不敢想 但对谢家来说 并不难接受 但此情此景 却让黄阳浩 冯昆天 李诗本等人 都心中震撼 艳险不已 他们或精通医道 或精通术法 每个人都家财不菲 但与叶峰这种抬手 就能赚一个亿的能耐相比 还是相差很多 叶峰微微一笑道 您搞错了 是一枚丹药一个亿 一百枚丹药 一共一百亿 此语一出全场死尽 所有人都是瞠目急蛇 如泥塑木雕般移动不动 李道一和李诗本他们俩积累一辈子 赚的钱也没这个数 但是叶峰一开口就是一百亿 你抢钱哪 谢依林简直跳了起来 声色俱力的喊道 你知道一百亿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东海首富郑九轩也不过两百亿的身价 你有一百亿能排到东海前十 谁会花一百亿买你一瓶药 他卸甲号称是千亿美元的资产 但那大部分是公司市值固定资产 手里的流动资金也不过几百亿而已 叶峰一开口就喝掉他们一半的现金血液 他怎能不急呢 叶峰也干脆的狠转身就走 好啊 你若不买那就算了 旁边黄阳号李道一等人进去心惊赞叹 你不买那我就不卖 但绝不还价 叶峰此等霸气 就连李道一和黄阳号都不曾有 叶神医您请留步 谢震廷脸色急剧变换了几下 才一咬牙拦住了叶峰 陪笑着说 小女无知 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只要这丹药有用 我就按照您说的价格购买 绝对不含糊 爸爸 这价格也太贵了 您怎么能答应呢 叶峰淡然一笑 谢小姐 这丹药可一点都不贵 这世界上除了我 没人能帮谢老续命 哪怕是最豪华最先进的医院 哪怕是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都没这个能耐 是是是 叶神医说的有道理 事不宜迟 你先把老爷子救过来 我这就去调集资金 好 叶峰点了点头 从瓷瓶内磕出一枚紫色的丹药 喂给谢老服下 然后屈指一弹 一根根银针射入血巧和惊爱之中 接着 叶峰撵动银针 逗入真缘 开始用真缘催化丹药 并温养老爷子的身体 谢依林此刻狐疑地看着叶峰 眸光闪烁不定 哼 这小子年纪轻轻 医术怎么可能像他们说的那般神奇 他若是孤名钓鱼之辈 拿不出真章 等会我就让我的保镖打手 好好地收拾他 打得他满地找呀 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随着叶峰的调理 谢老的身体迅速发生了变化 原本他脸色灰白枯高 脸颊凹陷瘦得皮薄骨头 但是渐渐地 他的脸颊开始变得丰润饱满 脸色也缓缓变成了健康的红润 黄老 您看 这 这怎么可能 风昆天脸色巨变 朝着谢老的头发指了指 黄阳号目光已明 只见谢老原本秃顶之处 缓缓长出了黑色的头发 那白如银丝的头发从中 也生出一缕一缕乌黑的头发 并房之中 灵气缭绕 犹如仙境一般 黄阳号激动得浑身都哆嗦了 老泪纵横 白发变黑 延年一收 逆天改命 这是神迹呀 想不到我荒阳号有生之年 竟然能见到如此神迹呀 李诗本摇头长叹 一头银发也是随之飘摇 对叶峰敬佩的五体投地 服了 老朽真是心服口服啊 这哪里是医术 这简直是仙术啊 李诗本深深感到 那日在军区疗养院 输给叶峰一点都不愿 叶峰的炼丹针灸之术 近乎神通 自己给他提鞋都不配 白发变黑 生气重生 这 这真是太神奇了 叶神医高人呐 谢震廷脸色震撼 深感这一败一花的真值啊 这个叶峰 比他想象中还要厉害 结识这等高人 谢家自己这一脉 可保性命无忧啊 谢依林眼睛瞪得溜元 最后一丝疑虑也消失无踪 叶峰的医术 简直是惊天地气鬼神 让他叹为观止 原来 他的医术惊人这么厉害 怪不得他那般傲气啊 天哪 没想到他小小年纪 就有如此神妙寻奇的医术 他傲气的理所当然啊 江海涛此前对叶峰还有几分不满 但此刻却是甚为贪腐 甚至产生了仪仗之心 有了这等医术 当红墙御医都绰绰有余 哪怕中枢大员都要高看三分 毕竟任由你权力再大 也抵抗不住生老病死的残酷规律啊 江海涛一双眼睛变得灼热起来 如同财迷挖到了宝贝一般 叶峰医术这么好 哪位中枢药员得了什么疑难杂症 只要自己举荐叶峰 那自己就能得到上层的手感 岂不是能平步青云 在全力的金字塔上再攀爬几个层次 此时众人看向叶峰 就如同看到了神灵一般 满眼狂热的崇拜 是的 叶峰逆天改命 控人生死 如同神仙 大约半个小时后 叶峰大手虚拢 几根银针飞入了手中 大人说道 好了 谢老缓缓睁开眼睛 笑眯眯的看着叶峰 中气十足的说 小友 是你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的 谢谢了 见谢老睁开眼睛 说话还这么清楚 全场震惊 谢老 您不用谢我 哈哈 我要了一百亿呢 哦 一百亿 哈哈哈哈 就是把我一半的家产给你 也换不来十年寿缘呢 我还是要谢你 谢老双手撑着床面 要站起来 谢震廷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走过去 双手搀扶 爸 您好了 您感觉怎么样 嗯 不用你扶 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 谢老一把甩开儿子 谢震廷竟然给甩到后退了三步才站稳 难以置信的看着父亲说道 爸 您这力道怎么这么大呀 呵呵呵 我肯定是好了呀 哎 这感觉真好啊 感觉这躯体就像是鲜的一般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太舒坦了 众人对视了一眼 脸色充满了惊喜 谢老走到叶峰跟前 一躬到底 陈生说道 叶神医 当真是医术不凡 如有神主 老朽敢配有加 从今以后 谢家间接遵叶神医号令 绝无二话 老爷子 使不得使不得 您折杀我了呀 谢老这么给面子 叶峰也不敢拖打 连忙将他搀扶起来 谢老身体好了 大家都是开心的不行 尤其是江海涛更是尝出了一口气 谢老好了 港岛富商考察团的活动 就能继续进行了 那些巨额投资也能敲定 谢老拉着叶峰就在外面的讨间陆座 和叶峰闲谈起来 来来来 老弟请坐 叶神医 刚才都有得罪 您请喝茶 吃水果 谢依林再也高傲不起来 对叶峰是心服口服 给叶峰端茶倒水 乖顺的好像个小媳妇一般 虽然他父亲谢震廷很受谢老重视 现在已经掌控了企业 但谢家继承人其实尚未明确 如果谢老突然暴毙 家族内必将纷乱四起 到时候他爸还能不能掌权 那还是另外一说 再说了 港岛十大家族中其他几个 尤其是良善之辈 肯定会想方设法吞并谢家资产 所以叶峰治好了谢老 对谢震廷这一脉太有力了 可谓力往狂澜顶乾坤 谈话之中 众人惊奇地发现 叶峰在一道之上无所不惊 甚至琴棋书画天文地理 军事战争等领域也间接不俗 才学很是冤卜 让谢老江海涛等人都很敬佩 席间谢老问了叶峰渊源失诚之类的 叶峰并没有多说 只是随口扯了几句 谢老心里也很理解 看得出来叶峰学问很大 来头不小 但这种高人一般很忌讳自己的师门渊源 黄阳浩看向江海涛低声笑道 江秘书长 您看叶峰这医术够不够资格去保健委员会呀 够啊 太够了 江海涛看着叶峰的双眸直发光 好像财迷见了金元宝 叹道 这等优秀的人才 黄老您可一定要想办法抓住啊 给待遇给荣誉给地位 他有什么要求我一定批准 那边谢震廷已经筹集好资金 打到了叶峰的账户上 叶峰的手机银行来了提示 叶峰看了一眼心说 谢家倒是一个手信用的家族 站起身拱手道 诸位 我医院还有病号 先告辞了 好好好 叶神医 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如果有时间去港岛的话 一定要通知我 老熊扫踏功后 一定 一定 叶峰又和谢震廷 江海涛等人握了握手 就在大家的簇拥下 出了酒店 临别之际 谢老看向谢依林 意味深长地说 叶峰和你年龄相当 依林 你去送送他 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啊 虽然叶峰出身的寒威 但是有这等玄妙艺术 连谢家这个层次的超级大豪门都有养正 谢老看叶峰年纪很轻 行事又颇有大家风范 不免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要是叶峰 要是叶峰能喜欢上孙女就好了 就是孙女性子太差 叶峰未必会看得上啊 对爷爷的想法 谢依林心里明镜似的 爷爷 您放心吧 事实上 若除去心底的偏见 谢依林就会发现叶峰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气质出尘 清心可喜 让他方心有点蠢蠢欲动 叶神医 这边走 谢依林笑颜如花 掏出车钥匙 把叶峰引到一辆马沙拉蒂跑车的旁边 亲自给叶峰打开了车门 望着叶峰和谢依林远去的背影 连江海涛都生出几分神往羡慕 不由摇头轻叹 唉 真是信傻旁人哪 我想他这个年纪 还是个一文不明的基层公务员呢 但叶峰现在已经能与港岛谢老 这般的大人物平起平坐 让谢老的孙女青年有加了 李诗本更是心里感慨连连 唉 我那孙子 要是有叶峰一半的本事 我死也明目了呀 回东海的路上 谢依林原本以为 以自己港岛名媛的身份 自己在放低姿态 会引得叶峰对自己轻言有加 熟了任由自己说什么有趣的话题 使出何等温柔媚态 叶峰都是爱搭不理 没紧搭载 最后竟然靠在座椅上呼呼大睡起来 谢依林心说你是属猪的吗 竟然还打呼喽 听到叶峰的呼噜声 谢依林银牙按咬 忍不住秀眉凑起 朝着副驾驶席上的叶峰瞪了一眼 可是这一眼 谢依林那双眼睛就再也移不开了 叶峰面容清秀 肌肤晶莹如玉 贱眉薄唇 脸部线条轮廓分明 分明是一个天字号大帅哥 但双眸紧闭 睫毛比女孩还长 还微微抿起嘴角 好像天真的孩子在笑一般 更让她心中泛起一股柔情 尤其是她身上还散发出一种清新淡雅的气息 更是让谢依林有种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只干 她甚至想偷偷亲叶峰一口 这时候后面车辆疯狂鸣敌 狂打闪光灯 谢依林这才察觉到自己的车险些撞在护栏上 一身冷汗都出来了 连忙变道 好险啊 等到了医院门口 叶峰却是很快醒来 二话不说 我拉开车门就跑 哎呦 这么快就到了 叶峰 你别着急走啊 我的名片 谢依林急得垂胸顿足 拿着名片朝着叶峰挥舞 叶峰回头接住 谢依林水汪汪的眼睛又是称怒 又是忧远地看着叶峰 你的名片呢 给我留一个呀 还有我送你回来这么辛苦 你中午不请我吃个饭呢 啊 我 我职务比较低 没有名片 你要想要我的联系方式问黄远昊吧 我回去忙了 叶峰转身就跑了 至于请谢依林吃饭 叶峰自动忽虑 谢依林柔了柔因为感冒 而有点鼻色的穷鼻 无力地弹在座椅上 一脸挫败的自语 唉 我真是失败呀 想我谢依林 在港岛可是众星捧月高高在上的名媛 不知道多少豪门阔少 男模男星踏破了门槛 求爷爷告奶奶 只为了和我共进一餐 但今天竟然被这个小医生给无视了 孙静怡见叶峰回来 跟着进了他的办公室 笑眯眯地问道 谢老师好了 废话 我是谁呀 只要没死绝我都能救过来 叶峰一把揽住孙静怡的先腰 一阵上下棋手 封静怡被叶峰撩拨的情潮涌动 陶塞涂红一片 眼中柔薄荡漾 似乎要滴出水了一般 他皱眉道 叶峰你干什么呀 这大白天的 不行 还没在办公室内吃过你呢 今天我非要品尝一番不可 俩人正闹腾着 忽然门外传了一阵敲门声 叶峰很不爽 皱眉喊道 谁呀 叶大师 是我呀 门外传来孙清风那浑厚的声音 我去 原来是未来老孕妇 叶峰赶紧松开孙静怡 等她穿好了衣服才过去开门 孙叔叔 您来了 爸 你们先聊着 我去忙了 孙静怡陶塞粉红 香汉淋漓 发丝纷乱 根本不敢和父亲对视 孙清风可是过来人 一看这情景就明白了几分 心说我这闺女和叶大师感情挺好啊 大白天都搞起来了 笑了笑说 你去吧 等她走了 叶峰请孙清风坐下 倒了一杯水 问道 孙叔叔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您打电话就成了 还劳动您亲自跑一趟 叶峰啊 是这样 咱们江北打算成立一个商会 这个会长 我想由你来当最合适 啊 孙叔叔 您没搞错吧 我又不做生意 您让我上 这不合适 叶峰啊 你把做生意想得太简单了 在华夏 所谓民不与官斗 在华夏想做大做强 首先政商关系要好 但政府一言以蔽之 离不开 但又靠不住 即使靠得住 也不能靠得太紧 因为一旦政治靠山倒台 那企业可能也要受到波及 其次 那就是要和道上的社团搞好关系 钱再多 保不住性命 那也白大 你现在是江北教父 充当着维护经济秩序 守护江北的重任 你不来当 谁来当 我又没时间管事 不用你管事 你只当名誉会长 会长由我和郑九轩老爷子担任 平时我们俩来负责运 只有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 你才出手 这么说 郑九轩老爷子也是这个意思 对 公海堵船上的事情 虽然我们极力保密 但也瞒不住郑九轩这个老狐狸 他已经知道了 当然他对你很认可 而且不瞒你说啊 成立这个江北商会的倡议 还是郑九轩提出来的 那 那好吧 我去跟孙姐说一声 我先到聚会上看看情况再说吧 见叶峰出去聚会 都得向女儿请假 孙清风露出一抹微笑 鼻头也有点发酸 心说女儿真是找了一个好男朋友啊 她那苦命的妈妈在天之灵 若是有之 恐怕也会欣慰一笑啊 叶峰坐上孙清风的银色宾礼 很快 车子便是抵达了郑九轩的豪宅 王者一号别墅 王者别墅群 郑九轩旗下九轩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高端独栋别墅 别墅背靠南山 面朝一臂万寝的静湖 周遭交通便利 各种生活措施一应聚群 坐享湖景山色 为之得天独厚 别墅区内 绿草如荫 风景一人 别墅之间相隔很远 保证每位住户绝对隐私 这里是东海富人聚集区 基本上住户都是身价在十亿之上 王者一号别墅 是面积最大 也是位置最好的一栋别墅 占据南山靠一座东边山峰 在风水中 具有独占凹头之意 曾经有富商出价三亿购买 比同等规模的别墅贵三倍 但郑九轩舍不得卖 留下自己居住 因为这不仅是一栋别墅那么简单 更是昭示着一种地位和身份 住在这儿就是东海王者俯瞰群雄 银灰色宾利驶入别墅 柳梅早就在停车场上迎接 今天她穿着一件红色露背晚礼服 胸前一抹雪白组成的幽深勾曲 勾魂夺破 脚踩水晶高跟鞋 停停欲立 就如同暗夜里的玫瑰一般 叶大师 孙叔叔你们来了 快请进吧 见叶峰和孙清风下车 柳梅连忙上去迎接 笑颜如花满脸堆欢 但是眼中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 她费尽心机 挑拨李世雅和叶峰的关系 原本对叶峰志在必得 但没想到 仅仅过了一周 叶峰去公海堵船一趟 竟然击败萧天狼 横崖江北群雄 成了江北教父 连孙清风都沉浮了 这样一来 她的如意算盘就全部落空了 此时 这位商业女精英后悔不迭 早知道就应该当机立断 一周内拿下叶峰 要什么矜持和尊严 很快 几人步入一间气势恢弘的大厅 这大厅是汉唐风格装修 家具都是红木古董 墙包都是紫檀木 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很对叶峰的味高 郑九轩和十来个气度不凡的中年人 以及魏天荒 蓝凤凰 狗脸坤分别录作 正在喝茶闲聊 让叶峰意外的是 一向对江湖置身室外的范振伟老爷子也在 但又不知怎么回事 李柏宇却不再次恋 几位身着旗袍 有身材苗条面容浇好的茶医师在泡茶 每一个走在大街上 都是让男性牲口流口水的极品油 叶峰点头笑道 郑老爷子这套别墅不错呀 柳眉暗暗记在心里 笑道 装修请的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 很多家具都是古董 见叶峰进来 郑九轩等人连忙站起身来 满脸堆还地抱拳道 叶大师来了 快请坐 此时在郑九轩这些富豪眼里 叶峰已经不是那个驱神欲鬼的江湖术士了 而是名震江北号令群雄的叶大师 江北群豪莫不臣服 谁也不敢有忤逆之心 甚至还是一些消息灵通人士 将叶峰与岭南省的江南皇帝赵天佑并列 引来热议 范震尾对叶峰保全满脸崇敬之色地说 叶大师 老朽老朽真是小看你了 原来你还不是内进那么简单 而是一位画境宗师啊 范前辈 您捧我了 您才是前辈呢 在您跟前我哪敢成宗师啊 只是一个小学生罢了 诶 武道无先后 能者为师强者称王啊 还要感谢那日你不计前嫌 救了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权子啊 您客气了 老先生 快请坐 叶峰将老爷子搀扶到座位上 又扫视了大家一眼 大家都坐下吧 不要拘捷 众人发现 叶峰虽然年纪轻轻 但挥洒自如 仪态潇洒 气场庞大 颇有领袖风范 很快就横压全场 连孙清风 郑九轩都能压得住 此时又见他对范振北很是尊重 不摆架子 不由更对他多了几分认可和尊敬 叶峰扫视全场 忽然语出惊人的问道 那天我杀了肖天狼 不知道东北鼓舞第一人肖破军 有什么动向啊 巴里昆朗笑道 肖破军号称化境大宗师 又能怎么样 咱们江北有了叶大师这等高手 他即使来了 也不过是叶大师一拳打爆的事情 林州徐进雷败北 地盘全部让出 现在林州由巴连坤掌控 巴连坤一跃成为一个城市的扛把子 他对叶峰简直是顶礼膜拜 孙清风说道 据我的情报 徐进雷落败之后并没有敢往东北 而是去了扬城 因为肖破军是华夏官方盯防的重点 当年又曾经败给叶剑雄 叶剑雄又在岭南军区 我怀疑他不敢轻易过来 叶峰微微点头 如果肖破军不报复也就罢了 但他若真敢报复自己 杀了便是 按照提前的安排 蓝凤凰和孙清风一左一右地陪着 郑九轩则只坐在第三的位置 至于魏天荒则坐在最远的边缘 这让蓝凤凰欣喜不已 当年他只是东海第三的社团领袖 实力比东海魏天荒江山虎都不如 更不要说孙清风这种统侠一世的大好 但现在 他甚至能与郑九轩平起平坐 这都是因为他押宝在叶峰身上 赢了一把好赌 叶大师 有些兄弟你还不认识 郑九轩将在座的各位介绍给叶峰认识 这次与会的人员除了社团人物 全部都是东海各个行业的头号富豪 身价几乎都在百亿之上 多多脚都能让东海抖三抖 十亿级别的富豪根本没资格忏悔 但是这些在外面威风八面的猛人见了叶峰 却都是毕恭毕敬的起身抱拳 满脸堆小 希望在叶峰的脑海中留下点印象 叶峰点点头客气了几句 此时孙清风突然问道 对了 邱家邱长征身价也达到了百亿规模 为何没有参加呀 见叶峰一脸迷惑 似乎没听说过邱长征 蓝凤凰解释道 邱长征就是蓝带集团邱义农的爷爷 郑九轩不满地说道 哼 那小子傲气得很 而且他也背靠一个神秘的大宗门 竟是不把我们叶大师放在眼里 拒绝加入伤会 巴脸坤又咆哮起来 我去杀了他 竟敢对我们叶大师不敬 算了算了 也不差他一个 叶峰摆了摆手 并没放在心上 片刻后饭菜上来 众人边吃边聊 轮番给叶峰敬酒 气氛热络了一些 郑九轩忽然皱眉道 清风兄 这次咱们江北在公海赌船上 举行擂台赛 太梦浪了呀 哦 有什么问题吗 你可知道 那艘赌船是阳城首富江南地区的第一人 阳城大豪赵天佑的 我当然知道 当时江北群豪擂台解决争端 是林州徐静雷提出的 地点也是他提出的 赵天佑从来不插手咱们江北的事务 所以当时我就答应了 他不插手 清风啊 你还是太大意了 二十年前你还没上位的时候 赵天佑 赵天佑可是不止一次想染指江北呀 只不过都被我们那一辈的老家伙给挡了回去 哦 竟有此等事 我要告诉你 徐静雷离开林州之后 到赵天佑旗下做事了 不知你会作何感想啊 什么 这么说来 徐静雷的支持者 除了东北萧家 还有赵天佑 没错 若不是那天叶大师实力雄厚 面牙群猴 那天你们都是望中之别 闻听此言 孙清风 蓝凤凰 魏天荒 都是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在公海堵船上 就是法外之地 赵天佑的人马完全占据了主场优势 如果叶峰不在场 赵天佑要用强的话 就可以逼迫江北群豪低头 相当于联合肖家徐静雷将江北吞并了 只有巴脸坤物资一脸不服气的嚷嚷着 我承认 赵天佑是还有实力 很趁钱 但是他毕竟只是普通的富豪而已 能帮我们怎么样 郑九轩苦笑道 鲲子 你想的太简单了 你以为赵天佑一统江南地区是那么简单的吗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赵天佑五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江南龙头坐镇阳城 把控整个珠江以南地区 甚至实力辐射到云贵地区 一般人能做到吗 见郑九轩脸色凝肿 叶峰也来了兴趣 这个赵天佑很厉害吗 孙叔叔背靠大家族 您又是东海首富 在座的各位社团大佬 产业巨拨也各有医仗 难道还怕他不成 巴连坤兴处重地说 就是 咱们劲往一处时拧成一股神 他赵天佑算个屁呀 此语一出 在场的人都露出几分兴奋之色 郑九轩家财万贯 为东海首富 孙清风背景复杂 横压海州 蓝凤凰 魏天荒 巴连坤 以及在座的产业巨拨 各有依仗 哪一个不是雄聚一方的豪强人物 只不过他们之间互有间隙 颇多冲突 彼此不服气 怎么也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那现在 江北群豪却以叶峰为核心团结起来 这样未尝没有和赵天佑叫板的实力 郑九轩说道 不过赵天佑确实很有实力啊 赵家是百年望族 民国时期赵天佑的祖父 毕业于陆军讲武堂 留学东阳士官学校 回国后 上山拉杆子犯烟土 最终成为了江南地区的大军头 赵家曾经支持过孙中山先生北伐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 赵家还曾经购买三架飞机送给飞虎队支持抗日 其中一架就是梅林号 此外 赵家还支持港岛和连航 也就是华润的前身 在阳城设立地下运输站 将八路军急需的药物和军需物资 辗转送往抗日根决地 听到这儿 巴连坤脸色已经皱眉说道 哎呀 没想到赵天佑的祖上 这么厉害啊 连叶峰都听得脸色肃然起来 郑九轩接着说 解放战争时期 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 赵家在长江以南地区首先投诚 成为渡江军队的内应 所以华夏统一之后 赵家反而受到新政府的重视和肯定 后来在十年动乱中 赵家受到冲击 就脱离了政治 但是赵家在江南的人脉 依旧旁针错节 根基极深 背景可步 堪称江南地区数一数二的豪门大座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赵天佑更是其风突起 在地产外贸领域工程掠地 短短时间内就积累了百亿身价 那个时候还没有富豪排行榜 但有的话他绝对能位列前十 特区证券交易所建立 都曾经请赵天佑来当顾问 几十年来 赵天佑手腕很高 更是把阳城和江南地区 打造成铁板一块 江门 佛山 中山 甚至港澳地区很多人物 都听他的号令 现在赵家已经牵涉地产 外贸 物流 海运等各个热门产业 整个珠江水道 沿海港口 都是他的地盘 此人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要靠山有靠山 而且极富谋略 在整个岭南省都算是一号人物 能压得我和孙老弟都低头啊 其实这些年来 他一直没放弃渗透到江北地区 只不过我防备新墙一直扛着罢了 据我猜测 那徐锦雷不过是他在江北临州的一个代理人而已 不然凭徐锦雷他不敢这么嚣张 说到这儿郑九轩有点愤愤然 巴连坤却是不懈地撇嘴道 老爷子 说来说去 他赵天佑不过是家底厚点 多活几岁 这又能怎么样 老子叫几个枪手 砰砰砰乱枪扫射过去 他就成筛子了 巴连坤行事一向嚣张跋扈 简单粗暴 众人唯有摇头苦笑 但心底却也有一个声音响起 巴连坤这个办法 虽然极端了一点 倒不失为一个办法 只有范震伟谋光一凝 沉声道 坤子 恐怕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吧 什么事 那江南赵家本来就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武道家族 赵天佑和他的父亲都达到了内进巅峰的修为 打遍江南地区无敌手啊 啊 他竟然也是一个武道高手 难怪呀难怪 哎呀 郑九轩从别的途径给予佐证 二十年前 林州一位大豪不满赵天佑插手江北事务 曾经请枪手刺杀赵天佑 但却没有成功 而几天后 这个大豪就被神秘人灭族了 而正是从那时候起 徐进雷才从一个小喽喽逐渐做大 成为林州社团第一人 他这么一说 大伙都明白了 赵天佑反杀这位林州大豪后 就开始着手控制江北 而徐进雷正是他扶植的棋子 一时间 众人都沉默下来 甚至脸色变得微微发白 纷纷感到一种莫大的精神压力 心中思考着说 看来赵天佑想控制江北 不是一朝一夕的计划 而是蓄谋已久 公海堵船擂台赛 这是他第一步的动作 而现在徐进雷离开林州 加盟江南招架 说明赵天佑已经揭开盖子 恐怕后面 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江北威夷 叶峰 微微点头 心说这样才解释得通啊 赵天佑这种行事嚣张 侵略性十足的豪强人物 若仅凭权势和财力 是不可能活这么久的 像巴连坤这种亡命之徒 就敢叫枪手刺杀他 任你家财万贯 背景通天 也挡不住子弹呢 只有拥有超强力量的武道高手 才能不惧暗杀 并不断攻城掠地 雄举一方 通吃黑白两道 忽然 范震伟却是摇了摇头 满脸狂热地看着叶峰说道 要是之前 大家的确要小心提防那个赵天佑 但现在 咱们有了叶大师这位武道宗师 大家又有什么好担心的 巴连坤脸色兴奋地一拍大腿 是啊 他赵天佑不过是内进大成 但叶大师已经是画境宗师了 他要胆敢踏入江北 咱们叶大师一招就能秒杀他呀 孙清风也欣慰一笑 曾经他根本没把叶峰放在眼里 哪儿成想 叶峰竟是武道宗师 现在江北群豪都要仪仗叶峰 叶峰淡然一笑 没有说话 听完这些 大家喝了一会儿茶水 后人郑九轩凯然道 今晚召集诸位开会 是想成立江北商会 多少年来咱们江北黑白两道一盘散沙 各自为战 面临着重重危机 现在拂有江北 咱们除了叶大师这样一位少年宗师 是 我看就以叶大师为商会名誉会长 大家拧成一股绳 这样才能保证江北无忧啊 是 郑老说的对 咱们江北黑白两道 禁奉叶大师为尊 领行禁止 绝无二话 巴脸昆听得斜往脑门子上涌 一股热血彻底沸腾 将茶杯往地上一摔 高声咆哮 一个个名阵一方的产业巨拨社团大佬 进阶争先恐吓地站起身来 高声喊道 咱们江北黑白两道 禁遵叶大师为尊 领行禁止 绝无二话 叶峰站起身来 淡淡地说道 感谢大家的厚爱 我只搁在这里一句话 只要你们奉公守法 不惹事端 无论是赵天佑还是李天佑 但凡敢伤害各位兄弟 我叶峰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郑九轩笑着说 好 有了叶总师这句话 我们就放心了 从今晚起 咱们江北商会就算正式成立了 以后叶峰就是我们的名誉会长 众人满脸兴奋之色地喊道 叶会长 叶会长 我们敬您一杯 众人脸神狂热崇拜 齐齐端起酒杯 仿佛叶峰就是他们的守护神一般 接下来 众人重新落座 神色激动地展开了一些细节的讨论 比如成立私人会所 定期聚会 成员吸纳标准 职责划分 商会成员之间若产生矛盾 该如何调解 如何建立金融互动联盟等等 坐在郑九轩身边的柳梅 神色震撼地看着对面的叶峰 双眸之中流露出的情绪复杂至极 叶峰年纪轻轻 却有此等成就 当真能够笑傲整个东海呀 从今晚起 叶峰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江北教父那么简单 而是通吃黑白两道的大佬 恐怕除了市委书记李飞宇 东海没有任何人能压得住他 可是在同龄人中 慢说在东海或者岭南 就是整个华夏 能有叶峰这般滔天权柄的 也没几个人呢 其实 柳梅又想错了 也低估了叶峰的实力 因为他并不知道叶峰 治好叶剑雄和港岛泄老之事 权力有险性的 也有隐性的 叶峰结交政商人物 各方豪强都败福 他现在的隐形权力 恐怕能够压得住李飞宇了 而且叶峰又岂能真在乎 这个所谓的江北商会会长 他志在修真和医道 修真可杀人 医术可救人 谁生谁死存乎一心 尽在掌握 天地都任我驰掌遨有 在绝对的实力跟前 权力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是叶峰一拳大爆的事情 叶峰团结这帮豪强人物 也不过是为了借用这些人的力量 帮他搜集天才地宝 搜集信息罢了 看讨论的差不多了 叶峰起身告辞 不过走之前 叶峰却是拿出一瓶精气丸 给在座的众人每人分了一枚 这 这是什么 范震伟毕竟是武道高手 虽然没吃过丹药 但也在一些前辈高人那见过 他见那丹药流光溢彩 又闻到那沁人心脾 让人神清气爽的幽香 不由惊呼抽声 这是丹药啊 见范震伟神色激动 巴脸坤很是好奇 立刻将丹药吞服了下去 我来试试 哎呀 这 我的天哪 这感觉 也太奇妙了 巴脸坤顿时觉得浑身骨头都轻了几两 浑身力道澎湃 头脑未知一爽 眼前景屋都清晰了几分 尤其是他胸口处曾有一处老枪伤隐隐作痛 此刻竟然微微发痒 老伤都要痊愈了 其他人见状 纷纷吞服了下去 一位大老板惊呼道 神啊神啊 我原来关节疼痛是老疯尸了 但现在竟然不疼了 而且浑身都一阵阵发热 充满了力量感 众人纷纷惊呼询问 叶大师这是神药啊 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神奇啊 这是我用你们前段时间送的那些 陆荣人参之类的炼制的精气丸 叶峰并不放在心上 他们当时送的那些药材 虽然罕见 但市场价格也不过几百万而已 叶峰此时送出这二十枚丹药的成本 其实不过几万块 而且这丹药对叶峰修炼来说 并没有什么帮助 比席骨伐随丹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相差万里 叶峰轻笑道 效果还是不差的 能够延年益寿 延缓衰老 包治百病 当然癌症之类的绝症 那可就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巴连坤兴奋的说 天呐 这丹药若是能够量产 岂不是要卖疯了 是啊叶大师 咱们募集资金 炼制这丹药都可以大发奇才啊 这丹药 我曾经卖给一位港岛富商 一枚一个亿 啊 这么值钱 不过效果如此神奇 还真配得上这个价格 孙清风感叹道 是啊 如果能够延年益寿的话 那些亿万富豪还不乖乖交钱来买 一个亿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但他再多的钱也买不来性命啊 叶峰却轻轻摇头 只不过条件还不具备 他炼制这些丹药也很费工夫 仅凭一己之力哪能量产啊 金钱对叶峰来说只是用来购买修炼资源的工具罢 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可怜的守财奴 除非他能够找到汇集天地精华的百年级别的药材 那样的话叶峰炼制一枚丹药就能稀释成上百枚 但效果依旧这般神奇 照样能卖出高价 而且即使叶峰炼制出这种极品丹药 但市场也很狭窄 毕竟有钱人就那么多 恐怕到时候也只能降到一个合适的价格 才能把销路打开 众人脸色都变得灰暗起来 明明一个发财的机会摆在跟前 但叶峰却说不行 叶峰又是淡淡一笑 哈哈 诸位你们不要担心 虽然现在条件还受限制 但是保证你们一年服下一枚还是没问题的 此外加入江北商会者 都可以以百万价格购买一枚 这就是叶峰的策略 想让堪称虎狼之辈的江北群豪乖乖听命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仅凭武力压制远远不够 毕竟谁也不会想平白无故多了个老大 叶峰的手段就是恩为病师 凭借武力保护他们是一方面 这延年易受减缓衰老的精气丸 又是一方面 这些人有权有势 但也难保身体无恙 有了精气丸 他们就只能对叶峰彻底臣死 毕竟谁不想多活几年呢 想到这儿 叶峰又给了郑九轩十几枚丹药 这些丹药都是用来卖给那些 以后加入江北商会的会员的 此语一出 众人又是兴奋起来 连声道谢 谢谢叶神医赐药 叶神医我们能不能长命百岁 就靠您了呀 好了 朱军 不早了 我也该休息了 还有一条 千万别忘记 此事一定要保密 绝不可泄露出丝毫 叶峰淡然一笑 拱了拱手 飘然而去 众人都要出来相送 但叶峰却白手拒绝 神色坚定 别了别了 都回去吧 这阵仗别人看见 岂不是要吓死人了 而柳梅却是走到郑九轩跟前 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姑父 刚刚叶峰 还愣着干什么 把钥匙给他 是 姑父 柳梅一阵风一般快步冲出别墅 在别墅门口的林阴道上追上叶峰 叶峰看着柳梅手里的一串钥匙 咒梅说道 什么 郑老要把王者一号别墅送给我 没这个必要吧 叶峰你就别客气了 你是舞者 你是舞者 需要修炼 还炼制丹药 有独立空间更方便 哦 那既然如此 我就确实不公了 叶峰倒是觉得此地藏风俱水 灵气很充沛 很适合修炼 也就接过了钥匙 终于送出了别墅 柳梅长嘘了一口气 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叶峰问道 你会和孙小姐一起住在这里吗 要不要我找人帮你们搬家 柳梅心说 孙静怡要是不来的话 我就有机会接近她了呀 叶峰轻轻摇了摇头 不 我还是一个人住吧 紫园小区环境当然没法和这儿比 但盛在距离人民医院很近 孙姐上下班更方便 而且叶峰修炼和炼丹等等 也是无人打扰为好 所以她没打算让孙静怡一起同住 柳梅陶塞上闪过一丝娇羞的红韵 雪白的背驰咬了咬阴红的下唇 轻声说道 那你一个人住多有不便呢 叶大师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每周过来一两次 帮你打扫卫生洗衣做饭 这幅情景 要是传到外面 一定会让全东海的男人 惊触一个大跟头 根本难以置信 柳梅说是郑九轩的助理 但以后肯定是九轩集团的行政总裁 仅次于董事长的任务 掌控数百亿资产 她也堪称东海新一代的商业女王 与邱玉农相比都不枉多让 不知道多少富少公子哥想请她吃顿饭都吃不得 但此刻 在外人跟前高高在上的柳梅竟然低声下气的哀求给叶峰当丫鬟 还生怕叶峰不答应似的 叶峰微微一愣 轻轻摇头说 这 这不好吧 我是苦孩子出身 五岁的时候就会自己做饭了 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说完 叶峰打了一辆车 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之中 柳梅在叶峰中助力良久 望向叶峰消失的方向 那目光却是渐渐的坚定起来 叶峰 你倒真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但是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凑过你的 只要你有天住进这别墅 我就在里面等着你呢 叶峰回到孙静怡的住处 孙静怡立刻奉上一杯茶水 今天晚上聊得怎么样啊 还好吧 不过郑九轩他送我一套别墅 以后我炼丹就在那边了 也省得把你这搞得乌烟瘴气的 也好 我看你炼丹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 我生怕打扰了你 孙静怡倒是很开明 男人有男人的事业和追求 自己帮不上忙 那就更不能耽误叶峰 一切以他的追求为标准 此日 叶峰刚刚上班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叶峰 我是邱义农的妹妹 有件事想和你谈谈 什么事 购买美颜高的专利的是 那女孩声音娇柔动听 但是口气却很重 一副你欠我钱的样子 叶峰懒得理会他 没得谈 挂了啊 你别着急啊 如果我每天找一千个完全没毛病的人 冒充患者挂你的号 你想想会怎么样 叶峰顿时一阵头打 这小魔女简直让人崩溃 冒充患者可不算什么违法乱纪 难道你还能打他们一顿不着 再说了 你要怎么分辨哪个是伪装的患者 但叶峰的治疗就被耽误了 小女孩娇声娇气 马屁连天地说 叶峰哥哥 我知道你医德高尚 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为毕生追求 可是开发美颜高 也能治好那些烧伤烫伤的患者 为振兴中医中药的官辉事业添砖加瓦呀 我知道 我姐姐得罪过你 但是您是何等人物啊 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一次嘛 哎呀 我之所以拒绝合作 也不仅仅是我不喜欢你姐姐那么简单 这 哎呀好吧 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我就见你一面跟你说清楚 说吧 什么时候 在哪见面 晚上八点 荒野酒吧 我叫邱雨童 你到时候报我的名字就行了 我在那等你 看了几个病号 很快到了下班时间 晚上 叶峰陪孙静怡吃过晚饭 立刻骑着共享单车 来到了荒野酒吧 荒野酒吧 是个非常闹荡的酒吧 劲爆的音乐声震天响 一群群穿着清凉的男女 在舞池里举着酒瓶疯狂舞动 空气中弥漫着很难闻的味道 酒精烟草 还有男女铁液的味道混在一起 让叶峰皱了皱眉头 他甚至看到一男一女在角落的卡座里 疯狂地做成一团 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看着 看着那女孩疯狂摆动脑袋 似乎失去理智并且毫无知觉的样子 叶峰皱了皱眉 这女孩不像是喝醉酒 而像是吃了某种软性毒品 已经彻底麻痹了大脑了 叶峰慧眼神童扫视周遭 果然酒吧里有一个脸色苍白瘦小干枯的汉子 正在兜售毒品 她和买家根本没有任何语言交流 碰碰肩膀将小包毒品放进对方的口袋 买家就递过去几张红色的钞票 叶峰皱了皱眉 但也没多说什么 这酒吧位于中心城区 按说应该属于魏天荒的 没想到这里还有毒品交易 回头要提醒提醒她 不过 此时叶峰已经对素未谋面的邱与彤 有了几分恶心了 什么女孩来这种地方 叶峰拉住一个侍应生问道 请问邱与彤在哪 我是她朋友 我过来找她 侍应生诧异地看了叶峰一眼 嘟弄着说 什么时候邱小姐很喜欢大叔了 就把叶峰带到二楼一个包厢门口 就是这里 你进去吧 侍应生似乎很怕房间里的众人似的 也不帮忙叫门 立刻慌里慌张地跑了 叶峰推开门 就看到奇异的一幕 只见几个男孩女孩都穿着腾龙高中的校服 横七竖八地坐在沙发上 叶峰屏幕电视里放着劲爆的音乐 茶几上摆满了果盘 啤酒 红酒 福特加 甚至还有七八瓶二锅头 叶峰知道 这是东海最富盛名的贵族双语高中 就读的那些家境优渥的权贵富家子弟 他们成绩很差 目的就是为了出国留学 但是 他们的发型和打扮千奇百怪 有的男孩留着披肩长发 有的男孩留着朋克发型 有的则是墨西干 很多都是烫得五颜六色 更离谱的 还有一个女孩眼皮耳朵鼻孔嘴唇 穿了十七八个金属环 耳朵上还打着一排密密麻麻的耳钉 还戴着一副夸张的无眶眼镜 而在沙发上居中而坐的 则是一个顶着红色爆炸头的女孩 一张小脸涂抹得好像妖怪一般 她跟前还跪着一个举着一大束玫瑰的男生 高声喊道 邱雨彤我爱你 求求你嫁给我吧 叶峰愣了愣 我去 合着这个红色爆炸头就是邱雨彤啊 这是什么牛鬼蛇神呢 叶峰怀疑和他谈这件事是不是浪费时间 这怎么看上去那么脑残呢 邱雨彤 邱雨彤对下跪的男生比了一个比一的中指 一脸不屑很不耐烦的说道 你他娘的烦不烦 我和你说过一百遍了 我根本不喜欢你 以后别再来烦我了 那男生涨红了脸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不滚蛋呢 想我揍你一顿是不是 邱雨彤拎起一个啤酒瓶子扬了扬 吓得那小子屁滚尿流 雨彤姐威武 这王八蛋也不撒泡尿照着镜子看看自己那小笋样 还想泡雨彤姐呢 别管他 喝酒喝酒 邱雨彤举起酒瓶大口喝了起来 让叶峰意外的是 他喝的竟然是一瓶耳锅头 但那喝酒的动作别提多豪迈了 好像喝水一般 一气就灌了大半瓶 但奇怪的是 他却没有丝毫醉态 气都不带传下的 叶峰皱了皱眉 还是硬着头皮走到了邱雨彤身前 抬手将他嘴巴里叼着的香烟给扒了 他是医生 见过太多病人在垂死之际痛苦挣扎的样子 很不喜欢别人不爱惜身体 邱雨彤皱了皱眉 朝着叶峰摆了摆手 你谁啊大叔 谁让你进来的 滚 他旁边一个留着墨西干发型 耳朵鼻子嘴唇上穿满了耳钉的女孩 搂着邱雨彤的肩膀 盯着叶峰笑眯眯的说道 雨彤 这个大叔挺帅呀 不会是你新掉的凯子吧 你要是不喜欢送给我呀 我会喜欢这种土包子吗 那我也太没品位了吧 你谁呀 走错门了吧 赶紧走啊 邱雨彤又熟练的点了一根烟 很老练的叼在嘴里喷云土 叶峰苦笑道 我是叶峰 你 你就是叶峰 我姐姐找的那个人 不应该是中医吗 没错 我是中医 中医不应该是白胡子老爷爷吗 谁说中医一定得是白胡子老爷爷 要我拿出我的身份证给你看看吗 那倒不用了 我相信你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年轻啊 叶峰无奈的摇头 这种误会实在太多了 很多人一看他的年龄 就对他没信心了 谈谈吧 他拍了拍手掌 旁边一个小男孩立刻关掉了音箱 包厢里安静了下来 叶峰懒洋洋的在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淡淡的说道 佩芳我是没办法卖给你们的 你让你姐姐断了这份念想吧 叶峰 你知道我姐这段时间想拿到你的配方 酬成什么样子了吗 秋雨童抱着叶峰的胳膊苦苦哀求 现在雅之集团的新产品已经上市了 我们的产品根本打不过 我姐姐整宿整宿的失眠 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秋小姐 我并不是不想把专利卖给你们 而是受到原材料的限制 根本没法量产 秋雨童根本不信 轻蔑一笑道 叶峰 你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我们可以增加专利转让费 一切好商量 多少钱也没用 养颜膏所需要的药材 生长缓慢 而且都需要上百年的年头才行 我爱莫能重 说着叶峰站起身来 向包厢外走去 一个满头紫发的青年 拦住了叶峰 耿着脖子一脸嚣张的怒骂道 小子 秋姐让你走了吗 你就敢走 再放肆 信不信我一巴掌呼死你 麻烦你让开 砸碎 我不让开又怎么样 出去打听打听 我是何许人也 我叫江凯 市局局长江铁城 是我亲叔叔 见江凯和叶峰杠上了 很多小女孩都眼神兴奋 满脸期待 有的则是大为比 认定叶峰要挨走 江凯 你和他废话什么呀 直接打 你不是跟你唐姐江队长练过功夫吗 这小子真是不止死活 一个小小的医生还敢跟凯哥杠上 不是找死吗 江凯在腾龙高中就是第一猛人 经常打人 有一次为了争夺一个女孩 他把一个家产上亿的富二代的腿都给打断了 但是那家人也只好不了了之 久而久之江凯就凶名在外 在腾龙高中甚至在社会上 都没几个人敢惹 叶峰淡然说道 江铁城是你说 就是你叔叔亲自过来 他也没胆子拦着我 嘿 你挺能吹啊 你一个小医生 有什么了不起的 现在你给我老老实实坐下 向秋姐道歉 答应卖掉那个什么狗屁配方 不然我让你混不下去 好狗不挡道 你不知道吗 让开 叶峰脸色微微阴沉 他原本根本没把这号高中生放在眼里 也不想和他们计较 但这小子如此家产不清 就让他很不爽了 你你敢骂我 找死 江凯大怒 拎起拳头就朝着叶峰的面门砸了过去 江凯好勇斗狠 每年暑假就喜欢跟着江应月练习搏击 散打 一般三五个成年人都打不过他 当然他这一拳和鼓舞高手自然没法比 但是他出拳速度很快 力道也很猛 比世俗界的一般习武之人还是厉害几分的 我去 凯哥出手了 好猛啊 好狂野呀 我喜欢 凯哥 睡我睡我 包厢内的男生女生一阵狂声浪笑 兴奋欢呼 认定叶峰毫无悬念的被江凯一拳放到 啪的一声脆响 众人忽然发现 江凯在他们眼前原地消失了 他们眨了眨眼睛才赫然发现 江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墙角里 嘴巴不停地渗出鲜血 迷迷糊糊地晃着脑袋 哎呀 怎么这么猛啊 这得飞出去五六米远吧 江凯也得有一百多斤重啊 他的手劲里多可怕呀 小年轻人们都被叶峰给吓坏了 一个个缩在沙发里瑟瑟发抖 邱与彤也眼睛瞪得溜圆 没想到叶峰这么能打 一巴掌就把江凯给抽飞了 下一刻 他的双眸就突然爆射出崇拜的光芒 喃喃自语道 这小子好能打 好帅气啊 要是能当我的打手就好了 邱与彤性格火爆 平日里邱一农工作繁忙 又没时间管他 就养成了他无法无天的个性 他在腾龙高中 就是大解头级别的人物 他崇尚暴力 此时见叶峰打了江凯 不仅没有反感痛恨叶峰 反而产生了几许倾慕之色 叶峰揉了揉玉白的手掌 性性然摇了摇头 唉 下次打人要轻一点啊 这些世俗中的普通人 太不堪一击了 我只用了百分之一的力道 他就差点脑震荡了 然后叶峰眸光微寒地看了看邱与彤说道 这就是你们邱家的待客之道 慢说我们没有合作的基础和条件 即使有 我也不会和你们合作的 邱与彤淡然一笑 摆了摆手娇声说道 叶峰 这可不关我的事 他自己要动手的 分明在找死吗 此时江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一晃大脑袋 指着叶峰生死礼节的喊道 小子 你敢打我 给我跪下道歉 道歉 凭什么 你又打不过我 江凯好悬眉被叶峰气得原地爆炸 然后暴跳如雷的喊道 你可知道 这里看场子的老大都是我的兄弟 今天你别想活着走出荒野酒吧 你当着我叫龙武哥过来 你小子分分钟被打死 他出门就朝着服务员喊了几声 邱与彤担心地看着叶峰说 叶峰你赶紧走吧 龙武哥是天荒阁扛把子阁老魏天荒的台柱子之一 能和左手哥等人并列呢 他要来了你就麻烦了 那个一脸金属环的女生也柔声闺权 是啊小帅哥 看你长得挺帅 妹妹们提醒你 你是很能打 但也不是龙武哥的对手 他一个电话就能叫来几百号人马呢 江凯气得鼻子都歪了 指着邱与彤他们怒喝道 邱姐咱不带这样的啊 你怎么能向着外人呢 我是替你出头啊 那没办法啊 你没他长得帅啊 邱与彤一句话差点没把江凯气得吐血三声 此时叶峰还站在原地 缓缓地叼起一根烟 动都没躲 哎呦我去 你小子还挺能装的呀 还不跑路 留在这等死呢 我服 我不是装 我是真牛啊 哎呀 你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好好好 我成全你 等会看龙武哥来了 我看你还怎么装 龙武算什么 就是魏天荒来了 见了我也得吓趴下 啊 这小子简直是方庚子 神经病啊 在场的几个高中生都惊呆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峰 有的鄙夷有的同情 那魏天荒是何许人也 东海三大社团之一 天荒阁阁老 手下上千号看人不眨眼的狠人 你能比得过人家一根手指头吗 谁说魏爷见了他也得吓趴下呀 此时 一道嚣张且蕴含着怒气的声音传来 只见几个飙行大汉的醋用下 一个面容英质的青年大步走来 正是天荒阁的台柱子龙武 也是这间酒吧的辅助人 江凯连忙迎了过去 满脸崇拜 点头哈腰的说 龙武哥您来了 这小子刚刚打我 还辱骂魏爷 自行左手哥被废掉之后 龙武就成了魏天荒手下最得力的梦将 管辖七八个夜长酒吧 他一个电话 几百号敢打敢冲的兄弟 立马杀倒 就算他是江铁城的侄子 靠山勃查 但他毕竟年纪小 本身没什么实力 撑死也就在学校周边欺负欺负同学 别人照顾他 也是看在江局长的面子上而已 龙武这种真正的社团猛人 又怎么可能是江凯这种小屁孩能比的 而且江凯还知道 其实龙武是有古武修为的 今生前期 战斗力媲美特种兵 所以骨子里流淌着暴力因子的江凯 对龙武呢 就更是发自内心的崇拜和仪仗了 唉 这小子真惹祸了 邱宇童很无奈 也值得清台一生站起身 无论如何他还需要倚仗叶峰 还能真看着叶峰被人虐死吗 龙武最近非常不熟 公海赌船擂台赛之后 江北教父叶大师要求 东海社团不得沾染黄赌毒 魏天荒不敢怠慢 要求旗下夜长加强管控 绝对不能出现这些叶大师不喜欢的玩意 可就在刚刚 他就发现一个小子正在贩卖毒品 气得龙武险些原地爆炸 将那小子暴走一顿并且报警 可是龙武还是非常后怕 他简直要被叶大师给吓死了 这位叶大师曾经捏碎左手的手脚 在火凤酒吧一拳打死今生后期的武僧恒光 微惊公主号声更是相隔百米凌空一拳打死内进巅峰的萧天狼 这还是人吗 是的 在龙武看来 这位少年宗师就是魔神一般的存在 就是个无法解释的怪物 在龙武看来 这位少年宗师就是魔神一般的存在 就是个无法解释的怪物 能在微惊公主号声横压萧天狼 让孙清风李柏渔等人都俯首称臣 号称江北教父 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能做到的吗 龙武心说 这个叶大师一定是千年老妖附体了 幸亏我发现了吉时 要是让他看到我这有贩毒的 那我岂不是被他一巴掌拍死了 龙武想起叶峰在微惊公主号上碾压萧天狼的时候 他就双腿一阵阵发抖 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小子 就是你刚才辱骂魏爷吗 信不信我一刀剁了你 龙武走到叶峰跟前 包厢内灯光迷离昏暗 他还看不清叶峰的面容 没认出来 所以说话语气很重很嚣张 可当小弟打开日光灯的一瞬间 龙武看清了叶峰那清秀的脸庞 顿时经的眼珠子瞪的低流圆 浑身都僵硬了 冷汗如同小溪水一样冒了出来 颤声说道 叶 叶大师 秋雨童满脸蹲起笑的 一边说着一边朝叶峰打了个引子 龙武哥您别生气 他是我的朋友 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而已 叶医生 你还不赶快冲龙武大哥道歉 在场的小青年 原本都以为叶峰会顺坡下驴 冲龙武低头道歉 熟料叶峰只是淡淡的一笑 龙武 需要我向你道歉吗 龙武吓得双腿一转啪的一声 就像一只癞蛤蟆一般趴在了地上 众人都惊呆了 龙武哥 你怎么了 众人愣了片口 才连忙将龙武给搀扶起来 叶峰哑然失笑 你这么怕我 叶峰虽然号称江北教父 但其实对社团管理没什么兴趣 根本懒得管龙武这些人 而且按辈分 龙武又是自己小弟的小弟 就算真有点毛病 还能真杀了他们 叶大师 我错了 我错到家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我一马 龙武吓得好玄梅嚎啕大哭 犹如一只鞍蠢一般 色索地站在叶峰边前 不停地瑟瑟发抖 众人都呆住了 邱雨彤也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峰 这个看上去很平凡 顶多有点医术 能打一些的医生 难道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不长 龙武哥 你这是怎么了 打他呀 江凯也一脸莫名其妙 这龙武刚才不是还气势汹汹的吗 这人多猛啊 做人也硬气 什么时候对人低头服软过 怎么一见这个小医生 就吓成这个样子了 龙武跟着 心里却在暗骂 老子该打的是你 不是看在江铁城的面子上 我一脚踹也死你了 叶峰说 算了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 不过你记住了 既然是江北盟的一份子 就得有点江北盟的自觉 混社团也要讲规矩的 刚才我发现楼下好像有贩毒的 你知道吗 启离叶大师 我刚刚发现了 并且已经搜缴了他的毒品 并且报警了 龙武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点头还有 心说幸亏自己眼神好 发现得及时啊 这要是晚上一时三刻 岂不是要被叶大师弄死吗 他后怕连连的想到 叶大师是医生 很珍惜生命 对毒品呢是深恶痛绝 嗯 那就好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对了 你再提醒魏天荒一句 不要碰毒品 是是是 叶大师 您放心 我一定会将您的指示 传达给魏尹 不用送我了 我喜欢清俊 是是是 龙武深深巨躬 一直等叶峰快走到楼下 他才缓缓直起身来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深深叹了口气 哎呀 吓死我了 秋雨童呆礼良久 一双美眸中 震惊 兴奋 不可置信 狂喜等复杂至极的情绪接连闪过 哦 原来他就是叶大师 他就是传说中的叶大师 叶峰 你等等我 吓一口 秋雨童就如同一道狂风一样 从包厢里飞奔而出 朝着叶峰追了过去 江凯傻眼了 看着龙武郁闷地说 龙武哥 你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你也太不仗义了 我在你的场子被人打了 你也不替我出头 哎呀 江凯 实在是没辙 我真帮不了你 那位叶 叶医生 是个高人 实在太厉害了 哥哥我得罪不起呀 你就是怂 你就是怂 等会我告诉我姐去 保证让她哭得很有节奏 哎 你最好还是别说这事啊 否则你会后悔的 龙武兴兴兴的摇了摇头 心说江应月也惹不起叶大师啊 说曹操曹操就倒 江应月快步走过来问他 龙武你报的警吗 表现的不错呀 此前的天荒阁不太讲规矩 对夜场里的贩毒流兵现象 一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天却积极地抓住毒贩 及时报警 他们赶来后 在毒贩那里搜到不少软性毒品 够那小子坐几年老的 龙武笑了笑 哎呀江队 这不是叶大师教导的好吗 您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管理我们场子 这种现象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叶大师的身份 瞒得住一般人 但绝对瞒不住警方 他们在很多社团的高层都有线人 江应月点点头心说 这个叶峰还真有本事啊 自从叶峰担任江北教父后 江北的确太平了许多 黄赌督基本杜绝 社团之间的纷争更少了 社会治安大为改观 连江铁城都赞不绝口 江凯生怕叶峰跑远了追不上 屁颠屁颠的凑过去 一脸谄媚的说 姐你来了 你怎么又来这种地方瞎混呢 还上不上学了 今天没有晚自习 我陪同学来过生日 我没喝酒 我马上回家做作业 江凯先是让江应月息怒 然后就开始告状 姐 刚才有个小子把我打了 你瞧我这脸 都肿了 我怀疑我是已经得了脑震荡了 高考肯定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考不上了 你就是不受影响也考不上 你脑子本来就不好使 龙五 龙五 谁打的呀 呃 是 是叶大师 是 江应月劈头盖脸 就给了江凯一个大耳瓜子 你疯了 连他你都敢惹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滚回家去 姐 姐 你你打我干什么呀 你怎么不给我出气呀 我都被他打得快脑震荡了 再废话 我也打你个脑震荡 滚回家做作业去 姐姐姐姐 你你别冲动 我不废话了 我这就走 江凯吓得脸都白了 屁滚尿流 先说自己这堂姐太暴力了 没准真得把自己大暴露啊 叶峰出了酒吧 就被邱雨彤拦住了 皱眉看着一脸执拗的邱雨彤 皱了皱眉 有点不耐烦的说道 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专利没办法转让给你 叶大师 我不要专利 也懒得管那些 我是想 是想 说呀 我是想 拜你为师 对不起 收图我没有兴趣 叶峰皱眉 叶峰皱眉 看来这保密工作做得不太好啊 威京公主号上的大战还是传了出去 也难怪 邱一农也是百亿级别的身价 又岂能没有耳目呢 见叶峰转身欲走 邱雨彤却是一把抱住了叶峰的胳膊 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挺翘饱满贴在了叶峰的胳膊上 叶大师 您您就大恩大德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想修炼鼓舞 在这一瞬间 叶峰却是爽的机灵灵打了一个哆嗦 好像大夏天吃了一口冰镇西瓜一般 从头爽的脚 不是为那胳膊上传来的痰软触感 而是因为她竟然感觉到一股浓郁的阴灵之气 这丫头 竟然是九大悬阴体质之一的春蕊悬阴体 叶峰慧眼神童一扫 不由大吃一惊 再看看邱雨童那夸张浓艳的妆容 叶峰叫苦不敌 哎呀 难道 难道老子要推倒这种奇葩吗 察觉到叶峰那直勾勾的眼神 邱雨童被吓了一跳 叶峰你 你干嘛这么瞧着我 接着 邱雨童就忽然翘脸一红 低下头柔声道 只要你愿意教我鼓舞 你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你 哎呀 你想哪儿去了你 你以为我想泡你啊 叶峰欲哭无泪 这丫头怎么看都那么轻浮放荡 她慧眼神童一扫 嗯 还好 这丫头还是完毕之身 其实这倒是叶峰想多了 邱雨童虽然叛逆乖张 但那只是青春期少女的正常反应 她本质上还是挺保守的 曾经有个校外小混混 想拉了她的小手 就被她打得满地找牙 哦 我知道了 邱雨童羽的脸上又是一阵通红发唐 但却偷偷长嘘了一口气 虽然她也觉得叶峰挺帅气 尤其是接近叶峰后 更是感觉到一股宁静清新的气息 甚至这气息都让她心跳加速 有点迷嘴 但是她还是希望自己了解叶峰有了感情基础之后 再发生亲密的关系 叶峰皱了皱眉说道 你想让我教你鼓舞也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 叶峰心说 这也太悲剧了 难道我要推倒这么一个奇葩 这根本吓不了嘴啊 对 必须得改造改造 邱雨童立刻欣喜若狂 信誓旦旦 那当然了 你的话在我这里就是圣旨 说一不二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能答应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你瞧瞧你这张脸弄的 跟唱戏的似的 赶紧去给我洗干净了 还有这头发 你是刚被雷劈过吗 怎么都炸起来了 赶紧给我拾的好了 不然我打你屁股啊 你懂什么呀大叔 这叫时尚好不好 邱雨童下意识的反驳 但想了想 嘴中还是乖乖的低下头 好吧 就按你说的吧 现在时间上早 不过十点左右 很多店还在营业 叶峰穿过一条街道 就找到了一家美容美发的门店 拖着不情不愿的邱雨童走了进去 师父 麻烦您把它弄成正常人 叶峰指了指邱雨童 就闪到了一边耐心等待 邱雨童头发是紫色烟花烫 要烫直了 还要重新染成黑色 此外还要卸妆 这一番忙活 足足耗费了一个小时 哎呀 这也太土了 耳边传来邱雨童不满的抗议 一风抬起头来 看向镜子中的邱雨童 不由眼前一亮 此时的邱雨童 头发如黑色的瀑布般笔直垂落 刘海儿剪得又平又齐 洗去了浓艳的妆容 脸上露出本来的颜色 肌肤晶莹剔透 洁白细嫩 腰枝纤细 身材苗条 如同杨枝玉雕刻而成的白嫩小腿 七双赛雪的玉碧浩腕 搭配着白者裙和水冰服 让她就如同漫画中走出的少女一般 尤其是她长相特别甜美 脸上还有两个浅浅的酒味 一笑还露出两个亮晶晶的小虎眼 那就显得更可爱了 理发师都有点惊艳 翘起兰花纸娇声赞叹道 妹妹 你这皮肤发质这么好 何必搞成那副怪模怪样的 就这样走出去回头率得多高啊 叶峰说 就这样 以后不许换发型 不许化妆 不然你就别想学鼓舞 哼 老土 秋雨童站起身来 顿了顿足不满的瞅着叶峰 真不知道修炼鼓舞和发型打扮有什么关系 小丫头虽然才十六七岁 但已然发育得很好了 胸前两团高耸挺翘的雪峰 几乎裂翼而出 堪称童颜那啥呀 此时这么一顿足便是一阵荡漾起伏 滑出道道炫目的波浪 似两只灵动的小白兔要挣脱束缚一般 叶峰说 道不可清传 你想跟我学本事 那就得按照我的规矩行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 唉 真霸道 秋雨童无奈地叹了口气 但想一想叶峰的身份 他又怎敢造次 付了钱 跟秋雨童柔嫩的小手很自然地探出 拉住叶峰的大手 甜甜笑道 叶峰哥哥我饿了 咱们吃点东西吧 你想吃什么 有个地方的烧烤很好吃 我带你去吧 秋雨童甜甜一笑 也是心跳加速 翘脸微红 不知道为何 叶峰身上散发出那种凝清清新的味道 让他根本无法产生抗拒之心 忍不住将他接近 而叶峰的手掌 就好像一团火焰一般 温热而干燥 让他全身都阵阵发烫 芳心一片迷嘴 很快抵达了一个烧烤店 店面不大 几张油腻的桌椅 门口架着一个烧烤架 一个瘸腿的男人在烧烤架旁忙活着 见秋雨童过来 他慈爱的笑道 二小姐过来了 想吃点什么 大叔好 羊腰子五个 烤韭菜鸡翅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不要 剩下的都要 好嘞 变态了 酒还是二锅头 是 辛苦了 在一张桌子上坐下 片刻后散发着浓郁香味滋滋冒油的烧烤端上来了 秋雨童拧开酒瓶 吃了一口羊腰子 又闷了一口二锅头 很享受的说 嗯 过瘾 叶峰不喜欢吃这些口味太重的东西 只是倒了杯开水 慢慢的喝着 秋雨童差异的看了一眼叶峰 感觉看不透的 我喝酒 你为什么不怪我 我爷爷我姐姐每次见了我喝酒都要气死了 你喝酒自然有你的理由 叶峰知道 它是春蕊玄阴体质 这种体质很是阴寒 就是大夏天有时候都手脚冰凉 喝酒会提升体内的热气 更舒服一点 说起来 春蕊玄阴体质的秋雨童 蕴含的阴柔气息 比孙静怡的还要浓郁几分 一旦交合 自然对叶峰中和火毒 提高修为的好处也更大一些 既然叶峰哥哥支持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 这个鸡翅好好吃啊 变态辣就是过瘾啊 这个这个 这个烤韭菜烤得很透 但一点都不干 真好吃 你不尝一尝 看着那眼睛瞪得流圆 不停赞叹的秋雨童 叶峰有点无语 似乎很多富家小姐都是这样 特别喜欢这种路边摊 像秋家资产也百亿之举 但是秋雨童也是这么接地气 那老板忙了一会儿 也没客人 就坐在叶峰和秋雨童身边歇着 大量着叶峰笑道 雨童 这位是你男朋友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带男朋友过来的 而且发型也变了 不不不 他不是 二小姐 你就不要害羞了 这位小哥 你别看平日里二小姐嚣张跋扈的 其实她很善良的 经常带同学带朋友照顾我的生意 每次小费都是几百块 有时候还到后厨帮我老婆干活的 其实我烧烤的技术也一般 她还不是可怜我是个瘸子 生活困难罢了 大叔 你别说了 你做的真的很好吃 雨童很单纯 也是第一次正儿八经谈男朋友 你看看她 为了你连发型都盖了 你可不要辜负她呀 老板拍了拍叶峰的肩膀 黑然一笑继续忙回去了 叶峰笑而不语 意味深长地看着邱玉童 谁说没看出来 这丫头还挺善良的 叶峰问道 二小姐 我还想知道 你为什么想要美颜高的配方啊 我想给姐姐分忧啊 自从我爸爸车祸去世之后 我爷爷又不懂企业经营管理 整个家族就压在我姐姐的肩膀上 如果拿不到配方 我们家可能就要被雅之集团给打垮了 我姐姐现在因为配方的事情 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美颜高的问题 啊 真的 谢谢你 邱玉童站起身来 一把抱住叶峰 在她脸上狠狠地印了一口 她的嘴唇非常柔软 焦躯也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浓郁香味 让叶峰心中一挡 只是她的嘴巴满是油污 却是在叶峰脸上留下了一片油腻 啊 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了 邱玉童满脸羞红 拿起纸巾温柔地给叶峰擦拭脸颊 她这不好意思 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亲了叶峰 还是因为在她脸上留下了油污 叶峰心说 这00后的小丫头就是火爆啊 她尴尬地咳嗽了一下 结果纸巾自己擦了擦 又问道 那你为什么非要修炼古武呢 你是江北教父 应该知道 与真正的古武家族相比 我们这种世俗界的所谓富豪家族 就好像任人宰割的鱼肉一般 没有丝毫反抗的鱼力 如果我修炼了古武 成为像你这样的高手 谁还敢欺负我们呢 叶峰心说 看来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只有经常打打架 赛赛车发泄发泄 才能排遣掉 叶峰的双眸闪过一丝淡淡的傲然 说道 你若跟着我 我便誘你一世平安 许你一世繁华 谁也伤害不了你 叶峰哥哥 真的吗 邱雨彤感动地看着叶峰 美眸渲染雨气 只有在叶峰身边 她才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安全感 当然了 你快吃吧 片刻之后 邱雨彤拍了拍圆滚滚的小肚子 叶峰哥哥 我吃饱了 你送我回家吧 两人一起走出门外 突然一道冷册册的声音传来 二小姐 天黑了就不要乱跑 该回家了吧 叶峰的目光落在街道对面一个中年男人的身上 嗯 竟然是个舞蹈高手 这中年男人一身紧筹对筋长卦 长得瘦小干枯 双眸阴质 炸洞之间金光暴射 显然有着强悍的鼓舞修为 叶峰心中微微一动 看向中年人的目光越发不闪起来 竟然 还是一位内进巅峰的舞者 邱羽童 邱羽童身边有这等修为强悍的舞者 但是她自己还那么渴望力量 看来这不是她的保护者 而是她压力的来源 果然像叶峰猜想的那样 邱羽童脸上闪过一丝巨色 对中年人招了招手 张叔 我马上回去 然后小丫头脸色黯然的看着叶峰 有点恋恋不舍的说 叶峰哥哥 我先回去了 她是谁啊 她 她是保护我的人 你在哪住啊 我住王者别墅8号 叶峰哥哥再见 邱羽童说了一句 然后就颠颠的朝着男人跑了过去 上了一辆灰腾 那男人似乎颇有警告意味的看了一眼叶峰 这才转身上车 发动了车子 扬长而去 叶峰骑上一辆共享单车 嘴角浮现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王者8号别墅 应该距离我的一号别墅不远吧 也好 今晚我就住进一号别墅 看看这帮人到底想玩什么幺蛾子 张叔一边开车 一边脸色阴沉 语气狠厉的说道 哼 小丫头骗子 你忘记了你是少鬼王的女人了吗 我早就警告过你 离这些男孩子远一些 否则 我就杀了他们 张叔的语气冷酷肃杀 根本不像是一个保镖应该对主人的态度 而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绑匪在吓唬人质一般 张叔那 那只是我一个普通朋友 您千万别 此前他有几个关系不错的男孩 都被人敲断了腿骨 打成脑阵挡植物人 虽然这些都是毫无头绪的伤人案 但邱与彤知道 这些都是张叔和少鬼王的手下干的 所以这些年来 邱与彤不敢接受任何一个追求者的感情 甚至不敢和男生走得太近 哼 我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否则我刚刚已经杀了他 邱与彤隔着车窗 望着叶峰骑着共享单车离去的背影 双眸闪过一片黯然的阴霾 心中怯然 叶峰哥哥 我知道你是鼓舞高手 但是我还是不敢把你牵涉进来 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未必是他们的对手啊 这两天王者一号别墅 郑九轩一家和佣人已经搬走腾空了别墅 叶峰可以随时入住 不过柳梅还住在这里 他一直有个奢望 希望叶峰能有一天住进来 让自己离他越来越近 可是这两天 叶峰慢说过来了 连询问一番都没有 这让柳梅忧远的不轻 心说 还不来呢怎么 这个臭叶大师 他怎么还不来 唉 就是你不在乎豪宅和周边的美景 但是你怎么能不把我这个大美人放在心上呢 此时的柳梅 正穿着一件黑色的丝绸水衣 一脸幽怨的窝在沙发上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看财经新闻 胸前一抹血腻幽深 夺人心魄 七双赛雪的浩腕小腿 如同上好的瓷器一般 泛着盈盈的光泽 白生生的肩膀上 那系着蝴蝶结的肩带 似乎在等待什么人帮他解开一半 时间已经到了十一点半 柳梅有点困倦了 脸皮渐渐搭了下来 唉 这么晚了 叶峰一定不会来了 算了 不等了 睡会儿吧 突然 叮咚 一声门铃传来 柳梅就好像屁股上装了弹簧一般 一下子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透过门禁系统一看 只见叶峰阵站在门外 柳梅惊喜的几乎要跳起来 哎呀 叶大师来了 他正要冲出去 忽然又从昆包里翻出小镜子 飞快的涂了涂唇膏 理了理略险纷乱的秀发 想想拉了拉睡衣的衣脸 让事业线显得更加幽深 两颗半球更加明显 这才快步走了出去 电动伸缩门打开 叶峰皱了皱眉 略显不悦地说 你睡着了 我等了五分钟你才开门 啊 不是给你留了钥匙吗 你自己进来呗 柳梅双手背在身后 有点小雀跃 眼睛柔波荡漾 寒情默默地看着叶峰 牙齿咬着烟红的下唇 小女儿太十足 但又有几分诱人的魅惑 我怕我突然进去 撞见你少儿不移的画面 叶峰目光不着痕迹地 在他胸前那抹白皙绿骨 暗叹一声 这规模也挺惊人哪 抬脚就走进了院子 柳梅心说你想看就看呗 他平日里见到的都是叶峰 挥剑斩鬼震慑群雄的大师形象 没想到叶峰还会开玩笑 顿时觉得叶峰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进了别墅客厅 柳梅好像小媳妇一般笑道 叶大师 您想吃点夜宵吗 我煲了汤 您尝尝 好啊 辛苦你了柳小姐 您还跟我客气 能为大师服务 那是我的荣幸啊 柳梅连忙去厨房盛汤 似乎提前打听过叶峰的口味 柳梅这个汤包得很清淡 也很养胃 还加了几味养生的中药 叶峰一边喝汤一边问道 对了 邱义农家里的情况 你了解吗 他们家似乎和鼓舞有什么关系 之前邱义农想和你合作 但又闹掰了是吧 哦 你调查我 不不不 叶大师 您误会我了 我哪敢调查您呢 这个九轩集团 有一个商业情报小组 由一批经济学者和信息前客组成 会对东海所有的大型企业进行监控和分析 我们为了了解蓝带集团的动向 所以在蓝带集团的高层中也安插了眼线 嗯 不要试图挖我的底子 该告诉你们的 我会告诉你们的 叶大师 您放心 我明白的 邱家好像和一个鼓舞们大宗派有关系 这个宗派十分神秘 我们调查不出具体的情况 但唯一能确定的是 他们实力很可怕 邱一农的爷爷邱长征也是一位修法真人 据说曾经在这个宗门修炼过 所以这些年没什么大势力敢招惹邱家 但是邱家似乎也受制于这个宗派 资金时有七八都被这个宗派给抽走了 叶峰点了点头 此前的猜测得到了印证 看来邱与彤那个丫头真是受制于人哪 叶峰喝完排骨汤 柳梅收拾起碗筷放进洗碗机 走出来笑道 叶大师 我帮您放洗澡水吧 他内心很期待 洗澡的时候 我帮他服务 没准就会发生一些那种事情 行 你去吧 叶峰漫不经心的点点头 目光却已经扫向了八号别墅的方向 似乎已经有动静了 叶峰嘴角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目光却是变得冷酷起来 叶大师 洗澡水好了 等我回来再洗 却见叶峰丢下一句话 身形一晃 就如同鬼魅般原地消失不见了 却说邱宇彤跟随张叔回到了王者八号别墅 立刻就被邱义农叫到了书房谈话 王者八号别墅 建筑风格和一号差不多 罗马柱 喷泉池 拱形门 墙壁上很多雍容华贵的浮雕 典型的巴洛克风格 占地很豪阔 只不过魏之群没有一号别墅那么得天独厚 书房内 除了邱义农 在一副竹制的摇椅上 还坐着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 这老者七十多岁的年纪 亚麻长卦 脖颈里挂着一副金刚菩提 手腕上缠着一副万国葡萄牙系列手表 他长得胖乎乎的 脸色红润 看上去一团和气 此时双目微合 正在打盹 就好像一个普通的傅家翁一般 只是在他的脚边 却盘握着一头色彩斑斓的花苞 吐着鲜红的舌头 让人看一眼就心惊肉跳 邱义彤开心地说 爷爷 大姐 我见到那位夜神医了 他答应传授我鼓舞 还要把养颜高的配方卖给我们 邱长征双目悠然睁开 绽放出道道金光 却是不懈地摇了摇头 恶狠狠地说道 哼 什么夜神医 不过在小小一个东海有点虚名罢了 不知天高地厚 不是你姐姐拦着 我早就一巴掌拍死他了 瞧他还敢不交出那养颜高的配方 此时他散发出滔天的煞气和阴气 压制的脚下的花宝都如同一只大猫一般低头沉浮 惊恐的嗷嗷直角 这才算展露出的惊人的枭雄本色 再也不是那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傅家翁了 是 爷爷 咱们毕竟是做生意的 您虽然懂得术法 但也不能轻易伤人呢 邱义农和邱长征说了一句 走到邱雨彤身边 拉起他的手问道 那个叶峰是很傲气的 他怎么会答应帮你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和他聊了一会儿 他让我换发型别化妆就答应了 是啊 你这样打扮才像个豆蔻少女该有的样子嘛 邱雨彤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爱恋之色 但心中却在暗暗纳闷 叶峰这么轻松就答应了 但又让妹妹改变妆容 不会是 邱雨彤一脸哀求的说道 姐姐 您就让我留在东海帮你打理蓝带化妆品吧 我一定能够做好的 雨彤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晚上你就要去苗江十万大山了 少鬼王等了你很久了 邱长征慈爱一笑说道 雨彤 你嫁给少鬼王以后就不是凡俗中人了 杀鬼宗拥有很强的传承 无论术法还是古武 你都可以修炼的 这可是一步登天哪 可是 爷爷 我还没见过那个少鬼王呢 邱雨彤脸上闪过一丝黯然 不知怎么 她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叶峰那清秀的脸庞 虽然和叶峰相处时间很短很短 但是她却感觉好像和叶峰认识了很多年 春心懵懂 难舍难辟 这点你大可放心 少鬼王是天总奇才 而且年纪很轻 长相也帅气 你能嫁给她 是你百年都难修来的福分哪 邱雨彤心中长叹了一口气 眼圈微微泛红 心说 早知道我哪怕拿到配方 败入叶大师门下 也无法改变爷爷的想法 我就应该把一切告诉叶峰了 没准还能有转机呢 从她八岁的时候 就有人告诉过她这番话 听了十来年 耳朵都起讲子了 此前她一直都觉得自己应该认命 但现在认识了叶峰 她却心中很纠结 很痛苦 邱长征摆了摆手说道 好了好了 今天晚上你已经和你的同学朋友告别了 现在你就跟着张叔走吧 立刻赶往苗江十万大山 突然 一道满世嘲讽的冷哼之声传来 呵呵呵呵呵 邱长征 你好意思吗 拿你的宝贝孙女当筹码 换取你的地位和荣耀 无耻之极啊 什么人 邱长征顿时心中一惊 从躺椅上弹了起来 她的别墅内 安插了十几名保镖 都是退役特种兵 今生前期的舞者也有三位 一只苍蝇都别想飞进来 但对方竟然悄无声息地闯入了 她来到窗前一看 别墅院子里 忽然出现了三道人眼 开口的正是为首的那名青年 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名保镖 鲜血淋漓一片 他们甚至连枪都没来得及拔出来 就已经被人击伤甚至直接杀死 被称作章鼠的那个人 更是双拳紧握冲出了鼻鼠 来到院子里冷笑道 王者八号你们也敢闯进来 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我来谈谈生意罢了 你们这么紧张干嘛 为首的那名青年 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穿着一身黑色燕尾服 主着一个文明棍 打扮时尚 身材奇长 长相很帅很儒雅 戴着一副尖丝边眼镜 风度翩翩 举止优雅 一副翩翩着实家公子的样子 倘若无人地在院子中一处石椅上坐下 自顾自地点起一根香烟抽了起来 哼哼 你这几个不开眼的家伙非要拦住我 那我只能随手帮你管教管教了 丘以龙快步走了出来 直至青年呵斥道 柳云海 我和你说过 我们蓝带化妆品是绝对不会卖给你们雅枝集团的 你出多少钱都没用 你不请自来 还伤我保镖 是什么意思 想要用墙吗 这青年就是华夏第一日化集团 雅枝集团的少东家柳云海 表面上 他是一个控制数百亿资产的富二代 但实质上 他也是一位内进巅峰的古武高手 整个柳家都修炼古武 在中原地区都赫赫有名 实力仅次于中原古武巨部魏孝峰领衔的武道魏家 此前柳云海曾经和邱云农接触过 想要收购蓝带化妆品 但他并没答应 他一直想购买美颜高的配方 打一个翻身仗 柳云海直接忽略了邱云农 目光反而落在他身后的邱云彤身上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责责称赞 这位就是被少鬼王看中的那个丫头吗 呵呵呵 果然是天资国色呀 清纯如水 关键她还是个难得的修炼天才呀 柳云海 你给我滚出去 不然稍候少鬼王过来 你就等着被虐死吧 邱老爷子 我说过 我是来和你谈生意的 柳云海站起身来 左手按住小腹 右手背在身后 好像个绅士一般 边边有礼的微微鞠了一躬 淡然一笑的 我看这个小丫头很不错 只要她愿意嫁给我柳云海 我们柳家愿意将雅之集团 十分之一的股权让给邱家 到时候我们交叉取股联手运作 国内日化行业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雅之集团资产数百亿 十分之一的股权就是几十亿了 不得不说 柳云海开出的筹码还是很诱人的 邱长征却是不屑一笑 放屁 你把我邱长征当成什么人了 怎么能用自己的孙女换一些黄白之物 你就是把雅之集团让给我 我也不会毁掉孙女的幸福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了 不出卖的唯一原因 不过是价格不够高罢了 柳云海叼起一根香烟 用纯金香钻都棚定制打火机点燃 他姿态很优雅 贵气离人 哪怕是抽烟这种很寻常的动作 都让他有一种云淡风轻之感 柳云海深吸了一口香烟 看向邱与童笑道 小丫头 你可知道 为什么你打小就被少鬼王看中 要娶你进门吗 为什么 哼哼哼 煞鬼宗不是一般的古武 近乎于巫术和术法 是专门修炼煞煞气阴气的 这一点你知道吧 九与童点了点头 他曾经听说过 少鬼王能够驱神欲鬼 隔空杀人 甚至用柱油之术千里之外而杀人 刘云海笑道 他们的修炼体系之中 有鲁顶之说 少鬼王可以借用你的玄阴体质作为鲁顶 引入阴魂煞气 经过鲁顶过滤炼化 阴魂煞气变得更加纯净 方便他吸收 甚至他还能吸收你的阴晶 那么修为也会一日千里 只不过你作为鲁顶 久而久之 也会有一些后遗症 阴魂煞气入体 近乎传说中的被夺射 你的神智就会受到影响 变得痴痴呆呆 最后意识全部失去 形同体现木偶一般 这还不算 他若贪功冒进 直接吸收你的阴晶蓄气的话 你就会丧失生机 最后彻底变成一具干尸 啊 爷爷 这是真的吗 邱一龙也是一脸震惊和迷惑之色 他也不知道这件事的内情 邱长征先是一阵尴尬 紧接着脸颊上的肥肉一阵哆嗦 双目中绽放出叨叨叮咆的光芒 紧呼咆哮地说 玉董 他说得太夸张了 鲁顶之说的确不假 但也不至于神智全是 烧鬼王说过 要疼爱你一辈子的 最坏的结果 也不过让你变得施杀残暴一些 但那又能如何呢 武者和术法高手哪有不施杀的 哪个不是踏着累累白骨成就一世凶名的 只要你嫁给烧鬼王 那就好了 在整个岭南乃至整个华夏东南 都没有人敢欺负我们的 我们就成王成罢了呀 爷爷 我不愿意变成杀人机器 玉董 你不要任性了 咱们邱家的未来 就积在你的身上了 玉董 你现在就跟张树离开 我来抵挡柳云海他们 哈哈哈 玉董 不如你跟我走算了 我们柳家也是武道家族 内境高手也有好几位 中州画境第一宗师魏孝峰都和我家是朋友 你跟着我学的是武道正宗 可不是那些歪门学道啊 放肆 柳云海 柳云海 你可以滚了 不然等会儿少鬼王过来 看不把你炼成神魂历魄 我 你以为 我这次是一个人过来的 我们中原地区六大古武家族 八卦游龙长薛家 五虎断门刀沈家 大强门封家 小折花手 童家 这五大家族的高手都在阻击你们的少鬼王 你以为他能活着过来吗 邱长征脸色巨变 每听到一个名字 他的脸色就凝重了一分 中原武道昌盛 这几个大家族实力各个强横 任何一个抬出来都能横崖江北 更何况他区区一个小小的邱家 只是 他立刻又恢复了镇定 冷笑道 柳云海 你休要猖狂 即使你们中原六大家族联合出售又如何 烧鬼王是天总之才 恐怕现在五大家族的高手 已经尽数被灭了吧 柳云海稳坐钓鱼台一般淡然 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 你们约定的时间是凌晨十二点 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 你难道就不担心少鬼王出事吗 柳云海依旧在笑着 但是笑容却有几分争鸣了 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 要么我拿雅致集团的议成股份当聘礼 明媒正取取了邱一通 要么我就把人给带走了 你 你这是想明抢吗 是又怎么样 小小一个东海 我柳云海可以横着走 你能把我怎么样 找死 秋长征爆喝一声 猛然一跺脚 身后那头猎包如闪电般窜出 咆哮声中聚爪挥舞 朝着柳云海扑杀过去 哼 一只小花猫也好意思拿出来吓唬人吗 柳云海动都没动 脸色淡然到了极点 但他身后 一位身穿长衣的中年人却是双手一抖 两道由上百道飞刀组成的刀龙疯狂飞舞 朝着花豹斩了过去 那花豹竖子被割裂成一瓶的碎肉和鞋鱼 纷纷扬扬的飘落下 那长衣中年人双手一拢 上百把飞刀都飞入手中消失不见 若没有地上残留的血迹和尸块 似乎他从来没有动过一般 丘一龙姐妹吓得一声惊呼 冷汗当时就吓来了 闪电刀虚吹风 此时 连张叔和修长征脸上 都浮现出深深的忌惮之色 惊惧交加地看着的长衣中年人 闪电刀虚吹风 是一介散修舞者 并不属于任何宗门家族或组织 但却威名厚厚 江湖上曾经有一句话流传甚广 叫做薯吹风不需要靠山 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大的靠山 曾经西北有一个大家族的子弟得罪了 他担刀附会 减凭一己之力就将这个古武大家族给灭族了 要知道当时这个家族可是有五六名内进巅峰的高手啊 薯吹风行事 一向是不问是非 只讲利弊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只要给钱 他就能帮你杀人越货 无论张叔还是邱长征 只不过是内进的修为 对上薯吹风 根本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柳云海满是傲然的一笑 我说过 在东海我可以横着走的 我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现在 乖乖的让邱与彤跟我走 我保证不出十年 就能把他提升为一位画境高手 忽然 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 一道奇长的身影 周人出现在院中 朝着众人不慌不忙的走了过来 你没搞错吧 你可知道邱与彤是我的朋友 你想带他走 问过我的意见吗 众人抬眼一看 也疯了 叶峰哥哥 你来了 邱与彤微微一愣 满是惊喜 张叔见过叶峰 微微一愣 然后连呼呆喊 是你 你不是与彤的同学吗 赶紧跑 带与彤离开 这里很危险 他已经打定主意 自己和邱长征连手 抵挡柳云海和薛吹风 赢得邱与彤逃脱的机会 叶峰 背负双手 胜似闲庭信步一般走到近前 微笑道 跑 为什么要跑啊 雨桐 我说过 有我在 就要保你一世平安 叶峰哥哥 谢谢你 邱与彤 焦急的说 叶峰 你赶紧走吧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很危险的 在他的心目中 叶峰是个治病救人的医生 怎么会是横压江北的鼓舞高手呢 张叔更是暴跳如雷 心急如焚 头顶上几乎要冒出黑烟来 臭小子 想逞英雄也要讲点脑子 你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吗 你留在这里就是找死 他探查过叶峰的气息 根本没有任何气息波动 又长得眉清目秀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根本就是世俗界的普通人罢了 从叶峰进来 柳云海就一直在偷偷观察叶峰 看他毫无气息波动 又和邱与彤手牵着手 心想这小子应该是邱与彤的男朋友 不知死活的过来 英雄救美来了 他不由得大觉有趣 满脸嘲讽地说 你们少鬼王好大盘是吗 但却被一个凡俗界的青年 戴了绿帽子 精彩啊 精彩啊 少鬼王不可辱 征书是煞贵宗安排在邱家的监督者 更是少鬼王的铁杆死重 听门这话 气得火冒三丈 柳云海还是冷笑着说 我就侮辱他了 怎么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杀了你 张叔抱贺一声便是一跃而冲 云海冲了过去 人在半空中已经凌空打出了一圈 内进原本无形 但是张叔这一拳打出 却让空气都变得扭曲撕裂 一道呜呼呼的空气涟漪便是朝着柳云海轰击过去 所谓拳帕少壮 他已经是内进巅峰又黏腹力强 实力比福伯都要强悍几飞 这一拳轰出能够打破一辆庄甲车 雪吹风浪哼一声双手一扬 哼 不知死活 极致老夫在场 你还敢动手 哗啦啦 一片片闪烁着犀利寒光的刀片 如同蝴蝶一弯上下翻飞 组成两道长达五六米的恐怖刀笼 划破长空朝着张叔席卷过去 张叔心中警召连连 狂吼抱贺一连打出三圈 道不道全劲在空气中炸裂 朝着刀龙轰击过去 但是 张叔的抵抗根本没有 刀龙瞬间斩碎全劲 瞬间在他全身流下数十道伤口 内脏被刀片贯穿 血流如蜀 烧鬼王 一定 会给我报仇的 张叔跌落在地 砸起一捧血雨 浑身一针剧烈的痙磷 脑袋已歪 就此毕命 血吹风收拢刀片 副手而立 鄙夷地看了一眼张叔的尸体 哼 我杀你 就如同碾死蚂蚁一般简单 闪电刀 果然名不虚传 邱长征下得脸色沙白 冷汗狂貌 浑身肥肉一针剧烈的哆嗦 下意识地后退了三五步 他不过是内进后期 尚未达到巅峰 又年老体衰 实力不及张叔的十分之一 这一刀要斩在自己身上 恐怕早已经成为尸鱼了 柳云海踏在血泊之中 展露出帅气的笑容 优雅地夹着香烟 温和地说 你童小妹妹 乖乖地跟我走吧 我会好好疼爱你的 你要是不跟我走呢 我就杀掉你爷爷和你姐姐了 他之所以不杀邱长征和邱义农 就是想拿他们当筹码 威胁邱宇童 可不是心慈手软 好 你别伤害我爷爷和我姐姐 我跟你们走 邱宇童郊躊剧烈颤抖 眼中蒙上一层薄薄的水气 满是恋恋不舍地看着叶峰轻声说道 叶峰 我 我先走了 邱义农的脸上浮现滔天的恨你 浑身哆嗦的喝道 柳云海 你就这般欺负人吗 早晚有一天 我会杀了你们 邱义农的威胁听上去是那般苍白无力 如同隔靴搔痒 根本无法触动柳云海 柳云海嚣张跋扈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余同马上就是我的人了 不知我是否要改口 叫易农你一生大姨子呢 邱长征一声长叹 满脸的颓丧和绝望 好像一瞬间苍老了十岁一半 哎 敌人太强了 还请了薛吹风过来 今日邱家威仪 这就是隐藏在太平盛世背后的残酷真相 弱肉强虚 丛林法则 邱家只是东海一个普通家族 只有他一个内进舞者 哪能与柳家这种翻云覆雨的庞然大舞叫板 正在邱与彤抬脚要向柳云海走去的时候 忽然有一道略带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柳云海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啊 我不是输过了吗 宇彤是我的朋友 你想带他走 先得过我这关 众人齐齐转头 妄想已经被他们忽略很久 被当成是邱与彤的男朋友的普通少年 邱与彤又是感动又是心急 回头凝视叶峰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叶峰哥哥 你快走吧 邱一农也认为叶峰只是在找死 叶峰 你真是不自量力 你没看见他们有多可怕吗 你不是对手的 唉 他要找死就随他去吧 反正他只是一个和我们邱家无关的世俗众人罢了 多年的谋划被破坏殆尽 邱长征新回忆了 根本不愿意管叶峰的死 柳云海第一次对叶峰产生了点兴趣 哦 你小子是谁啊 他心说 这小子亲眼见薛吹风杀人 但依旧不懂声色很是镇定 你难道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吗 叶峰笑道 我是谁 我的身份有很多 我是人民医院的一名光荣的实习医生 治好了东海匠门李家的老爷子李卫国 还有很多大人物呢 人们都叫我叶神医 实习医生 叶神医 你也太搞笑了 这里不是比救人 而是比杀人呢 你来错地方了吧 邱以农新说 这个白痴啊 邱长征也轻轻摇头 心说这小子肯定是傻子 疯子 脑残 柳云海笑了半天才止住了笑声 好像虚感苍蝇一般挥手 小兄弟 你很单纯啊 也罢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我要对付的只是煞鬼宗的人 不愿意多增杀戮 放过你了 你走吧 叶峰淡然的点了点头 好 就凭你这句话 我可以饶你不死 哎哟 你小子凭什么这么说话 我用得着你饶我吗 凭什么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我是江北教父 人们都喜欢叫我叶大师 这片地方当然是我做主 你想带走什么人 当然也要经过我的头 江北教父 他还是什么江北教父叶大师 是 秋一龙不可置信的看着叶峰 这小子是在吓唬人 想把这帮恶人给吓走不成 秋长征也是花白的眉头一皱 他也听说过叶大师的威名 但是并不清楚内情 更不知叶大师的真实身份 眼前这个少年怎么可能是叶大师 他看上去明明没有一点修为啊 听得此言 柳云海也是将信将疑 不过脸上已经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忌惮 真的假的呀 你说你是叶大师 你就是叶大师啊 别废话了 既然知道我是江北教父 不你在我的地盘杀人已经是罪不可恕了 还不赶紧过来磕头认错 柳云海气得险些吐血三声 额头上青筋直跳 抱贺道 你有没有搞错 让我给你磕头 云海少爷 我看没必要在他身上耽搁太多时间 下了算了吧 须吹风已经被耗尽了耐心 眼中闪过一丝冷裤 双手团团一挥 哗啦一声响 刀龙便是向着野风席卷而去 须吹风是为数不多的散修画镜小镇高手 虽然不能宁气成兵 但是操控真气以气欲物已经非常熟练了 以他的实力至少能够媲美萧天狼 能够横压一个城市称王称霸都毫无问题 但是 须吹风天性喜欢沙轮 个性孤僻而散漫 所以才选择成为了一个杀手 但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战斗经验极其丰富 甚至能够越级挑战画镜大城的宗师级高手 他刀龙一出 顿时寒光一片 薄如禅翼的刀片上下翻飞 让人眼花缭乱 头云目眩 他这些刀片的杀伤力 其实比乱枪扫射还要可怕 因为子弹的轨迹是一条直线 可以预测可以闪避 但是 这些刀片受他真气牵引 完全无法预测 更不用说躲避了 我这闪电刀龙一出 满说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内战巅峰的高手 也能割裂成碎片 哼哼哼哼 薄吹风得意洋洋的一笑 双手狂舞 刀龙纵横 寒光耀眼 似乎下一刻 叶峰就要被骑成一团 鞋水肉鱼 小心 邱与农简直吓得呆了 狮声惊叫 邱义农也是目瞪口呆 没想到薛吹风突然对叶峰痛下杀手 邱长征摇了摇头 并没有丝毫的同情之色 在他看来 叶峰完全是不自量力 自寻思 哼 不知死活的小子 这刀龙何其厉害 除非你是画景宗师 否则绝对扛不住 叶峰然而愁一声轻开 喜说 哎呀就你这水瓶也好意思在我面前玩刀 叶峰双手虚拔 如同抱着一个无形的大球一般 忽然团团一拢 真努十八世揽雀手 嗯 怎么可能 薛吹风大惊失色 脸上冷汗之帽 吓得后退了一点 他以飞刀长鸣 自问他称第二 华夏绝对没人敢称第一 掌控飞刀如臂食指 完全失去对飞刀的控制 这还是第一次 只见那些稀里的刀片 就如同飞鸟头铃一般 不守他控制的飞住了叶峰的双手 这 长达三五米长的刀龙 竟然全部落入了叶峰双手之中 这 这是什么路数 薛吹风忽然如遭雷击般身躯一颤 目瞪口呆 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可怕的一幕 野风双手之间一片漆黑 似乎很空洞 又似乎深邃无比 能够容纳一个女咒一般包罗万象 让人看一眼 就有一种坠落其中无法自拔的感觉 嘎嘣咔嚓 刀片鼻子不擦 发出点点火光 如纸糊的一般化为成千上万道碎片 并且不断被叶峰双手压缩 啊 这 他怎么可能把飞刀给夺去了 难道他对真气的控制 比徐吹风还厉害 他到底是什么修备 化境大成还是巅峰啊 柳云海目瞪口呆 失魂落魄的男男子 他自己也算是修炼器 不到三十岁就打倒了魅锦巅峰 自施甚高 谁都不放在眼里 但现在 见叶峰年纪轻轻 就能有如此神通 却是让他的信心和骄傲瞬间崩碎 溃不成军 这小子很危险 杀了他 柳云海深厚 另外一个脸色英质的中年人暴冲而出 挥拳就朝着叶峰扎了过去 他叫刑师傅 柳家的一名护院 也是内进大厂的高手 一直跟随柳云海办事 身手不足 是 趁他控制刀片 疼不出手来 杀了他 已经被震撼的目瞪口呆的薛吹风也反应过来 吃的一声又甩出四枚刀片 分析叶峰的眉心 心口和左右肩膀 我说过 你在我跟前玩刀 还差得远呢 叶峰轻蔑一笑 双手将那团压缩到极致的一团刀片 平平推出 轰的一声 那些刀片在空中划过道道冰冷的白光 朝着虚吹风和行驶 呈现善念形暴射而出 啊 徐吹风和行师傅惨叫一声 被滚滚气浪先飞出五六迷远 才跌落在地上 叶峰一出手 不到三秒钟 刘云海带来的两个高手 全部失去了战 而且叶峰揽雀手用的潇洒随意 就好像在玩一样 这是名副其实的碾呀 加顺杀 我说我是叶大师 你现在信了吧 叶峰背负双手 好像在公园里散步一般 邱义农早已被叶峰惊得目瞪口袋 他对叶峰的印象再次被刷新了 根本不可置信 没想到 他竟是一位少年宗师 咱们东海竟然真的出现此等精彩绝艳之辈 邱长征的眼珠子瞪得溜云 不可置信 激动的浑身上下的肥肉一阵剧烈的哆嗦 邱与彤欢呼雀悦 姐 爷爷 你现在相信了吧 叶峰真的就是叶大师啊 有了叶峰在身边 他看到了自己摆脱命运的魔咒的希望 毕竟这等能耐恐怕连少鬼王都不拒啊 不过啊 要说最震撼最精具的 那还得数柳云海 先说我可不是叶峰的对手啊 他不会想杀了我吧 这也太可怕了 连华镜小城的须吹风他都能一招击败 这小子是老妖浮体吗 不过柳云海毕竟是少年英豪 颇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 双手一抱拳满脸堆欢的说 没想到 东海还出现了如此精彩绝艳之辈 我心服口服 对叶大师敬佩得很啊 所谓不打不相识 我很想与叶兄弟结交一番 待叶大师空闲之际 不妨到中周盘缓几日 兄弟我一定扫踏恭候 保准让叶兄弟满意啊 不过我要提醒你 那个少鬼王可是非常厉害的 恐怕华镜宗师都未必应付得了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今晚我愿意与你并肩作战 共同对敌 这小子嘴巴很溜 三五句话就把一场纷争给接过去了 甚至还想和叶峰成为朋友 提出要帮助叶峰 叶峰不屑的一笑 清澈的双眸中傲气弥漫 不用你管 只要他敢来 我除掉他就是 啊 那 那我先走了 柳云海尴尬不已 拉起薛吹峰和刑师傅 就要离开这是非之地 一辆黑色宝马车 缓缓停在了邱家别墅的门口 紧急着 一位身披黑色斗篷 散发着滔天阴煞气息的青年 走了下来 他一步踏出 周围三米之内的原本生机勃勃的植物 就好像霜打了一般 瞬间凋零失去生机 一个穿着白色苗江民族服饰的老者 从副驾驶钻出 对着披着斗篷的青年沉声说道 少鬼王 这里就是邱家大宅 听邱长征汇报 柳云海还有一个江北宗师 已经在这里了 拦着邱小姐不让他走 这老者的气势也很阴森 散发着滔天的阴寒气息 区区一个柳云海 一个江北的土包子 还入不了我的法眼 少鬼王缓步走来 他苍白的脸旁笼罩在斗篷帽子之中 夜色中看不太分明 只是那苍白之色却显得非常口大 就好像白纸一般没有一丝邪色 令人心惊 苗江服侍老者冷哼一声说道 哼 他们若敢造次 就让他们尝一尝少鬼王猛鬼兵魂的可怕 除了苗江服侍的老者外 还有一个身材特别高大的光头男人 跟在少鬼王身后 他的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帮上 泛着奇异的银色光芒 布满了一道道蜘蛛网一样的细弱血痕纹 几乎要浸出体外一般 那一双赤红毛子 更如同燃血了一般毫无生机 冰冷无比 好像没有一丝人类的感情 他整个人带着一股浓烈的腐败朽烂的气息 就好像从坟墓中钻出的死尸恶鬼一般 让人看一眼就心生寒意 柳云海原本要走 可一见这阵是顿时大吃一惊 吓得跌跌撞撞后退到叶峰身侧 叶峰我还是和你并肩作战吧 这小子不好对付 你一个人我实在很担心 中原其他五大家族已经赶去截杀少鬼王 但此时少鬼王还是安然无恙地赶过来了 难道他已经把五大家族的高手尽数干掉了吗 这个柳云海还真是油滑 明明是怕了少鬼王想要借助自己的力量 但却这般说辞 叶峰心中暗笑 但也没出破 覆手而立淡然一笑道 区区一个养鬼驱魂的歪门邪道 有什么可怕啊 来了也是找死 在上古先前时期 地球上灵气浓郁 有很多正道修真门派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 地球上的灵气却渐渐吸不起来 不再适合修炼 修真一门也就渐渐衰落 但是 人类变强的欲望是无穷的 渐渐的一些旁门左道兴起 他们另辟蹊径 吸收天地间的阴煞污秽气 也成为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少鬼王这种修炼方法 根本不属于术法 而是属于柱游术 也就是巫术 甚至还没有李道一的毛山宗正义 可是 这也并不意味着 他的实力没有李道一强横 修炼之法门万千 正邪有别 但实力终究是要讲究杀伤力的 见少鬼王过来 邱长征好像得到莫大的衣裳一般 不懈地看着叶峰冷哼道 哼 你懂什么 少鬼王那是修炼天才 可以屈神欲鬼 隔空杀人 甚至能够千里咒杀 你碰见他 连一只鸡都不如 叶峰忽然转头看向邱长征 冷笑道 你这个卖孙求荣的老混蛋 你把羽童当成人了吗 嗯 数字无礼 羽童嫁给少鬼王 那我就是少鬼王的亲人 长辈 你敢骂我 当心少鬼王把你炼成干尸 邱长征何曾受到此等羞辱 少鬼王一来他就有了仪仗 当时对叶峰就毫不客气 叶峰 叶峰眸光微寒 一瞬间磅礴的气息鼓荡而出 如鸢似海般压制到了邱长征身上 我骂你又怎么样 如果不是看在你对邱与童有养育之恩的份上 我早就杀了你了 噔噔噔 邱长征立刻被叶峰震到后腿了五六步 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都没站起来 爷爷你没事吧 邱义农虽然也不满意爷爷将妹妹交给这些恶人 但是毕竟血浓于水 他还是将邱长征给搀扶起来 我我没事 邱长征看向叶峰的眼神又是惊举 又是怨 心说 这小子好情罕的修为 竟然把我震得险些吐血 不过烧鬼王已经来了 你又能嚣张到几时呢 此时那苗江老者在院门口站定 阴瑟瑟的喝道 江北叶大师在吗 煞鬼宗烧鬼王亲至 你还不赶紧过来迎接 哈哈 他算哪根葱 让我迎接 想见我就自己滚进来 烧鬼王气得好 却没背过气去 冷哼一声大踏步的走进了院路 煞鬼宗一门在整个云贵地区都很强狠 唯明赫赫 就连江南首富阳城大豪赵天佑每年都要去拜王 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 他强忍着怒气走到众人跟前 先打亮一眼邱与彤满意地点了点头 先说这丫头水灵得很啊 又能满足自己的欲望 又能当成炉顶修炼 不错不错 紧接着 他又看到了张叔的尸体 不由火冒三丈 狠狠瞪了一眼柳云海 您笑道 柳公子 好手段啊 连我的人都敢上 我先解决了羽童的问题 然后我会十倍百倍地奉还给你的 柳云海脖子一缩沉默不语 先说现在关键矛盾是叶峰和少鬼王 咱还是低调点吧 少鬼王也不理他 目光落在了正坐在石凳上 悠闲的抽烟的年轻人身上 少鬼王在叶峰对面的石凳坐下 将斗篷帽子一溜 露出一张苍白而清秀的面帮 微笑道 这位就是江北叶大师吗 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不过 我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我来这里只是想带走我的女人罢 我想叶大师您虽然年纪很轻 但既然能坐到江北教父的位置 也是懂得进退 实得大体的 今天你让我带走他 那你就是煞鬼宗的朋友 如果不然的话 你就多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啊 当然 您别认为这是一种威胁 事实上 我是很想和叶大师这种武道高手 成为朋友的 少鬼王虽然看上去年纪很轻 但实际上已经快四十了 为人处事非常老道和成熟 虽然他根本看不上叶峰 完全把叶峰当成土包子 但所谓强龙不牙地头蛇 他也不愿意惹叶峰 他知道 像叶峰这种社团人物 往往和当地官府 尤其是警方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一旦自己和叶峰起了冲突 很可能就惊动了警方 在华夏 古武门也不是法外之地 至少在明面上 是严禁侵扰世俗秩序的 一旦违反 就会受到官方乃至军方的打击 当然 你得做得无声无息 那警方和军方也没什么办法 所以 世俗界一般的家族 还是不敢惹古武势力 丘与彤紧张的郊区紧绷 都不敢看少鬼王那苍白如指的脸庞 总觉得他散发出一股 如同鬼魂般阴冷的气息 让他心惊肉跳 此刻 他听得少鬼王这话 更是心底冒凉气 一把抓住一风的大手 郊区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而柳云海也是担心的看着叶峰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生怕叶峰答应了少鬼王 少鬼王没了叶峰这个大敌 那他柳云海就首当其冲 没准少鬼王就直接对他动手了 熟了叶峰只是淡然一笑道 多你这个敌人又如何 我三招之内就能杀你 放肆 少鬼王还没开口 苗江老者已经暴跳如雷的喝道 你这种修为算得了什么 我们少鬼王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 少鬼王脸色一沉 说道 叶大师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敬你是一方等佛 才对你如此礼让 我若不敬你 你在我眼里屁都不算 你以为你懂点武道 能够横压江北就了不起了 笑话 简直是井底枝蛙一郎子大 我杀你就好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叶峰淡默的一笑 你若现在离开 我只当你没来过 但是你要是执迷不悟的话 我只能要了你的狗命 太嚣张了 少鬼王勃然大怒 一拍桌子 抬手一指叶峰爆和道 于是 给我杀了他 他身后那名脸色有着奇怪花纹的大汉文言 一扭脖子 全身关节发出一道道金属摩擦般的怪象 下一刻 他右脚一蹬地 呼的一声响 地面凹陷进去一个深坑 他已经如同一块巨型陨石般飞射而出 大手一指 朝着叶峰的头顶笼罩了过去 他身材高大 足足有两米三四 可以到NBA打中锋 手更是如同小波及一般 动作狂猛 雷霆万俊 所有人都觉得毫无悬念 哪怕叶峰拥有画镜小城的修为 若被这一巴掌拍结实了 脑袋也得成一个烂西瓜 动手 这一瞬间 柳云海起了同仇敌凯之心 道理很简单 叶峰若是死了 少鬼王立刻会对付他 他一声号令 徐吹峰行师父齐齐出动 薛吹峰双手一扬 两道刀笼便是席卷到银尸的身上 行师父更是简单粗暴 也顾不上规矩了 拔出一把带着消音器的V型冲锋浆 朝着银尸连连开枪 刀笼呼啸纷飞 疯狂朝着银尸割裂过去 将他的衣服瞬间割得七零八卤 露出充满金属质感的结实肌肉 但那薄如蝉翼的犀利刀片 竟然没在他身上留下丝毫的痕迹 砰砰砰 如雨的子弹打在了银尸的身上 竟然全部被崩飞了 连一道白印都没留下 这 这怎么可能呢 秋雨童震惊的目瞪口呆 双腿一阵阵发软 翘脸沙白 此时的银尸 就好像一个金属机器人一般 刀枪不入 可以摧枯拉朽 势不可当 柳云海也大惊失色 吓得亡魂接冒 嗖得后跳出几米多远 一般来说 金身高手就能抵抗热武器的攻击 但那只是单次射击 可眼前 刑师傅那是乱枪扫射 更何况削吹风的闪电刀也不亚于热武器的杀伤力 两者联手就是连化镜宗师都能打死 但这银尸完全打不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鬼王扬起了下巴 傲然说道 这是我煞鬼宗的炼虚之术 以银拱灌注活人体内 并足以灵丹妙药 用秘法练化 十年修为 我们才练就了这一副银拱活尸 这银拱活尸一旦练成 它就刀枪不力 力大无穷 全无痛感 不知疲倦 可以一直战斗下去 慢说你只用一把火枪挤到飞刀 就是你拿大炮轰它也杀不死 因为 它早就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少鬼王 你真残忍 真恶毒 真恶性 邱与彤看着那吟湿可怕的样子 又惊又惧 深感此道过于邪恶态度 对少鬼王的厌恶更增添了几分 邱长征瞪着孙女 立一声呵斥 你懂什么 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不得对少鬼王无礼 徐吹风二人见攻击无效 联盟撤回 柳云海更是颤声惊叫 叶大师 怎么办呢 叶峰冷哼一声 嗯 站起身来 呵 区区一些上不得台面的邪门歪道 也敢在我面前险呗 叶峰一拍氧气红 嗖的一声 九十九枚辟邪金钱剑自动飞出 组成一道金光闪闪的金剑 落入手中 叶峰一剑横扫 这一剑 仿佛能平天下一般 如同一道金色的闪电 如匹四链一般打向了三人 啊 这金钱剑是法器 还有一个储物法器 少鬼王一声惊叹不可置信 目光中有金举 也有一丝灼热的贪婪 他反应很快 根本不带转身的双脚一蹬地 就如同一只鬼魅般轻飘飘地 倒飞出了十多米月 紧接着又是就地一滚 闪避那狂暴汹涌的剑气 但是 苗江老者的反应就没那么幸运了 被叶峰犀利的一剑拦腰斩 鲜血潘涌热气腾腾的内脏流了一地 银尸惊天动地爆吼一声 双臂如风四臂般交叉横在胸前 硬生生的扛了叶峰一剑 身材高大 体重超过三百斤的银尸 就如同一枚出塘的炮弹一般横飞了出去 足足飞出了十多米远 轰隆一声将一座石雕砸得粉碎 才滚落在地上 方圆几米之内 尘土飞扬 飞沙走势 地砖都被掀开 露出新鲜的土壤 一片狼藉 好像地震过一般 银尸站起身来 只见双臂如同死蛇一般垂下 脾开肉绽 露出银光闪闪的血液 邱长征目瞪口呆 不愧是横压江北的叶大使 一剑之威 竟是恐怖如斯 连刀枪不入的银尸都被他一剑斩飞了 柳云海也满脸震撼 他们威震整个西南地区的少鬼王 竟然被叶峰一剑扫得满地打滚 这也太逆天了吧 银尸抱吼一声 想要再次冲向叶峰 少鬼王却是一摆手 制止了他 面孔猙獰地盯着叶峰 寒声说道 叶峰 想不到你还真有点本事 但是今天你碰见了我 只有死路一条 我要将你炼成神魂 助我法力神通 说着 他心手一摇 手里就多出了一块黑帆 万魂黑帆 少鬼王竟然拿了这等宝贝过来 柳云海剑刺 吓得亡魂接冒 脸色变得傻白 根本不敢呆着 只想堕落而逃 可是 他还没来得及动作 只见少鬼王手持黑帆长柄一摇 那黑帆迎风变大 已经如脸盆大笑 口中念出一段灰色的咒语 只听咔嚓 咔嚓 咔嚓 几声细微的像鸡蛋碎裂的声音传出 几道阴冰立魂的头颅忽然从黑帆表面冒出 仰天丝毫 似乎一道道鬼魂在极力挣脱束缚一般 此时整个院落中 骤然响起万鬼痛苦的丝毫和悲悯 刺激的众人耳膜剧痛 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只见一道道的黑气组成的头颅 在黑帆的表面上呼聚呼散 不停的游动 他们奋力挣扎 痛苦 猙獰 绝望 怨恨 恐惧 等各种男女老少的人形面孔若隐如现 紧接着 整个院落都承斥了蒙贵力破 邱长征脸色大变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这 这是 柳云海脸色绝望声音颤抖的说道 这是万魂黑帆 据传 这是曾经号称人徒的秦国名将白起 在打了长平之战之后 坑杀四十万赵兵降族炼制的 白起是一位大悟 联合十八位仙秦炼气使用十万赵兵的生魂打造出了这万魂黑帆 威力实在是无穷啊 十万生魂 那岂不是斩杀不尽吗 秋长征一身肥肉之哆嗦 脸上浮显出狂热至极的神色 有崇拜 也有忌惮和恐惧 至于秋一农姐妹 早就吓得花容失色 叶峰 我害怕 秋雨童更是紧紧的抓住叶峰的大手 好像溺水的人抓到救命的稻草一般 他们看到 院子里的植物 花朵 一瞬间枯萎凋零 似乎生机都被那些阴魂厉鬼给吸纳带尽了一般 眼前的一切 比恐怖片还要恐怖时分 只有叶峰窥然不敌 谈了谈烟灰 轻笑道 这黑帆很厉害嘛 柳云海镇定下来 感叹道 他的杆子是阴沉木 黑帆的面是用阴沉木纤维丝编织的 能够拘禁还能滋养生魂 堪称顶尖法宝 杀鬼宗本质也属于乌角 而万魂黑帆 是两千年来乌角的镇派之宝之一 他居养的这些生魂怨气极重 一旦打开封禁 这生魂就要杀得数公里之内生机全无 当年 明太祖朱元璋要供陈有亮老朝江州 久功不可 牧师刘伯温请来当时的杀鬼宗宗主 在江州城下武东万魂黑帆 瞬间上万阴兵破风而出 斩杀数千名首长敌军 打得陈有亮弃城而逃 柳云海深吸力高气极力镇定下来 可依旧难以掩饰眼中的惊举之色 这少鬼王 当然没有当年的杀鬼宗宗主法力高强 但是驱使数百乃至上千名阴兵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哈哈哈哈 柳云海 你倒是有点见识啊 可惜晚了 今天你和叶峰都得死 少鬼王冷哼一声 手中黑帆猛然一震 杀 突然间 一道惊天霹雳一般的爆喝声中 一团包裹在黑舞中的人影 忽然从万魂黑帆之中 挣脱而出 跳降下来 一并寒光四射的青铜长阁 如同怒龙出海般 向着叶峰当凶刺住 无边的杀气 力气和怨气 灌穿了大片大片的空间 直接附着在青铜长阁上 形成了一个诡异的气场 牢牢牢锁住了叶峰 甚至连十米开外的柳云海 都无法动弹丝毫 叶峰 赤妹王两 漂亮小丑 标宠小技 不堪一击 叶峰一声轻叹 辟邪金钱剑再次挥下 吃了一声 那猛鬼兵魂 就好像纸糊的一般崩碎开来 化为道道黑气 紧接着骤人收缩 被辟邪金钱剑吸收殆尽 这辟邪金钱剑 原本就是一件顶尖法器 善吸阴煞气息 专克阴魂厉鬼 万魂黑帆遇见了他 那就是遇见了自己的克性 辟邪金钱剑吸收了这一尊阴魂厉鬼之后 更加金光灿烂 散发出的气息更加浩大辉煌 光张了几分 竟是受到了滋养 什么 这铜钱剑 能吸收兵魂 邪鬼王身去一阵 眼神惊恶 满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所谓生魂 可不同于一般的魂魂 只有在被杀的时候 受过百般残酷虐待 充斥滔滔怨怨气和恨意 才能形成 当然也厉害得很 寻常的法器根本无法伤之一丝一毫 就用着猛鬼兵魂 少鬼王不知杀了多少武道高手 甚至画镜宗师都能杀掉 但此刻被叶峰辟邪金钱剑一扫而光 他岂能不惊 叶峰冷哼一声 眼神轻蔑 根本没把少鬼王放在眼里 哼 就你们煞鬼宗那些低级道法巫术 根本不值一提 你要现在下跪求饶 我还能放你一条狗命 想不到你不仅法武兼修 而且还有这等法宝 太好了 我猛鬼兵魂成千上万 你就是有法宝你杀得完吗 今天我就将你斩杀夺你法宝 少鬼王对叶峰的侮辱置之不理 盯着金钱剑的双眸散发出狂热的贪婪光芒 就好像饿鬼见了美味佳肴一般 他疯狂舞动万魂黑帆 口中念念有词 双唇快速吸动 一串串晦色的咒语念中 顿时 一道道浓郁的宛弱黑胶一般的黑烟 从黑帆之中鼓荡喷涌而出 转眼间就聚合化身为二三十个猛鬼兵魂 头颅满天飞舞 面目猙獰无比 这些猛鬼兵魂之中 有的只有一条胳膊 拎着另外一条断地的 有的是半边是肉身 半边是骷髅腐烂不堪的 有的则是被劈掉半个脑袋 不时的滴出血浆脑浆的 其中更有一对对士兵军魂 身披闪烁着金属光泽的铠甲 手指青铜长隔 或者手提青铜长剑 龟气森森杀气腾腾 喊杀声震天响 一个果 比那刚才被叶峰打散的猛鬼兵魂 还要强大凶猛一些 这些猛鬼兵魂 经过大巫白起逆天手段的计量 气势沉宁宛弱实体 其战斗里任何一个都比内井高手强大许多 而且他们本是冤魂力破可惧可散 又比一般的高手要难对付十倍 这些兵魂还保留着他们死前的状态 满脸的怨毒愤恨之色 杀气滔天要将他们千百年的怨气发泄出来 他们有的头破血流 有的全胳膊手腿 有的肠穿肚乱 油腻腻的打肠 从被兵器捅破的肚部冒了出来 缠绕在腰间 拖在地上 竟像杀是害人 杀 杀 杀 还有几位猛鬼兵魂身上插着刀剑 甚至被箭矢射成了刺猥 但依旧仰天怒吼 声震乌瓦 说是指那是快 他们落地之后 环顾周遭 立刻按照少鬼王的咒语指示 向夜风扑杀过来 这一幕 太震撼 也太恐怖了 邱长征明明知道 这些猛鬼兵魂不会伤害自己 是针对夜风 但依旧吓得连连后退 脸色沙白 邱语彤更是花容失色 紧紧地抓住夜风的手腕 好悬眉哭出来 你以为一堆垃圾和一块垃圾有什么区别吗 依旧是被我一箭扫荡的事情 夜风轻轻摆脱邱语彤 长剑又是一挥 长剑轰然化成九十九枚金钱 搜搜飞射而出 将那些猛鬼兵魂洞穿 并且将之吸收殆尽 众人上空的乌云 也被吸收的涓滴不少 一道乳白色的月光倾泻下来 照彻着一片天地 院子中 阴沉可怖的气息一扫而光 看着夜风那平静的清秀脸庞 秋雨童心中生起浓浓的爱慕和崇拜 眼中柔情如水一般荡漾 这才是我要寻找的男人 他不是吹牛 真的能有我一世平安 给我一世繁华 而少鬼王看到这一幕 却是惊得脸色煞白 一滴滴冷汗浸出 根本不敢再战 萌生退意 好强啊 恐怕今天我使出万千神通 也杀不了他了 三十六计早为上级 先比起锋芒 他日率领杀鬼宗大军 将他彻底斩杀 一念至此 他根本不废话 扑的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速度暴涨 好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一般 朝着院子外暴射出去 这是血盾之术 燃烧本命精血 扭曲经脉 激发潜能 亢奋精神 将速度提升到往日的十倍 此时少鬼王的速度 几乎媲美音速 身形在空中留下一道黑色的残影 转眼间就飞出了院子 要消失在夜幕之中 那银尸也连忙飞奔跟上 叶峰不屑的一笑 我说过 你只有下跪求饶我才会放过你 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 叶峰上次突破后 开启了一门叫浮光掠影的身方 速度无与伦比 当即施展开来 骤然化成一道流光 如惊鸿翩然 竟是后发先至 瞬间追上了少鬼王 好快的身法 少鬼王没想到自己使出血盾之术 都比不过夜风的速度 大惊失色 此时辟邪金钱剑又已飞入夜风手中 他单手一掷 辟邪金钱剑就好比一枚巡航导弹一般 带着一声尖锐的怪笑 撕折出白色的空气吞流 朝着少鬼王电射而去 这宝剑怎么速度如此之快 媲美飞剑了呀 少鬼王一回头 瞳孔中一把金光闪闪的宝剑 越来越大 越来越清晰 他脸上浮现出怨恨 震惊恐惧不甘等种种复杂至极的色彩 连续变换了好几次身法 但终究是没能夺过这犀利的一剑 呲啦一声 辟邪金钱剑带出一帮七艳的邪武 将他的胸口动穿 他身躯一阵摔倒在地 此时一道模糊的身影 从他的尸体之中挣扎而出 一阵扭曲之后似乎要夺路而逃 柳云海眼珠子瞪的流言 不可置信 这是神魂 煞鬼宗非常精通神魂修炼之术 身体虽然丧失升级 但神魂不灭 还可以继续修炼 传说他们甚至能找到 合适的载体夺赦重生 哼 你还是行神俱灭比较好 叶峰冷哼一声 手指一弹 辟邪金钱剑再次呼啸而过 将少鬼王的神魂给洞穿 吸收殆尽 太 太可怕了 柳云海吓得两股战战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他从来没见过叶峰这么狠辣的手段 连夜死灵魂都不放过 这才是真正的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邱长征再也控制不住 跪倒在地 神色激动的磕头 邱家以后远奉叶大师为尊 归顺江北盟 叶峰这手段太逆天 太狠辣了 连明镇云贵地区的煞鬼宗 少鬼王都敢杀 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还有什么不能办到的 邱长征忽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东海就有如此强势的人 自己何必舍尽球员 甚至还要牺牲自己村女的幸福 以求获得庇护 邱与彤眼睛瞪得溜元 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峰 叶峰 你把他杀了 就在几个小时前 在他眼里叶峰还是一个普普通通 顶多医术高超一点的中医 紧接着就变成了 让魏天荒他们都顶礼膜拜的叶大师江北教父 而今叶峰竟然杀了少鬼王 短短一个晚上 叶峰的身份在他心目中 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让他沉浸在震撼中无法自拔 叶峰冷笑着说 你觉得这种恶人还要留着 他要把你当成修炼炉顶啊 不是破你的身那么简单 而是要将鬼魂引入你的体内 破坏你的神志 甚至要攫取你的阴京气血 将你吸成干血 太可怕了 叶峰多亏你救我 否则 谢谢你 秋雨童又是害怕又是感动 如乳焰头鳞般插入叶峰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他的腰身 似乎此刻只有叶峰的怀里 才是温暖和安全的 叶峰 我说过 我会保护你的 叶峰只觉得 那焦躯柔软的如同软语温香般 尤其顶在自己胸口的那两团 弹性十足的饱满 更是带来极其美妙的臭感 这 这是他的另外一将武器吗 秋雨童感觉小腹被硬邦邦的东西顶着 眉头一皱 忽然想明白了是什么 不由芳心一阵狂跳 满脸通红 看都不敢看叶峰的眼睛 低头说道 谢谢你 叶峰 叶峰脸不红心不跳 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不过你的玄音体质 既是祸水也是浮云 跟着我 我会帮你修炼成局势高手的 其实孙静怡的体质也是和修针 但叶峰知道修炼之道很是艰辛 而且颇多思杀 所以叶峰暂时还没想待他修炼的想法 但秋雨童一心想修炼 叶峰自然愿意交代 虽然今天所见是秋一农二十多年来最不可思议之时 但他毕竟是商业女强人很快镇定下来 此时瞥了一眼秋雨童 见他眸光流转 俏脸羞 这可是一向彪悍泼辣的他从没有过的表情 秋雨农心中不由一声轻叹 哎 恐怕这丫头是要坠入情网了 也难怪 这个叶峰能耐太大了 也太有魅力了 叶峰好像这才注意到跪在地上的柳云海秋长征等人 眼神淡默的说 你们跪着干什么 起来吧 几个人这才敢站起身来 秋长征沉声说道 岳大师虽然少鬼王该杀 但这位少鬼王来头可不小啊 杀鬼宗本来就很厉害 他们又和苗疆巫族有着联系 您杀了他 万一他们卷土重来 那可就麻烦了 一些邪门歪道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 他们要真敢来的话 你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说少鬼王之死和你没关系 让他们来找我便是 叶大师 怎么能这样 邱长征还没说话 刘云海就一脸笑意的说 今天是我们联手遇敌 当然我们只是打酱油了 主要还是叶大师的威力 但我们毕竟是并肩作战了 如果他们杀鬼宗再来找茬的话 我们就要共同进退 叶大师一声召唤中原武道界进击前来驰援 叶峰心说 这小子还真是一个善于攀附的人物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 叶峰也不接破 只是淡然一笑罢了 感觉到叶峰的冷淡 柳云海略感尴尬 毕竟他之前可对叶峰喊打喊杀 但见了叶峰之威后 又是这样前举后功 当下仪宝全说道 叶大师我先告辞了 他日您若有时间来中原地区玩一玩 兄弟我一定扫他的功后 你去吧 叶峰微微点头 柳云海带人离开后 叶峰寄出几个火球符 将几具尸体和血迹烧得干干净净 今晚死了好几个人 而且动静不小 但是邱家在东海也是名门望族 他们不报警警察都不敢靠近 叶峰看了一眼邱雨彤笑了笑说 雨彤我先走了 改日过来传授你功法 叶峰可可 邱雨彤现在对叶峰很是依赖 很想让他留下 但爷爷姐姐在场 他也不好意思开口 叶峰出了院门之后 就看到银峰茫然无措地站在路边 他神志早就不清醒了 人不人鬼不鬼 半生半死 只听少鬼王的咒语号令 但现在 少鬼王已经身死盗消 他就六神无主了 叶峰随手捡起万魂黑帆 轻轻拍了拍银峰的肩膀 眼中浮现一抹淡淡的哀伤和同情 跟我走吧 我虽然不能恢复你的神志 但是我还可以让你更加强横一些 不朽不灭 看银峰的体格 之前肯定也是个武道高手 可能是煞鬼宗的对头 就被他们囚禁练成了一具银峰 也够凄惨的 很奇怪 银尸的双膜忽然浮现一丝难以察觉的感动 还轻轻的嗡了一声 大踏步的跟着叶峰 向王者一号鼻鼠走去 柳梅见叶峰回来 立刻迎了上去 稍显娇沉的说道 叶峰你怎么才回来 你干什么去了 只是看到叶峰身后身材高大 宛若一座小山般的银尸 却是吓了一跳 暗暗扎舌 这人又高又壮 简直可以去MBA打前锋去了 还有那脸色 好可怕呀 叶峰说 邱家出了点事 煞鬼宗的少鬼王要过来害邱与彤 所以我就过去帮帮忙 什么 煞鬼宗 你把他们打跑了 柳梅一听这三个字 就是焦躯一颤 脸色煞白 显然她也听闻过 煞鬼宗的威名 废话 不是我把他们打跑 难道他们还能把我打跑不成 天哪 柳梅难以置信 又是敬佩 又是震惊 惊得是 叶峰弄得太强悍了 连煞鬼宗的少鬼王都灭了 敬佩的是叶峰的仗义 其实严格来说 邱家和江北盟的关系并不好 但是 叶峰还是出手相助了 这种担当才不愧为江北教父 东海守护神呢 其实 他倒是高估了叶峰的伟大 叶峰也是无力不起早 他是看上了邱与彤的玄音体质 见叶峰脸上有点封尘之色 柳梅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说道 叶大师 我帮你放洗脏水吧 算了 我要想一些事情 叶峰摆了摆手 自顾自地走进了一个宽大的书房 他关上了房门 留下一脸忧愿的柳梅站在门外 几个小时过去后 已经天色稀微 而叶峰坐在王者一号别墅 一间书房的大班椅上 把玩着那万魂黑帆 而银尸就好像一个忠实的奴仆一般 移动不动 永远不知疲倦地站在他身后 叶峰把玩着那沉甸甸的万魂黑帆 慧眼神童探查之后 不由露出一抹微笑 发出一声轻叹 唉 这哪里是什么阴沉墓 完全是用养魂墓大造而成的 这个养魂墓可作为药引 再加上十几种 醒脑养神的珍贵草药 就可以炼制出养魂丹了 一旦吞服养魂丹 叶峰的神石就能开启 到时候叶峰可以做神石标志 追踪万里 神石覆盖几公里范围 甚至大半个东海市 到时候 一切在叶峰神石感知下 都是无所遁形 当然 其实当年百启用养魂墓来制造万魂黑帆 也算是歪打正招 他天生就能滋养神魂 可以保证魂魄很长时间不溃散 甚至变得越发强悍 这才有万魂黑帆的恐怖威力 在苍松先尊的记忆传承中 也有炼制养魂丹的配方 叶峰立刻拿出纸笔 列出了一个单子 来到柳梅跟前敲响了他的房门 叶大师 你起这么早 柳梅踏了着拖鞋 睡眼惺忪地打开房门 御手掩住小嘴 打了个哈去 此时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睡裙 素面朝天的小脸 慵懒而妩媚 胸前更是露出一抹细腻若白瓷的半圆 倒是有几分动人心魄的诱惑 叶峰把单子递给柳梅 又返回那间书房 吩咐道 你召集江北商会的人马 尽快把我需要的这些药材备齐了 是 叶大师 柳梅不敢怠慢 这位商业女强人此刻化身为叶峰的秘书 将叶峰所需药材传达下去 听到叶峰的号令 郑九轩 孙清风 魏天荒 蓝凤凰 这些大豪人物 全都屁颠屁颠的动作起来 其实即便这些辅助的药材 也都是极其珍贵的中药 有价无使难得一见 但郑九轩等人是势力庞大的巨拨人物 联手寻找 那几乎能把江北乃至整个岭南省都翻了一个底朝天 到了下午 叶峰所需要的十八种辅助药材全部搜集齐了 要是叶峰一个人寻找恐怕得半年 这就是势力的好处 叶峰心说 还是得跟孙姐说一事 顺便请假 以免她担心 叶峰立刻一个电话打给了孙景仪 孙景仪的语气里透着幽远 叶峰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我一个人在家都想死你了 我在王者一号别墅忙活呢 过几天好好补偿补偿你 保证喂饱你 怎么还得几天呢 你今天就回来 要把昨天欠我的补回来 哎呀 那岂不是要八次吗 你不怕疼啊 你别跟第一次一样再肿起来 呸 你个坏蛋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哎呀 行了行了 我跟你说正事吧 孙景仪啊 这两天我得忙活 没时间去医院 你帮我在医院请个假 行 那你可要赶紧回来 此时孙景仪哪还有平日里的干练成熟 完全就是一个私春的少女 行 我会尽快的 挂断了电话 叶峰收射心神便是开始专心致志的炼灯 先是用真火去掉万魂黑帆之中的阴煞气息 只保留滋养神魂的天地灵气 紧接着 叶峰小心翼翼的加入各种药材 取出杂质 萃取精华 凝聚终合炼制 终于 三天后 叶峰将养魂丹炼制成功了 今天 我就要塑造自己的神石了 书房里 他盘腿打坐 手托着那枚如黑珍珠般的丹药 眼眸中闪烁着一丝凝肿 丹药入腹 立刻化为无形 叶峰并没觉得此前吞服丹药有什么灼热不适之感 紧紧感受到一丝清凉 紧接着 叶峰只举着脑袋里嗡的一声响 眼前一片模糊 景物一阵天旋地壮 不过他并没有惊慌 他知道 这是精神力太过于强大 大脑承受不住的原因 他接着炼花担药 脑海渐渐恢复了清明 而且脑海中那棵苍松仙尊的记忆之树上 一片原来被黑雾包裹着的树叶 忽然变得流光溢彩起来 黑雾也很快散去了 速魂养神诀 叶峰双眸一亮 仔细观察 这是一套锤炼神识的修真法诀 而今对叶峰开启了 修真的神识 要比一般的精神攻击强横许多 更加凝粹 打个比方 无论是得到高僧的念力 还是精神系异能者的精神攻击 都只能算生铁 那神识就是百炼金刚 而且可以凝聚成刀枪猛兽等等 可以轻松将一般的精神攻击粉碎 叶峰一声轻叹 哎呀 苍松仙尊的传承 真是博大净身啊 只见记忆数也之少 一段段如有十指 很是沉宁的金色大字 流转而出 让叶峰不由自主地跟着修炼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叶峰缓缓睁开了双眼 盯着面前的墙壁 轻声喝道 给我破 一道神识之力 直接化为十指 从叶峰脑海之中射出 让空气都一阵扭曲模糊 射到了墙壁之上 啪 墙壁赫然离开一道道裂纹 如同蜘蛛网一样不断蔓延开来 让人触目惊喜 它现在神识大成 可以化为十指 物理攻击都这般可怕 若是想攻击人的脑海意识 能够瞬间让人神志全师变成风采 能轻松抹掉一个人的记忆 若是在人身上留下神识标志的话 叶峰更是能够在几十公里外 感知此人和周遭的一举一动 比什么电子追踪设备都要高超 唉 成了 叶峰的嘴角浮现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神灰湛湛的双眸眨洞之间 如同星辰明明 此时 眼前的一切 在他眼中都不一样了 他根本不用眼睛看 就凭神识就能感知周围的一切 地底身处蚯蚓钻洞的声音 数百米外一只蚊子扇动翅膀的节奏 天地之间灵气的微妙波动 复杂至极的信息 如云似海般涌入脑海 慧眼神童可以感知人的气云 能透视能探查保护灵气 但神识显然更高一筹 毕竟慧眼神童再逆天 也是基于叶峰双目之所见 但现在的叶峰神识一旦外放 天上地下王者一号别墅周围数公里之内的信息 都是自动涌入脑海 叶峰眸光一凝 心念顿气 隐师 给我打爆那个桌子 隐师迈开大步 走到书桌旁边一拳砸响 将桌子打得粉碎 暮屑在空中飘飞 叶峰神识强大之后 根本不用开口 就可以神识传音 尤其对没有丝毫杂念 甚至可以说没有思维能力的银虚的控制 更是达到如必十指般操控犹新的地理 叶峰对银虚很是同情 唉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既然你的意识暂时无法恢复 我就把你的身体强化一下吧 等到我哪天有更高的神通 尽量帮你恢复你的记忆和意识 银虚被灌注过银骨 体质很强横 但是煞鬼宗的练尸之术 终究有为天衡 破坏了他的肌肉内脏 力道有余但动作灵活性不足 叶峰就买了不少中药 炼制丹药让他服下 修复内脏关节 让他灵活性大增 银虚痴痴呆呆呆的双眸 竟然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冲叶峰鞠躬保全 狠狠狐狐的说道 谢 谢谢主人 嗨 别谢我了 我也不知道 让你活着是一种慈悲 还是直接杀了你为好 你会不会想念你的妻儿呢 你还记得他们吗 银尸通红的双眼中 浮现出一丝迷茫和哀伤 叶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出了房间 好 好了好了 别难过了 你其实没死 也有一些意识 不是尸体 而是一活人 你刀枪不入 比铜皮铁骨还厉害 以后 我就叫你 钢骨吧 好 谢谢主人此名 我叫钢骨 此时已是晚饭时分 他一出门 刘梅就赢了声 邱长征和邱一农来拜访您了 他想加入江北商会 此前您要炼指丹药 购买药材 他不知从谁那听说了 还送来了不少药材 我去看看 叶峰早就用神识感知到了 微微点头 副手朝着客厅走了过去 客厅内 郑九轩 孙清风和一些江北大豪都在坐 茶几上放着水果清茶 众人在聊天 邱长征神色激动的说 哎呀真没想到 叶大师竟然如此厚道啊 原本我不识真人面目 没有加入江北商会 这已经是对叶大师的不敬了 但没想到叶大师在邱家危难之际 仗义出手 解救我一家于危难之中 哎 我真是又惭愧又感激啊 没脸见叶大师 但是我能不见吗 那就是知人不报了 所以我今天过来 就是向叶大师道歉 并且请求加入江北商会 咱们团结在 以叶大师为核心的江北商会之中 辅佐叶大师共谋大业呀 在座的富豪都是摇头感叹 唏嘘不已 对叶峰很是敬佩和认同 就如同叶峰是神灵一般 哎呀 叶大师真是我们江北的守护神啊 有了叶大师 谁还敢惹我们 咱们也能放心的赚钱了不是 叶大师铁肩赋道义 实在是令我等敬佩呀 郑九轩轻笑一声道 老朽只是给叶大师打工的 所以你能不能加入江北商会 我说了不算 还得看叶大师他老人家亲自点头才行啊 郑九轩心中冷笑 当初给你机会你不加入 你三番五次的对叶大师不敬 现在再想巴结 岂不是晚了点吗 你以为江北商会 那是谁想进就能进来的 邱长正脸色尴尬 后悔不已 当年他只是以为叶峰是个精通医道的小医生 也不放在眼里 哪想到叶峰实力这么逆天呢 正在此时不知谁喊了一声 叶大师来了 叶大师 叶大师出关了 众人齐齐站起身来 望向叶峰的眼中全是狂热的崇拜 如见神灵一般 都坐下吧 叶峰微微点头在上手坐下 邱长正站起身来 毕恭毕敬地鞠躬道 叶大师 老朽此前有眼不识泰山 叶峰这丫头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您 还请您多多包涵 我们邱家想加入江北商会 请您准许 叶峰一声清晓 不知可否 他对邱长正没什么好感 这老小子 捧高踩低 屈炎富士之辈 为了攀附煞贵宗 甚至不惜牺牲孙女的幸福 邱已农 站起身来 走到叶峰身后 如同婢女一般帮她揉捏着肩膀 阴红的胶唇凑到她的耳边 眼波流转 英声历历地说道 叶大师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让我们加入吧 这幅画面若是传到外面 肯定能让无数男人惊得眼珠子都瞪出来 那邱易农是何等人物 东海商界女皇 掌控数百亿资产 高不可攀 不知道多少富二代公子哥 想邀请她吃一顿饭都没机会 但此刻她竟然对叶峰这般逢迎 就如同丫鬟侧候主子一般 此时郑九轩 柳梅和孙清风都是脸色很不好看 这个邱长征真是老奸巨华 这是准备把孙女献给叶峰吗 叶峰想到此劫 终于是点了点头 终究要考虑宇童那丫头 这般孤立秋家 对宇童也没什么好处 行吧 以前的事就翻篇了 咱们展望未来就好 哎呀 感谢叶大师的大恩大德呀 扑通一声 邱长征再次跪倒在地 激动得浑身都哆嗦了 眼泪都流出来了 邱老 你起来吧 虽然叶峰不喜欢他 但看在邱与彤的面子上 叶峰还是把他掺起来了 谢谢 谢谢叶大师 邱长征站起身来 还在旁边不停地道谢 邱一农顿时心中一松 笑颜如花 娇声说道 那真是太感谢叶大师了 叶大师 您那个美颜高的方子 我们还是想开发 那个药方实在是太好了 邱家一分钱都不赚 所有的利润都归您 如何 众人都没听明白 什么美颜高啊 邱一农就解释了一番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大家纷纷称奇 哎呦 这么神奇 大家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狂热地看着叶峰说道 叶大师 这个方子好啊 我们联合开发 都入股 大家纷纷表态 这个出一亿 这个出十亿 短短时间内 竟然凑齐了上百亿的资金 孙清风更是眼神热气地说道 生产基地放在林州为妙 林州是南方最重要的中药产地 罗浮山一直是岭南著名的中草药宝库 这里长年生长着三千多种植物 和一千两百多种中草药 自国一来便是名家一家寻访的宝地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道学家 药学家和化学家葛洪 曾经隐居于罗浮山 并在此著有鲍朴子外篇 和肘后背疾方等医学名著 屠幽幽还曾经根据书中 清蒿一卧以水二生字 搅取之进服之的记载 提取了清蒿素 成为抗虐剂的特效药 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此外 每年中医科学大会 中药贸易大会 也在林州举行 现在林州已经被巴连坤牢牢把持了 政商关系很好 咱们去那边创业 天时地利人和呀 孙清风说了这么多 目的只有一个 把生产基地放在林州 割裂邱义农和叶峰的联系 免得自己女儿的地位被剥夺了 叶峰淡然一笑道 这样吧 大家可以先注册一个公司 把资金注入进去 虽然原料的问题没有解决 但我可以先做一个简化版的养颜膏 效果虽然不能和原版的相比 但是碾压市面上现有的产品 还是没问题的 孙清风连忙说 好好好 这件事交给我办就是了 郑九轩毫不客气地截胡了 哎呦 这点小事还用你封爷亲自来办 我看柳梅来负责这个新公司吧 郑九轩想让柳梅多一些机会和叶峰相处 这几天柳梅照顾叶峰的生活起居 叶峰对柳梅的脸色好了许多 叶峰再厉害那也是年轻人 免不了七情六欲 没准就擦出爱情的火花了呢 孙清风赶紧拒绝 哎呀 这样不合适吧 孙清风心说 郑九轩你也太不要脸了 你外孙女都当了叶峰的使唤丫头了 还想当叶峰的管家婆呀 好事都让你们家占我 他气得脸都绿了 但是表面上笑道 林州你不熟悉 毕竟那是我兄弟巴领坤的地盘 还是我来办比较合适吧 两人你来我往的争执起来 叶峰站起身来打个哈气说 哎呀 你们俩慢慢聊 我先回家了 叶峰心说 这好几天没见着孙姐了 估计他渴得不清 好多工粮要交啊 这天晚上 叶峰却是回到了紫园小区 和孙静怡折腾了三四个小时 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此日叶峰醒来 吃完早餐 先娶了邱家一趟 叶峰说 宇童 我先教给你一个打坐练气功法 还有一套拳法 一套剑法 谢谢叶大师 叶峰把邱宇童叫到书房 考树功法 让他牢牢记住 这打坐练气的功法叫做浩然氧气局 拳法叫小折没手 剑法则是清明剑法 都是来自于沧松先尊的传承 都属于纯正的修真功法 比一般的鼓舞功法 不知高秒了多少倍 师父 我都记住了 可是我很多都不懂 邱宇童很聪慧 而且痴迷修炼 半个小时后就将三门功法 全部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叶峰说道 浩然氧气局牵涉到经脉学窍 小折没手 需要你懂得人体结构和关节 清明剑法更是博大精深 哪那么容易学会 你要循序渐进才行 是 邱宇童频频点头一脸崇拜 叶峰副手而立 面色温和的尊尊教诲 先了解人体经脉学窍 练体练气 有了气息 打好基础后 才能了解人体结构 练习小折没手 可以以巧胜拙 以柔可刚 至于清明剑法 杀伤力太大 你现在还小 到最后再练习 现在我来指导你学到 好叶峰哥哥 您赶紧教我吧 学到 哎呀 这里没有教具啊 中医课堂上辨识学位 都是有人体模型的 要什么人体模型啊 邱宇童俏脸一红 却是把上衣给脱了 露出一丝不挂的娇嫩躯体 浅笑道 你直接在我身上指给我看不就行了吗 那修长的脖颈 那手可营我般的鲜喜腰肢 那平坦的没有一丝坠肉的小腹 还有那完美无瑕七双赛雪的肌肤 活力四射 青春无敌啊 叶峰都呆住了 眼睛都直了 好学没喷出血来 现在的00后都这么彪悍吗 这也太直接太粗暴了 你你你你你快穿上 叶峰孤独咽了一口唾沫 一开口才发现声音干涩的很 小牙都爆发出魔女本色 灵活的转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坏笑着问道 叶峰哥哥 虽然我叫你哥哥 但我一直把你当成师傅的 你怎么还不好意思啊 别别别别别别 你你你你穿好 你穿上衣服我也能给你指 好吧 稀稀索索的一阵想后 邱雨彤撅着嘴说道 师傅 睁开眼睛吧 我穿好了 叶峰一睁开眼睛 险些没急的晕了过去 小丫头只剩下小内裤了 你你你怎么全脱了 你你怎么骗我的 赶紧赶紧穿上 邱雨彤根根之笑 穿上了衣服 哎呀好吧好吧 不逗你了 这下真穿好了啊 你睁开眼睛吧 叶峰擦了擦额头上的热汗 压制了一下激动的心神 咳嗽了一声 这个这个 第一个重要的学位 谭中学啊 在这里 叶峰在距离他胸口两厘米的地方 虚点了一下 在哪啊 你这点的范围也太大了 我哪认得出啊 邱雨彤撒娇一般摇摆着身体 饱满的双峰荡漾起一道道炫不的波浪 都打在手掌上了 哎呀这小魔女要人老命啊 简直是 叶峰无奈 只好皱眉道 你别动 我给你指 叶峰说着 手指落在他那娇软的胸前 邱雨彤点了点头 哦原来在这里啊 我知道了 接下来 叶峰一一把血脉精锣交汇给邱雨彤 每次邱雨彤都要让他缩小范围点在身上 便是足太阴挤到学位的时候 邱雨彤更是让叶峰扶过他整条血蜜痰软的大腿 搞得叶峰心跳加速 热汗狂流 好不容易把血脚精脉全都认全了 叶峰掏出一枚精心炼制的丹药 皱眉素人道 服下这枚丹药 好祝你扩精开脉 好了 现在可以按照绝法修炼了 我去洗个脸 哦叶峰哥哥你去吧 叶峰哥哥你说我身材好吗 呃 一般吧 一般 那你干嘛要弯着腰出去啊 邱雨彤细血的声音传来 哐的一声叶峰悲催的撞在门框上 疼得直无脑袋 叶峰用冷水洗了把脸才清醒过来 重新回到了邱雨彤的那间书房 指导他修炼 邱雨彤扶下丹药 按照叶峰传授的修行秘法 闭目养神平心静气 然后隐气吐纳炼化那珍贵的丹药 邱雨彤不仅体质特殊 而且堪称修炼奇才 物性惊人 很快就有了气感 窥见了门庭 三个小时之后 天地间一股浩然灵气 便是在邱雨彤头顶盘旋 逐渐进入到他的体内 沿着七经八脉游走 最终从尾锥的多脉血导出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大循环 这情景 叶峰都感叹 厉害呀 这么快就灵气入体了 这丫头如果勤学苦练 没准以后修为能够跟我媲美 成为一位少年女宗师 当然 修炼如同溺水行舟 邱雨彤神速的进井 也意味着要承担超越寻常修炼十倍的痛苦 他时而舒爽 时而剧痛 时而平静 时而癫狂 叶峰一直在旁边守护 在紧要关头指点 祝他渡过难关 十二个小时过去了 一天一夜 一直等到第三天的棒棒时分 邱长征和邱雨彤站在院中 眉头紧锁地看着他拉紧了窗帘 没有一点声息传出的房间 邱雨彤沉默良久 才脸色担忧地开口问道 爷爷 雨彤和夜大师不会有事吧 能有什么问题 夜大师是少年宗师 修炼奇才 他亲手指点雨彤 这是雨彤多大的福分 又是我们邱家多大的福分啊 爷爷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 你是说 夜风和雨彤年龄相近 而且雨彤似乎又对夜风 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是吧 其实我也看住这一点了 夜风不愿意受雨彤为徒 却又传授功法 这就没有了师徒之名 两人年龄相当 一般经常接触 擦出点爱情的火花是很正常的 那你还不拦着 我为什么要拦着 你无非是说夜风年龄小一点 但是这又何妨 他可是少年宗师 与彤能够得到夜大师的亲眼 那是他的福分呢 有了夜大师当考山 咱们邱家岂不是要一飞冲天吗 邱一龙默默无语 但心里却有点不舒服 壮儿问道 您认为妹妹闭关结束后 能达到什么修为 这个嘛 能达到今生前期就不错了 你没有修炼过 不知道武道的艰难 一般来说能达到今生前期 都要吞服大量丹药 耗费数年之久啊 这还得有夜大师这样的名师指点才行 正在此时 轰隆一声巨响 别墅的所有窗户紧急炸开 汹涌的气浪将玻璃仙的四番飙射 邱与彤从窗户上一跃而下 然后足间在地上一点 几个纵月就如同一只灵活的雀鸟一般 飞出了别墅 嗖嗖嗖 人影快若闪电 邱与彤很快落到门外镜湖之上 双脚踏水而行 身形到处掀起两道几米高的白浪 邱与彤脸色震撼得不可置信 与彤 内进大城 踏水而行 邱长征看着目瞪口呆 然后激动他一身肥肉疯狂抖动 老泪纵横地产生道 咱们邱家出大师了 一飞冲天哪 邱长征难以置信 短短两天时间 叶大师就把我们家雨童调教成武道大师了 叶峰背负双手 幻步走出淡然说道 这不是武道 而是修真法门 他现在已经快要达到炼气境界了 修真 据说修炼到极点 可是能够成圣成仙 永生不朽 遨游许空啊 比武道 不知道强悍多少倍啊 是的 修真强者抬手可至山 一直可滑路成江 极限大能者 一拳可以击毁一个星球 粉碎亿万生灵 那么厉害 丘以农震惊的木灯口袋 满脸神亡之死 第一次对这个叛逆乖章不学无术的妹妹很深厌信 与妹妹那不可限量的锦绣前程相比 自己管理一个区区百亿规模的家族企业 又算得了什么 哎呀 原来叶大师是修真强者 施敬施敬啊 怪不得斩杀煞鬼宗烧鬼王 如砍瓜切彩一般 感谢您教导玉童啊 面对叶峰折腾威胁 邱长征又控制不住 双膝一弯就要下跪 叶峰将邱长征搀扶起来 你起来吧 邱亦能意志静虎之上 爷爷 你看 只见邱与童张立于水面上 忽然控制不住 一股脑的沉了进去 叶峰无奈摇头 哎呀 这丫头 她身形一晃就来到了湖面 右手一探 就将湿淋淋的邱与童捞了出来 哎 叶峰哥哥 刚刚怎么忽然不灵了 你现在内进气息都不稳 修真者要追求心态平和 不要处处与人争锋 肆意卖弄炫耀 以后不要这样了 是叶峰哥哥 以后我一定会低调行事 认真修炼 绝不卖弄 她心中却在笑着叶峰 我刚刚脱掉衣服 你手足无措 这会儿却装得一副大宗师的样子 也不嫌累 叶峰在邱家用过晚饭 又指点了邱与童一番 嘱咐她要好好修炼 这才离开 次日来到医院 刚刚看了几个病号 却又有一位不俗之客造访 叶医生 我是李飞宇书记的秘书蒋克 他有事情和你要谈 让我来接你 这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 精神抖擞的短发 又有几分儒雅气质 白衬衫黑袭裤 标准的政府官员的打扮 叶峰想了想 点头答应下来 好吧 咱们走吧 出了医院 上了一辆车排为 领地0001排照的奥迪A6 很快 车子抵达了市卫大院 蒋克将叶峰带到一个办公室门前 停下脚步 敲了敲门说 李书记 叶峰来了 进来吧 蒋克推开门 侧身想让 面无表情地说道 叶医生 您进去吧 书记在里面等你 叶峰走进办公室 扫视了一眼 办公室很简朴 但也很大气 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横轴 不及溃步无以至千里 笔墨森然 淋漓纵横 显然出自明家之手 深红色的大班台后 坐着一位年纪约莫四十来岁的男人 他和李卫国很像 身材很高大 也是一张国子脸 但多了几分儒雅 少了几分军人特有的征法气息 叶峰站定 不卑不亢地问道 李叔叔 您找我 叶医生 请坐 李飞宇放下手中 杨小凯所著的 发展经济学典藏版 打亮一眼叶峰 抬手指了指沙发 叶峰坐了下来 谢谢 叶峰啊 感谢你治好了我们家老爷子 那段时间 我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参加培训 也没见着你 失礼了 李飞宇和叶峰不嫌不淡地扯了几句 叶峰不卑不亢地说道 您客气了 知道您忙 再说给李老看病也是我的职责 询问了一下叶峰的工作情况 李飞宇忽然见眉一样说道 听说 你和施雅那丫头 闹了一些不愉快 嗨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我们最近的确没怎么联系 似乎李施雅最近对自己情绪很大 但叶峰本来就把李施雅当成朋友而已 也没放在心上 李飞宇说 最近施雅很伤心 每天魂不守舍 夜里失眠 酗酒 连烟都抽上了 有时候还会默默地流眼泪 我听她妈妈说 是因为你呢 你要想和施雅恋爱 我也不反对 但你总要关心她疼惜她 否则我是不会答应她 李叔叔 您可能搞错了 我从来没有追求施雅的想法 我只是把她当成姐姐 叶峰 我知道 现在有些男孩子 喜欢欲擒共纵 喜欢搞暧昧 老实说 我很不喜欢这种浮华的个性 你要想追求施雅 就收起你那些套路 拿出你的诚意来 你若一心一意地对她好 我或许会同意你们的感情 李飞与心说 自己的女儿又漂亮 家世又好 叶峰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这次分明是个情场老手 玩了一把剑走偏锋 故作姿态 让女儿深陷其中不可自拔而已 叶峰轻轻摇头说道 李书记 您真的搞错了 施雅到底怎么看我 我不知道 但我真没想追求她 既然如此 那你就离我的女儿远一点 因为我根本看不上 你性格太傲慢了 在我看来 难成大气 是 您说的没错 我是很高傲 但那又怎么样呢 做人不应该有一点傲骨吗 傲骨 叶峰 你也太高看自己了 在我跟前 你根本没有骄傲的资格 说实话 你的所作所为 我都知道 你和我那个不成器的二哥 关系很好 还在公海堵船上 打败了很多高手 碾压群毫 成为了江北教父 最重要的是 海州大毫孙清风 对你很认同 答应将女儿嫁给你 老实说 在一般人眼里 你这年纪轻轻就有这等成就 已经颇令人惊艳了 叶峰淡淡一笑 显然李飞宇对他做过一定程度的调查 但是 他即将加入龙牙 治好谢老之许 都是高度机密 李飞宇不可能知情 在他眼里 叶峰只不过是个社团头子罢了 李飞宇顿了一顿 接着缓缓说道 但在我李飞宇看来 这一切不过是黄沙堆成的城堡 经不起任何风垂浪的 你距离我则序的标准差得太远太远 简直天壤之别 背道而驰 哦 李书记 那您则序的标准是什么呀 我们李家是将门大族 官坏世家 为整个东海第一家族 我们一向认为 在华夏 只有掌握权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首选是参军报国 其次是为官从政 第三才是从商或者做学问 至于搞社团 那是不入流的 你就是搞到鼎天又怎么样 玩得越大 反而越威胁 听说你现在还有一个江北教父的名头 但你可知道 我要想废掉你们这帮社团头子 只是我在文件上写下一行字的事情 我弹指尖就能灭掉你们 在李家 李柏宇这个杂碎是最不成器的 最不入流的 被我们家当成了耻辱 你攀教上李柏宇 甚至复制他的人生轨迹 又有什么意义 原木求鱼罢了 而且你可知道 海州孙清风那些资产是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多少是官商勾结 巧取豪躲 这种人根本走不长远 再说了 孙清风心狠手辣 手上不知道有多少条人名 他现在是觉得你有利用的价值 才会对你尊敬有加 但一旦觉得你没用来 你想想他到底会怎么对付你 哼 所以 你现在看似微风八面 其实自保都难 你又怎么配得上我女儿呢 哦 原来如此 我大致明白了您看不上我的原因 但我怎么做才能让您看上我呢 你医术很不错 我可以动用我的关系 联系省府省卫生厅 让你加入省政府的保健委员会 专门为高官看病 打下人脉基础 三年后 你可以进入卫生厅围观 起点很高的 李飞宇暗自一笑 心说这小子终于还是动心了 他靠在皮转椅的背靠上 手指轻松地扣机着大班台 又接着说道 听我二哥说你身手不错 一身好武艺 当然要卖给帝王家 我可以打个招呼 把你送到燕京军区的雪狼特战大队 那支队伍 位于荆棘要地 国之重器 你若能三十岁之前做到中校大校 也算是青年才俊了 最重要的一条 你要和孙清风 还有那个姓孙的女医生断绝关系 一心一意地对待施衙 李书记 您太小看我了 以我的本事 这些东西我都唾手可得 慢说我对施衙并没有男女方面的感情 只把她当成朋友 就算是我喜欢她 我也不会受制于人的 你唾手可得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医术高潮的人大有人在 如过江之起一般 但是 能进入小玉仪堂 又有几人 那就是凤毛麟角 你能打 哼 华夏能打的人多如牛毛 况且你自从和孙清风这等人有了牵扯之后 那就是有了黑底子 想从军 想从军 正审这关你都过不了 更别提加入王牌特战队 更不用说升职提干了 这一瞬间 李飞雨散发出强大的自信 站起来 服侍叶峰说道 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没有我李家做后盾 你也只能当个一门不明的小医生 一个见不得光的黑老大 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放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 要么你和孙家举例 按照我为你规划的路线走正道 并且一心一意的对待施亚 要么你离开东海 再也不要在施亚跟前出现 叶峰淡淡的说道 李书记 我对你女儿没兴趣 另外待在哪里是我的人身自由 我不会离开东海 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谁也别想逼我 你李书记也没资格 哦 叶峰 你真的很狂啊 我知道你出身寒微 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原本根本没有资格 与我李家相陪 但我心疼女儿 不愿意看她伤心落泪 我这才忍着恶心 为你的前途操心谋划 想不到 你还这么妄自尊大 冥顽不灵 话已经说到了 你不领情 那也别怪我不客气 三天之内 我会让你的江北盟全军覆摩 一分手指轻轻敲打着沙发服饰 淡然一笑道 李书记 其实我从来没有从江北盟拿过一分钱 只不过他们尊敬我 称我一声教父 让我帮他们处理一些分择 保证社团稳定而已 你如果非要打击他们 那你就打你的吧 我管不着 好好好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 休怪我翻脸无情 李飞雨双眸一寒 摆了摆手 是以夜风可以离开了 一场谈话不欢而散 下楼的时候 蒋柯却是拦住了夜风 递给他一根烟 笑着说 兄弟 抽根烟 聊几句再走 有什么事 你只管说吧 夜风 你可知道 李书记给你一个多大的机会吗 只要你点点头 要么成为红墙御医 要么加入王牌特战队 这都是别人一辈子都别想碰到的好机会呀 兄弟我和你差不多出身 二十多年寒窗苦读 才拿到了清华大学的硕士文品 复习工考三个月不眠不休才考进了市政府 又在基层熬了三年才熬到了李书记身边 如果我是你 我肯定毫不犹豫的离开那位孙小姐 他根本没办法和李小姐相比呀 你若成了李书记的成龙快婿 那就是一飞冲天 任何人都挡不住你呀 蒋秘书 人各有志 而且我真的对李诗雅没兴趣 夜风轻轻摇头快步离开 望着夜风的背影 蒋柯冷哼一声 无懈自语道 哼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蒋柯转身上楼 到了楼上进了李飞宇的办公室 李飞宇问道 小蒋 你和他谈得怎么样 嗨 李书记 这小子太适才傲物了 根本不听劝了 哼 你给我盯着他 三天后 他要不离开东海 我们立刻展开大黑行动 还有 让他从人民医院滚蛋 哎呀 可是老爷子那边呢 他毕竟治好了老爷子 老爷子对他印象很好啊 那是老爷子不知道他背地里都干了些什么 他说白了就是小混混一个 怎么能配得上师家 唉 老爷子糊涂啊 李书记 我明白了 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办 蒋柯点了点头 出了办公室 忙了一阵子 蒋柯却是给张雨风打了一个电话 张少 今天李书记和叶峰见面了 啊 结果怎么样 张雨风颇为关切 毕竟叶峰是个巨大的障碍 直接关系到他能不能追求到李诗阳 蒋柯笑道 李书记对他很不看好 而这个叶峰性格也太臭屁了 所以两个人谈崩了 崩到什么程度 李书记让他三天内滚出东海 如果叶峰不听 那么李书记就会采取一些措施 哎呦 这下叶峰可完蛋了 哈哈哈哈 张雨风开心的大笑去 心说叶峰就是有天大的本质 也没资格和李书记叫板呢 那可是一世的侍卫书记 父母官啊 蒋柯微笑着说 是啊 这下张少你又有机会了 一定要珍惜啊 谢谢蒋秘书 我马上把钱打到您的卡上 张雨风心花怒放 立刻投桃暴力 果然妹妹张雨露那一番山峰点火起了作用啊 叶峰没了李家铸臂 这下我看他还怎么横 岂不是随便自己见他吗 此日叶峰刚刚上班不到几分钟 就被魏明远叫到了办公室 而且孙静怡也在座 见孙静怡脸色很不好看 叶峰已经有了一丝不妙的预感 问他 魏院长 您找我有什么事 哎呀 这个 刚刚市卫生局下发通知 清除一切无行医资格证的医务人员 你也在名单里面 啊 叶峰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少意外 先说这个李飞鱼倒是雷厉风行啊 魏明远继续说 冯沫存局长打来电话 他说是市委亲自督办此事 而且过问了你的行医资格 他亲自面见了市委李书记 想为你求情 但是 李书记根本不让步 也不听任何解释 必须开除你 所以 冯局长很无奈 也很痛惜 更感到很抱歉 他让我 带他向你表达诚挚的歉意 魏院长 您转告冯局长 我都能理解 李飞与一方风江大力 一言九鼎 冯沫存在他跟前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也算是尽力了 魏明远问道 叶峰 我很不理解 你医术这么好 还治好过李老 为什么李书记这么针对你 大人物的心思 我怎么能想明白呢 叶峰也没细说 毕竟牵扯到一些儿女情长 孙静怡要是听到了恐怕也不好受 魏明远说 不管怎么样 叶峰你的医术医德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只是暂时的困难而已 你一定能够躲过难关 重振旗鼓的 出了办公时 孙静怡把叶峰拉到了天台 柔声问道 叶峰 是因为李诗雅对不对 你真是猜得太准了 简直能去算卦了 叶峰当即把李飞宇和他的谈话说了一遍 当然他已经成为江北教父这些事自然没说 毕竟这有可能让小丫头担惊受怕 孙静怡一头扎进叶峰怀里大哭了起来 叶峰 谢谢你 你对我太好了 李诗雅的出身和地位比他可是强了不少 但叶峰即使面对李书记的重压依旧不离不弃 这是何等的深情啊 叶峰说道 孙静 为什么要谢我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可是 可是你怎么办呢 你真要离开人民医院吗 孙静 你以为离开人民医院我就活不下去吗 我该去收地盘了 现在整个药网馆都是我的 啊 药网馆是你的了 孙静怡倒是知道叶峰和李洛水一向不合 但至于具体是怎么回事 他还不知情呢 叶峰就把当日给叶剑雄看病时和李诗本的赌约说了 但叶剑雄的身份自然没说 只说是个棘手的病人 孙静怡听得破题为小 这个李诗本也不是个聪明人 他江湖地位可比你高多了 又是前辈 竟然和你打赌 就是赢了你他又有什么光彩的 谁说不是呢 你就安心在这上班吧 我去药网馆看看去 好吧 你去吧 药网馆在东海赫赫有名 并不难找 出了医院打了一辆车 很快叶峰便是抵达了药网馆 药网馆在经济开发区域 占地一百二十亩 已经成为一个中医为主 并且涵盖西医内外科的综合性医院 此外还有一个药品研制中心 下了车就看到对门有一个太极浮雕风景石 院子内杂花生树 假山怪石林里 环境很好 叶峰懒洋洋地朝着大门走了过去 还没进门就被几个身高马大的保安给拦住了 干什么的 几个保安拔出警棍 虎视眈眈地看着叶峰 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开打的架势 叶峰奇怪 这医院平日里都是人来人往的 又不是政府大院 怎么这么戒备森严呢 他皱了皱眉淡淡地说道 我来找李诗本 什么李诗本 你要尊称李神医 李诗本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 上次招打是不是 几个保安顿时大怒 拿起警棍指着叶峰嚣张地喊着 叶峰目光一鸣 语气略显不悦 让李诗本过来见我 当日他可是跪地认输的 叶峰心说 合着这李诗本还想拒绝交出药王管不成 欠我叶峰的账不还 你还想安生吗 找虐呢 揍他 几个保安顿时怒了 纷纷抽出警棍 嗚的一声 朝着叶峰的脑袋砸了过去 这几个保安都是李诗本为了应付事端重金聘请过来的 有好几个都是退役军人出身 身手利落得很 一警棍敲结实了 能把一块石头都砸碎 慢说是肉身烦胎了 一般人肯定当场昏迷甚至脑震大 可遗憾的是他们碰到的是叶峰 叶峰轻轻摇头 遗憾的长弹 然后手指看似随意的弹动了几下 哎 真是一帮不知死活的东西啊 啪啪啪 只见几道乳白色的气柱破空而出 打在了几名保安胸口的穴道之上 顿时他们就僵直倒地 爬都爬不起来 几个保安目瞪口呆 哎呀怎么回事 我我斗不了了 难道是见了鬼中邪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快快叫大小姐 他们根本没看清叶峰的动作 纷纷失去了行动能力 还以为是中邪了呢 吓得脸色傻白冷汗都冒出来了 叶峰看也不看他们一眼 背负双手悠闲地迈着步子 绕过太极景观时朝着主楼走了过去 忽然一声娇和传来 主楼内走出一个俏脸冰寒的女孩 站住 你就是中医的灾星 胆敢再往前一步 我杀了你 这女孩大概十七八岁的年纪 穿着一间药王馆李家标志性的长衫 皮肤白皙 眉目如画 穷鼻绣挺 嘴唇烟糊 身材苗条纤细 充满了灵秀之气 走在大街上 绝对是回头率超高的小美人 只是她双目冰冷 充满了恨意 好像一道闪电般射向叶峰 恨不得将叶峰吃了一半 叶峰一声轻叹 摇了摇头问道 收账还真是不容易啊 你是李诗本的什么人 李诗本是我爷爷 李洛水是我哥哥 我叫李雪焦 你想侮辱我们药王馆 就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侮辱 你们药王馆值得我侮辱吗 李诗本已经把药王馆输给我了 我今天过来是收走药王馆的 你们要愿赌服输啊 不然我只能不客气了 还没笔训呢 凭什么说药王馆就输给你了 小子你放肆 李雪焦俏两一沉 一个剑步冲过来 纤细柔美的长腿高高扬起 就朝着叶峰的面门狂扫过去 这一扫 原本看上去极具美感的长腿 瞬间变成了可怕的杀人机器 李雪焦俏两一沉 一个剑步冲过来 纤细柔美的长腿高高扬起 就朝着叶峰的面门狂扫过去 这一扫 原本看上去极具美感的长腿 瞬间变成了可怕的杀人机器 他的一声 狂斗劲烈的动作 竟然撕扯出一声脆响的音爆 如同一条长鞭一样狠狠抽过来 原好 实力不差呀 叶峰见眉一扬 神识一扫 原来这丫头竟然也修炼了古武 只不过层次不高 今生终其而已 当然 层次不高也只对叶峰而言 在世俗界 他这种伸手五六个特种兵都进不了身 能够横压一方 叶峰大手闪电般的探出 一把握住他柔弱无骨的脚踝 将那笔直纤细的眉腿夹在自己的肩膀上 大手一伸拦住他的腰肢 李雪娇情不自禁的就倒在了叶峰的怀里 此时他胯肩紧紧的贴合在叶峰的腹部 饱满的胸膊压在叶峰的胸口 俏脸更是与叶峰近在咫尺 连叶峰的毛孔都看得清 此时两人的动作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 要多刺激就有多刺激 根本不像在打架 而像是一对配合默契的芭蕾舞演员一般 这大小姐就被这恶人给擒住了 那些躺在地上的保镖 看到这一幕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元 不可置信 平时他们几个联手出击 都不是大小姐的义合之将 可见大小姐的彪悍实力 但现在大小姐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那就好像沦入了大灰狼巨爪之下的小白兔一般 李雪椒被叶峰紧紧搅在怀里 感受到他那灼热的男子气息 被刺激的俏脸粉红 羞扫不堪 失声惊叫道 放开我 不放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你 叶峰挠着他纤细的腰肢和后背的双手再次紧了紧 以至于他胸前的饱满都给挤得变形了 叶峰心说看不出来啊 这丫头身材挺苗条的 但竟然这般规模不菲 弹性也相当不错呀 叶峰坏坏的想着 故意低头在他胸前清秀了一口 一脸陶醉的说 哎呀 好香好甜 好大好圆好弹啊 周围的保安们再次出离愤怒了 无耻 竟敢调戏大小姐 我要和他决斗 哎 决斗个毛啊 根本打不过 我 我不活了 我心目中的女神竟然被这小子给玷污了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叶峰现在恐怕已经死了一百遍了 只是他们被点穴了都动不了 也只能用眼神来杀死一封 你 你放开我 李雪娇简直心跳如骨 羞愤难当 俏脸飞红一片 好像有低处写了一般 他挣扎的很无力 分拳抬起 徒有其表的砸在叶峰的胸口肩膀上 好像挠痒痒一般 因为李雪娇有一种很奇异的感受 他在叶峰怀里竟然感受到一种清新可喜的气息 羞愤归羞愤 但他对叶峰就是讨厌不起来 也怨恨不起来 他甚至有点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好像叶峰的怀抱是一处温暖平静的港湾 可以为他遮风挡雨一般 有一种久违的安全感 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微妙的情愫 在心间缓缓升等 涌动 最终满延成灾 他缓缓抬头 去看叶峰的眼睛 叶峰的毛子很干净 很清澈 就如同秋日的平湖一般 不含一点杂质 深邃而幽远 又好像春日的暖阳一般 温暖而平和 明亮而不要眼 让人看一眼就无法忘记 他 他怎么这么帅啊 他发现叶峰长得很清秀很帅气 见眉星目 笔梁高挺 尤其是那种淡膜而镇定的气质 让他显得更为初衷 比电影上电视剧里那些奶油小声有魅力多了 李雪娇在心中暗暗骂着自己 呸呸呸 我怎么能觉得他长得帅呢 他帅个屁 就是长得帅也不是什么好人 这可是来毁灭药网馆的大敌人死对头啊 我怎么能这么想呢 叶峰微笑着说 没想到你身体柔韧性这么好 你到底是学医的还是习武的呀 李雪娇在他怀里一字马的姿势架了几分钟了 但是这小丫头根本不带喊疼的 哼 那当然 李雪娇得意的冷哼了一声 他不仅精于一道 而且还跟随了范如龙修炼过武道 在东海小一辈的年轻人中根本没有对手 也是赫赫有名的 紧接着他甚至有点撒娇的味道 吐气如蓝的说 求求你了放开我好不好 我有点累了 哎 再抱一会儿 我喜欢抱了你 人太多了都看着呢 等人少的时候我就能抱你了 反正你现在先放开我 不放 我挺享受的 你不放是吧 李雪娇嘴角突然浮现出细血的微笑 朱唇清起 吐气如蓝的凑到叶峰的嘴边 你想干什么 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啊 你别亲我 你想多了 李雪娇前一刻开始软语娇羞 下一刻却是恶狠狠的咬住了叶峰的鼻子 哎呀 你说狗的你 你怎么咬人呢你 猝不及防之下 叶峰也没来得及鼓动真元防御 疼的眼泪顿时都下来了 下意识的就松开搂着他先腰的双手 哼 这是轻的 给你点警告而已 不然我把你鼻子都给咬下来 李雪娇右腿落地之后 倒是没上前攻击叶峰 他知道眼前这个少年绝对比自己能打 所以只是威胁的瞪了叶峰一眼说道 你赶紧走吧 你想和我们比拼医术是绝对赢不了的 为什么啊 叶峰心说我明明跟你爷爷你哥哥较量过呀 难道他们还突飞猛剑了不成 李雪娇双手插腰得意洋洋的手 哼 你可知道大名鼎鼎的东海神医叶峰吗 他老人家医术神庙之极 一根银针生死人肉白骨 炼丹制药能让人起死回生 我告诉你 他是我师父 今天的比试他会帮我们药王管的 叶峰晕了 也说我什么时候多了个美女徒弟啊 叶峰听得稀里糊涂 看来今天这里似乎有一场比试 而这丫头竟然把自己当成了倚仗 来吓唬对方 叶峰感觉有趣 不由得笑道 你吹什么呀 你见过叶峰吗 他长什么样啊 我当然见过 我是他的徒弟 他们 白胡子老爷爷一个 先锋道鼓 喜欢穿长衫 信口雌黄 叶峰忍俊不禁 谁说这丫头 你爷爷你哥哥喜欢穿长衫 难道你就以为全天下的中医都喜欢穿长衫不成 你再敢骂我我打死你 小丫头恶狠狠的瞪着眼睛 朝叶峰挥动几下粉泉 似乎要再次碰殴叶峰一般 雪椒不可对叶大师不敬 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李石本和李洛水快步走了过来 李雪椒愣了愣有点不妙的预感 什么叶大师 李石本没有理会孙女 快步走到叶峰跟前 毕恭毕敬的抱拳鞠躬 叶神医您来了 欢迎欢迎啊 李老先生客气了 免礼 李石本和李洛水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 说白了也只不过是有点傲气罢了 此时见他如此有礼 叶峰自然也得给他面子 李雪椒此时的表情真是要多精彩就有多精彩 眼睛瞪得溜圆 弹口极紧张开 一脸的不可置信 然后就羞得满脸通红 哎哟 惨了惨了 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叶神医 李石本连忙弯腰伸手 做了一个虚情的手势 在前面带路 叶神医您快请进吧 叶峰与李雪椒擦肩而过的瞬间 却是轻轻一笑 现在你知道叶神医长什么样了吧 李雪椒羞得满脸通红 踢了李洛水一脚 混蛋 你怎么不告诉我 叶峰是个年轻人 你害得我 李洛水苦着脸说 那我也没说他是个老爷爷呀 这不是你自己想当然的认为吗 他这么年轻 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李雪椒此时将信将疑的看了一眼叶峰 将叶峰引入一间会客厅 李石本亲自给叶峰套茶端水 笑道 叶神医请喝茶 叶峰端起茶水抿了一口 李洛水立刻将一份合同放到了叶峰跟前 叶峰打开一看 却是药榜馆的股权转让协议 总价值超过五个亿的资产 全部转移到叶峰的名下 叶峰笑道 李石本 这五个亿的身价 可是你一辈子攒下的家业呀 这么轻易的送给我 你舍的 叶神医 老实说 刚刚输给您的时候 我也肉疼不已呀 但过了这段时间 我也想明白了 您医术惊天动地 老朽真是佩服之志 在您的带领下 中医中药必将成阵胜位 国医馆只有在您的名下 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和价值 老朽当年对叶大师不敬 实在该死 但也只是因为我热爱中医 陶醉于既往的成就 但我并不贪财 只要能够发扬光大 中医中药 将药王馆送给叶大师 又有何妨呢 哈哈 你要这么说 我就确知不公了 叶峰心说 这个李石本 虽然高傲自负了一点 但不得不说 做人还是很痛快 很厚道的 李石本笑道 不过 老朽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就知道你个老狐狸肯定不吃亏 你有什么要求 说吧 扑通一声 李洛水跪在地上 磕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响头 激动的说 请叶大师受我为徒 他当日的确很看不起叶峰 但是 现在却是彻底沉浮 只要能学到叶峰医术之万一 也能横着走啊 叶峰的脸色淡没下来 说道 你不行啊 你品行太差了点 如果这个李洛水只是性格高傲也就罢了 但是他对邱义浓的态度 还有在鬼市上巧取豪夺的行为 却是显露出他好色贪婪 并且不择手段的个性 让叶峰很是不喜欢 叶神医 我知道错了 您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李洛水也明白这点 长则毁清了 满脸的遗憾和失落 但是大错已经住下 他又有什么办法 是啊 叶神医 我知道这小子品行有点问题 我会好好收拾他的 我做的决定 谁都不能改变 李洛水我是不会收的 但是 我可以收你孙女为徒 哦 哎呀 这一十本大喜过望 赶紧推了站在一边的李雪焦一把 低声说道 还不赶紧磕头先 爷爷 非要磕头吗 当然 道不可清传 我原来拜师的时候 先扫地两年 端水两年 警施两年 六年之后 师父才教给我一些基础的医学 若天赋不佳 师父不满 卓出师门 只有天赋 勤奋 遵循众道 三者皆备 才能被师父收为入室弟子 叶神医学究天人 神通莫测 掌握了华夏一道的顶尖 他能愿意收你为徒 那是你百年修来的福分 现在叶大师 现在叶大师愿意收你 这是多大的恩情啊 见爷爷吹胡子瞪眼的 李雪娇吓得不轻 连忙嗡了一声 朝着叶峰盈盈拜下 师父 请受徒弟一拜 起来吧 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不用下跪 叶峰轻轻一笑 右手伸出 轻轻一脱 叶峰郁白的手掌 明明距离李雪娇 还有几公分的距离 但李雪娇却败不下去了 他大吃一惊 对叶峰刮目相看 这是契机 看来叶峰的修为 应该在画境修为 怪不得自己打不过他 李雪娇和李洛水起身 在一旁落座 叶峰问道 对了 当才我听雪娇说 似乎有什么人要过来挑战 提起这一场 李石本顿时激动起来 脸上浮显出滔天的恨你 狠声说道 叶神医 你可曾听说过中医杀手 苏方舟这个人吗 苏方舟 好像是一位科普专家吧 此人曾经是华夏医科大学 心胸外科的高材生 后来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 获得外科学博士学位 此人回到国内之后 开办学术刊物和网站 以批判中医为己任 污蔑中医是巫术和邪术 在学术圈和公众间声望很高 被称为中医科兴和科学斗士 尤其是这半年来 他带着媒体和西医团队 用西医现代诊疗技术挑战成名中医 连挑十几所中医馆和中医学院 获得了不小的名声 中原地区赫赫有名的针灸大师李玄胡 治不好他提供的腰椎病人 名声扫地 黯然身上折断银针 宣布退出了中医圈 江南省金陵市中医院院长 中医内科专家胡新发 治不好他提供的肺结核病人 被数百家媒体报道 胡新发受不了打击 一病不起 已经辞去院长之了 那所中医院门庭冷落 李时本一连说出五六个例子 都是中医治不好他们的病号 或者无法证明中医的效果 一败涂地的事情 最后他皱眉说道 唉 十天前我们药王管也收到了他的挑战术 今天他们就要过来 我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只能严防死守 这也是那些保安和李雪娇冲你动手的原因 哦 原来如此 怪不得李雪娇那么仇恨自己一言不合就动手呢 原来是把自己当成苏方舟了 李时本深深的鞠躬 满头白发轻轻的抖动着 满脸恳求之色的说道 一身一意 老朽有个不情之情 苏方舟若来了 您可要出手为中医证明的 您要是不答应 我就常归不起 当然 我择无旁贷 这些人又哪里知道中医的神奇呢 好 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苏方舟今天一定会灰头土脸 雪娇 你吩咐下去 那苏方舟要进来 保安不要拦着 请他进来 呃 叶峰 不 我师父 他能醒吗 李雪娇还是有点耻语 他并没见过叶峰的神奇医术 但是苏方舟的医术太逆天了 华夏青年中西医中能排前十 出道以来从无败尽 李师本皱眉呵斥的 你懂什么 叶神医的医术神鬼莫测 今日苏方舟不来还则罢了 他要是来了保准一败徒弟 李雪娇心说 他这么年轻 真的那么神吗 没准是小骗子呢 李雪娇虽然不相信叶峰的医术 但爷爷的话他不敢不听 赶紧拿出手机通知下去 片刻后 保安打来电话 大小姐 苏方舟来了 只见几辆劳斯莱斯幻影 风驰电车的驶路要网管 在停车场上停下 叶峰神色淡然的冲李雪娇 扬了扬下巴 你下去接一接他吧 这种跳梁小丑一般的小角色 叶峰怎么放在眼里 让李雪娇接他 已然很给他面子 李雪娇连忙来到停车场 只见一位西装革履 头油正亮的俊朗青年下了车来 他就是苏方舟 接着 几名金发碧眼的老外助理 还有一票媒体记者 也扛着长枪短炮纷纷下车 苏方舟医生 您好 我是李诗本的孙女李雪娇 李雪娇虽然年纪很轻 但气场倒也不入 早上前去不卑不亢 苏方舟矜持地点了点头 说道 不要叫我苏方舟 叫我的英文名字 杰克苏 我已经取得了美国绿卡 虽然我是黄皮肤黑眼珠 但我的内心却是美国人 好吧 李雪娇暗暗撇了撇嘴 先说相交人一个 所谓的鼠点望左就是这德行啊 苏方舟目光不屑地打量着周围 周梅说道 李诗本呢 嘿 这里的设施太差了 建筑物这么密集 病人还这么多 和美国的医疗环境根本不能比 病人在这里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吗 李雪娇强忍着怒意说道 我爷爷在楼上等你呢 哼 好大的架子 等会儿我让你们名誉扫地 苏方舟冷笑一声 脉步朝着药王馆的主楼走了过去 记者和助手们连忙跟上 苏方舟走入会客厅 英雇狼屎般的扫事周遭 最后不光落在了李诗本的身上 你就是李诗本 没错 老朽正许 李诗本一聊长生 站起身来 不卑不亢地笑道 欢迎苏方舟医生来切磋医术 共同提高 叫我杰克苏 不 他很在意这个 一向以美国人自居 自认为高人一等 根本不应该投生在华夏 在场的记者们 纷纷暗动快门 原来他就是李诗本了 倒是有先锋道骨 颇有风度啊 是 听说他的医术很高超 冠绝东海 专制疑难杂症 解决了很多重大疫情 苏方舟撇了撇嘴说道 什么先锋道骨 这种自称神医的老头 我见得多了 事实证明他们不过是骗子 一定会被我揭穿的 李诗本强牙怒火道 杰克苏 你这话未免太偏激了吧 华夏文明远远流长 中医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瑰宝 玄妙神通 又岂能是你这个外行能轻易否定的 瑰宝 在我看来是糟粕 人血馒头可以治疗劳病 毛发着甲用来补血 破的旧骨皮治疗水症 大小便被称为黄金汤人中黄 也拿来服下治病 全是无疾之谈 不仅不科学 而且污秽不堪 中医就是邪术 就是巫术 就是骗术 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大敌 华夏欲走上科学昌明的大道 中医中药是最大的障碍 必须拔除 必须死亡 数字无理 一派胡言 见那些记者听得频频点头 理事本气的火冒三丈 脸皮涨得通红 苏方舟不为所动 淡淡说道 我这次带来两个病情相同的植物人 看看谁能先治好 见义峰轻轻点头 李诗本说道 好 苏方舟寒生说道 既然是对赌 总得有点赌注吧 你们若是输了 就要对我下跪磕头 另外 药王管立刻关门停业 他极度认同西医 而李诗本 是东海中医圈的第一人 又是中医协会的主席 声望最高 自然要大肆羞辱 以证明西医才是医学的正当 好 可是你又输了呢 我怎么可能输 好吧 公平起见 我若输了 就退出华夏医疗界 永远不踏入华夏医部 不过我身体不适 今天就请这位夜神医替我出占 没问题吧 他是谁啊 年纪轻轻的 是你的弟子吗 毛都没长齐 也配合我比试吗 我可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医学博士 你 不可对夜神医无理 是 是 是 李诗本 你根本没信心赢得了我 所以不敢应战 才让你的徒弟出马 这样即使他输了 你也能留住几分脸面 夜神医若是输了 我也对你下跪 李洛水也气狠狠的说 是 夜神医的医术 又岂能是你能想象的 他若输了 我也冲你下跪 刚才的赌注 一律有效 好 既然如此 那就比试吧 苏方舟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李诗本下跪认输 至于谁出战根本不重要 反正都不是自己的对手 二楼一间手术室 设备很先进 呼吸机 心电监控等各种手术设施器具 一应俱全 手术室门外 苏方舟的助手将两名患者推了进来 这是两名年龄相当的男性植物人患者 病因相同 都是车祸引起的炉内淤血 导致失去行动能力 此外各项症状也都差不多 苏方舟站在病人旁边 得意洋洋的说 老家伙 小屁孩 你们先挑吧 等会别说是我挑了症状比较轻的患者 欺负你们 叶峰淡淡的说 死相交 你先挑吧 你一定会输 我要让你说的心服口服 他对苏方舟很没有好感 且不说他仇视中医中药 就是他对病人的态度 就有失医者本分 在叶峰看来 中西医根本不属于一个体系 完全没有必要 争夺个高低上下 只要能治好病人就好 而这位苏方舟 仅为这些理念之争 就把病人千里迢迢的带来 饱受旅途颠簸之苦 这还算什么医生 你倒是挺狂啊 我很期待你等会儿冲我下跪时候的精彩表情 呵呵呵呵 苏方舟不屑地看了叶峰一眼 指了指一名患者 把这个患者给我推到手术室 几名助手都换上了手术服 消毒 然后簇拥着苏方舟紧接了手术室 李诗本检查了一番剩下的那名患者 心中已经冷汗都下来了 叶神医 病人脉袭微弱 眼中不满血丝 颅内出血严重 您看看能行吗 苏方舟真是有备而来 这名患者的情况非常严重 他已经沉睡数年 呼吸心跳还在 但是大脑已经没有任何意识 身体只有部分反射性活动 但已经没有任何主动行动能力 连推演功能都没有 只能用鼻四为食 如此严重而棘手的病情 纵然是他学会了部分的太义神针 也没有丝毫信心将患者治愈 叶峰背负双手 踏前一步 但他说道 这又何难 一刻钟内我就能将它唤醒 众人大吃一惊 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呢 睡了十年的植物人还能苏醒 还只用一刻钟吹什么牛啊 植物人多难治疗啊 那些记者 那些记者一阵跟踪苏方舟采访 见了很多中医落败之事 更是对叶峰痴之以鼻 就连李雪娇也认为叶峰这话说的太满了 师父 这里有很多媒体在场呢 中医也有治愈植物人的先例 但极少 但即使能治愈 也无疑不是用针灸 湯药 经过旷日持久的条理才能治愈 叶峰手一晃 手里就多出了一副牛皮针袋 我行不行 一试便知 此时那些记者们都将摄像机照相机架设起来 要捕捉叶峰落败的画面 相机准备好了吗 赶紧拍 有一个吹牛的家伙 人红是非多呀 叶峰此时多了一点心思 他不愿意成为公众人物 打扰自己平静的修炼行医生活 他鼓荡出一层真圆笼罩在自己脸上 这样那些记者拍下来的画面就会很模糊 叶峰说道 将病人扶起来坐直了 是 李洛水和李雪娇连忙上前 小心翼翼的将病人扶了起来 百会 下一刻 叶峰撵出一根银针的屈指一弹 一道银针平平飞出 到病人头顶的时候 却是突然急速弯折向下 射入那患者的百会穴之中 这完全违背了物理学规律啊 那银针怎么能拐弯呢 很多人大吃力精 李雪娇更是眼中一亮 行驾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叶峰行针如行云流水 认学之准更是他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丰斧搜 又是一根银针射入丰富学之中 准确无误分毫不差 病人的头部 几乎被几十根银针扎成了一个刺 那些不懂行的记者们 瞧得触目惊心 头皮发麻 这根银针好像磁入得有十公分 差不多贯穿整个脑部了吧 这病人还能活吗 是啊 病人到现在还没动静 没准就彻底挂了呢 嗨 挂掉也好 那样新闻更劲爆 咱们稿费就能飙飞了 这些记者认定叶峰不能治好患者 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虎 叶峰充耳不闻 继续专心致志的施针 最后一根银针 却是刺入了病人的后顶穴之中 紧接着 叶峰一双大手笼罩在密密麻麻的银针之上 数许齐发将针缘灌注 说起来 这个植物人的情况 比当日叶峰治疗的那个脑诊病人要简单许多 只是脑海深处有一些瘀血罢了 一般医生肯定觉得很是棘手难缠 但对继承了逆天十八针的叶峰来说 简直就是小菜一滴 大概十分钟之后 叶峰双手轻轻一扬 几十根银针齐齐飞入叶峰的手中 治疗结束了 病人会醒过来吗 记者们满脸疑惑 刚刚叶峰施针的动作挺炫目的 但是至于效果 谁都不知道 有个记者看了看表 说道 只有十三分钟 大多数记者都认为不可 醒来个屁呀 就用几根银针扎一扎 病人就能醒过来吗 李诗本一言不发 只是想记住叶峰扎针的手法 但是却一点都记不住 太复杂了 可正在此时 病人的手指轻轻颤动了一下 眼睛也睁开了 狠狠狐狐地问道 我 我这是在哪儿啊 她的声音很嘶哑 也很虚弱 但是确实是发出了声音 这证明她的脑海已经有了意识 并且有了自主反应能力 也意味着叶峰治愈了患者 在场的媒体记者全都震惊的目瞪口呆 不可置信 对叶峰敬佩到无以复加的地理 病人好像说话了 是我幻听了吗 不 你没听错 病人的确说话了 这叶神医的医术也太逆天了 是啊 这简直是奇迹啊 不 奇迹都无法形容 这是神迹啊 李雪焦对叶峰的态度彻底改观 眼中迸射出崇拜的光芒 她的医术竟然这么厉害 绝对是我爷爷 我哥哥的十倍不止啊 李诗本彻底败福 叶峰的神奇医术再次让她叹为官职 唉 我果然输得不冤 这等医术足以冠军华夏呀 患者的妻儿对叶峰感激不尽 双膝一弯就跪倒在叶峰面前 连声道谢 竟是喜极而泣 不停的磕头作意 叶神医 感谢你啊 我家老公终于醒过来了 她们之前根本看不到治愈病人的希望 这才铤而走险 把病人当成苏方舟较量医术的小白兔 原本由年纪轻轻的叶峰来治疗患者 他们觉得很不靠谱 但已经和苏方舟签订了协议 也没办法 完全是死马当成活马医 但没想到 叶峰施展神器的针灸之术 短短十几分钟就把病人给治愈了 他们怎能不喜 怎能不感激呢 叶峰连忙将家属搀扶起来 快快请起 就此扶伤本来就是医者本分 你们不要客气 病人的妻子逃出一张银行卡 塞给叶峰感激的说 医生 这是二百万 就当成诊金吧 你千万有收下 不不不 我治疗他本来就是分内的事 此外我也要证明中医的效果 我分文不去 中阵就惊呆了 二百万 分文不要 这是何等的气魄 又是何等高尚的医德呀 谢谢你 谢谢了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呀 一群记者 一群记者立刻围住了叶峰 一根根话筒 瞅到了叶峰跟前 叶神医 我是新浪网记者 请接受我的采访 您到底是哪里的医生 我是东海电视台的记者 请问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地方媒体就往一边让一让吧 我是央视记者 请问您的针灸手法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叶神医 您的医术传自何方 对不起 我不想接受任何采访 你们写稿的时候 就称我为叶医生就行了 叶峰不想出名 也对这些记者并没什么好感 此前他们拿着苏方舟的好处 大肆污蔑中医 颠倒黑白 完全是维护作长 叶神医 您就说几句吧 那些记者也很无奈 此前他们一再怀疑叶峰的医术 也难怪叶峰对他们没有好脸色 叶峰一心记挂病人 拨开记者走到患者身边说道 这里是医院 我是你的医生 你试着下床走几步 相机 注意机位 拍好了 这个画面很重要 一定要拍清楚了 记者们再次兴奋 纷纷动作起来 将摄像机和相机对着患者 虽然叶峰不接受采访 但植物人经过十多分钟的治疗 就能下床行走 这也是爆炸性的新闻了 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 患者深呼吸了几下 双手撑着单架床 艰难的坐了起来 哎 坐起来了 天哪 神哪 加油 加油 记者和病人家属都在给患者加油助威 没有人不希望看到患者康复见证奇迹 患者又呼吸了两下 终于扭动身躯 双脚踏在地上 他激动欣喜的泪水滚滚而下 我醒了 我能动了 我能走路了 我们到外面进行一下复健吧 叶峰吩咐了一句 李雪娇和李洛水连忙搀扶着患者 向楼下走去 病人刚开始行走还很困难 但是毕竟叶峰输入了不少真元 这些真元对他的体质恢复大有弊 所以大约半个小时后 病人就行走自如 箭步如飞了 此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苏方舟 也擦了擦额头上的热汗 走出了手术室 见门口摆着一幅空荡荡的单架床 他冷冷一笑道 哈哈哈哈 人呐 估计被那个臭小子胡乱治疗搞死了吧 我让他跪地认输去 主楼前的草坪上 苏方舟盯着叶峰和李时本高声大笑道 哈哈哈哈 叶医生 李时本 你们该下跪了吧 该下跪的是你吧 你把病人治好了吗 你那么得意 李雪焦立刻反唇相继 现在他们对叶峰奉若神明 岂能容这小子亵渎污蔑 哈哈哈哈 病人的患者是不可逆转的永久性损伤 这种极限已经超过了人类在脑壳领域探索 但是 经过我的治疗 病人各项体征趋于稳定 至少能多活二十年 李雪焦焦艳的红唇掀起嘲讽的糊涂 傲然冷通道 傲然冷通道 哼 都开辟绿色通道 给他发放绿卡 让他加入美国籍 回国之后 在华夏医科大学任教 校方也是专门给他开辟出一座实验室 用于医学研究 可以说苏方舟无论到哪里都是欢呼一片 何从受过这等侮辱 尤其还是一个美貌少女屠辱 苏方舟强牙怒火 嘲讽道 病人已经被这个姓叶的炙死了 他不如我一根毛才对吧 你眼睛瞎了吗 病人活蹦乱跳的 哪里死了 李雪焦抬手一指不远处 正在蹦蹦跳跳的病人 这 这不可能 苏方舟一瞬间脸色变得煞白 猛然揉了揉眼睛 眼珠子瞪得溜云 不可置信 自己都没办法治好的病人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中医怎么能治好 可现在病人偏偏活蹦乱跳的 让他以为出现了幻觉 此时 那些正在拍摄病人复健运动的记者们 都发现了苏松舟出现 纷纷跑了过来 镜头对准他一个个犀利的问题 连珠炮一般的射来 杰克苏 请问您的病人什么情况 治好了吗 您对夜神医的医术怎么评价 您现在又怎么看待中医 还认为中医是伪科学 是巫术 是骗术吗 作茧自负 苏方舟原本是用这些媒体 帮他扬名立万 打压中医 但现在反而成了将他压垮的稻草 苏方舟脚步亮强 脸色煞白 冷汗之貌 湿火落魄 想不到 中医竟然这么神奇 我真的是错到家了 小瞧了中医了 叶峰覆手而立 抬头看着一壁如洗万里无云的天空 淡淡的笑道 刚刚你立下誓言 若要输了 就要下跪认输 并且退出华夏医疗界 你不会当成儿戏吧 不 我不能下跪 更不能退出 苏方舟苦读二十年 终于成就一身绝许 转战大半个华夏中医圈 费了千辛万苦才积累了现在的名声 这一跪 全功尽弃 叶峰一声呵斥 跪 顿时 一股滔天的威压从天降落 重重的压在了苏方舟身上 苏方舟哪里能承受住休真者的威压 咔嚓一声就如同癞蛤蟆一般趴在地上 五体投地 记者们都激动的要疯了 赶紧拍下了这珍贵的画面 苏方舟认输了 下跪了 快拍快拍 这稿子一出绝对是爆款新闻哪 苏方舟如死狗一般趴在地上 泪如雨下 悔恨不已 他知道 他辛苦积累的名望和地位 全部毁掉了 不要让我在华夏再看到你 叶峰再也不看苏方舟一眼 转身向主楼走去 片刻后 也将那名植物人给止育了 重新在茶室座下 李诗本兴高采烈地说 叶神医真是一道通天哪 哎呀 今日扫除这个大祸海 咱们中医的士气和声威必将重振啊 他所言不虚 因为苏方舟这些反中医人士的存在 中医早就变得岌岌可危 不受患者认可 但今天 经过媒体的一番血染 公众势必会认识到中医的神器 重拾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可谓意义深远 功德无量 叶峰抿着茶水 微笑着说 不要透露我的真实身份 我怕麻烦 也不想出名 哎呀 叶神医如此淡薄名利 实在让老朽佩服至极啊 医者没有几个不好名声的 就是他李诗本已经这般年岁 也看不破名誉二字 若是一般人有叶峰这等成就 肯定大肆宣扬 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医术了得 但叶峰却处之淡然 根本不把这些虚名放在眼里 我怕麻烦而已 叶神医 从今天起 您就在这里坐枕行医吧 老朽等人愿意当您的助手 药王馆一定会蒸蒸日上 算了 新闻一旦发布 指不定多少人过来挂号 但我只对疑难杂症感兴趣 一般患者只是浪费我的时间罢了 呃 这样 我找个地方开个小医馆 你这里治不好的病人就送到我那里 嗯 叶神医说的有道理 可是另外购置店面在装修恐怕要一些时间呢 李洛水说道 对了 叶神医 我们刚刚收购了鬼市 那里有很多店面 您去那里如何 诶 那里哪行啊 脏乱差 不够清净 江湖游衣遍地走 不合适不合适 诶 不 我看那挺好 我和那里还颇有缘分呢 叶峰眼睛一亮 点头赞头 行医治病是一方面 但搜集修炼用的天才地宝灵草妙药也很重要 那里鱼龙混杂 却是偶然会有一些修炼资源出现 此前还不是曾经在那里买到过九区黄金吗 李诗本自然不敢为你 联盟说道 那好 咱们中午就在这里吃顿便饭 下午 雪焦你陪叶神医过去 帮忙打扫一下 好的 爷爷 呲啦一声 叶峰突然拿起骨拳转让额头 撕得粉碎 手一扬 纸片如满天飞雪般飘落 这 叶神医 您 您这是为何呀 难道老朽做的有什么不妥 得罪了您吗 药王馆 从今以后 还是你的 当日打赌 只不过是想压压你们的傲慢性格 你们已经改了 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再说 今日我也看到你们维护中医中药文化的全群之心 既然都是齐皇门下 我又何必要夺你一辈子的心血呢 师父这也太帅了 李雪焦满脸震撼的看着叶峰难以置信 眼中蹦射出崇拜的光芒 叶峰这么一丝不要紧 等于是把到手的武艺又送回来了 简直是金钱如粪土啊 这是何等的魄力 何等的豪爽 何等的大气呀 叶神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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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李石本满脸愕然 足足愣了有十多秒钟才反应过来 却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啼似横流地说 多谢叶神医摘心人厚 给老朽和李家一道留下一片七居行医之地 哎呀 老朽忘乎七十年 今日才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红尘凡俗间 一真明事啊 叶峰对吃食没什么讲用 中午就在药盲馆的食堂用餐 李石本三人恭敬陪伴 席间叶峰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对了 你们那个柔肤高的药方 不要卖给雅枝集团 李洛水皱眉说道 可是 药盲馆已经和他们达成合作意向了 雅枝集团其实是中原大家族柳家控制 据传的柳家少主柳云海有通天彻地之能 万一他要不满 无妨 他来过 只是已经被我打跑了 你和他联系时 就说是我叶峰的意思 他就不敢胡来 什么 李洛水晶的眼珠子都掉了 据说柳云海可是武道高手 在整个中原地区都赫赫有名 竟然让叶峰给打跑了 幸亏叶峰当日没揍自己啊 否则我小命还在吗 叶峰之所以帮忙这么干 主要是考虑帮助邱与彤 毕竟这小丫头是春蕊悬阴体 是自己下一个推导的目标啊 不过 虽然小丫头已经是成年人了 但一考虑到她是个高中生物 叶峰就觉得自己很邪恶 吃完饭 李雪焦就陪同叶峰来到了鬼市 也就是药材交易市场查看店面 师父 这个门面怎么样啊 这原来就是一家医馆 不过是一个江湖游医 因为致死了人 被患者家属告了 也就卷铺给跑路了 不过门店内药柜药碾子 煎药的炉子枕床等各种设施 倒是一应俱全 免去了叶峰采买的麻烦 师父 我叫几个人过来帮忙打扫一下吧 这个店面好久没人使用 满是尘土和蜘蛛网 倒是需要打扫一番 叶峰不是那种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的公子哥 也经常干活 一白手说道 不必麻烦了 咱们自己来吧 他当即从隔壁杂货铺 买来了一次性羽衣穿上 拎起水桶抹布和拖把 和李雪焦一起打扫 打扫了起来 尘土飞扬 叶峰忙活了一阵子 就热得一身大汗 羽衣上更是落了不少灰尘和泥点子 活像个农民工一般 李雪焦也是香横淋漓 俏脸粉红 甜甜一笑地问道 师父 这医馆叫什么名字呢 他觉得只要和叶峰在一起 干什么都开心 哪怕是他平日里最讨厌的打扫卫生 也甘之如意 叶峰微微一思寸 就说道 就叫无名医馆吧 好啊 所谓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这名字颇有深意 也暗合了师父您老人家不目虚名的个性 实在恰如其分呢 收起你的马屁吧 你歇一歇 去附近的铜铁字铺面 把招牌做了吧 好 师父放心 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 李雪焦丢掉拖把 脱掉羽衣 屁颠屁颠地跑出去了 一风正在忙活着 突然背后传了一声诧异的交呼 一风 你怎么在这儿啊 啊 是你们呢 叶峰回头一看 巧了 只见萧陈锋 薛家营 陈北林和淑菲菲四人 正站在门口 发问的正是薛家营 叶峰倒也没什么隐瞒 处之淡然 那什么 我工作丢了 所以就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医馆 薛家营心尖一颤 眼中闪过复杂至极的神色 他真丢了工作 难道是因为李家的原因吗 他曾经认为 若有一天看到叶峰落魄 他会很开心很快意 但此刻见叶峰满身沉污 一脸热汗的狼狈相 他心里却好像打翻了五味平一般 滋味难鸣 但他明白 这种心情绝对和开心无关 曾经的叶峰 谈指间赚取上议员 横压一线大少张宇峰 红天照 让李施雅都看中 那是何等的潇洒狂傲 光芒万丈 但现在 他却成了一个一文不明的江湖游义 陈北林抱着肩膀幸灾乐乎的说 看来张宇峰所言非虚 你真的被李家抛弃了 而且此前上流社会还有传言 孙清风也不认你了 现在你还有什么仪仗吗 仪仗 我需要什么仪仗 我自己就是我的仪仗 淑菲菲也嘲笑着说 你还嘴硬 你原本想脚踩两只船 没想到偷鸡不成十八米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活该呀你 肖尘峰打断了他们 别这么说 叶峰 毕竟同学一场 你现在落魄了 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理 你需要什么帮助 只管和我们说 我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他这话本来没什么问题 但明显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好像在施舍一个乞丐一般 叶峰摇头说道 不用 我是医生 只靠给人看病赚钱 你怎么帮我 难道你有病需要我治吗 你 你真是狗咬吕洞斌 不使好人心呢 陈伟林心仇就恨一起涌上心头 指着叶峰怒气冲冲的说 叶峰 你现在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陈峰好心帮你 你还不领情 再这么无礼 我废了你 我用得着你们帮我吗 别在我跟前刷优越感了 陈伟林 上次挨打 你忘了 要不要我再给你一巴掌 让你加深加深印一下 你 你以为你能打了不起啊 我一个电话叫了一卡车兄弟 你行吗你 陈伟林吓得后退一步 单打独斗 十个他也不是个儿 哪敢现在动手啊 薛家营原本对叶峰很同情 甚至有几分内静 但看他竟然侮辱萧陈峰有病 不由恼火了起来 赵梅说道 叶峰 我听说李书记亲自下令 让你离开东海 你认为这话是儿戏吗 人家是一方封将大力 大权在握 一言九鼎 有一百种办法给你穿小鞋 让你生不如死 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你不怕被他们收拾吗 你以为他李飞雨能奈何得了我 笑话 我叶峰一生行事 不至于物 行云流水任意所致 我想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谁能拦得住我 只此一举 傲气冲天 叶峰清澈的眸子闪烁着无边的霸气 似乎连神佛都挡不住 众人被叶峰这可怕的气势震慑的下意识后退一步 片刻后才镇定了下来 疯子 你真是个疯子 薛家营 决定之后 却是冷哼一声嘲笑道 市委书记你都不怕 你以为你是谁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你要找死 那就去死好了 薛家营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萧辰峰三人也是摇了摇头 或是嘲讽 或是幸灾乐祸地看了一封一眼 朝着中药市场外走去 陈伟林平息了怒火之后 不解地问道 他不是赌食赚了不少钱吗 坐吃山空了 也不至于来这当个江湖郎中吧 萧辰峰却是摇了摇头 老谋深算地说 赌食 那全靠运气的 他赢了一次肯定要多赚钱 但哪那么容易赚 估计全都还回去了吧 淑菲菲幸灾乐祸地感叹了一声 真惨哪 对了 他现在一点靠山都没有了 伟林 你要不要叫几个人弄死他 陈峰 你觉得呢 陈伟林双眸闪过一道力芒 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 虽然陈伟林被叶峰打那一巴掌过去了很久 伤也早就好了 但现在还觉得这里火辣辣的 让他很不舒服 小陈峰说道 你何必出手呢 毕竟是同学一场 你这么报复他 传扬出去影响也不好啊 可 可我忍不下这口气啊 这些天我没睡过一天安生觉 一想起他打我那巴掌 我就气得废寡子都疼 你可知道啊 东海第一大少李家大魔头李南征已经回来了 李南征 在燕京军区雪狼特战大队服役的那位李家大少吗 没错 就是他 李家成就最高的公子 连市长的儿子林浩然见了他都要拜扶 听说他这次回来一是为了给爷爷住寿 其次还要给李诗雅报仇 恐怕叶峰要被他打断双腿了吧 他要是回来了叶峰那可就惨了 对了 听说那位江北教父叶大师也会去李老的寿宴呢 陈北林心中已经 叶大师 莫不是那位据说在公海堵船上横压江北 号称江北教父的叶大师 没错就是他 很快李家就要举行李老八十大寿 据说还请了叶大师 哎呀 要是我们能去就好了 那样就能一睹叶大师的风采了呀 陈伟林也只是说说而已 李家寿宴那是何等层次的场合 他这个未面的三四县公子哥根本不会受到邀约 想去都会被保安赶出来 小陈峰说 你要是想去我和林浩然打个电话 看看能不能搞了几张入场券 哎呦那可太好了 谢谢肖哥 这种场合名流云集 可以结识很多大人物 对他以后的发展是大有弊异的 叶峰刚刚打扫文 忽然一个电话打进来 竟是孙清风 叶峰 听静怡说你被李书记打压了 是 有这么回事 叶峰 你对静怡的感情 对孙家的恩情 我铭记于心 永世不忘 孙清风是个聪明人 通过极少的信息 就判断出李飞宇打压叶峰 一定是因为叶峰和孙静怡的感情 因为叶峰治好了李卫国 而且和李家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除了这个原因 根本没有其他的可能 叶峰说 你召集大家开会吧 晚饭后 王者一号别墅 陪我吃个饭 好 孙清风挂断电话 打扫的差不多了 今天也没什么病人 留下李雪娇看着师傅装上招牌 叶峰打车回到王者一号别墅 路上叶峰却是接到了江应月的电话 叶峰有件事通知你 晚上东海要进行联合扫黄扫毒 东海警方全数出动 你小心点 好的 谢谢你啊 叶峰挂断电话 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心说这李飞宇真是下狠手啊 明明说好三天的 当天就动手 想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吗 叶峰又连忙给蓝凤凰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通知下去 回到别墅 草草吃了点东西 晚上八点十分 郑九轩 邱长征 邱义农 孙清风 巴脸坤 蓝凤凰 魏天荒 这些超级大好社团巨拨 都赶到了一号别墅 叶峰坐定之后 扫视了一圈 轻声说道 李飞宇明确告诉我 要打压东海社团 蓝凤凰也气呼呼地说 咱们黄独独不沾 他有什么好打的 魏天荒皱眉不解 叶大师 你不是治好了李老爷子吗 和李家关系一向很好啊 这小子怎么能恩将仇报啊 正用紫砂壶泡茶的柳梅 焦躯一颤 玉手一抖 茶水浇在了桌子上 写出 哎呀 我就在李时雅那丫头跟前 伸风点火了几句 李家竟然动作这么大 他脸色极具变化 连忙抽出纸巾擦了擦桌子 但终究是没说什么 如果他说了 叶峰很可能不会原谅他 那他这些天给叶峰当丫鬟的辛苦 就彻底白费了 叶峰看在眼里 心中一动 这小丫头 反应有点过度啊 心怀鬼呆 不过此时人很多 叶峰也没问什么 孙清风长叹一声说 哎 还不是因为小女和叶峰的感情 那李大小姐也对叶峰芳心暗许 但是 他摇了摇头不说了 一脸感慨的样子 但其实颇为自豪和得意 魏天荒气呼呼的说 这李飞宇的格局太小了吧 钉是钉 卯是卯 一马归一马 小孩子的感情 让他们自己折腾去 他插手个什么劲啊 蓝凤凰说 咱们再规矩 但过来厂子玩的宾客 却不一定规矩 能不怕警察 要是警察 消防 再加上工商税务 天天过来查一遍 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不出半个月 只能关门 郑九轩摇了摇头 哎 是啊 李飞宇要是真这么公器私用 此地的投资营商环境令人堪忧啊 一小见大 今天他敢因为私人感情对叶峰动手 明天就敢冲我们动手 郑九轩为登海首富 掌控资产数百亿 往日里能和李飞宇平起平坐 他这样的人物指点江山 谁也没觉得不妥 反而大为赞同 几个身价几十亿上百亿的一线富豪 都是纷纷点头说道 是啊是啊 我看呢 咱们的投资都要停一停 是是是 改天要这么查我们 我们怎么办 现在做生意 谁能经得住认真查 此时蓝凤凰电话响起 他挂断之后 周梅说道 市局已经开始行动了 查了火凤酒吧 咱们有所准备 没查出什么问题 但是很多客人都被惊吓到了 都走了 韦天荒的电话也响起了 不用说也是由警察出动了 不过韦天荒挂断电话后 却是脸色很难看 在荒野酒吧查出了违禁品 停业整顿 孙清风皱眉不悦地说道 不是说了让你小心吗 叶大师不是说过 不允许经营黄赌毒吗 封爷 叶大师的话我敢不听吗 我是严防死守啊 可是我挡不住有人把毒品带进去玩啊 蓝凤凰冷冷一笑说道 你那边是市局副局长张楚代队 他是李书记的铁杆 从政务房里随便拿出一包丢在你那儿 你冲谁说理去 哎呀这这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市长 一点儿女清长的事至于吗他们 众人一阵目瞪口呆不可置信 但他们心里也有点担心和绝望 如果李飞宇要真怎么干 天荒阁和火凤帮还真得完蛋 毕竟官子两张口 就看人家怎么说了 魏天荒私存片刻后 是他能问道 要不叶大师 您屈尊去李老那儿求求情 没准李老开口 能让李飞宇网开一面 叶峰沉默不语 转动茶杯 脸色阴晴不顶 孙清风说 魏天荒你犯什么魂 这不是变相的冲李飞宇低头吗 咱们叶大师是何等人物 岂能受此折辱 郑九轩忽然照着眉头说 实在不行 我看把产业渐渐转移吧 枫野在海州政商关系良好 而且那里政府给的政策更优惠 区位优势也更加明显 咱们可以去那里投资经商 孙清风笑了笑说 巴脸昆在邻州也玩得不错 你们要是祖团过去 这两地的长官 岂不是要嘴巴勒歪了 郑九轩说 条件具备 说转移就转移 再说了 要给李飞宇一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道 得罪我们叶大师 得罪江北商会 是什么后果 对对对 郑老说的有道理 我们支持 在场的大富豪纷纷点头 一方面要给叶峰助威 另外也要以此表明态度 与李飞宇博弈 获取今后生存发展的空间和环境 此时叶峰的手机忽然响了 却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叶峰接听了问道 你哪位 我是谢依林呢 我和我爷爷已经抵达东海 明天准备和政府洽谈投资项目 我想让你帮我爷爷看看 可是我到人民医院找你 别人却说你被开除了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啊 谁这么大胆 竟敢开除你 简直找虐 告诉我 我直接告诉李书记 看不打断他的狗腿 打不了 怎么 来头很大吗 因为开除我正是李书记亲自签署的文件 也是他的意思 他疯了 你医术这么好 他凭什么开除你 哼 他以为他能在东海一手遮天 错了 我这就告诉我爷爷去 你放心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他啪的一声刮断了电话 叶峰淡然一笑 虽然谢依林这番话听上去很狂傲 但叶峰知道 谢依林不会吹牛 也不是傻瓜 他自然有前置李飞宇的筹码 叶峰说 好 各个娱乐场所先关停歇夜 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先散了吧 众人点了点头 忧心忡忡的各自散去 柳梅 我要闭关修炼 任何人不要打扰 等众人走了 叶峰丢下一句话走进了书房 关掉了手机 叶峰盘膝打坐 抱怨手艺 秉析静气 很快进入了一种空明的境界 余下的几天 东海掀起了一场 针对火凤集团和天荒阁的 打黑扫黄风暴 很多社团头领被抓 多个厂子被扫 一时之间 江北道上风声鹤唳 风雨飘摇 各位大佬也是如临大敌 坠坠不安 郁闷至极 李书记 情况就是这样 基本上天荒阁和火凤帮 是没有重大问题的 也就是极其小规模的泄斗 都够不上刑事案件的标准啊 听完江铁城打黑的汇报 李飞宇微微一笑道 尽量把线索往叶峰上靠 我要他死 是 但叶峰和他们并没有经济来往 也没有股份在里面的 那我不管 东海绝对不允许这种社团头目存在 我要杀一井百 李书记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江铁城还想劝声进去 但秘书蒋科走进来说道 李书记 该去第一人民医院了 好啊 江局长 你跟我一起去人民医院吧 提起这一茬 李飞宇顿时忧心忡忡 眉头紧锁 风风火火地赶往第一人民医院 三辆警车鸣笛开道 李飞宇的奥迪一号车 风驰电车的急驰在拥挤的街道上 副驾驶上 秘书蒋科脸色肃然 甚至有几分煞白地汇报着情况 事故发生在今天傍晚 开发区未来兴幼儿园 放学前会有下午餐 食堂阿姨给每个小朋友 发放了一枚鲜花饼 孩子们吃完之后 出现了严重的腹部脚痛 呕吐等症状 原方立刻联系了第一人民医院 医院第一时间出动了急救车抢救 患儿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渐渐出现了高烧 呼吸衰疾等情况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名患儿 下了病未通知单 六十多名 李飞宇身躯微微遗产 在患海沉浮多年 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的她 心中突突直跳 李飞宇知道 如果这件事她处理不好 很可能她这个市委书记 就会当到头了 关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国内有严格的规定 六十多名患儿死亡的话 就属于特别重大的安全事故 省委甚至中书都会高度关注 甚至直接将她一录到底 李老的面子都没有 要知道这些年来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民众的痛点 三鹿集团的三聚清安事件 不仅让当地长官摘了顶戴花铃 更是流毒无穷 让民众对国内乳品行业失去了信心 险心毁掉了整个行业 一向烟酒不沾的李飞宇拔出了一根香烟 蒋科连忙帮她点燃 李飞宇深吸了一口 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但是夹着香烟微微颤抖的右手 却是无情暴露了她此时的紧张 李飞宇皱眉问道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恶意投毒 蒋科说 市刑警队已经第一时间将幼儿园相关负责人扣押 她 经过突击审问 基本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 要不要再审审 李飞宇紧锁眉头 蒋科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把事故变成刑事案件 就能免除李飞宇的责任 不至于受到严重的影响 李飞宇瞪了她一眼 不行 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时 现在我们最佳的解决方案 还是抢救幻儿 蒋科点点头又接着回报 市卫生局是防疫站 市疾控中心已启动了紧急预案 抽调精干力量 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了专家组 赶到了第一人民医院 开展了会诊 嗯 你传达下去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抢救幻儿 正在此时 放在蒋科公文包里的李飞宇的手机响了 蒋科掏出一看 脸色大变 省委江海涛来的电话 给我 喂 江秘书长 省委那边有什么指示 江海涛是省委常委 职务还要高他一个层次 所以李飞宇还是要当领导来对待 很是恭敬 江海涛长叹一口气说道 李书记啊 问题很严重啊 现在中书那几位大领导已经知道了 打到大书记那里过问了 哦 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 李飞宇心中已经冷汗都下来了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他已经确定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也没有任何退路 只有治好救活这些幻儿 他的官位才能保住 江海涛说 中书领导对幻儿的情况很关心 嘱托省委要高度重许 全力抢救每一位幻儿 我知道 江秘书长您放心 也请大书记和省委放心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挽救所有孩子的生命 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 好 有什么困难和省委说 另外我派省政府保健委员会主任黄养浩 带专家走过去 祝你以彼之力 感谢领导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李飞宇心中安定了一些 挂断了电话 很快车子抵达了人民医院 蒋柯打了几个电话后 说道 李叔姐咱们走后门 不用说 前门肯定已经被群情激愤的 幻儿家属堵住了 甚至打起了横幅 没准还有媒体守候 在没有稳定情况之前 李飞宇最好还是先避开这些 显知又显地避开众多媒体记者和病人家属 李飞宇见不如飞 雷厉风行地来到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 卫生 防疫 疾控 公安 宣传等各个部门的一把手 二把手都来了 各方面的专家也齐聚一堂 严阵一带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应急指挥的临时中心 李飞宇没有任何客套 屁股还没坐稳 立马就扫视了一眼大家问道 情况怎么样 防疫中心主任陈生说道 经过血液和呼吸道检查 我们能确定病人体内没有携带任何病毒 不具有传染性 基本可以排除重大疫情 魏明远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一开口就给出了一个很不妙的消息 幻儿送到医院 我们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所以立刻采取了洗胃和静脉注射等治疗方案 但是 但是由于没有针对性的解毒药品 幻儿抽现了高烧 脏气衰竭 呼吸微弱状况 现在病危幻儿又增加了十名 一共七十三人 李飞雨心中咯噔一下子 韩生问道 定音哪 一个气质端丽优雅的女医生 不卑不亢地开口 经过检查 病人体内有一种新型毒素 可以确定幻儿是食物中毒 但这种毒素不属于任何已知毒素 现在我们对毒素进行化学分析 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案 李飞雨侧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市卫生局局长冯莫存 小声问道 这位医生许 哦 这是咱们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孙静怡同志 是我们卫生局引进的特殊人才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医学院的博士生 化学实验要多久 这种很难说 要分析出毒素的分子结构 有时候需要一天 有时候需要几天 复杂的甚至需要几个月 但目前除了这种方法 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李飞雨气得额头上青筋直帽 啪的一排桌子 几个月 几个月后孩子都化成骨灰了 还谈什么治疗 它爆发雷霆之怒 官位浩荡 惊得在座的官员和医生们 都是身躯一颤 脸色沙白 孙静怡黯然无言 其实她比李飞雨还着急 但是中毒不同一般的病情 所谓对症下药 只有研究分析出毒素结构 并且找出有针对性的解毒药品才行 众人默默无言 不敢和李飞雨对视 气氛很沉闷 现在大家对这奇怪的未知毒素 都是一筹目尘 忽然 冯沫醉眼睛一亮 南野兴奋地说道 李书记 我建议请东海第一神医李诗本出审 李书记 这个李诗本呢 李诗本这个人我知道 他控制了好几次重大疫情 专刻疑难杂症 好 你给他打电话 是李书记 冯沫醉立刻出门去给李诗本打电话 片刻后他回来说道 李老答应过来 还带着他孙子 滑下十大青年中医的李洛水 众人脸上都浮现了一丝兴奋之色 仿佛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哎呀李家来了就有希望了 是啊李老的医术那是通天彻地的 一手太义神针简直是鬼神莫测呀 对对对 他孙子李洛水的水平也很高 李飞宇对江铁城说道 江局长 你派警车过去接 抓紧时间 好李书记 事态十万火急 哪怕是江铁城此刻也没办法摆架子 亲自接李诗本过来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 众人心急如焚地等待着 足足等了二十分钟 李诗本和李洛水 这才脚步如飞地赶了过来 在场的医生纷纷站起身来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 对李诗本和李洛水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 李神医 李神医您来了 就连李飞宇都不敢拖打 李神医 您老林为寿命 肩负着政府和人民的希望 一定要拿出一个张诚啊 毕竟现在李飞宇的官帽都系在人家身上了 李飞宇连忙起身和李诗本李洛水握手 这李诗本也不拖泥带水 松开手就在魏明远的陪同下下楼 走进了一间重症监护室 咱们先别废话了 我先看看幻儿 他看了看幻儿的发青发紫的指甲 又诊卖了一番 断然说道 是中毒 而且是一种热毒 换药 生理盐水 根本没用 只能降温消炎 但不能解毒 先打鱼星草地叶一百克 快快快 鱼星草地叶境外注射一百克 魏明远连声催促 几十名医护人员顿时一阵忙活 见李诗本诊断这么精准 旁边跟着的李飞宇立刻看到了治愈的希望 恭敬地说道 李老有治愈的希望吗 鱼星草注射液只是常见的解毒药品 能够清热解毒力施 但并不具有针对性 李书记 李书记你也看到了 幻儿脸色赤红 呼吸衰竭 脏气衰竭 高烧不退 这是严重的中毒情况啊 必须有针对性才行啊 那 那该怎么办呢 把孩子吃的东西给我 最好把原材料也给我一份 这样才能辨明中毒的原因 好的 李老 您稍等 马上就来 孙静怡早就让警方带来这些 并且在进行初步分析 但是结果还没有出来 片刻后 一块鲜花饼 还有面粉 白糖 猪油 还有一些花瓣 被孙静怡用一个金属托盘送了过来 李诗本没看白糖猪油和面粉 目光却落在了那朵花上 脸色变得凝着起来 这是玫瑰花 这个 是藤螺花 这些都是中正平和之物 没有毒性啊 可是这个呢 他戴上一副橡胶手套 黏起一朵看上去极其妖艳的花 这朵花个头极大 像碗口一般大小 色彩艳丽 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幽香 甚至让人闻了都有几分头昏脑胀 在场的几个中医 都是面露异色 轻轻摇了摇头 这花我们见都没见过 这些都是中医国手 都精通中药 那堪称半个植物学家 连他们都没见过 其他寻常人等 更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都是一脸的不解 李诗本一声长叹 断言道 毒素十有七八 来自于这朵花里 此时 一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飞快跑来喊道 孙副院长 化验结果出来了 那种 那种个头特别大的花 含有毒素 成分和患儿体内的毒素一致 众人一阵惊态 紧急钦佩地看着李诗本 这李诗本的医术真是不俗啊 来了之后不到几分钟 先是判断出患儿中毒 又判断出毒素的来源 而全市的专家 判断出这些信息 各种先进设备一起上 足足用了两个小时 药王管的确不通凡响啊 李飞宇无法保持淡定 一脸急切的问道 李老 这花到底叫什么名字 你要是有办法赶紧治疗啊 唉 李书记 请恕老朽无能啊 这朵奇花我也是从未见过 所以我对其毒性也是一无所知 更不用说解毒治疗了 什么 李老 您可是药王管传人 最精通中药的 您要是不能解毒 谁还能啊 我试试针灸解毒之法吧 要是不能解毒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就辛苦李神医了 李飞宇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李诗本拿出针胆 取了几根银针 手一拍 太一神针施展 一根银针刺在幻儿的天池雪上 又一针刺在幻儿的坛中雪上 如此反复 李诗本每一针都扎得耗费心力 扎得费尽心机 将毕生所学尽数施展了 李诗本的太义神针 要比李洛水精纯许多 每一针都蕴含着他的心气 这种心气属于一者心气 和五者的气息不同 但也是经过一种另类的修炼 养出的浩然正气 这种心气很不简单 就凭这一强心气 李诗本就能奥立东海中医圈子几十年 直到遇见叶峰才落败 只是面对着诡异的毒素 一切都是无用 一分钟过去了 两分钟过去了 一刻钟过去了 一滴滴冷汗沿着李诗本的额头滚落 这名幻儿并没有任何好转 依旧呼吸微弱 高烧不退 深度昏迷 迟迟不见专心 李诗本颓然的摇了摇头 常谈道 唉 太义神针也没有用 老修前驴即穷啊 让李书记见笑了 哦 没事 李神医 您尽力了就好 李飞羽一脸的颓洒 众人的眼中也浮显出绝望之色 李诗本收起神针 忽然逗着眉头说道 唉 对了 魏明远 你小子怎么舍尽求远呢 你们医院的叶峰叶神医的医术可比我强多了 只要他来了 绝对守到秦来 怎么不见他的人眼呢 他人呢 这个 魏明远支支吾吾的不敢说话 李飞羽心中一跳 眉头皱了皱 什么 叶峰的医术真那么厉害 连李诗本都比不过他吗 他已经和叶峰全面决裂 这几天他亲自督促东海警方 扫荡天荒阁和火凤帮 要是此时请叶峰出山 岂不是自己认输服软了吗 像一个后背低头 自己的脸往哪儿磕呀 封莫存凑到了李诗本跟前 低声而语道 叶峰他已经被人民医院开除了 什么 开除了 这是谁的意思 疯了吧你们 哎呀糊涂大一群呐 李诗本立刻就诈妙了 吹胡子瞪眼 见李诗本这么激动 冯莫存顿时已晕 连忙小声归去 李劳 你少安勿躁 回头我再向您解释 这李诗本哪儿听他的呀 他垂胸顿足 愤愤不平地说道 你们你们知道叶峰的医术多么逆天吗 十个李诗本都不如他一个手指头啊 你们这不是有眼无珠吗 混账 见李飞鱼脸色不善 冯莫存一幅额头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飞与陈醒说道 李老啊 开除叶峰是侍卫的意见 但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 我们是为了规范医护人员准入标准 提高东海市整体的医疗水平 他没有学历 也没有职业医师资格证书啊 他原本以为自己的官微能压得住李诗本 熟了李诗本根本不给他面子 冷笑一声说道 僵化死板 鱼目脑袋 李书记您不知道不拘一格讲人才的道理吗 叶峰的水平到华夏顶尖的中医学院当个教授都绰绰有余 当红墙御医都够格 又岂能是一个小小行医资格证书能束缚得了的 李老啊 可是文件都已经下去了 又怎么能招令西改呢 李老 我们这么严格管理 也是为了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呢 讲科开口呵斥道 李诗本 你怎么说话呢 你不知道站在你眼前的人是谁吗 我知道 市委书记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飞宇 你别以为你是一方大力就能一手折天 你有滔天的权柄要如何 你没办法救命啊 你得罪了叶峰你会后悔的 哼 今天我把这话撂在这儿 这奇毒放眼整个华夏乃至全球 除了叶峰 没人能解得了 好了 废话我也懒得说 这毒 夜神医不来 我是绝对没有办法 我先告辞了 李诗本一甩袖子 气呼呼的腐朽而去 李飞宇 李飞宇被李诗本这一番夹枪带棒的训斥 搞得怒火中烧 满脸图火 但是人家李诗本原本就是民间的奇人异士 又不是体制中人 他根本无可奈何 江柯指着李诗本的背影呵斥道 哼我就不信 这病除了叶峰没人治得了 天下神医多了去了 李洛水冲着江柯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哼你呀 你就是个傻叉 你哪知道夜神医的神通啊 井底之蛙 可笑 李洛水也跟着李诗本颠颠的跑了 江柯气得不轻 物质骂骂咧咧 你们 你们瞧瞧 他们什么素质 哪有什么一代名医的风度 气错了 可在场的魏明远 孙静怡 甚至江铁城和冯沫存 都没有任何人附和一声 只是副手而立 扭头看向一遍 他们都知道内情 深感李飞与对叶峰的打牙太过活了 也显得心胸太过于狭窄了 仅仅因为晚辈之间的一点儿女私情 就公器私用 把人家职业生涯都给毁了 还断人财路 至于吗 之前不留情勉 赶尽杀绝 把人家得罪的死死 现在好 等到用到叶峰的时候 你不好开口了吧 这情况 根本没人治得了啊 最终冯沫存笑了笑说道 哎呀 李书记啊 要不我请叶峰过来 哎 这小子虽然傲气了点 但还是颇有依德的 一定不会坐视不理 冯沫存总得给李飞宇一个台阶下 总不能让李飞宇屈尊签字去请叶峰出马吧 李飞宇脸颊上的肌肉跳了跳了 终究还是强小了一下 那 那好吧 你 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吧 冯沫存掏出手机 拨打叶峰的电话 叶峰已经关机 他自然打不通 孙静怡说道 叶峰不在家 但我知道他在哪儿 我来打个电话吧 当日叶峰也给孙静怡留下了柳梅的电话 方便自己修炼的时候 孙静怡和自己联系 他拨通了之后 按了免提 将电话递给了冯沫存 冯沫存毕恭毕敬地说道 请问叶峰夜神医在吗 你是谁啊 哦 我是市卫生局局长冯沫存 哦 冯局长 原来是您呢 有何指示 柳梅笑得很随意 他是郑九轩最重视的晚辈之一 这些天因为拉拢叶峰有功 郑九轩还把他提拔为九轩集团的行政总裁了 掌控数百亿资产 身份很高 平日里一个局长见了他都不敢造次 所以他对待冯沫存也是不卑不亢 冯沫存苦笑着说道 呃 我有件事想请叶神医出来帮帮忙 这个东海市出现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现在几十名患者都在第一人民医院 已经病危了 哦 他不是被你们开除了吗 病人的死活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这 这 还是麻烦您禀告一事 好吗 对不起 叶峰已经睡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柳梅这就打算挂断电话 李飞宇听得见眉一皱 脸上顿时笼罩起一丝怒气 这么晚了 叶峰还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除了两个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还有什么原因 这作风实在太恶劣了 孙静怡是他的正牌女友 这女人应该就是小三了 一个小三都这么嚣张无礼 可见叶峰平日又是怎么跋扈的个性 讲科听不下去了 一把夺过手机气愤的吼道 你一个娘们家家的懂个屁啊 我告诉你我是市委书记的大秘书 我现在代表李书记命令你 马上把叶峰给叫过来 柳梅原本性格高了 哪受得了此等侮辱 立刻阴阳怪气的反唇相机 哎呦呦 原来是市委书记的大秘啊 好大的官啊 好霸气的官威啊 简直吓得我脑瓜子都掉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九轩集团行政总裁柳梅 慢说是你 就是李飞雨亲自来 我也不放在眼里 收起你那狐假虎威的嘚瑟劲 嬉嬉睡吧你 咔嚓 他把电话给挂了 讲科气的浑身之哆嗦 生怕李飞雨发怒 也表现出应有的义愤天鹰 太嚣张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李飞雨更是听在邪王脑门子里用 额头上青筋秃秃之条 细说今天这面子实在是丢大了 柳梅 郑九轩的外甥女儿 九轩集团行政总裁 把叶峰奉入神明干当小三 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他终究是氧气功夫惊人 没有随便发作 淡淡地说道 江科 一个小女娃娃几句无心之师的话罢了 你至于放在心上吗 一直搭了这眼皮的江体成 眼帘一条 看了一眼李飞雨 眼眸深处却是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嘲讽 谁说 李飞雨呀李飞雨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你以为这番话真是柳梅的无心之师 叶峰是江北教父 和郑九轩的关系恐怕不浅 柳梅这句话应该代表了郑九轩的态度了 虽然说民不与官斗 但那也得看多大的官 这富豪身价积蓄 那郑九轩是何等人 江北首富 叱咤江北商圈几十年的产业巨拨 跺跺脚都能影响东海几百万市民的衣食住行 而且人家郑九轩在东海在江北经营几十年 也是数大根深 在政商两界关系盘根错节 不说碾压你李飞雨至少能有跟你叫板的资本 而且哪个官员不需要工商业人士的支持 投资兴业发展经济 塑造量力的政绩 不过江铁城懒得提醒这些 他也是市委常委 如果李飞雨下台 没准他还能上位 大家一筹摸着 再次一步会议室 李飞雨又下了几条命令 这次主要是让官方的新闻发言人 向媒体通报市委市政府在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有力措施 以正视听 稳定病人家属情绪 当然 市委宣传部也忙得脚不沾地 和各方媒体沟通 红包流水件的送出 争取不要再扩大负面影响 不然 事态更对李飞雨不利 另外 警方也是严谨疑态 在医院各处 在市委市政府门前布置警力 严防死守 以防止情绪失控的患儿家属采取极端措施 避免群体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李飞雨堪称能力干将 在发展经济社会治理方面都是一把好手 政绩也很闪亮 但这一番忙活还是把它搞得疲惫不甘 虽然黄阳浩带着省政府的专家团全速赶来 但是抵达医院时 却已经到了凌晨三点 相较于李诗本 李飞雨对黄阳浩更是尊重了几分 丝毫不敢怠慢 亲自率领人员到楼下迎接 黄老 欢迎您百忙之中波荣历历 一路辛苦了呀 毕竟李诗本只是民间人士 而黄阳浩却是省府保健委员会主任 府厅级职务 还紧挨着权力中心 那些常委们都和他平等论交称兄道弟 所以黄阳浩潜在的影响力巨大 李飞雨这种级别的市厅级官员全省有将近一百号了 还不到省委常委呢 哪敢得罪他呀 黄阳浩很有派头 只是微微点头 气场庞大到都能压过李飞雨几分了 李书记不要客气了 咱们快去看看 好 黄老您这边请 李飞雨弯腰伸手做了一个虚情的手势 大家陪着黄阳浩上楼 孙静怡在一边介绍着情况 黄阳浩来到了病房 看了一个患儿 诊断结果和李诗本一样 嗯 李诗本的诊断没错 是中毒 而且是热毒 你们说的那朵花呢 孙静怡又拿出那朵奇花给他看了一下 黄阳浩接过花朵一看 立刻心里咯噔一下 我的老天爷呀 他仔仔细细的戴上橡胶手套 产生说道 这 这是 这是鬼曼陀罗呀 什么 鬼曼陀罗 对 鬼曼陀罗 在古代典籍之中都有记载 又叫彼岸化 何为彼岸 行黄泉路 抵奈河橋 过望川河 到了河那边就叫彼岸 也就是说 这花朵本来是生长在阴间的 所以又被称为阴间之花 鬼魂之花 大家听得脸色震撼 甚至有点毛骨悚然 谁说怎么还牵扯到鬼怪了 没想到这么一朵艳丽的花朵 还有这么可怕的传说 黄阳浩继续说道 大家不要怕 这些只是典籍记载 古人当然很有智慧 但同时也有局限性 其实之所以有这般可怕的传说 也只是因为它的生长地点和环境 比较特殊罢了 这种花朵原本产于亚热带地区 华夏主要集中在云贵高原地区 他们经常生长于墓地北阴处 尤其是尸毒遍地之地 他包饮十年尸毒 方能破土而出 再过十年方程藤蔓 再十年才可开花 其花妖艳异常 大入碗口色彩绚丽 古时苗疆巫人摘取曼陀罗花 和蝎子蝎除等五毒一同炼制 最终便炼出一种奇毒 此种奇毒无色无味 作用于人体之后可令人深度昏迷 浮脏溃烂 不出二十四个小时就要隐灭 那也很邪门啊 为什么要有尸毒才能生长呢 其实我也有研究 这鬼曼陀罗的种子呀 外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 正常土壤水分环境下 是无法萌芽的 而尸体腐烂时 会产生酸液 腐蚀性很强 所以只有在那种地方才能生长 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污秽的生长环境 才产生了毒素啊 哦 原来如此 大家纷纷点头 恍然大悟 此时江阳越快步走了进来说道 卖花的花店找到了 的确是野花 是从墓地里采摘的 众人再次被深深震撼 黄阳浩的徐石渊博 见识不俗可见一斑 不仅判断正确 还戳出了鬼曼陀罗的渊源习性 比李诗本绝对高了不止一个段位 李飞宇赞叹道 哎呀 黄老真不愧为一代神医呀 这花朵根本没人认识 但您老却乏眼如炬 黄老 今晚七十三名幻儿危在旦夕 举国关注 还请您立一碗狂来于祭祷啊 此时黄阳浩突然脸色一垮 大摇齐头说道 哎 这鬼般陀罗花的毒性 尾时吊诡 我曾经翻遍药学典籍 也没找到解毒之法 哎 实不相瞒 对此老夫束手无策呀 什么 黄老 这毒真的没人能解吗 李飞宇脸色巨变 写满了不可置信 冷汗立马就下来了 甚至李飞宇那一向镇定的双眸中 第一次浮现出了惊恐之色 黄阳浩作为岭南小玉一堂主任 医术冠军岭南无人能出其右 他都没办法 那不是意味着没人能治愈这些幻儿吗 关键是从病发到现在已经快过去十二个小时了 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不到十二个小时了 就是请国外或者燕京上海的专家乘坐最快的飞机飞过来也未必来得及啊 黄阳浩笑了笑说 李书记 你也不必惊慌 我是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咱们根本不用舍尽求远 东海就有一个人能够解决 是谁 您说的是李诗本吗 李老刚才已经过来了 他也束手无策呀 不不不 不是李诗本 李诗本的医术和我比都略选三分 他怎么有可能解决得了呢 能解决的 当然只能是叶峰叶神医呀 此语一出全场接近 所有人都震撼无凭 又是叶峰 难道叶峰的医术比黄老还要高超几分吗 李飞宇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强笑着说道 李老啊 您开玩笑吧 我知道叶峰是有一些医术 但是和您相比应该是差得远了吧 哈哈哈哈 李书记 各位 你们都小看叶峰叶神医了呀 以他的医术 早已经登峰造极 出神入化 神鬼难测 老朽就是脱掉鞋也追赶不上啊 李飞宇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黄老 人命关天 容不得儿戏呀 您真的见过叶峰的医术吗 哈哈 当然见过 不过 不方便多谈 倒不是黄养好卖官的 而是叶剑雄重病之时 是军方高度机密 他当日也签订了保密协议 就是现在还不能乱说 黄养好掏出了一个古董黄童怀表 看了一眼 眼下已经快凌晨五点了 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呀 市委宣传部长快步走来 把手机递上 第一声说道 李书记 虽然我们严防死守 但新闻还是爆出去了 现在已经上了微博热搜第一 全国网民都在关注 我看看 李飞宇接过手机一看 心脏突突直跳 脸色阴沉如水 很多网友评论 这次食品安全事故 不亚于三聚清安事件 对东海官方大肆抨击 宣传部长满脸愁容地说道 不仅是微博 而且一些官方媒体 比如央视 还有凤凰网 一些大型门户网站也报道了 他们虽然打点了关系 但是却管不了这种全国性的媒体 所幸的是这些媒体的报道 还算客观公正 李飞宇深吸了一口气 将手机递了回去 你去再和这些媒体联系一下 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好的 李书记 宣传部长快步走出 又是一阵模糊 李飞宇呆呆地站在原地 双目呆直尸身 脸色一阵铁青 一阵齿红 委屈的肺管子倒要炸了 难道真要冲那个矛头小子低头吗 此时冯沫存再次递出了梯子 给李飞宇抬尖下 李书记 要不我过去请夜神医吧 李飞宇微笑着看着孙景仪说道 不 孙医生 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她在哪 我亲自去找她 李飞宇毕竟是 浣海沉浮多年的成熟政口 杨可称天 服可坐蝼蚁 为了挣着前途 像一个少年低头 也算不了什么 孙景仪点了点头 走出房间 拨打电话 此时 王者一号别墅内 柳梅迷迷糊糊的接了 有点不耐烦 喂 你怎么还打来电话呀 我是孙景仪 是叶峰的女朋友 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还以为是冯局长呢 柳梅对孙景仪不敢拖打 连连道歉 这可是正事啊 自己只能算是叶峰的小老婆 要是惹的大老婆不高兴 那自己可有小鞋穿了 孙景仪问道 叶峰现在还在一号别墅吗 在呢在呢 不过他应该还在修炼吧 我也不敢打扰啊 在就好 如果他结束了 你让他别走 是为李书记要去拜访他 好 没问题 李书记 叶峰在王者一号别墅 孙景仪说完这句话 就懒得再说什么了 他对李飞宇也没什么好感 好 谢谢你了 李飞宇立刻快步走了出去 蒋柯也连忙跟上去了 魏明远留了个心眼 没用市委一号车 而是调用了一辆救护车 让李飞宇坐上 还让他戴上口罩 穿上白大褂 李书记 现在医院前后门口 都聚集了不少人呢 果然 车辆驶出医院的事 李飞宇就看到医院门口 至少聚集了数百名情绪激动的家属 打着严惩凶手 还我孩子的条幅 他们整齐的挥舞着拳头 眼含热泪 呐喊着口号 和手持盾白的大批警方对峙 我们要市委市政府给我们一个说法 还我孩子 让李飞宇那个王八蛋 给我们的孩子偿命 纳税人每年交了那么多税 还不如养条狗呢 放我进去 我要看看我的孩子 现场气氛剑拔弩张 几乎就是一点就扎到我要头 听着声声辱骂 看着那一张张愤怒绝望 焦急和仇恨的脸庞 李飞宇额头直冒汗 脸色更是一针赤红 一针煞白 心情十分沉重 他相信 如果现在他现身 肯定要被这些群情激愤的 患儿家属撕得一个粉碎 从政这么多年 他一向风评很高 以智势有方 关爱底层市民著称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江科催促四季 快走快走 还好李飞宇戴着口罩 穿着白大褂 又是救护车掩护 市民们倒没有发现 很快 救护车抵达王者一号别墅 李飞宇下了车 看了一眼气势恢弘的一号别墅 心说 我终究是小瞧了他呀 那栋别墅 不是郑九轩的吗 怎么叶峰住在那 看来他和郑九轩的关系不浅呢 不对 一定是因为柳梅的原因 这小子少年风流 长相帅气 可能让柳梅对他动心了吧 江科颠颠颠的跑去按门铃 片刻后 一个穿着黑色针丝睡衣的女孩 踏了着拖鞋 走了出来 按下了遥控钥匙 电动伸缩门打开了 江科快步走上去 趾高气扬的嚷嚷 叶峰呢 赶紧让他跟我们走 这是市委书记李飞宇 你应该认识吧 柳梅玉手捂着小嘴打着哈欠 庸脸的小脸浮显出了一抹冷漠 不屑的说道 昨晚上那个什么大秘书就是你吧 对不起 叶大师还在休息 不能跟你们走 你知道吗 七十多名患者危在旦夕 全国人民都在关注 要是他们出事了 连李书记都要 江科什么时候受过折腾无事和青难 顿时暴跳如雷的喝止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呢你 就你这种官迷 也有资格用道德绑架我 敢问你们真的关心患儿的死活吗 还不是怕自己被摘掉官帽 柳梅虽然在对蒋科说话 但是却明显在针对李飞宇 李飞宇的脸色瞬间一片铁青 难看到了极点 蒋科心急如焚 抬手就推了柳梅一把 你你你不可理喻 让开 柳梅一个猎气摔倒在底 蒋科甩开他 一边朝着别墅冲去 一边大声嚷嚷 叶峰他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小医生而已 李书记何等尊贵的身份 屈尊亲自来请他 给了他多大的面子 他还如此惺惺作态 自命清高 简直是给脸不要脸 蒋科 你干什么呢 给我回来 李飞宇大喝一声 但这都没拦住情绪激动的蒋科 叶峰 你给我滚出来 赶紧给我去看病 你装什么孙子 蒋科大不留心地冲进了口厅 砰的一声 一座小山一般高大的身影直冷冷地撞过来 裸露的肌肤似乎还闪耀着奇异的荧光 蒋科就感觉一辆高速行驶的动车迎面撞在胸口一般 瞬间窒息 五脏六腑切齐未夷 尾叶都喷出来了 然后一阵天旋地转 人就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 蒋科如同死狗一般仰面摔倒在地 疼得呲牙咧嘴 捂着胸口痛苦呻吟 哎呀 疼死我了 他还没来得及起身 只见那皮肤闪烁着荧光的高大汉子 一脚踏在他的胸口上 哎呀 放开我 不要杀我 江科吓得亡魂阶茂 屁滚尿流 冷汗如江冒出 哇哇怪叫 这还诗人吗 这人身高得有两米三四 绑大腰圆 充满爆发力的肌肉如囚龙盘绕 如同一宗聚灵神一般 浓眉大眼 高鼻阔嘴 发丝如野草 形容粗犷 尤其是那双眼睛如同两盏红灯一般 散发着射人的红光 巨汉一眼不发 神情漠然 一脚踩在了江科的胸口 啊 放开我 江科感觉自己的胸骨嘎嘎直响 都要崩断了 心肝脾肺肾 似乎要从嘴巴里喷出来 李飞宇气得额头上清金直茂 你干什么 想要杀人吗 我是市委书记李飞宇 难道你要当着我的面杀人不成 你 你耳朵聋了吗 那是要枪毙的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法律意识 刚古连意识都没有多少 还什么法律意识 他根本冲耳不闻 穿着四十五码大皮鞋的巨大脚掌轻轻碾动 巨大的力道袭来 江科嘴巴大张 喷出一口胃液 屁股扑扑一阵响 竟是屎尿其出 甘古 收手吧 一道清淡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叶峰背负双手 缓步走出 几天后 叶峰和李飞宇 这两个在东海都位于全力巅峰的男人 以这种诡异的方式 再次见面了 甘古立刻后退 一言不发的垂手站在一边 此时的叶峰穿着一身月白色棉麻痣的唐装 经过一晚的修炼 更是显得风神俊朗 精神抖擞 在金色晨曦的照射下 她露在外面的肌肤晶莹如玉 双眸异生辉 神华内敛 她气质出尘 一态闲适 挥洒自如 就如同折执仙临晨一般 让人看一眼就心手触动 叶峰气息内敛 但一双眸子却闭逆天下 那气势连市委书记李飞宇都盖过了几分 此时李飞宇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走到叶峰身边 挤出了一次微笑说道 叶峰 东海出现特大食品安全事故 七十多名孩子中毒 危在担心 李诗本他们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请你出山 叶大师 您擦擦脸 根本不把李飞宇放在眼里的柳眉 此刻如同最乖巧的使唤丫头一般 递上一副热毛巾 叶峰接过毛巾 一边擦着脸一边淡漠地说道 我已经不是人民医院的医生了 我累了 我想歇歇 我不想去 叶峰 你身为医生竟然如此漠视生命 毫无医者应有的人心 你还配称得上医生吗 当日不是你把我逐出人民医院的吗 你说我不配 我就不配了 李飞宇又是失望又是气愤 浑身都哆嗦 铲声说道 我承认 当日我对你是很无理 但是我呢是为了女儿的幸福着想 并不是看不起你 我 我可以向你道歉 他垂手工身 从来未曾低过的高傲头颅 却是朝着一风微微低下 柳眉脸色震撼 谈口微张 眼睛瞪得溜圆 难以置信 天呐 叶大师就是叶大师 太逆天了 叶峰不靠金钱 不靠全学 就凭一手神乎奇迹的医术 竟然压得东海最高长官都低头 这画面要是传到外面 会让所有人都惊得一关吧 叶峰脸色冷漠的微潮一笑 哈哈哈哈 李书记 您是东海长官 一句话就能决定我的前途命运 对我低头 我受不起呀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嘛 李飞鱼 身躯一阵 又惊又怒地看着叶峰 即使猜想到叶峰不会轻易答应 但他也断然没想到叶峰这么硬气和强势 杀人不过头点地 自己以仪式侍卫书记之尊宠他道歉 他竟然都不为所动啊 李飞鱼脸色涨得通红 瞇着眼睛 微微磨着牙齿 韩生说道 我原来还以为你是个人物 现在我发现我想错了 男子汉大丈夫 你应该心胸广阔 如此小肚鸡肠 连女子都不如 嘴长在你的身上 你随便说 我根本不在乎你的评价 严禁于此 李书记 你可以走了 叶峰竟是对侍卫书记下了逐颗令 李飞鱼气得浑身直哆嗦 他身为东海长官 什么时候受过此等羞辱 根本无法接受 但是叶峰尤言不尽 他又能有什么办法 总不能把叶峰给绑过去吧 李飞鱼心情沉重地走出王者一号别墅 脸色腿白苍白 好像丢了魂一般仰天长谈 唉 真没想到啊 原本他以为 凭自己的滔天权柄 碾压叶峰跟玩一样 哪儿曾想有一天 自己竟然要对叶峰低头 偏偏叶峰还不吃他这套 蒋柯带着一身丑气 凑到李飞鱼身边见一道 李叔姐 咱们不能放弃啊 要不请老爷子出马 对啊 李飞鱼眼睛一亮 连忙拿出手机 拨打李老爷子的电话 是的 虽然他反对叶峰和李施雅的感情 但是李卫国却一直很欣赏叶峰 没准叶峰会给李老爷子面子 爸 有件事需要您帮忙 未来兴幼儿园儿童中毒事件 需要叶峰出手 但是他不愿意出手啊 您帮我说说 哦 他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啊 孩子们不都送到了他的医院吗 李卫国在新闻上看到了这个中毒事件 但是对李飞鱼对叶峰的打压 却是一直不知情 不然老爷子早就炸了 啊 爸 嗯 情况是这样 李飞鱼不敢隐瞒 把他和叶峰谈话谈崩 又出手打压叶峰的简单经过 说了一遍 李卫国气得火冒三丈 都要跳起来了 你疯了 我不是三番五次地告诉你 要尊重叶峰吗 你没看到我都对叶峰里预有加 你怎么这么梦浪啊 你想气死我吗 你是不是以为你当个市委书记就了不起了 你真是狗眼看人的 你哪里知道叶峰的本事 再说了 他和施雅的感情是年轻一辈的事 要尊重施雅和叶峰的选择 我都没有太过于插手 谁让你管这些了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李卫国一阵暴风咒语般的贺骂 李飞鱼脸旁红了一阵白了一阵 难堪极了 可是这是自己的老父亲 他也不敢反驳呀 李飞鱼满脸愁容地说 哎呀 爸 我知道我做得不妥 但是现在怎么办呢 您知道 这种重大安全事故的严重性 都惊动中枢了 这兵很棘手 黄仰号都没办法 叶峰要是不出手 我这官可就当到头了 李卫国再愤怒再恼火 李飞鱼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 他也不能不管 只得长谈一声说 哎 好吧 我就不要我这张老脸了 我给叶峰打个电话 李飞鱼离开后 叶峰就回到别墅吃早餐 忽然手机响了 一看是李卫国打来的 叶峰无奈地摇头也只能接了 老爷子 您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哼 你这混账小子 你说我出院就来看我 可是我都给你打了多少遍电话了 你都不接 嗨 瞧你说的 我这不是正忙着的吗 一直想抽个时间过去看您呢 哼哼哼 今天是我八十大寿 你要能过来陪陪我 我就开心了 哟哟哟 这可麻烦了 我可没准备什么礼物啊 唉 你来了我就很开心 还带什么礼物啊 咱爷俩可要好好的喝上一杯 好啊 地点在哪儿 王者十号别墅 我正往那边去呢 最近家里鸡飞狗跳 搞得我烦不胜烦 我住在郊区的老房子了 叶峰心说十号别墅 应该是李博宇的产业吧 那倒是不远 几步路就到了 叶峰也不着急 挂断电话 慢慢的吃饭 电视里播放着早间新闻 未来兴幼儿园食物中毒事件 再次被报道 画面上病人家属泪流满面 脸色焦急而绝望 哭得撕心裂肺 好几位老人家因为激动 而昏厥过去了 叶峰看着电视 终究心中不忍 一声轻叹 虽然我和李飞语不和 但患而无罪 又怎么能让他们承受如此痛苦 旁边的柳梅娇声说道 叶大师 您要过去看看吧 那我去备车 不用 我在这都能看病 柳梅的眼睛瞪得流圆 此地相距人民医院足足有五六公里 叶峰怎么能看病呢 叶峰深吸一口气 磅礴的神石从叶峰脑海中涌出 就好像一道无形的河流一般 汹涌旁汰 向人民医院的方向涌了过去 浩瀚的神石 穿过一道道道 扫过一个个商场小区 蔓延过一座座高楼大厦 瞬间横穿数公里 抵达了人民医院 无数杂乱的信息 朝着叶峰的脑海涌来 让他的脑仁都有一丝疼疼 朝阳照射下 叶峰神石所过之地 一切先毫必现 对叶峰来说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他看到李诗雅坐在画妆桌前 行销鼓励 黯然无神的画妆 他看到萧易农坐在办公桌前 批阅文件 处理公务 他看到萧玉若在晨曦之中 吊嗓子练习声乐 他看到李飞与乘车回市委 眉头紧锁 一副气急百坏的样子 这些信息都不是叶峰想看到的 他直接掠过 神石将整个人民医院笼罩住 他看到 孙静怡在实验室内 用血微镜观察毒素的分子结构 他看到魏明远在拨打电话 联系国内药学生物化学专家 他看到了几十名患儿 占据了所有的重症病房 气息炎炎 高烧不退 深度昏迷 叶峰将神石刺入一位患儿的身体 探查一番 然后收回神石 眉头紧锁地摇了摇头 一声长嘆 哎 原来是鬼曼陀罗的毒素 这花又叫彼岸花 这毒素可真是有点难缠呢 此时电视里画面一变 一位女记者对着镜头欲速飞快地说道 据岭南省府保健委员会黄仰浩透露 患儿是因为误使了一种叫鬼曼陀罗花做成的鲜花饼而中毒 此种毒素尚未有效果明显的解毒药物 我们呼吁广大市民齐心协力抢救患儿 如果掌握有效解毒方案的话 请尽快与市卫生局或第一人民医院联系 市卫市政府将会给予重奖 柳梅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峰眼睛瞪着溜元 还真的是鬼曼陀罗花 叶峰竟然搞对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叶峰皱眉苦思 有点肥胆 这毒素他当然能解 只是解决的成本相当高昂 要耗费不少价值临城的天才地宝灵草灵药 甚至还要用到叶峰千辛万苦 从中南山带回来的龙骨子藤 雪剑 鸿轩 凤回等等极其罕见的草药 这些灵草灵药对他修炼大有弊一不说 关键还是宾眉无中 叶峰怀疑世界上就他这独一份了 用完了就可能再也无法找到了 没准他的修为就会停止不见 不过叶峰始终是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的 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些气息奄奄的幻儿 还有家属们的焦急绝望的眼神 他心中恻隐很快拿下了主意 哪怕任由修为停止不勤 也要救活这些无辜的幻儿 想了想 叶峰给孙静怡打了个电话 孙姐 你现在回家 把那几株龙骨子藤 雪剑 鸿轩 凤回给我拔了 送到王者十号别墅 我在那等你 为什么要拔了 那些不都是你最珍视的名贵中药吗 我要拿那些灵草灵药治疗那些幻儿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啊 方者十号别墅 好 我和我爸爸一起赶过去给你送去 安排完这些还不够 叶峰还需要几样东西当药引 他拿起纸笔 笔走龙蛇 开了一列清单 递给柳梅说道 柳梅 这些也是我需要的东西 你通知江北商会 让大家群策群力 必须在下午两点之前找到 否则那些幻儿就危险了 花多少钱都没关系 我回头会补给他们 柳梅一看那单子 恐怕是出生于钟鸣鼎十之家的他 也是深深震撼 难以置信 白犀牛的犀牛角 象牙 戴帽壳 深海红珊瑚 鹤鼎红 这些东西 白犀牛是国家一级保护洞 存量极少 象牙更是国家明令禁止交易的 鹤鼎红来自于白鹤也是保护洞 这些东西每一样都是价值连城不说 而且存量极少 放谁手里都会当成传家宝 别说搜集权就是其中一样也很难找到啊 叶峰说道 柳梅 我知道很困难 但这次我只能麻烦大家了 以后我会回报大家的 找到以后立刻送到十号别墅 叶大师 您太客气了 我们是真心敬佩您的为人和本事 哪里会要什么回报啊 放心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柳梅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坚定 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开始吩咐下去 叶峰休息了一会儿 等到上午九点 这才湿湿然的副手朝着十号别墅走了过去 王者十号别墅 规模比一号别墅差了点 但是院子很大 半个寿宴绰绰绰有余 叶峰注意到 此时别墅院子外的公共停车位上 已经停满了豪车 什么宝马奥迪都只是起步 进口奔驰也不在少数 兰博基尼保时捷之类的跑车更是比比皆是 叶峰甚至看到几辆布加迪威龙和劳斯莱斯幻影 这些车子的售价已经是数千万 能达到一个创业版上市公司一年的盈利 叶峰先说 冰壳如云 豪车如雨 李老爷子的寿宴这么大操大扮 不是他的风格呀 我猜李家肯定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危机 李老是为了暗示政治对手自己的存在 来到门口 叶峰对保安报了自己的名字 那保安奇怪的打零了叶峰一眼 连忙放叶峰进去 李老的贴身警卫小赵早就告诉过他们 叶峰来了一定要放行 他们还以为叶峰是个什么超级公子哥 谁知道打扮的这么普通 还是步行走过来的 叶峰走进院子 四下看了一圈 看得出来这次李老的寿宴 李家也是精心准备 三层楼的别墅内 好几个房间都布置了圆桌 准备了丰盛的酒宴 而院子里则是准备了酒水和自主餐 别墅内的宴席是为了一定未免的大人物准备的 资产十亿起的富豪 官面上的领导干部 讲究传统和私密 而院子里的自主餐 则是给一些层次较低的人物和年轻人准备的 要时尚和稀释 也方便年轻人交流 此时草坪上已经来了不少的宾客 一个个或是西装革履或是长裙脱地 请着红酒杯彬彬有礼的交谈着 李老此次寿宴规格很高 东海一流的富豪都过来败寿了 据说还有一些重要官员受邀 已经变成了东海上流社会的一次盛会 所以很多人都把这次寿宴当成一次重要的社交活动 皆是一些对自己生意或者仕途有帮助的人 此时李老还没到 叶峰也不着急 就随手拉过一把椅子 端起一个果盘 没滋没味的吃着水果 他紧锁眉头 忧心忠忠 有点担心江北群豪能不能找到那些稀有珍惜的药材 此时一道懦软娇柔的声音传了过来 叶峰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叶峰转头一看 就见薛家营端着一杯香槟 诧异地看着自己 这种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 薛家营也是第一次参加 他很重视 打扮得很是漂亮 一身红色香奈儿的晚礼服 露出嫩偶浩腕 妆容精致 小脸肌肤白嫩吹弹可破 人比花椒 显得格外妩媚动人 远处 被李家打压得凄惨无比受不了了 所以过来磕头求饶了 关你屁事啊 如果你再说这些没营养的话 你可以滚了 叶峰你 陈伟林恨不得把叶峰碎尸万段 没想到叶峰已经混得这么落魄 还如此硬气和嚣张 只不过 这是李家重要的日子 他有哪敢造次 他值得抬手一指 叶峰愤愤然的说道 今天我不会放过你 出了这个院子 我就大断你的腿 说完 陈伟林气呼呼的走了 薛家营着急的小声说 叶峰你快走吧 李家大少爷李南征回来了 听说要找你麻烦 他很厉害的 李南征是谁啊 他是李家二爷李伯宇的儿子 原本是一个恶少 现在被送到了燕京雪狼特战大队 接受训练 哼 笑话 慢说是他 就是李伯宇亲自来 也要敬我三分 你 你怎么这么狂啊 你有什么狂傲的资本 他冰冷着小脸 拂袖而去 愤愤然的说道 不知死活 你想找死 那就去死好了 萧辰峰目光忧深的盯着薛家营 皮笑肉不小的说 他要找死 你何必非要劝他 嘿 毕竟同学一场嘛 他不听劝 随得去好了 哈哈哈哈 那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淑菲菲笑着说 这家伙一向狂傲 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对付李南征 陈伟林说 他肯定被李书记收拾的太凄惨 扛不住了 所以趁着李老寿宴 想过来求李书记放他一马 是啊 他现在只能在鬼市当一个江湖野医生 真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啊 可是这小子想的也太天真了 他玩弄李诗雅的感情 这得多大的仇啊 李家岂能善罢甘休呢 正在此时 张雨风和张雨露一起走了过来 笑着问道 你们在议论什么呀 这么热闹 哦 你们看 叶峰那小子 竟然过来了 他可是你的情敌啊 张雨风轻蔑地看了叶峰一眼 浑然不在意的一笑 那小子竟然空着手过来了 他没戏的 李家人现在对他恨之入骨 我这次为李老准备了一件厚礼 绝对让老爷子龙颜大悦 你们就等着吧 注意到张雨露提着一个狭长的檀木盒子 萧陈峰笑道 那就恭喜雨风你早日报得美人归 成为李家的成龙快叙了 不远处 洪天照和范小虎看到这一幕 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对视了一眼 但没多说什么 心说叶大师现在是江北教父 不 连李柏宇都想巴结他 你们在折辱他 不是找死吗 毕竟当日在公海堵船上 叶峰就说过 不要胡乱外传他在堵船上的所作所为 忽然 门口响起了一阵喧哗之声 只见林浩然和林韵 如同一对金铜玉女般含笑走来 林大少来了 林浩然吗 真来了 此时 张宇峰 萧尘峰 陈伟林等二三县大少 足足二十多号人 连忙涌向了门口 东海市一县大少之中 属林浩然和李南征最有成就 一个掌控海运集团商业新秀 一个已经成为雪狼的小队长 前途不可限量 他们是大少公子哥们的精神领袖 张宇峰 萧尘峰等人都把此二人当成核心和偶像 对其很是尊重 各位都来得挺早啊 林浩然穿着雪白的衬衣 休闲长裤 英伦风格肩头皮鞋 看上去不显山不漏水 其实都是定制品 更显得气质脱俗 英挺不凡 林浩然从适者托盘中 接过一杯红酒 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 挥洒自如 风度翩翩 忽然 他看到叶峰也坐在一边吃瓜 不由皱了皱眉头 心说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状况 怎么又来李家了 难道还想追求李师雅不成 孙清风放出消息 不认叶峰 林浩然自然知道 但不知后来怎么回事 叶峰和孙静怡并没有分手 还在同居 孙清风也没什么动作 他根本无法理解孙静怡的选择 自己是市长的儿子 掌控一个资产五个亿的海运公司 事业有成前程似锦 哪里又是叶峰这个屌丝能比的呢 而且据说叶峰现在连工作都丢了 这让林浩然很是郁闷 对叶峰极其敌视 只是这种场合他自然也不方便发作 林少 听说那位叶大师已经成了江北教父是吗 年轻人聚在一起 谈天说地热闹非凡 很快就谈起了最近很火爆的叶大师 林浩然的层次很高 市长公子又与东海很多道省人物都有交集 消息最为灵通 是 这位叶大师当真是了不起 将海州大豪峰也 蓝凤凰 魏天荒等人都尽归其麾下 他一统江北地下世界 能与江南赵天佑并驾齐驱 堪称惊艳 张雨露土了抖舌头 不敢置信 连峰也都跟他混吗 这实力也太强横了 张家资产也不过几个亿 和孙兴峰这等大豪相比 如蝼蚁一般 和这位叶大师更不敢比了 众人有的连连扎舌 有的纷纷倒吸冷气 一阵惊叹 记得两个月前 那位叶大师还只是个江湖术士的人物 没想到摇身一变 就成了江北教父 火箭速度的攀升啊 这等成就实在是让人叹服啊 江北多少年没出现这样强势的人物了 谈起江北教父叶大师 连很多腹黑的中年大叔成功人士 都过来参与讨论 显然江北叶大师的名号 早已经在上流社会流传的很广 林韵得以洋洋的说道 我爸说今天那位叶大师也受到李老的邀请 可能会在寿宴上现身呢 我爸说了会引荐我和哥哥和他认识 而且我还听说他年纪很轻 人也很帅气 林韵你不会是想追他吧 众人进阶艳羡不已的看着他 尤其是薛家莹和舒飞飞那些女孩 这林韵可是市长的女儿 在这些女孩中身份最高 恐怕东海同龄人中也就柳梅 邱义农李诗雅等为数不多的女人能压得住他了 他们没有林韵这种背景 自然不能奢望认识叶大师的机会 林韵一脸无奈地说 我倒是想恐怕就是人家看不上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正在此时一道粗豪的声音传来 浩然你都来了怎么不叫我 真不把我当兄弟 我可想你想得很呢 众人看到一个脸色桀骜不逊 身材高大的青年快步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正是李南正 李大少出来了 众多富豪公子哥千金大小姐 都露出几分兴奋惊喜之死 连忙簇拥着林浩然快步赢了上去 林浩然走过去 与李南正热烈拥抱 我这不是刚到吗 就被肖晨风这帮小子给拦住了 你小子这大块头兵没白当啊 壮实了许多呀 你以为呢 雪狼训练很残酷 那是要与龙牙看齐的 真不错 真不错呀 此时林浩然由衷地赞了几句 忽然凑到他的身边 低声说了一句 就是那小子吧 李南正脸色顿时变了 如冷殿一般的目光落在了叶峰的身上 然后大踏步地走了过去 叶峰正在一边吃水果 一边用短信和众人沟通着寻找奇珍异宝的情况 突然一道冷册册的声音传来 你就是叶峰吗 没错 叶峰头也不抬得回答 他神识外放 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根本不放在心上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南正 李卫国是我爷爷 李博宇是我爸爸 东海市委书记李飞宇是我三叔 叶峰微微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 但依旧没抬头 好像李南正是个在汇报工作的下属 李南正何曾受过此等轻满 气得废管子都炸了 小子 你抬起头来 我在和你说话呢 我知道你 别以为你治好爷爷的病就了不起了 你想攀龙附凤 脚踩两只船 玩弄我妹妹李世雅的感情 我三叔已经把你工作都撸掉了 你小子还狂什么狂啊 叶峰继续头也不抬的玩手机 淡淡的说道 就是你爷爷 你爸爸 你三叔过来 也不敢这么和我说话 是谁给你这种勇气了 全场结晶 疯了 他一定是疯了 所有人目动口呆 都是不可置信的看着叶峰 谁说 这哥们不能这么装吧 眼前这位可是东海第一大少 连林浩然都略逊三分 而且他还以脾气暴躁 拳脚功夫力还健常 随时可能打人 你怎么敢这么说话 嫌自己命长啊 林浩然轻轻晃着酒杯 搭了着眼皮 满是幸灾乐祸的冷笑 已经懒得看叶峰第二眼 谁说他叶峰不过蝼蚁一般 终究是不能跟我比他 就是孙静怡喜欢他又如何 事实证明他和我根本不在一个卫面上 我随便一句话就能将他击败 被叶峰如此轻视 李南征脸皮长得通红雨 明笑着说 今天是我爷爷的寿宴 我不想动手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下跪冲我道歉 我就放过你了 这话一出 张雨峰 萧陈峰 陈美林等人 有的指着叶峰呵斥起来落井下石 有的则是心怀鬼胎的假意规矩 叶峰 还不快给李少道歉 李少是何等身份 你不知道吗 老同学一场 我们也不想看你挨打 赶紧道歉吧 李少别冲动 让他考虑考虑 历经下跪对一个男人来说 也很上面子 叶峰第一次抬头 冷冷的盯着李南征说道 现在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冲我下跪道歉 我也会放过你 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他这话一说 李南征简直气得一佛生天 二佛出事 一双虎目都要喷出火来 而周围的人全部大惊失所 林韵 张雨露 舒飞飞 都是难以置信 谁说叶峰怎么这么没脑子 叶峰 你疯了 徐家营紧张的捂住小嘴 他知道叶峰今天肯定只能横着走出去了 好 小子 你要找死 今天我就成全你 李南征发出霹雳暴响般的抱贺 一脚朝着叶峰踹了过去 洪天赵快步上前 一把抱住了李文正 李上 别冲动 你要动手 你会后悔的 他是左右为难的 没有叶峰的允许 他不敢透露叶峰的身份 但现在 二爷的关系和叶峰本来就处于兵点 如果再打一场 那二爷以后恐怕永远无法加入叶峰的阵营了 李南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指着叶峰咬牙气齿的骂道 小子 你等着 今天兵客云集我不揍你 但过了今天 我肯定收拾的你哭得很有节奏 的确 今天是爷爷的寿胆之日 那么多富豪名流在场 即使打了叶峰没事 但影响毕竟不好 此时忽然门口传了一声欢呼 李老来了 二爷把李老给接来了 众人看到 李老穿着大红色唐装 在李柏宇和一个身材高大 穿着军装的男人陪同下 一起走了进来 这中年军官不是别人 正是李家老大李振宇 现在燕京军区担任一个后勤部长 鲁军大孝军衔 哼 小子 我先放过你 李南征冷冷的瞪了一眼 叶峰扭头快步赢了过去 陈伟林冷笑道 叶峰 你性格太冲了 你自求多福吧 老同学好心劝你 你也不听啊 林浩然 似笑非笑地瞥了叶峰一眼 叶峰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峰爷并不看好你 你惹了李南征 我看谁能帮得了你 呵呵 林浩然拉着消沉峰走 瞧着叶峰孤零零的坐在那儿 徐家营心里很不知滋味 走过去劝说道 叶峰 你快走吧 省得他再来找你麻烦 他们不能帮我怎么样啊 叶峰 我搞不明白 到底谁给你这种自信 你难道不知道他的厉害吗 刚刚 我听说你们好像在谈论叶大师 我就是叶大师 你说我有没有自信 你是叶大师 你要是叶大师 我还是比尔盖茨呢 原本自己好心劝说叶峰 不料这小子根本不认真对待 撒谎嘴硬 他甩手就走 好是我自作多情 我不管你 让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去被人踩死吧 别墅里的一间茶室内 李老和李振宇李柏宇 在沙发上坐着议室 茶几上放着几杯香茶 房门紧闭 任何人都不许进去 李振宇却是忧心忡忡地说道 爸 您还记得去年寿宴吗 即使我们百般低调 可是郑九轩那些富豪还是过来拜访了 但今年 郑九轩还有十多位富豪明确表示 没时间过来 李老脸上也浮现了一丝忧虑之所 我之所以举行这次寿宴 就是想告诉外界 我还在 我还很健康 希望再送你和飞羽一程 尤其是飞羽 情况很危险 这几年 东海的各项经济指标不如海州临州 省委对他并不看好 如果他再不进入省委常委 年限就过了 这一辈子都别想进入省委 更别提中枢了 唉 是啊 这次食物中毒事件 如果处理不好 我看他有可能要被省委血藏 很麻烦哪 李伯宇不解地问道 爸 那些富豪是怎么回事啊 之前他们从来不敢这么嚣张啊 李老沉吟许久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皱着没问到 飞羽呢 是不是还在医院忙活 没用的 这病只有叶峰能解决 让他过来候着 等会叶峰过来 让他好生向叶峰道歉 老三已经在路上了 书草草草草草就到 李飞羽飞快地走进茶室 脸色傻白地说 爸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情 不要慌 正就宣等十三位资产百亿元的富豪 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终止在东海的十几个投资项目 要投资海州和临州 不 李柏羽一下子跳起来 也慌了 为什么呀 不过李老却还能保持着阵地 皱眉空思 这十几位富豪 占据了东海地方经济的半壁江山 如果他们撤资的话 李飞羽就是度过食物中毒这个危机 东海地方经济将彻底完蛋 也难以保住位置 李飞羽脸色沙白 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振宇紧锁眉头说道 飞羽 山羽欲来丰满楼啊 在东海谁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郑九轩都没有 再说了 郑九轩一向对我们李家很尊重啊 李柏羽沉吟片刻 突然脸色一变 不会是因为叶峰吧 说实话 他一直很不满李飞羽对叶峰的打压 本来他就被叶峰排斥在江北盟之外 可这几天李飞羽对魏天荒和蓝凤凰的夜场扫黄扫毒 把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叶峰会这么想 他肯定认为和自己脱不开关系啊 扫了天荒阁和火凤帮 那就只剩下江山虎的势力一股毒打了 这下可好 裤裆里落了黄泥 不是屎也是屎了 你让我怎么向叶峰解释去啊 李飞羽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晕头转向 这个叶峰和社团人物故从慎命 但是总不至于让这些百亿身价的富豪对他臣服吧 这完全不搭尬呀 还有原本正准备和我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港岛谢老领衔的投资考察团 认为我们投资环境恶劣 整个人去楼空都不知道去哪了 什么 这一下 连李老都惊得脸色煞白 这次港岛投资考察团 连续考察了岭南好几个城市 每个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投资 但只不愿意投资东海 还说给出什么投资环境恶劣的论断 这要是传到省委那边 李飞羽立刻就得下呆 李老深吸了一口气才镇定下来 李飞羽 李飞羽 你现在马上联系谢老 我和他谈 我们还是有点交情的 爸 现在谢老根本不理我呀 甚至谢震廷都不接电话 只让他女儿谢伊林和我们沟通 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接待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错漏 搞得他们情绪这么大 没有啊爸 我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得罪他们 那 事实上 不仅是李家人 连今天到场的宾口也感到一丝异常 今天来祝寿的不过是东海二三县的富豪 实力最雄厚的资产也不过几十亿 但以郑九轩为首的那些资产百亿以上的顶尖巨拨 一个都没来 一位搞外貌的富豪脸上浮显出一丝忧虑之色 轻声对身边一位地产大佬说道 哎呀 奇怪呀 难道李家失事了不成 你看 这都快十一点了 你再看看周围 嗯 李家失事 难道是因为这次食品安全事故吗 嗯 很有可能啊 现在 中书很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这次算是特大事故了 如果李书记解决不了 这恐怕 他摇了摇头 意思不言自明 这种议论在整个院子里 好多富豪中间都在发生 连李南征都感觉到了众人情绪的变化 忧虑的情绪 沉闷的气氛 为这场原本是李家拿来树立权威 展示实力的喜庆寿宴 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此时 院子门口的保安一声通报 火凤集团董事长蓝凤凰女士 总裁唐志远先生来访 正在和朋友喝酒的李南征连忙迎了过去 热情的伸出手 哈 蓝小姐 幸会幸会 李南征心说 这应该是冲我爸的面子过来的 我和他们都认识 李伯与混社团 李南征也在入伍之前 也是喜欢花天酒地斗鸡走狗的花花大少 流连各种娱乐场所 经常打架斗殴 踩人虐人 和蓝凤凰唐志远等人早就认识了 当然 虽然他是李家大少 但是与蓝凤凰这种社团大佬相比 还是差一个层次 熟料蓝凤凰却是根本无视他 快步走到了叶峰跟前 先是毕恭毕敬的鞠躬 然后双手递过去一个小盒子 轻声说道 叶大师 这是犀牛角 哦 凤凰姐 您这本钱花的不小啊 是古董 看着像是清朝的 坐吧 是啊 现在犀牛角是保护动物 不能猎杀的 花了一百多万呢 叶峰微微点头 将盒子放在身边的圆桌上 李南征脸色尴尬 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走到蓝凤凰身边 不解的扫了叶峰一眼 笑道 凤凰姐 您跟我去别墅里坐吧 里面给您备了位置 院子里都是小辈和一般人物做的 我就是喜欢坐在这里怎么了 还有 谁是你凤凰姐 我和你不熟 滚一边去 你 您不是来给我家老爷子住寿的吗 我过来是给叶峰送东西的 蓝凤凰嘴角浮现了一抹嘲讽 先说你李家恩将仇报 肆意打压叶峰和江北盟 我还过来祝寿 我有那么贱吗 真难以置信的看着叶峰 什么 冲着这小子来的 他怎么这么大的面子 李柏宇为叶峰主导的江北盟江北商会排斥 本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也没和儿子谈起 他根本不知道叶峰的实力 此时自然是震惊无比 叶峰笑着说 算了凤凰姐 既然来了 就过去拜会一下老爷子吧 好吧 对叶峰的话 蓝凤凰却是当成圣旨一般乖乖点头 和唐志远一起向别墅走了过去 只留下李南征眼角抽搐地站在那儿 如同见鬼了一般 看着叶峰根本不敢相信 旁边众人都很震撼 蓝凤凰那是东海地下世界的女王 掌控资产几十亿 竟然对叶峰那么尊敬 还送东西 所有人心底都掀起惊涛海浪 陈北林 淑妃妃 萧陈峰都是大跌眼镜 蓝凤凰竟然是从叶峰来的 难道叶峰和火凤帮有什么联系吗 萧陈峰满脸狐疑地说道 这叶峰是在火凤酒吧当过服务员 但是那么底层 又怎么能和蓝凤凰说得上话呢 就是一些身价十几亿的老板 都诧异地看着叶峰纳闷不解 不知道叶峰什么来的 林浩然终究是信息灵通了一些 给出了一个恰当的机制 我听说蓝凤凰此前重伤 住进了第一人民医院 叶峰也曾经在那里工作 可能 可能是在那里认识的吧 哦 原来如此 吓我一跳 众人这才点了点头 这就不奇怪了 蓝凤凰只是因为叶峰救过他 对他有几分感激罢了 还以为他多了不起啊 蓝凤凰去别墅里打了个转 随口说了几句话 就快步离开了 他对李家根本没多少好感 蓝凤凰刚走 院子里刚刚平静下来 忽然门口又传来一声高声通报 邱家家主邱长征 携蓝带集团董事长邱一农来访 哦 邱家来人了 院子中的众人又是一阵惊呼 邱家在东海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资产过百亿 财力雄厚只是其一 传说邱家背景很强大 和什么神秘的超级势力有联系 所以邱家一向眼高于鼎 根本不理睬地方关系 此前李老的寿宴 邱家顶多只是送了一些礼物 从来没有派人参加过 今天邱家家主和孙女一起过来造访 实在是离奇 门口邱长征和邱一农一起现身 邱长征身穿月白色唐装 踩着千层点布鞋 手里把玩着一串包姜浓厚的金刚菩提 舔着大肚子眼高于鼎 避逆全场 气场强大无匹 盖过在场任何一位富豪 邱一农妆容精致 一身合身的职业套裙 雪白美族踩着水晶鸡蛋高跟鞋 显得身材前凸后翘 曲线玲 他嘴唇烟红 戴着长长的蛇形白金针钻耳准 稀里冷艳 艳压群峰 旁边还跟着一个留着齐肩长发 穿着水冰校服 踩着平底黑皮鞋 眉目如画清纯如水的女孩 正是小魔女邱羽童 很多人上去打招呼 但二人只是微微点头 距人于千里之外 邱老 邱董事长 你们来了 邱老 您好啊 萧尘峰怎可错过这显示 他与邱家关系的机会 连忙拉着薛家营快步走过去 满脸堆欢 点头哈腰的说 表姐 高爷爷 哦 这位是 邱长征不太记得他 脸色狐疑的问道 邱一农淡淡的说道 哦 这是萧老四家的孩子 她的一双眼睛扫视周遭 寻找叶峰 萧尘峰又将薛家营隆肿推出 笑着解释道 表爷爷 表姐 这是我女朋友薛家营 此前演过一部电视剧的 薛家营知道萧尘峰一直想拉邱一农投资他那个皮包影视公司 自己也只有在邱一农跟前留下好印象 才能获得邱一农的支持 当下她紧张的呼吸都有点困难 手心里浸出细腻的汗水 激出甜美的笑容 说道 表姐 您这套衣服真漂亮 也符合您高贵的气质 好像是今年巴黎时装周上发布的最新款吧 爷爷 在那边呢 邱一农这时候发现了叶峰竟是不顾商业女皇的一代 拉着爷爷向叶峰飞奔过去 至于薛家营他看都没看一眼 萧尘峰和薛家营眼神错愕地转身望过去 只见邱长征二人来到了叶峰跟前 竟然毕恭毕敬的九十度鞠躬 用平生最恭敬的声音说道 叶峰 请说老朽无能 没找拳 只找到了一份象牙 邱一农也紧张地问道 也是古董玩意儿 好像是个明代的口碑 能用吗 萧尘峰立刻就傻眼了 狐疑地看着薛家营 这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邱一农和叶峰闹掰了吗 可眼下不仅邱一农 就连邱长征都对叶峰如此尊共 这实在太奇怪了 邱家是何等势力 资产百亿之举 孝傲王侯 连李家的面子都不给 这竟然 薛家营也震惊无比 不可置信的男男子 这不可能啊 那天我明明看见邱一农和叶峰 争吵得很剧烈呀 其他人也是齐刷刷地转头看着叶峰 脸色震惊而狐疑 却有一种看不透叶峰的感觉 这少年到底是什么身份 先是蓝凤凰 又是邱家都对他如此尊敬 邱家那可是连李家都不惧啊 叶峰淡淡一笑 并没有放在心上 这个能用 谢谢了 他曾经救了邱与彤一命 并且把邱与彤带上了修真之路 这是何等的恩情 区区一个象牙古董碑 并不能报答叶峰之万一 这会儿 就连李南征也无法保持淡定 皱眉不解地问道 李浩然 那个叶峰怎么回事 他怎么能认识蓝凤凰 邱长征也对他如此恭敬 这也或许是看在孙静怡的面子上 孙静怡是谁啊 李南征刚回来 此前他在东海的时候 孙静怡的身份还没有曝光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个孙静怡的父亲 是海州大豪孙清风 毕竟现在江北道上已经统一了 孙清风威望很高 能影响到东海 邱长征应该是认为叶峰有可能会成为孙清风的成龙快叙 所以才给他面子吧 林浩然心说 可恨 可恨哪 这小子损个屁了 也不知道使了什么迷魂药 竟然是让孙静怡都看中他 如果不是孙静怡对他那么痴迷 他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老子早就捏死他 李南征心中的震惊 这才慢慢平复下来 冷笑一声说道 原来这小子很擅长吃软饭 林浩酸溜溜的说 哥 孙姐现在是鬼迷心窍了 早晚有一天 他会意识到这小子根本就是个废物 邱长征并不想在这多待 第一声说道 好了 夜少 我们能不能先告辞呢 他此前就是和煞鬼宗相交身后 后台很大 现在又有叶峰当后台 所以根本不需要巴结李家 邱长征此前和煞鬼宗相交身后 后台很大 现在又有叶峰当后台 根本不需要巴结李家 爷爷我想和叶峰一起玩一会 邱与彤抱着叶峰的脖子 饱满的胸脯贴在叶峰的背上 撒娇一般的说道 叶峰哥哥 你就让我留下来陪你吧 好吧 宇彤 你留下来无所谓 邱老 你们可以先走 叶峰爱怜的捏了捏邱与彤柔嫩的脸蛋 见此一幕 薛家营眼角肌肉猛然一跳 这等亲密的动作 只有情侣之间才能做得出来吧 叶峰 竟然赢得邱家二小姐的青睐嘛 林韵气呼呼的说道 你们也看到了吧 叶峰除了勾到孙姐 还勾到这个小萝莉呢 哥 孙姐就是瞎了眼了 还是孙叔叔看得明白 孙叔叔根本看不上的 只不过现在孙姐和孙叔叔也是刚刚相认 孙叔叔不太好插手她的感情 等孙叔叔和孙姐的关系全面修复 她肯定一脚把这小子踹飞了 林浩然闷头灌了一杯红酒 双眸闪过一丝浓浓的怨度之色 真到那时候 我一定要废了她 邱长征来取如风 根本不去看李老 直接和邱以农就要离开 好 那老朽就先告辞了 李南征连忙微笑着上前招呼 邱老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来吃一杯瘦酒吧 哦 你是李伯宇家那小子吧 啊 在一风跟前 滚顺如老狗般的邱长征 此时却是摆出一方大豪的派头 挺着大肚子 老气横秋的冷横说道 哼 对不起 老朽没兴趣留下 区区一个李家我还看不上 啊 您不留下呀 李南征满脸错愕尴尬不已 谁说这老头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你倒是可以问问李家老三 他到底干了什么 恩将仇报 卑鄙小人 哼 邱老 您您慢走 李南征脸色尴尬的在风中凌乱 此时得到消息的李老连忙派李伯宇出来迎接 但是李伯宇出来的时候 邱长征已经走了 李伯宇拉着李南征着急的问道 邱老人哪 撤资的众位顶尖符号中也有邱长征 李伯宇想拉他到老爷子跟前好好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李南征无奈的说道 走了呀 我根本拦不住啊 废物 邱长征不是小人物 关系到李飞宇的位置 人都来了 李南征竟然留不住 这能力也太差了点 正在此时 门口的保安又是一声高喊 海州海龙集团董事长孙清风 喜爱女孙静怡来访 听了孙清风造访 全场震惊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纷纷起身向门口迎了过去 风也来了 哎 他不是海州人吗 怎么会来东海给李老祝寿啊 海州的风也 这是何等威名 比邱长征还有强大几分 在那位叶大师一统江北之前 孙清风已然是江北至强者 数大根深 政商关系盘根错节 掌控几家上市公司 黑白两道通吃 是海州大佬进阶臣服的对象 他能和珠江南方第一大佬赵天佑对质 什么李伯宇蓝凤凰魏天荒甚至邱长征都被他压制一头 孙清风的名字传来 连别墅内的大佬们都被惊动了 整个别墅一片沸腾之声 如同煮开的铁锅里添了一碗热油一般 就连李伯宇都无法保持镇定 连忙出了别墅 满脸堆欢的赏钱迎接 哎呀封爷真想不到您回来 真是让寒舍盆毙生辉呀 现在李伯宇被叶峰排除在江北盟之外 好死不死的自己那个三弟还打压了叶峰在东海的社团势力 现在叶峰不理会他 自己只能巴结叶峰的未来老丈人孙清风让他帮忙卧选 此时郭毅 八脸昆 魏天荒等一群江北大佬 簇拥着孙清风走来 都是满脸惊汗气度不凡之辈 声势惊人 正中间的孙清风一身休闲装 戴着金丝眼镜文指彬彬 若不是知道他的身份 甚至以为他是一位买手书斋的学者 孙清风身份太高 实力强大 就连在别墅内招呼富豪们的市长林行之都被惊动 快步走出来迎接亲切的握手道 风哥您来了 林浩然和林韵也是连忙凑了过去打招呼 孙叔叔好 静怡你也来了 孙清风的老岳父 正是林行之的后台 背景澎湃 连林行之都要仰仗他的提携帮臣 更别说林浩然他们几个晚辈了 他们怎敢不敬 孙清风哈哈一笑 挥洒自如的和李伯与林行之等人一一握手 哈哈哈哈 李老大寿我怎么不来祝贺 我来送给李书记一份大礼 他斯文儒雅 风度翩翩 但又气场庞大 横压全场 连李伯与林行之与他相比 都要相行见处 在场的所有富豪更是眼神狂热 对孙清风艳险重埋不已 哎呀 哎呀 连林市长都过来迎接 风爷的风采实在是逆天哪 此时林浩然和李南征都放下心来 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 正在和邱雨彤亲密聊天的叶峰一眼 哎呀 还以为他也是来找叶峰的呢 哎呀 吓死我了 原来是虚惊一场 也是 叶峰脚踏几只船 有了孙静怡 又勾搭李诗雅 现在还多了一个小萝莉 邱雨彤 依孙清风的精明 还有那四通八达的情报网络 怎么能不知道呢 恐怕恨不得废掉叶峰的 好好好 风爷 咱们里面坐吧 林行之和李伯宇 连忙做出一个虚情的手势 要将他请进别墅 哎 别急 孙清风还以为叶峰在别墅内正想进去 被女儿一拉袖子才注意到叶峰就坐在院中的一个角落 正向别墅走去的孙清风 忽然改道 在众人目光震惊的注视下 拉着女儿穿过草坪 快步走到了叶峰跟前 微笑着说 戴帽壳和深海红珊瑚找到了 静怡他也把你要的那些草药带来了 孙清风的海龙集团海运起家 他就如同东南海域上的龙王一般 大小船只如碧食指 谁不听他的号令 这些东西虽然不好找 但让他找来还是不在话下的 叶少 此时 巴脸坤郭义本海州林州方面的大豪 紧接毕恭毕敬的冲叶峰攻身 齐声喊道 他们都是江湖草莽 一方大佬 这一声喊声是惊人 庞大的威压横扫全场 整个大院氛围都为之一锁 一片鸭雀无声 这等横压全场的澎湃气势 让在场的富豪们心中一跳 有惊有惧地看着叶峰 孙静怡已经在叶峰身边坐下 把一个檀木的药箱子放在叶峰跟前 他亲密地挽着叶峰的胳膊 宣布自己的主权 看着邱与彤笑道 叶峰 你哪里又勾搭了一个小妹妹呀 成年了吗 全场皆惊 众人眼珠子瞪得溜元 一颗新好悬眉跳出嗓子眼 林浩然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再也笑不出来了 林韵的眼睛瞪得溜元不可置信 连林行之眼中都闪过一似黯然 看来自己的儿子 还是没比得过这个小医生啊 他们知道叶大师 但可不知道叶峰就是叶大师 他们都认为 孙静怡喜欢叶峰不佳 毕竟女孩容易感情用事 但是一直都认为孙清风绝对不认可叶峰 但现在孙清风对叶峰如此客气和恭敬 还送来礼物 很明显他已经认可了叶峰 林浩然捏着酒杯的手轻轻颤抖 骨节微微发白 孙叔叔不是放出话来 绝对不认同叶峰吗 才不过两个月过去 怎么就发生了这等变化 我不服 我不会输 我毕业于著名商协院 我爸是市长 我的海运集团也有几个亿的规模 他有什么资格和我相比 孙清风最终一定会选择我 林浩然的双脑中燃烧着不可动摇的限点 死死的盯着叶峰 李南征同情的看了一眼林浩然 轻轻摇头 先说晚上给他叫几个嫩模 好好安慰安慰他 不过此时他还不惧叶峰 叶峰虽然是孙清风的成龙快婿 但是李南征却是市委书记的儿子 他还是比不过 张宇峰则是冷横一声满脸的不屑之色 怀疑叶峰的智商 呵呵 就这样还想和我争夺李师雅吗 他带着老丈人女朋友过来 到底是来祝寿求得李家原谅 还是在示威呢 李老和李书记要是看到这幅情景 肯定得气得火锚三掌 恐怕你也只能滚出东海了 张宇峰也得意洋洋 幸灾乐祸地看着叶峰 这小子一定是疯了 他就这样寻求李家的原谅吗 他们精心被李老准备了灵 而叶峰却和孙静怡确定了关系 李家岂不是恨死叶峰了 此消彼长 李书记肯定会看中张宇峰的 此时那些富豪们看到孙静怡和叶峰的亲密姿态 仿佛明白了点什么 相识而小 原来这小子是凭借年轻帅气炮上了孙静峰的女儿 怪不得蓝凤凰邱长征对他那么尊重 原来是看在了孙静峰的面子上 这一下他们就不那么重视叶峰 毕竟他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小年轻罢了 儿女情长的事情谁说的准呢 分分合合的 没准哪天叶峰就被孙静怡给抛弃了 可怜这些富豪也是舍本竹目了呀 现在哪是叶峰依靠孙静峰 而是孙静峰要依靠叶峰啊 林浩然心中翻江倒海 还能维持仪态 李南征自以为摸清楚了叶峰的底牌 堪堪保持镇定 张宇峰考虑的是李家的态度 倒是不太把孙静峰对叶峰的态度放在心上 可是此时叶峰这等阵势 对陈伟林萧尘峰这些二三线的大少来说 带来的心理冲击可谓是摧枯拉朽 萧尘峰吓得浑身直哆嗦 冷汗如小溪一样冒充 蓝凤凰 邱家海州大豪孙清风这些人 哪个人不是一手指头都能碾死我呀 在鬼市上他还威胁叶峰要弄死他 要是叶峰报复过来 自己全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呀 淑菲菲也花容失色 翘脸傻白颤声问道 怎么回事啊 不是传说孙清风看不上他吗 但现在这 薛家营的眼中荡漾起复杂至极的神色 震惊不解后悔失落种种情绪不移而足 曾经他觉得叶峰好像星辰般太过于耀眼 刺得自己眼泪都要掉落 所以他联合柳梅林韵 在李士雅跟前煽风点火 现在李士雅和叶峰的感情是胎死腹中 但他万万没想到孙清风却认可了叶峰 此时的叶峰在众位大佬的顶礼膜拜之下 已经不是一颗星辰 而是一轮太阳当空而着 射下万道金光 刺得他根本没有直视的勇气 薛家营一个出身普通市民家庭的小女生 既然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之下 躋身上流社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的智商和情商都远远高过同龄人 他心说 我到底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此时他意识到 赌食健保 对叶峰来说只是小道 叶峰的本事甚至也不仅限于医术 他模模糊糊的意识到 他错过的叶峰绝对不止表面上那么简单 孙清风等人并没有立刻离去 而是各自端了椅子在叶峰身后落座 也不交谈 脸色肃然的坐着 一副封叶峰为尊的样子 哦 叶峰来了 李老听到外面的动静 看到孙清风也在 连忙说道 老三 你赶紧过去叫他过来 我和他谈谈 我不去 小小一个医生 我去亲自求他 他都不给我面子 把我赶出来 您和他打过电话 这是多大的面子 他却不去医院 反而在这里浪费时间 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他之所以不去医院 是我叫他过来的 再说了 你近日对他如此打压 他年轻起盛 有了情绪 白白姿态又有什么问题 孙清风带着江北大佬全都来了 但都围着叶峰转 他们也不过来拜见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 冲我李飞宇叫板示威嘛 显得他江北盟势力庞大 兵抢马撞嘛 别忘了我才是东海市委书记 等这场危机过去 看我不好好收拾他 你还想打击叶峰 飞鱼 你的格局怎么能这么小 你还要靠他来治疗那些患儿度骨危机呢 爸 他要真有那个本事 还用在这待着吗 我看他根本是束手无策 爸 这场食品安全事故 我是没办法平掉了 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们的应对也很及时 实在是那毒素太过离奇 我会向省委省政府 向中书说明情况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郑九轩那些东海地方企业的撤资 还有港道谢家的态度 唉 老三呢老三 你梦浪了呀 也自视太高了 你根本不知道叶峰的能耐很神通啊 李老很无奈 李飞鱼已经四十多岁了 又不是小孩 也是一方封疆大力 他有自己的判断 自己总能拿到嘴巴 抽到 李飞鱼拨打蒋科的电话 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和郑九轩取得联系 还有港岛的谢老 哎呀 书记 人家不接电话呀 蒋科今天也是焦头烂额 疲语奔命 欲哭无泪 今日李飞鱼所遭遇的危机 是他跟随李飞鱼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没准就要满盘结束 李飞鱼疼的站起身来 疯狂挥舞着手臂 愤怒的说道 你让市委市政府各个部门的领导别上班了 分头去找 找不到的话你们都别干了 我在下台之前 先把你们这部废物一录到底 好好好 我这就去办 蒋科被李飞鱼的抱贺下得甘板剧烈 联盟挂断了电话 哼 这帮人竟然拒绝对话 这是什么意思 混账 当年我对他们支持多少 现在竟然谢莫杀鱼 李飞鱼啪的一声 将华为手机摔在地上 手机瞬间崩碎 零件七零八落的散落在地 飞鱼 你冷静点 李震鱼从来没见过三弟这么失态 哪怕两年前东海爆发台风 死了好几十个人 他都没这么急躁过 李飞鱼颓然无力地坐在沙发上 一脸绝望 一双虎目中有着晶莹的泪珠在闪烁 咬牙气齿地说 我 我实在太憋屈了 在东海 哪怕在岭南 都没有几个人有这么大的能量 省委和周叔要是有人不想让我干 就明说嘛 我又不是非要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屁官 东海百亿级别十来位富豪 一致跟自己决裂 连港岛谢家都放弃投资东海 这是多大的势力 李飞鱼现在怀疑是得罪了那位出身中枢的红墙子 而且这位太子背后的家族也动手了 不然谁都没能耐调动这么庞大的势力 正在此时 门口传了一声兴高采烈的高喊 九轩集团董事长郑九轩 行政总裁柳梅 还宇集团董事长附旺海 熊师集团简长远 士兰工业董事长胡开发 鸿基地产刘元波前来败售 他们怎么来了 李飞鱼听的这话 眼珠子瞬间瞪的溜元 脸上浮现出了狂喜之色 这些人正是东海那十来位 宣布停止在东海投资的顶尖富豪 其中上市公司大老板都有五六位 这些人的企业产局 能够占据东海GDP的一半 掌控着东海的经济命脉 此时根本不用李老提醒 李飞鱼再也坐不下去 噔的从沙发上弹起来 朝着门外飞奔而去 飞鱼 注意仪态 连李震鱼都不敢脱挡 跟随李飞鱼前去迎接 以示重视 只留李老在茶室中 经过李震鱼的提醒 李飞鱼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连忙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缓慢了步伐 眼上也浮现出了几分官微 等出了别墅 李飞鱼已经彻底恢复了镇定 步履稳重 四平八分 一副封僵大力的风 哎哟 郑老 欢迎欢迎 副总 好久不见了 哎呀 胡总 没想到你也来了 李飞鱼走过去 和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一一握手 虽然他对这些富豪也有点恨意 但毕竟幻海沉浮 城府极深掩饰得很好 不卑不靠 满脸春风 李柏宇的笑容甚至还有几分讨好之色 郑老亲自来了 欢迎欢迎 实在是让我们李家彭壁深灰呀 李柏宇的所有资产凑起来 也不过二三十亿的规模 和其中任何一个富豪都不能相比 郑九轩白手起家 赚得数百亿资质 赤诈纵横多年 李柏宇与之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一辈子都干不上 现场 也只有李振宇能够保持心态的担人 毕竟他在荆棘重地担任要职 无需依靠东海这些富豪 李飞宇兄弟三人与众人握手见礼完毕 李飞宇做出一个虚情的手势 笑道 郑老 诸位 家父在茶室等候大家 咱们赶紧进去吧 李叔姐 先别着急 我们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郑九轩率领众人 快步走到了叶峰身边 毕恭毕敬地低头说道 叶大师 我们江北商会的朋友全部出动 也找到了几样东西 你看看合不合适 叶大师 这是鹤顶红三颗 叶大师 我没找到您要的那些 可是我这儿有一株老山参 应该也能有点用 叶大师 我这里有一株灵芝 这些资产上百亿的顶尖大佬 进阶快步走到叶峰身边 将礼物放上 然后就纷纷在叶峰身后落走 柳梅笑颜如花地走到叶峰身后 如同一个尽职尽责的婢女一般 轻轻给叶峰吹着肩膀 娇声起怜道 叶大师 东西算是找齐了 你该怎么奖励我呀 叶大师 眼前这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少年 竟然是明镇江北的叶大师 哎呀 怪不得孙清风对他这么倚重啊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不可置心的看着叶峰心底掀起了惊涛海浪 极尽震惊之色 林浩然忽然想明白了什么 原来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叶大师 藏得好深啊 林浩然如遭雷击一般 脸色巨变 然后闭上眼睛 参笑起来 叶峰啊 你赢了 怪不得孙叔叔对你的态度大为盖棺 李南征也想明白了 脸色震撼 心底掀起惊涛海浪 但竟然是叶大师 怪不得能让孙清风那么看着 原来自己终究是小看叶峰啊 不是他依靠孙清风 而是孙清风要依靠他了 肖尘峰 陈伟林 淑妃妃已经被震撼得麻木了 如同泥塑木雕般站在那儿 默默无言 张雨露的颜色 闪过一丝震惊 接着便是郁闷地看着如婢女般 给叶峰捏腰垂背的柳梅 啊 她才是明镇江北的叶大师 柳梅好生的心机啊 看来我被她耍了 她肯定早就知道叶峰的身份 故意利用我们把叶峰从李世雅身边赶跑 哎 可笑 我还自作聪明 自以为利用她帮哥哥扫除了障碍 哎 徐家莹也想明白了这点 眸中泪光点点 她想哭又想笑 她觉得她此生经历的笑话 莫过于此了 李飞宇的脸色也震撼无比 郑老 您和叶峰是什么关系 她知道叶峰肯定和郑九轩有点联系 不然叶峰也不会住在郑九轩的别墅 但是她却认为叶峰要么勾搭上了柳梅 要么是帮郑九轩看过病之类的 但也没资格和郑九轩平起平坐 但现在郑九轩对她如此看重 毕恭毕敬 还是她始料未及的 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叶峰是我们江北商会名誉会长 老朽当了个会长 说透了不过是替叶大师打打下手罢了 郑九轩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叶峰身后 目光微微凛然地看着李飞鱼 十几位东海顶尖富豪全部拉过椅子坐在叶峰的身后 如众星捧月一般将叶峰凑拥在人群前方的中心位置 江北商会众人一个个脸色肃然 阴沉如水 隐隐有几分于李家分庭抗礼的味道 再加上孙清风等江北大豪 这股力量几乎能够碾压整个江北 广且一个小小的东海 李伯宇顿时就疯了 心说怪不得我不能加入江北商会 原来江北商会和江北盟都属叶峰的麾下 我得罪了他 郑九轩又怎么会让我加入呢 他早就听说过江北商会的成立 加入之后有莫大的好处 但自己和郑九轩联系过 但郑九轩就是不同意进入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连肠子都灰青了 此时李飞宇的脑袋嗡了一声 几乎要扎开 他双拳紧握 指甲几乎要抠破了掌心 自己早就该想到了 叶峰 那叶峰住在王者一号别墅 柳梅如同他的丫鬟一般 如果叶峰不是强过郑九轩 郑九轩怎么能如此后代 我终究是小瞧他了 原来他不仅是一个小小的社团盟主 那么简单 而是江北商会会长黑白两道通吃了 自己对他肆意打压和羞辱 又采取极端措施对付天荒阁和火凤邦 他们是叶峰的信徒 又岂能坐视不力 于是联合起来扯资 对自己疯狂施压 此刻李飞与双眸都变得赤红 怒火中烧不信 莫得他了 但是渐渐的他却强迫自己冷静下了 这等阵势说明他们对叶峰极其认同 自己若是用强 最佳结果也不过是两败俱伤 差一点自己就要被他们玩死 李飞与艰难的开口轻声说道 叶峰我向你道歉 此前是我不对 那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原因破坏东海的经济社会发展 大家进别墅好好谈一谈吧 虽然他的声音很低 但是群场鸦雀无声 他这些话还是清晰无比的传到了众人耳中 朕的众人如文惊雷一般身躯都颤的 东海市委书记一方封江大利 在东海一言九鼎说一不二 这是何等的滔天权柄 但此刻竟然被叶峰这个少年压迫的低头认错 所有人都很震撼 只有李振宇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满 轻轻冷哼一声 这小子好大的阵仗啊 杀人不过头点地 就是叶峰为江北商会会长 为江北蒙教父 但也不至于抬出这么大的阵仗 逼得李飞宇这个长辈低头认错了 叶峰慢条斯里的吃着水果 淡淡地说道 算了 你们别说太闷了 麻烦您请李老出来吧 我说几句话就走 叶峰你 李飞宇听了这话 滔天恨你泛气 邪王脑门子李勇 脸色再次泛红 这无辱实在是太大了 原本他已经放下叶峰长官的威严威仪 向叶峰这个晚辈道歉 这可谓是给足了叶峰面子 但叶峰仍旧咄咄逼人 竟然让李老屈尊来见他 这不等于把整个李家不放在眼里吗 此时他很想透骂叶峰一场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心底里做着坚决的思想斗争 服软 李家的威风都被叶峰盖过 尊严扫地 不服软 眼下江北商会都要撤资 自己位置不保 就怎么办呢 突然 江科连滚带爬的从院子外飞奔到李飞宇身边 脸色狂喜的低声说道 李书记 刚到谢家来电话了 答应投资东海一千亿华侠币 而且他们马上过来亲自和你面谈 什么 李飞宇文婷此言 心中狂喜 胆气顿时撞了几分 然后宁笑地看着叶峰寒声说道 叶峰你可以带着你的人走了 李家不欢迎你 从此以后 李家和你和江北商会再也没有一点关系 郑九轩他们撤掉现有投资不太可行 伤金动骨损失会很大 他们只能撤销后续投资 这些也不过两三百亿而已 但现在 港岛谢家带着投资考察团 共计投资一千亿元 少了两三百亿后续投资也没什么大不了 这一瞬间 李飞宇认为自己赢定了叶峰 甚至控制不住的有点得意的微笑起来 心说郑九轩他们的产业都在东海 我不怕你们撤回后续投资 就打击你现在的企业产业 你假得住吗 你肯定要臣服 此语一出 很多人脸色都变了 很是震撼 什么 李书记要和江北商会决裂 哎呀 这真是一场大战啊 这就代表着李飞宇已经与叶峰彻底决裂 不惜自损八百也要伤敌一千 林浩然眼中神色复杂 有几分惊叹 但也有几分醒哉乐虎 叶峰一个小小的医生 却成为江北商会会长 又是江北盟扛把子 这等成就堪称精彩绝艳了 只可惜他性格太过刚烈 竟然不知死活的要跟李飞宇争斗 结果还是一朝不慎满盘皆输啊 在场的都是人今儿 很多富豪名流 短时间就想明白了这里 是的 自古民不与关斗 没人相信叶峰能够压得过李飞宇 毕竟在华夏公权力才是最强大的 李飞宇现在拿港岛谢家的投资作为政绩支撑 不再需要江北商会 气质如碧吕甚至会对其大加大压 叶峰他们肯定要输掉 此时张宇峰 萧辰峰陈美林等大少 紧接默然无语 神色复杂地看着叶峰 心说 这叶峰的确很有本事 远超我等 但终究是毁在了狂傲的性子上 李书记已经给足了他面子 他还不就坡下驴见好就收 反而咄咄逼人 这不是堂地挡车 皮肤汗大树吗 可惜呀 情绳太低了 这大概是他出身导致的吧 一个孤儿处处遭人冷眼排挤 常见世间苦涩奸细 极度的自卑导致极度的自尊 最终变成了不可一世的自傲 这自尊成就了他 也毁灭了他呀 林韵 张雨露 薛佳颖等女孩 都是神色复杂地看着叶峰 有无法克制的震惊 也有几分鄙夷 同情 和幸灾乐祸 唉 即使他输了 他也虽败有容 在东海能逼得李飞羽低头道歉的 只有他一个 他们仿佛看到一颗星辰燃燃升起 光彩夺目 让他们不敢指使 但这颗星辰很快化为一道流星划过天空 放出最璀璨的光芒 燃烧殆尽化为灰烬 归于黑暗 他们心中的滋味 真是无法行 李南征轻轻摇着酒杯 嘴角浮现了一抹冷笑之色 哼 他终究是没法跟我们李家叫板的 就连郑九轩 孙清风等人脸上 也有一丝慌乱一闪而过 什么 李飞羽要和我们取烈吗 李飞羽的强势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他们原本想着拿出江北商会的阵势 李飞羽就得低头服软 但不知道李飞羽听了蒋柯一句话 好像得到了莫大的一掌一般 顿时态度大变 要与江北商会彻底撕破脸 刘梅脸色巨变 失去了信心 凑到叶峰耳边轻轻说道 叶峰 要不 你去见见李老吧 只有叶峰 稳坐钓鱼台一般 安坐如常 轻轻转动着茶杯 眼皮不抬一下地轻声说道 李老慧出来见我的 太势焦灼 气氛焦灼紧张 好掩着人们的耐心 全场鸦雀无声 众人都是眉头紧锁 大气不敢出一声 好像只能听到自己的剧烈心跳声 此时一身大红色唐装的李老 竟是在李伯宇的衬服下快步走了出来 大声嚷嚷嚷 飞羽 你干什么 叶峰是我的贵客 你怎么能赶他出去 爸 您怎么出来了 李飞羽也是顺坡下驴 他只想给李家争回面子 如果在保证面子的前提下 还能与江北商会合作 那是最好不过的 见李老出来 叶峰这才起身相迎 抱拳说道 老爷子 您老人家的身体 那是越发康健了呀 托你的福啊 李老快步上前 一把抓住叶峰的大手 畅快大笑道 你小子也是越来越厉害了 你瞧瞧 郑九轩都跟着你混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让李老见笑了 嗯 很好 你眼光不错 跟着叶峰混 很有前途的 李老深深地看了郑九轩一眼 在叶峰的身边坐下 叶峰笑道 老爷子 您误会了 我今天召集大家过来 也是想被几分厚礼 送给老爷子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是很穷的 只能靠朋友了 李飞宇背负双手 傲然冷哼一声 心说这小子倒是挺机灵的 看斗不过我 立刻巴结老爷子了 李震宇深深地看了叶峰一眼 凑到李飞宇身边轻声说道 飞宇 他既然沉浮 你也见好就收吧 但此子颇有反骨 你以后还是要对他小心提防 大哥 我明白 李老开怀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呀 哈哈哈哈我可提醒你 太贵重的 我可不敢收啊 张宇峰又肚又恨 脸色焦急 彻底慌了 生怕叶峰获得李老的喜欢 心说这小子反应好快呀 哎呀看事态不对 立刻冲李家献媚了 而李老还是很欣赏他 万一他和李家关系迷合 我还怎么追求李诗雅呢 张宇露娇声开口说 李爷爷 我和哥哥也准备了礼物 您就让我们抛砖引玉 先看我们的吧 我们可寻了半年呢 他想帮哥哥拔得头筹 打断叶峰和李老的谈话 当然无理之极 但是他长相娇美 乖巧玲珑 让谁都生不出一丝厌恶之心 见叶峰不动声色 李老这才爽朗一笑 冲张家兄妹招了着手 哈哈哈哈 露露和小枫倒是有孝心呢 好吧 拿来吧 让老头子看看 爷爷请看 张与露将那檀木盒子 放在李老跟前的圆桌上 轻轻打开了盒盖 缓步退到一边 这是 这是 在场的人 包括李老 全都惊叹了一声 目不转睛地看着盒子里的一把东阳军刀 军刀的刀柄已经握得泛白了 七皮刀鞘更是处处有着斑驳点点 显然颇有年头 李老的眼中闪过一丝狐疑之色 拿起军刀 苍朗朗一声 拉开一段 对许 雪亮的刀刃照射的周遭寒光一片 气温都好像骤降了几分 让人心生寒意 大家都一阵赞叹 好刀好刀啊 红粉送家人保剑赠英雄 张家兄妹送给李老一把宝刀 倒也别致 嗯 是啊 毕竟李老是寒武出身 为华夏战场厮杀 马格果世 他老人家肯定喜欢啊 张雨风得意洋洋地看了一封一眼 然后指着刀刃处说道 爷爷 您看这刀刃 绝叶文刺 野村刺廊 李老突然眸光一阵暴射 拍桌赞叹道 好啊 好啊 原来这是野村次郎的指挥刀 众人都是不解 野村次郎 谁是野村次郎 李振宇满脸自豪地解释道 野村次郎是当年占据泰州城的东阳陆家第十二军大作 绝叶文刺是他的太刀 当年家父在那里指挥泰州解放战役 与他正面交战 家父率领独立团 三路出击截断他们的吉仰后勤 牺牲了数百人 将第十二军打得弹尽良绝 那野村次郎自知兵败如山倒 大势已去 竟然苟急跳墙 屠灭泰州城数千人泄愤 家父攻入泰州之后 但却没找到野村次郎的尸体 只是根据他们的指挥部被烧 怀疑他是放火自杀 但没有找到尸体 终究是不敢断定 这一直是家父的一块心病 今日 张家兄妹献出了这把宝刀 却也间接证明野村次郎的确是被杀了 了却了一桩心事啊 果然李朗抓着宝刀 仰天垂蕾道 兄弟们 太州的父老乡亲们 野村是死了 你们当年 没白死啊 说着李老已然是气不成声 众人一阵劝慰 李老终于止住了眼泪 爽朗笑道 我 我不是难过 我是高兴 高兴啊 李飞鱼点头赞赏 让张雨风更加开心和得意 雨风 你这件礼物送的很好啊 张雨露一脸得意的说 这把宝刀在民间流传多年 被一位大收藏家收藏 我和哥哥花了二百万才买来呢 张雨露心说 叶峰你送的礼物 应该没有这么贵重吧 雨露 不要乱说 张雨风皱了皱眉 大庭广众之下送此后礼 传扬出去 对李书记影响不好 李老自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 却是轻轻摆了摆手 微笑着说 无妨 小张啊 我看这把宝刀 你就捐赠给泰州抗日纪念馆 让更多的年轻人 看到当年先辈为华夏解放事业 所做出的牺牲 不是更好吗 对对对 李老说的是 张雨风点点头 不管礼物送到哪儿 李老开心自己就赢了 此时张雨露嘲讽地看了叶峰一眼 满脸鄙夷的笑道 不知道叶大师给李老带来了什么礼物啊 叶峰淡淡一笑 柳梅打开给李老看看吧 柳梅连忙上前 击开了一个盒子的盖子 哎呀 在场的众人看清盒中之物 顿时惊叹连连 犀牛脚杯 而且还是古董杯 你们看看这雕工 看起来应该是明代的造型啊 嗯 晶莹白玉宁溪脚 烂满红衣绣虎斑 这犀牛脚杯 价值连城啊 至少得一千万啊 关键是啊 这玩意儿有价无事 哎 你有钱你都别想买了 在场的都是身价巨富之辈 对古董很在行 犀牛脚是清热解毒的名贵药材 在古代就与夜光碧明月珠齐名 相传犀牛脚有解毒辟邪之功能 如同毒药接触 则毒药发生白木 因而被帝王所重视 置为杯盏等器皿 以检验食品 在古代 宫廷将尸多根据犀牛脚的自然形状 雕刻酒杯供帝王享用 而现如今犀牛属于宾威保护洞 西脚不可能再被用作脚雕材料 犀牛脚雕作为华夏古代艺术品中的一朵奇葩 已成了绝响 张雨露脸色顿时垮了 再也笑不出来 不可置信的看着叶峰 这小子 果然很有钱有势 竟然能找到这玩意儿 那把军刀的价值 不如这犀牛脚杯的五分之一 可笑刚刚她还嘲笑叶峰的礼物拿不出手 柳梅淡然一笑 又打开了第二个盒子 李老请看 哎呀 象牙观音雕像 众人又是一阵惊态 脸上写满了震惊之色 回头打得崇明透 赤脚波斯进象牙 哎呀 这象牙观音像 材料一流 造型流畅 比犀牛脚杯 绝对还要贵重几分呢 这座象牙观音雕像 足有十公分高 白嫩如春笋 晶莹剔透 那观音一态慈悲 似乎散发着圣洁的光辉一般 这叶峰是疯了吗 这两件东西至少送出去了几千万 为了巴结李家也是下了邪本了 柳梅又打开了第三个盒子 红珊瑚 在场的富豪们 再次震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个个眼睛瞪的溜元 难以置信 千年修成美丽树 世人使之红珊瑚 这珊瑚真漂亮啊 通体红色造型绝美 单这一件 价值至少得五千万呢 这珊瑚 形状像树 二十年长一寸 三百年增加一公斤 质地坚硬 颜色红颜 这一株珊瑚树有二十公分高 至少有上千年的年度 在华夏 珊瑚是吉祥富有的象征 一直用来制作珍贵的工艺品 红珊瑚是历代宫廷装饰品 珊瑚树 盆景 嫔妃关顶 王公大臣关顶 都是用红珊瑚做的 柳梅又打开了第四个盒子 戴帽 何以结相思 双珠戴帽簪 这用戴帽做的玉簪也是古董啊 看样子是唐太的宝贝 一根戴帽簪 就得值几千万 可这里一下子就是十根啊 众人再次被晃瞎了狗眼 已经被震惊的彻底麻木了 戴帽做饰品的原料取自龟背部的林甲 是有机物 成年戴帽的甲壳是鲜艳的黄褐色 戴帽鳞片花纹晶莹剔透 高贵典雅 万年不朽 是收藏之极品 戴帽有剧毒不能食用 但可作为药用 其清热解毒之功效可比西角 是名贵中药 有清热解毒震惊降压之奇效 此时张雨风张雨露早就傻眼了 脸上挂不住了 哎呀这架起来得有两个亿了吧 哎呀我们送把破刀 怎么就显得那么可笑呢 他们说是抛砖引玉 但其实想的是朱玉在前 让叶峰黯然失色 哪成想叶峰一出手就这般豪阔 他们真的成了抛砖引玉 此时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两个跳梁小丑一般 是那么的可笑 扫得满脸通红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柳梅又打开了最后一个盒子 众人被震得心中掀起道道惊涛海浪 一颗心简直又跳出了嗓子眼 赫顶红 确切地说 这是赫顶红做的如意 灵种飞来赫顶红 水云九转有仙功 这赫顶红更是价值连城 价值无法估量啊 叶峰这番献礼简直就是一个古董博览会 每一个都是精品真品 随便拿出去一件都能惊出人一个大跟头 何况叶峰一把就拿出这么多 关键是这些宝贝都是江北商会送给叶峰的 更显示出叶峰在江北商会那滔天的权势和可怕的影响力 李柏宇激动的眼角的肌肉痙挛心中一片火热 夹起来至少得五个亿吧 哎呀 要是老爷子把这些都送给我 那我就发了呀 李飞宇眼睛微微眯起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小子 这一手玩的好漂亮啊 既显示了他们江北商会的雄厚彩礼 高明啊 柳梅浅浅一笑退到叶峰身后 李老 就这些了 群场一片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 所有人都是贪婪狂热而又震撼的看着那些宝贝 目不转睛 身躯颤抖 一言不发 而叶峰依旧轻轻抿着茶水 脸色淡然 好像他送出的不是价值几个亿的宝贝 而是一堆垃圾一般 张雨露被打击的小脸傻白 几个亿的东西他说送就送了 把我们家全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呢 林浩然 萧辰峰等人 则是轻轻摇头 一声轻叹 唉 如果李老收下这些东西 李飞宇都得对叶峰刮目相看 没准叶峰和李家的关系就要弥合了 唉 我们看错他了 没想到这小子倒是能屈能伸之辈 很会巴结人哪 张雨峰满脸颓洒 心中一片绝望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皮长得通红激动的嚷嚷 叶峰你送的这些东西的确珍贵 但是你这行径算是什么 公然向李书记行贿吗 你这不是让李书记为难吗 他要拆台 他不能让李飞宇看上一封 否则自己还怎么追求李世雅呢 彻底抓瞎了呀 李飞宇早就有点恼火了 此时便是冷哼一声 满脸嘲讽地看着叶峰 叶峰 你想错了 我们李家不是贪财好色之徒 你别以为拿出这些东西就能巴结我 李飞宇这话一出 很多江北商会之外的富豪都轻轻摇头 满脸遗憾地看着叶峰 哎呀 这小子还是太嫩了 送礼怎么能这么送呢 肯定得找个私密的长儿啊 这就叫偷鸡不成十八女 想巴结李家就应该放低姿态 而不应该这么张扬啊 这些权贵富豪心机深沉 有想法也不说 但林浩然 萧辰峰 陈美林等公子 可就直接斥责起来了 叶峰 你这是胡来呀 你这样把李书记置于何地 李书记为官清廉 李老更是作风强硬 又岂能让你公然嫌坏 你破坏李书记名誉 包藏祸心 其心可助 薛家营更是手舞足蹈的力声尖叫 叶峰 你想巴结李书记 也不能这么来吧 你这是违法的 他已经快疯了 原本一个孤儿 一个医学院艺业生 一个混迹鬼式的江湖游医 一个被自己残忍抛弃的垃圾 先是变成威名赫赫的江北教父 再骤然化身为统辖十几位百亿级富豪的江北商会会长 压得李飞宇都低头了 如果说叶峰之前在他眼里是一颗星辰的话 现在叶峰比太阳还要耀眼十分 他不愿意接受 也没法接受 如果他接受了 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 只能证明自己曾经是多么有眼无中 狗眼看人的 面对众人的质疑 李飞宇的呵斥 叶峰窥然不动 淡淡一笑地说道 呵呵呵 你们想错了 谁说我要巴结李叔姐 他又有什么值得我巴结他 我巴结他 他也配 你 李飞宇一愣 脸皮长得通红 而李南征已经嘶声怒吼道 叶峰你还嘴硬 别以为你拿出这些宝贝 我们李家就会原谅你的无礼 原谅你玩弄我唐妹的感情 佐梦 你给我滚出去 叶峰看也不看他一眼 好像他只是一个跳梁小丑般不值一提 叶峰缓缓拿起那价值至少数千万的象牙观音雕像 啪的一声 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 象牙观音雕像重重地砸在了桌子上 那观音像被叶峰的真元震得成为一片白色的粉墓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可置信 比当初见到这些宝贝还要震惊十倍 叶峰他是疯了吗 竟然砸碎了 李飞与惊怒交加地看着叶峰 难道叶峰这是在向自己示威吗 你 你什么意思 叶峰抡起又砸下 犀牛脚杯化为了碎片 叶峰又轻轻一颗 红山湖寸寸寸开裂 最终 在众人震惊的注视下 叶峰将这些宝贝 好像毁一堆垃圾一般 全部砸成了碎片 五个亿烟消云散了 李飞与气的额头上青筋秃秃直跳 叶峰 你要向我送礼就好好送 现在这般做派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向我李家示威吗 李书记 你真太高看自己了 我何必向你送礼 我这是给李老送礼 可是 这礼物我们李家不能收 而且你把东西都毁了 你把我们李家的面子置于何地 李南征指着叶峰暴跳如雷地说 今天你出了这个门 我就要好好收拾你 谁也别想拦着 李老一声低吼 沉声说道 你们住口 叶峰是我的朋友 你们怎可轻瞒 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叶峰笑道 还是李老明白事理 我是送李老一份大礼 但这份礼物就是 那七十三名患儿的健康 什么 李老不解 众人也是脸色狐疑 叶峰笑着说 这些孩子种的是鬼曼陀罗花剧毒 这毒素很顽固 已经深入骨髓 一般药物无法拔除和解毒 必须先用鹤顶红以毒攻毒 将毒素瓦解才能发挥余下的药效 说着他抓起一把鹤顶红的粉末 分量自然是分毫不差 放入一个浴瓶之中 毒素拔出来之后 用犀牛角戴帽壳的清凉解毒之功效 将前面两种毒素中和 幻儿就可以苏醒了 叶峰淡然一笑 又拿起适量的犀牛角片和戴帽壳 放入浴亭之中 但苏醒并不代表治愈 此时幻儿的脏气已经损伤严重 近乎衰竭 还需要悉心调养 医者易也 清代名医叶天士 用一把梧桐叶治疗孕妇难产 便是利用梧桐叶蕴含秋气素降 万物凋零之意 红珊瑚色红而弯曲蔓延 如经络一般 便可以取其意而温养经脉 象牙形状风雨饱满 触感柔腻和润 入药则可以恢复孩子们驱干和脏气的生机 说着 叶峰有精准的粘起一定分量的红珊瑚和象牙碎片 放入玉瓶之中 不知什么时候 李石本已经赶了过来 此时满脸崇拜之色的一声长叹 哎呀 夜神医治病 真是神乎奇迹呀 老朽佩服之志 甘拜下风 叶峰此时才露出有一抹肉疼之色 摇头叹气 拿出那些龙骨子疼 雪剑 鸿轩 凤魁 每样都取出合适的分量 分别丢入玉瓶之中 再加上我培植的这些灵草滋养 就可以化解鬼曼陀罗花的剧毒 病人就可以痊愈了 说着他将玉瓶递给李石本 李老 您赶紧去煎药 大火煮上半个时辰即可 立刻让患儿服下 是 老朽这就送往第一人民医院 一切交给我 李石本来取如风 小心翼翼的接过瓶子 转身就走 李飞宇这才明白过来 心中无畏杂疹 江科 备车 送李老过去 警车开到 快快快 李飞宇心说 原来叶峰是为了拿这些宝贝治病 五个亿给这些孩子治病啊 可我刚才还以为他 嘿 江科飞奔而去 李老颤微微的起身 双手抱拳 脸色肃然的冲叶峰鞠躬 满脸敬佩之色的凯然道 老朽感谢叶神医高益呀 五亿珍宝 换回了七十三个孩子的生命 叶神医此等心胸和气魄 让老朽佩服之志 老朽要替了七十三个孩子谢谢你 替牵挂孩子们病情的东海百姓谢谢你 替东海市委市政府 谢谢你呀 他每一声道谢 就同时一个标准九十度鞠躬 连写三次 一共深深鞠躬了三次 所有人震惊的目瞪口呆 此时的叶峰是何等的辉煌 何等的荣耀 竟然让李老都对其鞠躬至惊 而且是三驱躬啊 叶峰将他搀扶起来 李老您客气了 生命无假 何况是七十三个孩子的生命 李老 今日我送的这封贺礼 不知您老还满意吗 满意 太满意了 叶峰啊 这是我八十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叶峰号令江北商会 只要他开口 东海投资就能保持 叶峰出手至好换额也毫无问题 李家这场大危机化为无形了 李老紧紧的抓住叶峰的手 再也不愿意撒开了 叶峰走陪我喝一杯去 说着便是拖着叶峰向别墅走了过去 张雨峰一脸颓丧摇了摇头 唉 我终究是比不过他呀 这份大礼实在是绝妙啊 叶峰这番大礼 显示了他滔天的全许 毕竟连李飞宇都没本事驱使江北商会 最关键的是 这份大礼还是用来治疗那些患儿的 李飞宇根本没法拒绝呀 他知道 自己今天的风头彻底被叶峰盖住了 那把指挥刀也是白送了 今日他挑选叶峰就好像笑话一般 李伯宇热情的向江北商会群豪发出了邀请 郑老 封爷 请到里面喝一杯水酒吧 好 那我们就过去聊一会吧 郑九仙孙清风等人 也簇拥着叶峰走了过去 小陈峰陈伟林等人更是震撼无比 心中五味杂陈 这一次 怕是连李飞宇都会对他轻言有加吧 叶峰终究是赢了 赢得很彻底 连李老都鞠躬致谢 连李家都压不住他 反而要依仗他 寿宴开始了 除了叶峰和林浩然 东海众多二代大少都没有被邀请进入别墅 只能在院子中参加寿宴 和林浩然一起走进别墅的时候 李南征冷哼了一声 满脸不屑地说道 浩然 他算得了什么 他终究是要冲我们李家低头示好啊 有本事他别致啊 还不是被我三叔给打怕了 林浩然已经被打击的尸魂落魄 好像没听见李南征的话一般 脸色苍白如纸 原本挺拔的身躯遥遥雨坠 李老的警卫员小赵 今天负责整个别墅的安保工作 李老举行寿宴 本地警方很重视 辖区公安分局派出交巡警 在周围保护 同时布置了路障 引导车辆分流 毕竟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 名流如云 豪车如雨 半条街都停满了车辆 去公安分局局长老行看了看时间 一脸疲惫的说道 十二点了 客人应该来的差不多了吧 终于可以歇歇了 小赵打给老行一根烟 帮他点着了 刑局长 兄弟们 辛苦了 二爷说了 晚上请大家好好喝一杯 李书记也会过来敬酒 哎哟 赵老弟 你客气了 咱们都是为领导服务嘛 老行美美的抽了一口烟 心说这活其实没什么危险性 还能在领导心中留下点好印象 何乐而不为呢 此时一辆挂着阳城牌照的劳斯莱斯幻影 飞奔驶来 在路上跟前停下 老行一看 开这车的人 肯定身份不低呀 赶紧快步走过去 敬了个礼 不好意思 这片发生了交通事故 临时管制 请您绕行吧 车窗滑下 她 露出一张充满西式美感的小脸 是个时尚的办公室女郎 女孩摘下墨镜笑道 阿三儿 你就别骗我了 哪有什么交通事故 我们是港岛谢家的人 来拜访李老的 港岛谢家 后排的江海涛滑下车窗 递上去一张工作证 同志 麻烦你放行吧 收场好 老行一看工作证 吓得好学没一屁股坐在地上 连忙双腿并拢 啪的敬了个礼 双手把工作证递了回去 然后一挥手 放行放行 老斯莱斯幻影驶了进去 小赵凑过了一两无疑的问道 谁呀 瞧把你给吓的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江海涛 还有港岛谢老 小赵不敢怠慢 联盟拿出对讲机 赶紧通知李老 省委来人了 谢老爷来了 还有空出停车位 他刚刚安排好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哎呦我去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怎么掐着这个点来了 见又来了一辆车 老行摇了摇头 这怎么还来了一辆汉马越野车呢 还是老款的 这小老板还凑什么热闹 什么汉马呀 你也瞎了 这是咱们国家自主生产的军用越野车 猛试 小赵眼睛直了 叼在嘴里的香烟都掉了 猛试 白色军牌 红色字笔 省军区通行证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上将的专用车呀 小赵赶紧拿出了对讲金 快通知李老 杵司令来了 此时叶峰已经进了别墅大厅 和李老坐在第一个席位上 李老的三个儿子亲自相陪 大家吃着菜肴 公愁交错 谈天说地 倒也热闹 而林浩然和李南征 只能在第六个席位上坐下 根本没有和叶峰平起平坐的资格 忽然 李飞宇的电话响起 是蒋科打来的电话 李书记 孩子们醒了 烧退了 好了 李飞宇满脸惊喜之所 然后看向叶峰说道 叶神医 您医术果然逆天哪 孩子们好了 谢谢你 他这番道谢 倒也是真心实意 不管叶峰此前对他如何无礼 毕竟看在李老的面子上 叶峰还是治愈了这些患者 化解了这场危机 似乎那些不愉快已经接过去了 不用客气 我是看在李老的面子上罢了 叶峰的眼神淡漠 这话再明白不过 你李飞宇还不入我的法眼 我根本不在乎你 李飞宇脸色一僵 颇有点不爽 无论如何 我还是要谢谢你 李飞宇心说 这小子真是狂傲 真不把我放在眼里 真不怕我打击他旗下的社团和江北商会 只不过 叶峰刚刚帮他解决了这个天大的麻烦 他又怎么可能立刻翻脸不认人呢 他赶紧收拾情绪笑着说 叶峰 听我二哥说你精通武道 伸手了得 为了向你表示感谢 我们李家愿意支持你加入燕京军区的雪狼特战大队 不知你意下如何 其实李飞宇也不认为叶峰能有多厉害 只是投桃报李以示感谢罢了 他对李柏宇一向看不起 李柏宇去了一趟公海堵船上 结果回来就说叶峰能够聚气成全 隔空百米杀人 还打死了一个能从十层楼跳下来都没事的高手 你听听这像什么话 像个脑子正常的人说的话吗 他也知道 华夏是有一些武道高手 但是叶峰年纪轻轻 一道这么厉害已经难上加难了 哪里还有功夫修炼武道呢 李振宇夹着一根烟 他傲然的看着叶峰说道 雪狼特战大队是完全模仿岭南军区的龙牙打造的 虽然现在比龙牙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们相信经过几年的刻苦训练 一定能够超越龙牙 那意思分明是说 你还不赶紧过来求我道谢吗 叶峰不为所动 谁说你们李家还是小看了我的实力 是吗 哎呀 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呀 叶峰 你加入雪狼 有我们李家的支持 你一定会火速提拔的 比你会社团做生意 有前途多了 李振宇吐出一口淡淡的烟雾 他还不懈地瞥了孙清风郑九轩等人一眼 此语一出 孙清风和郑九轩等人都变了烈色 什么意思 看不起人呢 这李家兄弟也太奇葩了 完全是谢莫杀驴啊 现在就不把叶峰放在眼里了吗 李老觉得这俩儿子说话有点着实不着调 姿态有点太过傲慢了 连忙替他们找不 叶峰 孩子们不会说话 你别生气 你就去帮帮朕宇吧 他又狠狠地瞪了一眼李振宇 朕宇 你怎么说话呢 叶峰是高人 百年难遇的高人啊 我现在有点露儿子 我们还是吃饭的